万万没想到我掏心掏肺对待的七位姐姐 在我生日当天像狗一样把我赶出了家门 这一刻我才明白 原来我只是个被领养的替代品 如今他们找回了真正的弟弟 就把我一脚踢开 剩下一年寿命的我决定要随心所欲一把 不再迁就任何人 此时的我走出了那个心碎的家 随后林建峰追了出来 说我搞砸了他回家的欢迎仪式 要给我一点教训 旋即拿出刀子朝我身上刺去 见状我闪身躲过 一巴掌把他扇倒在地上 然后踩着林建峰的脸 头也没回地继续离开 我前脚刚走 林家七姐妹和王翠花赶来 看到林建峰倒地不断哀嚎 王翠花急忙走过来 心疼地查看着儿子伤到哪里 林建峰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妈 我没事 可能是我夺走了墨酒的一切 他心情不好才这样的 文言大姐林清诚一脸怒意 没想到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听到这些话林建峰阴冷笑 心想自己的目的已达到了 另一边的我按照师父林中前辈的地址 来到了一个破旧的小区 找到一房子门前 轻轻敲了敲门 房门被打开 是一名穿着背心手还拿着刀的汗子 我愣了一下 想起了这个男人就是多年前给师父当管家的 何叔叔 何建国仔细地打量着我 惊喜地问道 你是 墨酒 酒少爷 我苦笑一声 摆了摆手说我已经不是什么少爷 接着就把被赶出家门的事说了出来 文言 何建国感觉惊讶也有点匪夷所思 到了房子里 我跟何建国聊起来很多往事 也得知他当年离开师父身边的原因 这时一背着书包的女大学生走进来 看我的一瞬间他露出了惊喜之色 是 墨酒哥哥吗 我一脸惊讶地站了起来 何清竹 看着这漂亮的脸蛋 都说女大师八变 一点都不讲 何清竹兴奋地跑过来 直接跳到我的怀里 我双手抱住他 鼻子闻着何清竹头发的方向 感觉自己体内的痛苦没那么强烈了 突然门外传来吵闹声 并且剧烈地敲打着房门 我眉头皱起 走过去开门看发生什么事 当小混混看到开门的是墨酒时 露出来惊讶和害怕的神情说道 什么风把酒少爷宁吹来了 接着一道女生传来 她已经不是什么酒少爷了 从现在开始 墨酒跟我们林家没有任何关系 二姐 忽然出现的林如烟让我感到意外 林如烟面无表情回应道 别叫我二姐 你跟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更别想打着林家的旗号在这狐家虎威 接着他冷漠地质问我是不是打了林建峰 我也很干脆地回答道 是 玄机林如烟命令我回去给林建峰道歉 完事后会给我五十万 免得我在外面饿死 一旁的何清竹看不下去了就走出来 冷着脸说 有钱了不起吗 就能欺负老实人 林如烟瞥了眼和清竹他们一家人 露出个厌恶的表情 并说他们就是下贱的人 听完我顿时火气上有了喝道 林如烟你嘴巴放尊重你 马上向他们道歉 顿时林如烟感到有些惊讶 从来逆来顺受的墨酒 居然在他面前发脾气 心高气傲的他哪能忍受 扭头对着小混混说 墨酒已经不是林家人 你们想怎么讨债就怎么讨债 小混混们咧嘴一笑 就慢慢上前将墨酒他们围了起来 我看着眼前的这些人 目光变得冰冷 闪过一抹杀意 然后扭头微笑看着何清竹说 带着叔叔阿姨回屋 待会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开门 何清竹这时也是害怕得身体发抖 但他相信墨酒能把事情处理好 旋即就点起脚尖轻轻轻吻在我的唇上 说了句要平安回来 就带着父母回屋里去了 当门关上的瞬间 我笑容消失 心想还生一年命 为什么不随心所欲一把 我缓缓拿出手机 按下了一个号码 十分钟内 我要看到你的人 出现在美景天城小区 否则 你就永远消失 挂了电话 我看向天空 从今天起 清晨没有墨酒 只有 酒爷 我的好姐姐们 你们准备好迎接报复了吗 就在我挂了电话没一会儿 一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 从黑暗中走出 来到墨酒面前担心下跪 语气恭敬地叫了一声 酒爷 接着西装男朝天空 射出一颗信号打 随后地面发生震动 眼前出现了一大群黑衣人 这些人眼神冰冷 充满杀意 此刻的小混混们 眼里充满恐惧 双腿不停打扎 我缓缓穿过上百名混混 站在这些黑衣人面前 闭上眼缓缓张开双手 吐了一个字 杀 不到五秒指 剩下混混头目徐高龙 其他的全被屠杀无一活口 之前还嚣张无比的徐高龙 疯狂地磕头不断求饶 我蹲下身子眯起眼问道 为什么要如此逼迫和见过 是 是你师母给了我五百万 让我折磨他们一家子的 得到了想要的信息 我摆了白手说 你走吧 徐高楼喜出望外 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马上朝着自己车跑去 望着他的背影 我伸出手从西装男手里 接过一把狭蛋枪 哼 一声闷响 徐高楼被蹦飞重重摔着地上 就在这时一名黑衣人过来汇报 酒爷 林青英正开车赶往这里 再有五分钟 就要到了 我冷笑一声摇了摇头 是来收尸的吗 接着我吩咐手下 白鸣把这里处理干净 转身就朝着房子走去 当和青竹一家见我没事的回来 都露出了高兴激动之色 玄机和建国兴奋地拿出一瓶啤酒 说今晚怎样都要喝点 没一会 美景天城楼下 一辆白色奔驰C缓缓停下 林青英下车看着周围脏乱的环境 还有传来一股酸臭气味 忍不住皱起眉头 作为警官 他敏胆地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 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然后来到了林如烟发的病味 迅速找到和建国的家 努力敲打了 当看见是我打开门的时候 林青英感到非常惊讶 墨酒 你没 没死 是吗 我淡淡开口 林青英点了点头 他知道这里有混混闹事 可墨酒居然安然无恙 有什么事吗 如没什么事的话 就不要耽误我喝酒 闻言林青英皱着道 墨酒 你长本事了 敢和我这么说话 我冷笑一声 为什么不能这么对你说话 你是谁啊 天底下的人都要让着你吗 说完 我重重关上门 门外的林青英被气得不轻 在不断怒吼 骂墨酒就是个白眼儿 见墨酒没再理会 林青英气呼呼转身下楼 回到车上 拿出手机立即叫人调查 今晚所发生的一切 随后一脚由门绝尘而去 第二天 天刚亮 林雨晴来到你所住的地方 作为画家的她 一晚上都调不出想要的颜色 所以才过来找你帮忙 林雨晴到了一户破旧的楼门前 几次想要敲响房门 可又没有勇气 就在这时 楼门被和建国打开 姑娘 你找谁 吓得林雨晴慌忙 转身小跑地下了我 匆忙之中 恰好装上刚买完早餐回来的你 我看着林雨晴面无表情地问 你也是来让我给林建峰道歉的 林雨晴被我的冷漠吓到了 拼命地摇头表示不是 如果没事 请别打扰我的生活 说完 我拎着豆浆油条朝楼上走去 这时林雨晴鼓起勇气追了上来说 再有两个小时 我就要参加画展 可 可我调制不出理想的颜色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林雨晴委屈地哀求道道 你能不能帮我调制最后一次 就一次 我求你 我冷笑一声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你画出的花那样红 是因为我用自己的血帮你调的颜料 你用的纸都我定做回来的 听完林雨晴愣住了 没想到这弟弟为他付出那么多 我又自嘲一笑道 在那个家十几年 你们有人关心过我平时做了什么 林雨晴如遭雷击 眼泪控制不住留下 接着我似笑非笑地问着 林雨晴 你今天过来找我的事 师母他们知道吗 闻言林雨晴下的连忙后退警 墨九 你这个畜生 你想干什么 墨九皱着眉道 我只是想告诉你 以后别来烦我 你 我 恩断义绝 听完林雨晴的心忽然间好痛 墨九 你以前不是这样对我的 墨九已经死了 你们选 清城已经没有墨九了 说完我便转身进屋 吃完早餐 我就送何清竹上学 一路上何清竹满脸幸福 还说毕业后要赚很多钱 给我买房买车养肚 很快我们到了公交站上了车 坐下后 我试探地跟何清竹说 其实我有很多钱 想让他们换个好点的地方住 闻言何清竹瞪大眼睛 以为我拿了林家的钱 我摇头表示没有 心想这钱是自己私底下赚的 可说来没人信 玄机拿出个手提包递给了何清竹 当何清竹打开手提包 看到里面十几万现金时 瞪大眼睛一脸不可置信 我还编了个谎话 说是昨天徐高楼走的时候留下的 是不常比你们家的 听完 何清竹有点不解半信半疑 过了会 我们到达了大学门前 何清竹说要带我进去露露面 好让其他追他的男生死心 就在我们有说有笑时 一个戴着金丝眼镜 身穿巴黎世家的男女 手捧鲜花走了过来 他打量了我一番 好奇地问着 清竹 这是你哥哥吗 他呀 是我的男朋友 何清竹一脸幸福地抱住我胳膊 听见这些话 宋天忆脸色顿时阴沉 说了句不打扰你们了 就转身离开 玄机就拿出手机打给校长 一说 我是宋天龙的儿子宋天忆 想请你帮忙 学校外办公里 一条狭窄的胡同妹 我刚走出去紧 后面便传来汽车的引擎声 紧接着 车里跳下两个壮汉 还有笑着走出来的宋天忆 他使了个眼神 两名保镖一左一右 直接朝我出来 宋天忆双手插都戏谑到 敢和自己抢女人 在清晨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我冷笑一声 身形前窜 就在下一秒 砰砰 两声 两名保镖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满脸是血 见到这一幕 宋天忆像是见了鬼一样 我抓住宋天忆脑袋 对着奔驰车的前挡风玻璃砸了下去 咔嚓 宋天忆满脸是血 趴在引擎盖上 一动不动 擦了擦手上血迹 我转身消失在胡同内 清城 五州国际会馆 一身黑色西装的我走在前面 几十号小弟跟在身后 白明在旁边小声说道 九爷 人都在会议室 但他们很固执 不愿意配合 文言我轻吼一声 大步朝会议室走去 原本喧闹的会议室 见我近来顿时压去无声 这是一中年男人带着不屑的语气开口 原来是你啊 被林家赶出的一条狗 就凭你 也想做我们大哥 他话音刚落 我抽出白明腰间长刀 凌空一扫 呼刺 男子的手臂瞬间被斩断 发出痛苦的惨叫 周围原本面带不屑的大老 我靠在椅子上淡淡地开口 还有人反对吗 见没人出声我继续说道 既然这样成熙的地盘我接手 谁背叛我 我要他全家陪葬 就在这时 电话响了 是六姐林家家打来的 我犹豫片刻 还是接通电话 电话里传来林家家冷漠的声音 木九 何清竹在学校打上了七名学生回城园 学校要开除他 如果你愿意给师母和林建峰认个错 我可以帮你说起 我深吸一口气 无病 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解决 挂断电话 我嘴角渗出一丝鲜血 想到一年后我死去 如果有人欺负何清竹该怎么办 玄机我怒吼 来名 被车 去青城国际大学 剩下一年寿命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谁动何清竹 谁就得死 会议室中有人忍不住问 九爷 你你 你去大学做什么 我不带一丝情感的回答 杀人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已关机 青城外国语大学 行政楼门前 一席黑色连衣群的林家家 抱着课本 在听到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后 秀眉微醋 墨九的近况 林家七姐妹都很清楚 从生活十几年的地方 毫无预兆地被赶走 换谁都难以接受 现在墨九同何建国一家在一起 好不容易找到家的感觉 和青竹又出事了 接连的打击之下 林家家担心墨九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 这些年 在师母强制洗脑下 他们七姐妹对墨九的确没什么感情 大家很清楚 只要师父的儿子被找到 墨九就会被赶走 他只不过是替代品 可相处十几年 就算是条狗 忽然走了 也会想一想 更何况 这些年龄家家需要的书 都是墨九帮忙买的 他内心深处 还是不需要墨九有事 当然 林建峰回来 这个替代品必须走 不过和其他姐妹想的一样 林家家也想借这个机会 帮一帮墨九 他再次拨打电话 还是没有打通 墨九 真当我很想帮你 他有些生气 为了你内心的自卑 你连和青竹的未来也不在乎了 真是个虚伪至极的男人 大姐没看错你 想了想 他还是打了第三遍 电话终于通了 墨九 如果你肯对弟弟低头 我可以背着大姐 帮你一次 林家家语气里带着恼火 这算是施舍 电话另一端 墨九冷冰冰的声音传来 如果你非要这么想 是的 林家家冷着脸道 若不是看在你处境凄惨的份上 我不可能帮你 收起你的怜悯 我不需要施舍 听同理 墨九冷声回应道 林青城那句话 我还给你 我和你们林家 从迈出那扇门开始 便没有任何关系了 哼 就在这时 一辆黑色缆胜 呼啸着从林家家身旁经过 溅起的雨水 弄了他一身 怎么开车的 林家家心情本来就差 现在更恼火了 大学校园严禁车辆高速行驶 况且这辆车 他之前根本没见过 保安不管 还没等林家家 对保安室打电话 哗啦 第二辆车飞驰过 紧接着第三辆 第四辆 林家家满身都是泥水 成了落汤机 等他擦干眼睛 看到眼前这一幕时 心里的火气瞬间被震惊取代 第十二章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上百辆黑色路虎缆胜 密密麻麻地停在行政楼前 学校的各个路口 被缆胜庞大的车身死死堵住 水泄不通 紧接着 上百台车门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推开 近千名身穿黑色西装 戴着黑色墨镜的壮汉 整齐列队 他们身上的肃杀之气 让远处的林家家 感到不寒而栗 这些究竟是什么人 来国际大学干什么 投车莫九一把推开车门 他脸色惨白 眼神如刀 大步朝着校长办公室走去 今天他来 只为三件事 杀人 杀人 还是杀人 外面的黑衣人 形成一道人墙 拦住任何想要靠近的人 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不知道 我的手机没网了 校门口也被拦住 根本出不去 究竟是什么情况 国际大学的学生 顿时炸开了锅 林家家站在远处 似乎觉着 走进杭正楼的那个身影 有些熟悉 会是谁呢 他想不起来了 估计是个大人物吧 清城能有这种排场的人 实在太少了 此时 校长办公室内 方长生坐在沙发上 悠闲地叼着烟 在他面前 站着那七名被打伤的学生会成员 其中严重的两个 脑袋上缠满了纱布 眼睛也裹着纱布 七人有的骨折 有的被打出内伤 非常狼狈 王林渝 你们七个人 被和清竹打成这样 他有些不敢相信 和清竹青瘦 文文静静地 一阵风都能吹倒 打起架来 这么狠 校长 和清竹书包里藏了甩棍 王林渝恨得直咬牙 这个贱货 下死手 好了 方长生点点头 示意王林渝镇定 我已经报警待会 警察来了 你们就说和清竹勒索 然后你们几个过去劝阻 爆发了冲突 说着 他起身拿出几张纸 手指在上面敲了敲 开出和清竹的通知 晚上就会下来 而你们 见义勇为我会提议 在你们的档案上记下这笔功劳 方长生暗灭了烟头 拉开抽屉 这七万块钱 你们分一分 就当医疗费 他将七万块钱扔在桌子上 另外 学校给你们放半个月价 好好养伤 钱是宋天忆给的 总共二十万 他自己留了十三万 第十二章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谢谢校长 七名女生非常惊喜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仅仅是找个茶 还有这么多好处 这件事 给我滥在肚子里待会 谁要是说漏嘴 下场跟和清竹一样 砰 方长生话未说完 他办公室的木门 轰然粉碎 到处都是木头碎屑 七名女生吓得慌忙 躲在窗户旁 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这可是校长办公室啊 谁这么大胆 方校长 陈霄忠 墨九带着人 缓缓走进办公室 你们是什么人 方长生吓了一跳 可很快 他眼神犀利道 我想起来了 你是林教授的弟弟 墨九 简直放肆 碰 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冷笑道 胆在我面前撒野 今天这件事 你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 别怪我不给你解面子 这可是清城外国语大学 自己是校长 这所学校最有权力的人 说着 他拿起手机 准备给保卫处打电话 可手机根本没信号 方长生拿起座机 还是没办法通讯 此时 墨九缓缓走到办公桌前 拿起桌上的文件 上面内容 正是对何清竹开除的决定 撤销这条决定 墨九将文件钻成团 捏在手里 等他松开手时 这些文件已经化成粉末 你说什么 方长生眯起眼睛 冷笑一声道 原来 你是为了何清竹来的 很好 他不止被开除待会警察过来 我还要说他 找人恐吓我 把他抓进去 砰 墨九抓起桌上的茶壶 狠狠砸在方长生脑袋上 一时间 鲜血四溅 茶壶碎片洒落一地 方长生一个亮呛 坐回到沙发上 头晕目眩 周围的七个女生 更是吓得六神无主 疯了吗 连校长都敢打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墨九单手 拎起办公室的椅子 缓缓走到方长生面前 而后 将椅子高高举起 你 你要干什么 方长生咽了口唾沫 砰 下一秒 几时精重的椅子 带着墨九内心的愤怒 重重砸在方长生身上 第十三章 一个不留 啊啊 鲜血见到脸上 七名学生会成员 发出刺耳的叫声 他们还是学生 哪见过这种场面 一个个吓得面无血色 破损的沙发上 方长生擦了擦脸上鲜血 内心窜起一股无名之火 在秦城 他也算得上市一号人物 今天在自己学校 在自己办公室 被一个矛头小子给打了 他的脸 王美芳 这个校长 还怎么当 墨九 林家家就算跪下求我 也没用了 方长生强忍剧痛 从桌子上抽出几张纸巾 擦了擦脸 他将燃血的纸巾 扔进垃圾桶里 面带嘲讽到 跟我耍狠 能坐到校长这个位置 方长生什么场面没见过 我告诉你 警司马上就到 希望你被抓的时候 还能这样嚣张 按照他刚才打报警电话的时间推算 警司应该已经到学校了 方校长 警警故意伤害罪 是不是便宜我了 墨九双手撑在桌子上 目光阴冷 你什么意思 方长生心脏一抽 被对方的眼神吓到了 这是一个少年该有的眼睛吗 他从对方的眼神中 没有看到任何情感 照片 墨九伸出手 白明立刻将一组照片递过来 七张照片 七个和和轻竹发生冲突的人 墨九眼睛扫过面前的七张脸后 将照片色回进白明胸前口袋 紧接着 他缓缓朝七人走去 你要干什么 王铃鱼到底是学生会主席 其余六人都害怕的情况下 他还能开口说话 我家里很有钱 你如果动我一下 我爸 咔嚓 墨九一拳砸碎窗户 抓着王铃鱼的脖子 直接将他扔了下去 啊 碰 王铃鱼还没等回过身 脑袋便重重砸在水泥地上 红的白的留了一地 一个不留 墨九看着窗外 倒背双手 淡淡开口 是 白明领着人迅速上前 我错了 别杀我 都是校长让我们干的 再说 何清主也把我们揍了 六名女生下的痛哭流涕 第十三章 一个不留 那是我捧在掌心的人 你们打了他 不该死吗 墨九话音刚落 六名女生顺着窗户 被扔了下去 六声重物落地的声音 依次传来 方长生的心 跟着跳了六下 疯子 这是个疯子 汗水夹砸着血水 流了方长生一脸 这七名女生 因为勒索和清竹 被学校开除 情绪激动之下 选择跳楼自杀 墨九转过身 手搭在方长生肩膀 方校长 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方长生疯狂点头 他生怕自己 也和这七名女生一样 被扔下楼 在方长生的眼里 墨九现在就是亡命图 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七条命啊 仅仅因为和和清竹 起了冲突 就被杀了 方校长墨九抓住 方长生衣领 将他提到窗前 这是 看到窗外整齐站着 近千名黑衣人时 他几倍一阵恶寒 浑身都在抖 你是唯一的目击证人 墨九拍了拍他肩膀 如果我被抓走 这数千人中 只要有一人还活着 我保证 他一定会杀你全家 文言 方长生一哆嗦 他终于明白 墨九为何要当着自己面杀人了 为什么 仅仅为了让我撤回决定 说到一半 方长生把话咽了回去 如果墨九没有当着他的面 将这七名女生扔下楼 他是不可能撤回这个决定的 我向来守信 墨九转过身 冷冷道 一个小时内 撤回开除和清竹的决定 再做出开除他们七人的文件 顺带 我希望和清竹能拿到该有的奖学金 好 方长生吓破了胆 战战兢兢地回答 撤 墨九迈开步子 离开办公室 黑衣人们紧随其后 短短几分钟 上百台缆圣呼啸着离开 九爷 方长生怎么处理 白鸣坐在副驾驶位置 开口询问 他是这件事的策划者墨九 看着窗外 面无表情道 我要他挫骨扬灰 明白 白鸣点了点头 立刻拿出手机 开始安排 第十三章 一个不留 十分钟后 景思的车 终于开进清城外国语大学 停 林轻英对开车的下属喊了句 家家 他推开车门 走到满身狼藉的林家家面前 三姐 林家家见到林轻英 有些意外 你怎么来了 你们校长打了电话 说学校内有人逗 林轻英耸了耸肩 我正好在附近 就过来了家家 你这是怎么了 刚才学校来了一排车队 被水溅的 林家家有些无奈到 这可是我新换的衣服 对了 他忽然想起什么 你不会是处理和轻竹的案子吧 还真是 林轻英眯起眼睛 怎么 你想听那个白眼狼求情 我倒是想 人家 直接把大姐的话 还给我了 林家家越想越气 我可真是热脸贴冷屁股 这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吗 林轻英不屑一笑 希望 他能一直这么硬气 别哭着求我们 对了 徐高楼的事情 查清了吗 关乎莫久 林家家多问了几句 承熙乱了林轻英摇了摇头 听说 新来了个酒爷 取代徐高楼 现在是承熙老大 跳楼了 有人跳楼了 就在两人闲聊时 方长生小跑着朝门口奔来 他满脸是伤 狼狈不堪 方校长 您这是怎么了 林家家非常惊讶 刚才学生会的几个学生 听说要被开除 情急之下跳楼了 方长生解释道 我想阻拦 结果也被打伤了 警官 我先去医院处理一下伤口 您快去看看吧 说完 他匆忙朝校外走去 该死 宋天龙 你怎么不接电话 方长生决定找宋家 要一笔钱 离开这个城市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林轻英隐约觉着有点不对劲 奇怪 被开除的不是和青竹吗 林家家满心疑惑 你说 被开除的是和青竹 林轻英迅速转身 立声道 方校长 站住 碰 一声闷响 小门口 一辆扎土车呼啸驶过 江方长生撞出去几十米远后 车轮又从他身上撵过 八大 林家家手中的书 缓缓掉落在地上 他颤抖着摸了摸自己的脸 是血 快 控制住肇事车司机 林轻英脸色陡然一变 第十四章 神奇的手机 作为经验丰富的警司 林轻英内心忽然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 学校刚出事 校长就出车祸 如此快的车速 明显是冲着杀人去的 队长 人抓住了 两名警员驾着满身酒气的卡车司机 来到他面前 干什么 杀人灭口吗 林轻英拖起司机下巴 立声道 回答我的话 今天是怎么了 承熙乱城一锅粥 外国语大学又出事 他脑袋都要炸了 我喝多了 司机迷迷糊糊地回答 关起来 林轻英一跺脚 带着人风风火火 朝着行政楼走去 他前脚刚走 林家家便蹲在地上 大口呕吐着 发生在眼前的车祸 不断刺激着他的神经 林家家感觉 眼前出现了好多星星 他渐渐失去意识 瘫倒在地上 林老师 几名路过的学生慌忙跑过来 林老师 您没事吧 恍惚间 林家家死去的记忆 好像在攻击他的大脑 那跑来的学生 模模糊糊间 成了墨酒的样子 六姐 你坚持住 我带你去找师父 六姐 你千万别睡 我们就快到家了 林家家眼前一黑 直接晕了过去 青城 雕塑公园 墨酒跳下车 看向公园场椅上的背影 内心一阵莫名的痛 九爷 从学校出来 他就一直坐在河边发呆 白鸣神情恭敬地会报道 我安排人轮流盯着 可和小姐什么都没干 就这样坐着发呆 你们走吧 墨酒摆了白手 示意白鸣等人离开后 他独自一人缓缓走了过去 雕塑公园湖盘旁 头发散乱的和青竹 坐在场椅上 眼睛直勾勾看着波光淋淋的湖水 他白色的连衣裙 被扯得有些蓝了 裙子上沾了不少血迹 有他自己的 更多的 则是那七名女生的 怎么不去医院 墨酒坐在他身旁 心疼地问着 小伤 不至于地 和青竹诧一侧过头 捋了捋自己散乱的头发 勉强挤出一抹笑容 九哥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他虽然很意外墨酒地出现 第十四章 神奇的手机 可心里 却暖暖地 为什么不去医院 墨酒伸出手 轻轻摸在和青竹脸上 白皙的脸蛋 抓痕已经结架 小事了 去医院要花很多钱的 和青竹低下头 虽然你帮我们要回几十万 可父亲的腿 我们这些穷孩子 没那么娇贵的 他抬起头 红着眼 露出可爱的笑容 以前我经常打架 习惯了 像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 如果不凶一点 狠一点 会被人踩得抬不起头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我很暴力 和你想的林家小妹妹不一样呢 他吐了吐舌头 我的书包里 一直带着跟甩棍 今天打赢了 我厉害吧 为什么不去医院莫久抓住和青竹的手 陈生问道 这些年 和青竹到底受了多少委屈 都是拜师母那个老贱人所赐 他不敢想象 一个柔弱的小姑娘 在时刻面对混混威胁 面对同学欺负 面对别人轻视的目光 是怎么撑下来的 九哥 和青竹脆弱内心最后的防线 终于崩溃 他只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小姑娘 这些年藏在心底的委屈 一瞬间爆发出来 九哥 他们骂我可以 可他们不能骂我爸爸 他一瘸一拐的 可他撑起了我们这个架 或许我的爸妈在他们眼里 是无能的人 可我不允许任何人骂他们 我狠狠教训了那七个女生 我要让他们知道 穷人也是有尊严的 也不是任人宰割的 九哥 我被开除了 和青竹趴在墨酒怀里 失声痛哭 他的眼泪 一连串的流出来 身体不断发抖 凭什么 凭什么穷人就要受到欺负 就要受到这么多不公平的待遇 我努力读书 想改变命运 想让我父母过上好生活 可他们一句话 就把我开除了 让我这么多年的努力 化为泡影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啊 和青竹崩溃了 墨酒一声不吭 坐在长椅上 抱着怀里的哭成泪人的和青竹 夕阳西下 阳光洒在湖面上 分外刺眼 一天又要过去了 第十四章 神奇的手机 自己的寿命 又少了一天 九哥 对不起 把你衣服弄脏了 和青竹缓缓抬起头 有些难为情地咬着嘴唇 我被开除的事情 别告诉我爸妈好不好 我怕他们担心 他眼神里满是失落 不如 我们打个赌 墨酒翘起二郎腿 搂着和青竹 学校非但不会开除你 还会告诉你 你拿到了蒋学金 九哥 又哄我 和青竹吐了吐舌头 今天这事 是他们蓄谋已久的 怎么可能有转机 而且 蒋学金也被那几个关系户垄断了 提起这两件事 他叹了口气 那你敢不敢赌 墨酒用自己白衬衫的袖子 擦了擦和青竹的泪痕 九哥 你这衣服很贵的 可你是无价的墨酒打断了他的话 满眼溺爱 那你说 赌什么 和青竹靠在墨酒肩上 两只脚幸福地荡来荡去 把心里的委屈说出来 大哭一场后 他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过了 我有个朋友 他开了家小店 如果我赢了 你听我的话 去那里兼职 墨酒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那你要是输了 我要你 和青竹挑着眉 挑衅式地看向他 就在这时 一道手机铃声 打破了湖边的案件 九哥 你该不会真这么神吧 和青竹看到导员的来电 心跳陡然加速 老师和青竹 校长收了黑钱 安排王林渝他们刁难你 经学校领导研究 决定撤销对你开除的通知 另外 你之前申请的奖学金 因为王林渝的退出 已经通过了 谢谢 谢谢老师和青竹捂住嘴巴 眼泪刷刷掉了下来 他不敢相信 这一切是真的 怎么样 我没有骗你吧 墨酒眼含笑意 九哥 何青竹抓着手机 将墨酒扑倒在长椅上 喂 我赢了 墨酒吓了一跳 女人说话 是不算数的 和青竹柔软的唇 堵住了墨酒的嘴 这是公园 晚上没人 和青竹把嘴挪开 眼神迷离地看着他 九哥 你顶到我了 可能 是我的手机墨酒尴尬的吸了口气 那你的手机 借我用用 何青竹扑哧笑出声 就在这时 一道高跟鞋踩在地面的声音 《游远极近》 第十五章 就在这 这么晚 公园还有人来 何青竹擦了擦嘴 整理下凌乱的衣衫 坐在长椅上 他哼着小曲 两只脚快乐地荡来荡去 墨酒 很快 高跟鞋的声音 停在两人身后 我到处找你 你去在这里快活 穿着黑色包臀裙 白衬衫 戴着金丝眼镜的零如烟 有些恼怒 夕阳下 他修长大腿 穿着黑色丝袜 反射出令人迷醉的光 大小姐驾到 通通闪开 何青竹靠在长椅上 笑嘻嘻地喊着 被他这样一闹 林如烟的心情更差 墨酒 你是聋了吗 我在和你说话 听不见 他绕过长椅 站在墨酒身前 盛气凌人地质问道 回答我的话 一下午 林如烟给墨酒 打了十几个电话 始终没人接 最后他托林青英 定位墨酒手机 才找到这 一路上 林如烟以为墨酒 出了什么事 结果这家伙 竟然花钱越下 谈情说爱 林家家在住院 林青成被失眠 折磨得痛苦不堪 越想 他越气 林小姐 墨酒翘着二郎腿 抬起眼皮 轻笑道 这里不是医院 我不是你的下属 不是你的病人 这里也不是林家 你也不是我的二姐 有话就说 没事别耽误我看日落 说完 他缓缓起身 准备离开 墨酒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林如烟紧咬嘴唇 满眼失望 你也说了 那是以前墨酒淡淡开口 就因为我们 让你过回原本的生活 你就记恨我们 林如烟摇了摇头 冷笑道 生米恩 斗米愁 你难道忘了 我们给你十几年 锦衣玉食的生活 林大小姐墨酒大笑一声 你真以为我在乎 所谓的锦衣玉食 十几年 就算是挑狗 你们也不至于那么绝情吧 我的心 凉透了 墨酒死了 从你们将他赶出去那一刻 那个对你们言听计从的墨酒 就已经死了 青竹 我们回家 他拉住和青竹的手 转身离开 站住 林如烟快不追上去 伸出手拦在两人身前 好 就算我们 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可你非要这样绝情 大姐没碗喝的茶 是你泡的 他死死盯着墨酒的眼睛 白天的时候 林如烟将茶叶残渣 拿到实验室做了化验 只分离出其中几种材料 紧接着 他又用残渣泡出的水 做了化验 证明这些残渣 具有很强的安神功能 向来自负的林如烟 整整查了一天资料 又请教几位教授 仍旧无法分析出 这些残渣的全部成分 眼见大姐失眠的症状 丝毫没有缓解 甚至越来越严重 林如烟心急如焚 这才通过林青英 找到墨酒 是 墨酒点了点头 把配方给我林如烟伸出手 林大小姐 第十五章 就在这 墨酒嘴角露出笑容 您忘了 我只是个会洗衣做饭的废物 我只是调讨好你们 姚伪起怜的狗 难道 你堂堂清城医院的副院长 连一个废物都不如吗 你 林如烟气的脸色胀红 她什么时候被人这样羞辱过 还是曾经对自己 百依百顺的弟弟 如果这样羞辱我 能让你觉着好受 我愿意接受 但那是你曾经的大姐 看着她被失眠折磨得痛不欲生 你的心不痛吗 文言 墨酒蹲下身 身子一颤一颤的 算你还有点良心 还知道难过的哭出来 林如烟长舒一口气 都过去了 把配方给我吧 哈哈 可谁知道下一刻 墨酒大笑着站起身 果然 你们真以为大姐的失眠 是自己好的 十几年 我为林家做了那么多 却从来没人在意过 墨酒摇摇头 你走吧 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 墨酒 林如烟内心的愤怒彻底爆发了 你到底要怎样 要钱 还是要什么 条件你开 只要能治好大姐的失眠 我们林家可以满足你任何要求 扑通 她直接跪在地上 咬着牙道 这样 能让你心里舒服吗 林如烟 你太骄傲了 墨酒越走越远 语气里带着不屑道 当我不在乎你们时 你的死活 都引不起内心一丝波澜 我还要陪我的女朋友 请你自重些 说着 她搂住和青竹 墨酒 和你生活了十几年的人 因为犯下一些错误 甚至不如你 认识两天的人重要吗 再这样下去 大姐会死的 林如烟红着眼 歇斯里地地喊着 大姐在我心里 与和青竹的地位 就像首富马云和赵刚的差距一样大 墨酒说完 消失在夜幕中 只留下孤独无助的林如烟 直到这时 她才想明白墨酒说的话 大姐的头疼好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人想过为什么 如果是自己 默默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 非但没人看见 还被一脚踢开 甚至说成废物 自己能接受吗 或许 她会比墨酒更恨这个家 恨他们七个姐姐吧 失去了 才知道珍惜吗 林如烟的眼泪掉在地上 师母让你走 我们有什么办法 师父死了 师母的话 我们能违背吗 她擦了擦眼泪 起身迅速离开 墨酒是余年 未曾离开这个家 治好大姐的方子 肯定还在家里 她不幸 凭自己这么聪明 还不如墨酒一个蹲在家里的人 墨酒能做到 自己一定也可以 寂静的公园内 和青竹仰起头 小声问道 九哥 你真不打算原谅他们吗 世上没有后悔药 泼出去的水 也收不回来 墨酒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如果没有他们 我或许错过你了 希希 九哥 你刚说的赵刚是谁啊 和青竹心里暖暖的 我福利院的室友墨酒忽然问道 要不 我们吃点夜宵 好啊好啊 那我给妈妈打个电话 我们晚上不回去了 和青竹兴奋地点点头 忽然狡黠一笑道 九哥 要不用你的手机 这 不太方便吧 墨酒打量一圈 周围确实没人 就在这 第十六章 原来这才是真相 去 想什么呢你 和青竹吐了吐舌头 扮了个鬼脸 走了 我都饿了 他拉起墨酒的手 快乐地唱着歌 青城 林家别墅 林如烟匆忙赶回家 此时的家里 只有师母一个人 林建峰这个新来的弟弟 经常夜不归宿 他早已习惯 其余的姐妹 因为林家家忽然晕倒 都守在医院 来不及换鞋 林如烟快速走向别墅 一楼没人住的房间 这里曾经是师父生前住过的地方 师父死后 在大姐要求下 这里的东西几乎没有变化 原封不动地放在原处 家里仆人定期会过来打扫 林如烟推开门 恍惚间 他好似看到师父端坐在床边 师父 他惊喜地冲过去 却发现 一切都是自己的幻觉 床空荡荡的 房间一尘不染 什么都在 可师父 却再也回不来了 林如烟坐在床上 想要感受师父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可他的记忆 却只有那么几个画面 这位一身本领的老人 坐在床上 笑呵呵地看着他们 师父 林如烟的眼睛红了 几百册书 心灿灿的 看起来几乎没有翻过 书架最中央 是一些只做的玩具 还有一本破旧不堪的书 林如烟很是惊讶 师父去世后 他担心触景生情 很少来这里 如果不是大姐失眠的厉害 墨九这个没良心的 又不肯帮忙 林如烟也不会来到这间房间 七姐妹跟师父学了几年本领后 有的出去读书 有的开始创业 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业 很少有时间陪伴师父 他们知道 师父喜欢看书 所以每次回来都买一些精品书籍 可这些书都被冷落在一旁 第十六章 原来这才是真相 反而是那些破损的玩具 和一本看起来像是自己装订的书 摆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 其余的书 似乎师父都没有动过 林如烟伸出手 将只做的玩具拿了下来 他轻轻拨弄 发现这些玩具 竟然是只做的八卦 甚至还有会动的小纸人 一朝一世 像集了电影里的武功秘籍 不用猜都知道 这些玩意出自墨九之手 林如烟放下玩具 小心翼翼取下那本书 他心情非常激动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至好姐姐的失眠的方子 就应该在这本书里 可等他打开时 却发现 这只是一本手抄的道德经 上面墨九的自己歪歪扭扭 就在林如烟感到失望时 一张DVD叠片忽然掉在地上 叠片上什么都没有 像是一张自己刻录的 林如烟小心翼翼地将其捡起 整理好书本 转身离开房间 师父保佑 上面一定要有治疗大姐 失眠的方子 他双手合十 忐忑地拿着叠片 来到客厅内 将叠片放进机器后 林如烟坐在沙发上 摒弃名神 电视上 画面一闪 师父出现在屏幕上 当你们看到他时 我应该已经不在了 穿着不一的老人 盘坐在床上 笑音音道 人终有一死 师父虽然死了 可也给你们留下了 最珍贵的财富 那就是你们的弟弟 墨九 这个孩子不喜欢表达 他把什么都闷在心里 为了林青城的失眠 他亲自试药 几次险些死掉 都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墨九太倔了 不管我怎么劝 他都不听 他说 自己没有亲人 只有我这个师父 师母 和你们七个姐姐 那是他大姐 自己是要难受一点 只要能治好大姐失眠 也不算什么了 还好 折磨几个月 他把自己折磨半死 总算治好了林青城的失眠 这孩子最讨厌金融 经济学 觉着这些东西没什么用 可为了青城你啊 这小子愣是咬牙 读了几十本书 还有你 林如烟 听见这句话 林如烟捂住嘴巴 眼泪刷得流了下来 这个一直被大家防备的弟弟 竟然为了大姐 差点死过去吗 他现在忽然明白墨九的话 被赶出家门那一刻 他该有多心碎 多难过啊 他早已把这里当成家 林如烟 扒的孩子里 就属你心高气傲 学几天西医 就瞧不上师父的本事了 我可告诉你 你那西医解决不了的难题 都是墨九这孩子 趁你睡觉 溜进你房间 帮你解决的 林如烟瞪大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 第十六章 原来这才是真相 他身子在发抖 心跳越来越快 甚至呼吸 都有些困难 这些年 他一直以为是师父 在暗中帮过自己 他知道 你心高气傲 求着我保守秘密 师父当年 让人起死回生的时候 你仰慕的那几个西医 就差玫瑰地上求我收徒了 爱我录这个视频 是担心我死后 你们师母未难莫久 他被我抱回来时 天生寒体 差点死掉 这些年 我虽然倾尽全力治疗 可他的寿命 最多剩下一年 这孩子什么都不说 偏偏你师母 又是个恶毒的女人 当年林建峰并不是失散 这个畜生 忽然间 电视上的画面消失了 王翠花取出蝶片 直接将其折断 林如烟 老东西胡说八道 你也信 他非常生气 人都死了 还在这坑他们孤儿寡母 老东西 师母 你在干什么 林如烟起身冲过去 想要试图夺蝶片 林如烟 你敢和我动手 王翠花怒喝一声 我可是你的师母 师母 林如烟好似 再做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他抓起沙发上的风衣 夺门而出 他们失去了弟弟 失去了默默 无闻守护这个家的弟弟 现在 他必须做点什么 你给我回来 干什么去 王翠花旗的直跳脚 好啊你 林正英 死了还在坑 我们娘俩 他转过身 将林正英书房的东西 全部搬到院子里 点了一把火 老东西 你就给我彻底消失吧 望着院子里的火 王翠花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倾城 第一人民医院 林如烟下车后 狂奔上楼 可令他意外的是 林家五个姐妹 竟然都在门外 大姐 你们怎么没进去陪家家 林如烟很惊讶 下午林家家的病 是他治疗的 只是癫痫 没什么大碍 二姐 你走后 家家开始吐血 神志昏迷 林轻英难受的攥起拳头 医生正在抢救 什么 林如烟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检查 治疗 都是自己经手的 当时怎么没发现 老二 你干什么去了 穿着黑色长裙的林轻成 坐在走廊长椅上 痛苦地垂涎着太阳穴 失眠快要让他疯掉了 大姐 我 我有话 想对你一个人说 林如烟痛苦地低下头 第十七章 林轻成崩溃了 老二 你今天怎么了 林轻成从爱马仕包里 拿出几粒安眠药 拧开水杯 喝了下去 我们林家七姐妹 向来是一条心有什么话 直接说 她是大姐 管着这个家 无私 团结 是她定下的规矩 换作往常 林如烟一定不会反驳 可这一次 林如烟摇了摇头道 大姐 有些事 我拿不定主意 什么事 林轻成皱着眉 痛苦站起身 走到她身边 跟我来 林如烟眼神复杂地看了眼余下 四个姐妹 转身朝着自己办公室走去 老二 家家现在正抢救 你到底有什么话 非要和我单独说 走进林如烟的副院长办公室 林轻成语气更加烦躁 昨晚 她只睡不到三个小时 今天工作一天 她的脑袋如同要爆炸一样 非常痛 大姐 我在师傅书房 找到了一个碟片 林如烟吸了口气 靠在墙角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愧疚 懊悔 让她的心如同刀脚一样 老二 你怎么了 林轻成终于意识到 事情有些不对劲 这么多年 林如烟的性格她非常清楚 可现在 向来骄傲 坚强的林如烟 居然哭得这样崩溃 碟片上有什么 双手抓住林如烟肩膀 老二 说 当年小九为了治好你的失眠 亲自施药 好几次都是师傅 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林如烟想起师傅的话 情绪近乎崩溃 为了你 她还专门学了经济 还趁我睡觉时 悄悄溜进我房间 帮我解决棘手的难题 你说什么 林轻成如遭雷击 我的失眠 不是你治好的吗 一瞬间 她感觉天旋地转 耳旁传来剧烈的轰鸣声 你是不是觉着她可怜 便出一个理由骗我 林轻成双手抓住头发 痛得倒吸一口凉气 你撒谎 她除了陪师傅玩耍 还会什么 大姐 林如烟哭花了妆 哽咽道 师傅的录像 会骗我们吗 如果我能治好你的失眠 现在为什么束手无策 大姐 莫久把我们当成家人 可我们却从未接纳她 林如烟站起身 拿起桌上的茶杯 你的失眠之所以好转 是因为这个茶 第十七章 林轻成崩溃了 她摘下金丝眼镜 咬着嘴唇 这是我在你茶杯残渣里找到的 为了这个茶 小九差点死了 猛然间 林轻成好似记起来了 好像小时候 莫久的确有几次生命垂危 那段时间 正是自己失眠最严重的时候 不 肯定是师傅担心 我们赶走她 故意欺骗我们的 林轻成没办法接受 如果林如烟说的话是真的 那她做的是什么事 自己才是忘恩负义的那个人吧 如果真是她做的 她为什么不说 只要她说了 我们就算让她离开 也会给她很多的钱 钱钱钱 林如烟嘶吼着打断她的话 大姐 莫久说的没错 我们眼里只有钱吗 还有亲情吗 什么都是钱能衡量的吗 从我们将她赶出门那一刻 她的心就死了 林如烟无力地坐在地上 仰着头 看向天花板上刺眼的灯 一个为他们付出那么多的弟弟 却被像狗一样赶出去 铁片在哪 林轻成感觉胸口一阵剧痛 她知道 林如烟不会撒谎 那个 被她看成废物的弟弟 竟然为了她的失眠 冒着生命危险事要 可自己 却带头 将她赶出去 一种极强的罪恶感 涌上行头 蝶片被师母毁了 对了 师父说 当年林建峰不是失散 林如烟忽然想起 被师母取走蝶片前 师父的最后一句话 弟弟不是走散吗 林轻成瞪大眼睛 不是失散 为什么十几年没有回来 现在仔细一想 师父刚死 师母就找到弟弟 会不会有些巧合了 算了 林轻成抽出纸巾 擦了擦脸上泪痕 事情已经做了 我们没有办法挽回 这件事 到此为止吧 说话时 她的心像刀扎一样痛 为什么 为什么墨九 不把这一切说出来 为什么师父的蝶片 没有早点出现 现在 一切都晚了 小九最多还有一年寿命 林如烟双目呆滞 自言自语 什么 林轻成猛地回身 难以置信道 老二 你刚说什么 第十七章 林轻成崩溃了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睡眠不足 出现幻听 师父说 小九天生寒体 最多还能活一年 林如烟自嘲一笑 大姐 你说我们做的 这叫人是吗 赶走墨九时 他只是有些同情 毕竟从锦衣玉石的生活 沦落到那样可怜的境地 后面 他因为墨九的态度 感到愤怒和失望 直到发现师父留下的蝶片 林如烟这才意识到 他们错得有多彻底 林家失去了一个为了他们 愿意付出生命的弟弟 而师父那句墨九命不久已的话 打碎了林如烟内心最后的高傲 他崩溃了 他们七姐妹 竟然是这样的恶人 不会的 不可能 林轻成不断摇头道 绝对不可能 墨九连我的失眠都能治好 怎么可能 大姐 林如烟站起身 红着眼吼道 我们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 墨九要死了 接受现实吧 他知道 师父不会撒谎 早些年 林如烟跟着师父学习医术时 经常见到师父研究寒毒 甚至还亲自出山采药 当时他并没有在意 大姐 墨九走的那天可雪 就是寒毒的症状 林如烟转过身 一拳打在墙壁上 你还说他装可怜 小九的心 该有多难受啊 怎么办 该怎么办 林轻成不断撕扯自己头发 赶走墨九的决定 是他做的 他成了柜子手 大姐 我们这辈子 不会再有这样听话的弟弟了 再也不会有了 林如烟走到窗边 耳边全是墨九的话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啊 办公室内 姐妹两人沉默不语 亡羊补牢 为时不晚 林轻成痛苦地 走到林如烟身后 将手搭在他肩膀上 在小九生命最后的时光里 为他做点什么吧 要告诉他们吗 林如烟眼睛哭肿了 那个对他言听计从 围着他转 整天喊他二姐的弟弟 再也回不来了 赶走他的是我 这份愧疚 这份痛苦 就让我自己承受吧 林轻成苦笑一声 大姐 二姐 就在这时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林雨清慌乱地喊道 快去看看佳佳 第十八章 真是巧了 佳佳怎么了 林如烟赶忙擦干自己眼泪 焦急地问着 大姐 二姐 你们俩 林雨清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向来霸道的大姐 和心高气傲的二姐 居然抱在一起 哭成泪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二姐听说 你今天的比赛成绩不好 林轻成到底是女总裁 轻而易举地找了个借口 想着你努力这么多年 我们忍不住有些难过 好了 佳佳怎么了 听见林轻成的话 林雨清心里一暖 还是姐姐们好 不像墨九那个臭弟弟 如果不是她袖手旁观 自己会输得那么惨吗 佳佳昏迷了 医生说她 可能永远醒不过来 林雨清赶忙解释道 什么 林轻成小跑着朝手术室奔去 她已经失去一个弟弟 不能再失去妹妹了 等三人赶到手术室门前时 医生正在记录什么 王主任 我妹妹怎么会这样 林如烟走到主治医生面前 焦急地询问 下午林佳佳住院时 她亲自检查 情况并不严重啊 怎么几个小时 恶化成这样 林副院长 您妹妹的癫痫存在多年 王主任摘掉口罩 疑惑地问道 难道她没告诉你们 存在多年 林家姐妹面面相去 他们完全没有印象 如果真像王主任说的那样 怎么一个知道的人都没有 您妹妹的癫痫 应该是一直用药物压制的 王主任仔细想了想 她平时肯定有吃什么药 你们回想一下 如果能找到她吃的药 或许能让她醒来 王主任 我们平时没见过她吃药 林轻成走过去解释道 我们七姐妹 有什么事情都不会隐瞒 从小 师父就教导他们 做人要真诚 林轻成一直把师父的教会 当作家规 教育六个妹妹 倘若林家家真有癫痫 肯定不会瞒着林如烟 和她这个大姐的 奇怪 王主任很惊讶 病人癫痫史 最起码有十年 根据脑CT 我能判断她 一直采用的是中药治疗 对方手法非常高明 倘若林小姐今天没有受刺激 半年内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中药 听见这两个字 林轻成和林如烟 不约而同的开口 姐妹俩对视一眼 不由地想起一个人 那个被他们扫地出门的弟弟 难道 林家家的癫痫 也是墨酒之好的 换作往常 林轻成绝对不会相信 可现在 她却不由自主地想到墨酒 对 中药王主任看向林如烟 林副院长 这方面您 比我专业 谢谢你 王主任林如烟 尴尬地挤出一抹笑容 王主任走后 病房内陷入一阵死忌 林家家闭着眼睛 像是睡着了一样 林家姐妹们坐立难安 各怀心思 就在这时 林轻成的手机响了 什么 又跌了 接通电话后 她痛苦地闭上眼睛 无力坐在病床边 轻成国际买入的股票 连续两天大跌 史无前例 今天比昨天还要惨 你们休息吧 林轻成有气无力地说了句 这让电话另一端 已经准备辞职走人的员工 感到很意外 第十八章 真是巧了 大姐 旁边的林雨晴小声开口 今天这是怎么了 林雨晴 你有什么话直接说 林轻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失眠已经快要 将她折磨疯了 现在妹妹昏迷 公司股价暴跌 甚至 她还得知自己赶走了 一心为这个家着想的弟弟 愿意为他们付出生命的弟弟 林轻成心乱如麻 六姐身上 之前一直带着的香囊 林雨晴委屈巴巴地说道 我不知道 香囊和六姐的病有没有关系 在哪呢 林如烟激动地问道 香囊是 是墨九在六姐十岁生日时 给她的礼物 林雨晴低着头 小声道 墨九被赶走后 她就扔了 林雨晴似乎记起来了 小时候她和林家家玩耍的时候 林家家就曾昏迷过 当时她吓傻了 是只有八九岁的墨九 扛着林家家 找到了师父 第二年林家家生日 墨九给每个姐姐都准备了礼物 林家家的那份 就是一个香囊 结合刚才王主任说的中药 林雨晴猜测 可能就是那个香囊 治好了林家家的癫痫 扔哪了 林轻成急切地询问 林家家昏迷不醒 他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好像 在家里的垃圾桶 林雨晴感到很委屈 快去 把香囊找回来林轻成伸出手 摸了摸林雨晴的脸 如果是真的 你等于救了老六的命 好 林雨晴擦了擦眼泪 强行振作起来 转身离开病房 她离开后 林如烟伸出手 拍了拍林轻成肩膀 大姐此时的心情 一定很难受 被他们嫌弃的弟弟 默默为他们做了这么多 可那个所谓找回的弟弟林建峰 除了花天酒地 根本没有为这个家做过任何事情 林家家出了这么大事 林建峰连个关心的电话都没打 差距太明显了 半小时后 林雨晴终于在垃圾桶里 找到尚未被处理掉的香囊 她闻了闻 迅速赶往医院 清城 中兴大街 墨酒骑着共享单车 准备带和清竹去吃饭 晚风清凉 得知自己非但没有被开除 反而还拿到奖学金的和清竹 心情非常好 一路上 她不停地唱歌 忽然间 一辆黑色奔驰呼啸而过 停在一家餐厅门前 若不是墨酒反应迅速 将自行车右转 险些被撞到 喂 有没有素质啊 和清竹气鼓鼓地下了车 大声喊道 这时 奔驰车的车门也被推开 一男一女从车上下来 喊什么喊 老子五百万三者保险 撞死你能如何 男人嚣张地骂完 忽然吹了牲口哨 坐什么自行车啊 来坐坐哥哥的大奔 建峰哥 人家吃醋了 旁边的女生 嗲嗲嗲嗲嗲别 和清竹气的直跳脚 有几个臭钱了不起 和清竹 文言 撒娇的女生转过身 惊讶地开口 班长 和清竹见到嗲嗲的撒娇女 也愣住了 呦 就连林建峰也摘掉墨镜 惊讶地走过来 大笑道 我当时哪个穷狗骑单车泡妞 原来是墨大少爷 巧了 真是巧了 第十九章 我只会心疼哥哥 林建峰非常痛恨墨酒 他从小被母亲王翠花溺爱 性格非常极端 当年 因为觊觎干姐姐的美色 刚进入青春期的她 翻了父亲的医书 竟然敢自大道 敢自己配置迷药 试图迷奸干姐姐 被老管家何建国发现 告知林正英后 林建峰依旧不知悔改 反而怨恨起父亲 在她看来 那些女娃子 不过是父亲捡来的 自己玩玩怎么了 可没想到 林正英将她这一驱逐 就是十几年 十几年间 林建峰无日无夜 不再诅咒自己父亲 诅咒莫旧 她认为自己 不能回到这个家 享受美好生活的元凶 就是莫九 如果没有莫九的存在 她将是家里 除了父亲以外 唯一的男丁 自然而然 会过上最好的生活 这份恨 随着她回到这个家 而愈演愈烈 只有狠狠羞辱 将莫九这个捡来的野狗 踩在脚下 林建峰心里才能舒服 才能出掉这口恶气 可令她奇怪的是 明明林青成下了狠心 要让莫九道歉 可几天过去 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九哥 你认识她 何清竹察觉到林建峰的态度 下意识将手伸到身后 可背后空空如也 那根甩棍 被没收了 就算没没收 也差不多打报废了 认识 何止是认识 林建峰双手插兜 盛气凌人道 我就是被她顶替了十多年 林家真正的少爷 林建峰 她 不过是我的替代品 是条姚维起怜的狗罢了 说话时 她嘴角露出一抹嘲讽 林建峰心里很清楚 这件事是莫九的心结 那种被驱赶的感觉 她再清楚不过 可她偏要当众挖开墨九伤口 再撒上一把眼 她要看墨九难受的样子 看墨九愤怒 却无可奈何的模样 她要践踏墨九的尊严 建峰哥 这位就是你说的 被林家扫地出门的替身 外国语大学 和和清竹同班的班长刘芳斌 在一旁跟着附和 一个福利院抱回来的郭儿 居然摆不清自己身份 她发了个白眼 刘芳斌 这里有你什么事 何清竹户在墨九身前 轻哼一声道 林建峰挑着眉 对这个女人很感兴趣 她见过太多胭脂俗粉 对这个素颜又清纯 还非常有个性的女生 毫无抵抗力 第十九章 我只会心疼哥哥 刘芳斌是我们学校有名的公共厕所 只要你给钱 着急的时候 就能找她解决下 听说她这个班长 可是跟班里好几个男生睡来的 林少 你也不想染病吧 何清竹笑嘻嘻地问着 何清竹 我撕烂你的嘴 刘芳斌红着脸 做事就要动手 他受够了 被人玩来玩去日子 本想勾搭上的金龟絮 现在被何清竹一搅和 恐怕要坏 啪 何清竹一巴掌抡过去 狠狠打在刘芳斌脸上 建峰哥 你要为我做主啊 刘芳斌被打得嘴角出血 委屈巴巴地 抱着林建峰胳膊 林建峰脸色阴冷 他虽然喜欢玩女人 可现在身份不同了 林家有的是钱 他怎可能碰公交车 可在墨酒面前 他不能丢面子 如果连女人都比不过 林建峰还怎么打击墨酒 这位姑娘 墨酒现在身无分文 你和他在一起 能有什么好处 他越看和清竹越喜欢 老子不幸了 世界上还没有拿钱 砸不开腿的女人 尤其是女大学生 只要让他们 坐一次百万豪车 吃一次十几万的大餐 他们的人生观 就会改变 林建峰这一招屡试不爽 曾经口口声声说 讨厌他这种顽固子弟 相信爱情的纯情女大学生 瞒着自己男朋友 在他身下交得比谁都卖力 林建峰已经下定决心 要把何清竹弄到手 然后录下视频 狠狠刺激一下墨酒 何小姐 公共厕所都能坐在 一百多万的奔驰里 背着我送的十几万包包 你这么优秀 何苦呢 林建峰丝毫不在意 刘芳斌的情感 往往就丢的东西 根本不值得自己去在乎 满嘴事前 估计这些年在外面 你穷得疯了吧 何清竹忍不住笑出声 怕是你当初过的 还没酒隔好呢吧 一旦你没钱 你身边公共厕所跑得飞快 哪像我 只会心疼我的哥哥 说着 何清竹点起脚尖 在墨酒脸上亲了口 墨酒有些意外 他没想到 何清竹这么乖巧的小姑娘 战斗力这么强 好好 林建峰咬着牙 眯起眼睛道 墨酒 据我所知 你在林家这么多年 似乎就赔那个老东西了吧 可惜 这辈子 你都吃不上这云顶天宫的一道菜 说完 他拉着刘芳斌 走 哥带你进去吃饭墨酒 这里没有穷人消费的地方 你走错路了 林建峰很难受 墨酒就像是棉花一样 他打出去的力道 根本得不到回馈 再想想何清竹 和他身边的公交车 对比鲜明 林建峰差点气得吐血 要不是打不过 他真想教训一下 这两个穷鬼 第十九章 我只会心疼哥哥 切 瞧不起谁呢 何清竹的倔劲上来了 侮辱他可以 侮辱他男人 不行 九哥 我请你进去吃饭 何清竹不由分说 拉着墨酒直奔云顶天宫走去 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让自己男人 在对方面前挨上半头 他的九哥 是最优秀的 林建峰的车 怎么在这 那是 墨酒 四人刚要进餐厅 路过的林雨晴一个急刹车 林建峰的车 是大姐出钱 林雨晴这个相对比较闲的人 帮着买的 车牌也是他帮着上的 林雨晴不会认错 糟了 墨酒和林建峰碰到一起 该不会出事吧 他由于片刻 迅速停好车 悄悄跟了过去 没事最后 万一出事 他还能劝驾 云顶天宫 餐厅前台 林建峰拿出林青城给的卡 炫耀式的 在何清竹和墨酒面前摇了摇 小姑娘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这里没卡 可进不来 墨酒被赶出去的时候 林建峰再三要求七个姐姐 不许给钱 一穷二百 也想来这里打肿脸充胖子 林先生 您请 检查一下贵宾卡后 前台非常热情 我也办卡 何清竹气鼓鼓的说着 办卡 你得先存一百万 而且 这里一顿饭的消费 就在十万 林建峰满眼嘲笑 你瞧不起的钱 就是这么有魔力 这一刻 他见到何清竹吃别的样子 心里舒坦极了 云顶天宫 墨酒想了想 从怀里摸出一张卡 悄悄塞到何清竹手里 收编徐高楼手下的时候 按照规矩 小头目们都得孝敬东西 高老二曾经孝敬了一张卡 好像说是云顶天宫 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不管用 他就直接用钱开路 和何清竹的想法一样 墨酒不可能让自己的女朋友丢人 他要让她成为清城最幸福的女人 哪怕 可能只有一年 啪 何清竹愤怒的一巴掌拍在前台 有几个臭钱 了不起吗 那张卡 也顺势被他拍在桌上 九哥 我们走 他转过身 拉住墨酒就要离开 慢 看到卡的瞬间 酒店接待脸都绿了 第二十张 九少奶奶 卡面的图案 是飞龙成鱼 而且龙 还是黑色的 上面金色的云朵 是用纯金打造而成 在云顶天宫 持有这张卡的人 只有三位 承熙霸主 徐高楼 云顶天宫的老板 高老二 第三位 他们不清楚 据说非常神秘 好像叫什么 九爷 每个入职云顶天宫的员工 第一堂培训课 就是认识贵宾卡 尤其是黑龙卡 被培训师反复强调 因为三位之中的任何一个 他们都得罪不起 一旦眼镯 必死无疑 云顶天宫的黑龙卡 只有三张 根本不存在伪造 谁吃饱了撑的 敢在城西地盘上找死 快 别让他们走了 前台经理见到那张卡 脑子也嗡嗡的 让黑龙卡客户生气 他们今晚就得横尸黄埔江 于是 几十名服务生 鱼贯而出 将何清竹和墨酒团团围住 你们要干嘛 何清竹赶忙将墨酒护在身后 他没想到 自己拍了下桌子 居然惹出这么大乱子 九哥 待会打起来 你先走 看着眼前的服务生 何清竹后悔了 都怪自己 非要置气 结果惹了麻烦 可能还要连累墨酒 哈哈 见到这一幕 林建峰忍不住跟过来 放肆地笑着 小妞 这云顶天宫 是承熙高二爷开的 你真以为 全世界的有钱人 都像我这么关着你 他目光略过墨酒 摸了摸下巴道 小何同学 只要你答应过来亲我一口 我帮你解围 怎么样 今晚林建峰憋了一肚子气 想不到苍天有眼 终于让他等到出口恶气的机会了 凭借多年与女经验 他知道想搞定何清竹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但眼下 恶心一下 墨酒还是不难的 别怪我没提醒你 这里可是高二爷的地盘 林建峰黑黑一笑道 你也不想你的墨酒哥哥 挨一顿打吧 这位先生 您和他们认识 前台经理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小声询问 不认识 当然不认识 林建峰赶忙后退几步 生怕被人误会 他就是要看墨酒出丑 风哥 你就是太善良了 那刘芳斌赶忙在旁边献殷勤 林建峰冷哼一声 第20章 九少奶奶 一想起身旁的女人是厕所 他心里非常隔音 全程 墨酒冷眼旁观 高老二可没有胆子骗他 这里面 估计有什么误会 小何 最后一次机会 你要不要 林建峰挑衅式的看向墨酒 要你妹 公交车司机 公厕管理员 有你什么事 何清竹把心一横 准备动手了 毕竟先下手为强 扑通 可就在这时 几十名服务生全都跪下了 围成一个圈 跪在两人周围 这回 不光何清竹 就连林建峰也愣住了 这特么畅的哪一处啊 小姐 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前台经理磕了个头 带着哭腔道 我们上有老 下有小 不是 你们这是做什么 何清竹大脑实在转不过来 上有老下有小 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不会是碰瓷 要讹人吧 您是尊贵的黑龙卡用户 我们眼桌 让您生气了 前台经理指着周围的服务生 都给我自删耳光 慢慢慢 何清竹疑惑地问道 黑龙卡 对 就是您刚才拍在桌子上的 前台经理双手捧着卡 递到何清竹面前 啊 黑龙卡 能做啥 何清竹接过卡 仔细瞧了瞧 这卡 不是墨九塞给他的吗 如果我没猜错 你让他们做什么 他们都不会拒绝 墨九悄悄在何清竹耳边说道 要不 你随心所欲一把 真的吗 何清竹双眼直放光 嗨嗨 他清了清嗓子 你们 站起来 刷 几十号人 整齐站起身 一旁的林建峰吓了一跳 他大姐林清成才是普通贵宾卡 什么时候冒出个黑龙卡 把他们两个丢出去何清竹忽然伸出手 指向林建峰两人 动手 前台经理蛇的眼神 几十名服务生瞬间围过去 干什么 我可是贵宾卡用户 小心我投诉你们 林建峰吓了一跳 可威胁没有任何用 他被人抬起来 直接丢在大街上 摔了个狗吃屎 呜呜 被丢出去的流芳兵委屈巴巴地哭着 他恨死了何清竹 现在出境阳巷 他狼狈地上了出租车 第二十章 九少奶奶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您看 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前台经理谄媚地问道 算了 进去吃饭吧 墨酒拉着和清竹的手 笑着说道 可是 好贵的啊 和清竹有点难为情 一顿吃十万 他没办法接受 黑龙卡 免答啊 经理这算看明白了 估摸着那个年轻小伙 就是传说中的九爷 这是微服私访 出来泡妞了 搞了半天 九爷这是故作低调 想要俘获穷姑娘放心啊 太特么狗屑了 可没办法 他们还就得配合 九少奶奶 请 前台经理侧过身 恭敬地说着 他们认识你 何清竹愣了愣 九少奶奶 听着还蛮顺耳的 何清竹心里顿时美滋滋的 听见这句话 前台经理知道自己赌对了 还真是九爷 可以太年轻了吧 请二位随我来最奢华的水晶餐厅 经理不遗余力地拍马屁 你们先带他去点菜 我马上回来 墨九指了指身后 嗯 何清竹虽然满心疑惑 墨九为何会有这样的卡 可还是听话地走了进去 留给墨九处理厮熟的时间 何清竹走后 墨九脸色瞬间阴沉 黑暗中 白鸣领着十几名打手 迅速冲了出来 还未来得急上车的林建峰 立刻被他们团团围住 你们要干什么 林建峰有些害怕了 似乎 你忘了 我对你的训诫墨九双手插斗 缓缓走到他身前 墨九 我爹是你师父 他养大了你 我又是他唯一的儿子 你还有点良心吗 林建峰慌了 对哦 师父对我恩仲如山 等同是我的父亲 墨九点了点头 师父对他 有再造之恩 既然这样 我先走了哈林建峰 长出一口气 慢 墨九淡淡一笑道 我不杀你 又不是不能羞辱你 哼 他脚踩在车上 指了指自己胯下 从这里钻过去 墨九 你干什么 见到这一幕 一直躲在暗处的林雨晴 终于忍不住 冲了出来 第二十一章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 原本他不想出现在这里 上次两人之间的对话 让林雨晴心里非常难受 那种愧疚感 令他只要想起墨九的名字 心就会痛 说到底 林雨晴根本没想好 该怎么面对这个曾经的弟弟 可现在 墨九准备欺负林建峰 他只能站出来阻止 他们七姐妹 都是师父捡回来 一手养大的 没有师父的养育和栽培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生活 或许 有些已经冻死在马路上 冻死在垃圾桶里 林雨晴 我要干什么 你看不见吗 墨九嘴角微扬 反手一个耳光 抡在林建峰脸上 啪 一声脆响 林建峰脑袋撞上车门 嘴角渗出丝丝鲜血 可他愣是一声都不敢吭 周围那些打手的眼神 太凶神恶煞了 墨九 见到弟弟被打 林雨晴疯了一样 冲到墨九面前 却被一把推开 你 你敢推我 林雨晴坐在地上 吃惊地看中墨九 一起生活十几年 这个弟弟对他们 可是百依百顺啊 原本林雨晴以为墨九凶他 吼他 已经足够过分 可现在 墨九居然把他推倒了 林雨晴 不该你管的事情 你最好别管 墨九冷冷看着他 别给自己找麻烦 他是我弟弟 林雨晴激动地站起身 走到墨九面前 大吼道 他是师父的儿子 你对得起师父吗 你就是个畜生 不就是因为林建峰回来 让你失去了原本的好生活吗 你的心胸 果真和大姐说的一样狭爱 你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林雨晴越说越激动 有什么事 你直接冲我们来 欺负他算什么 他是无辜的 听见这些话 墨九忍不住笑出声 自己为这个家做了那么多 到头来 却还不如一个试图 迷奸他们的弟弟 你笑什么 林雨晴胸口起伏 眼睛里带着愤怒 我笑我这十几年 活得像个小丑 第二十一掌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 墨九眼中带着细血 今天这件事 你确定要帮他 帮 林雨晴却强劲上来 眼含泪花点了点头 好墨九点点头 指了指脚下 要么你钻 要么他钻 否则 我砍掉他的手 这句话一出口 林建峰瞬间害怕了 姐 你不是要保护我吗 你就替我钻了我吧 他如果钻了 就是一辈子的耻辱 在墨九面前 他永远都抬不起头 弟弟 你说什么 林雨晴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向林建峰 你也说了 是我父亲把你们养大 现在我父亲死了 你就忍心看我受胯下之辱 林建峰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 你快点 还愣着干什么呀 一个女人钻就钻了 反正将来也是给别的男人玩 我一个大男人 要是钻了 还怎么做人 他见到白鸣在旁边擦刀 心里更加恐惧 墨九被自己赶出林家 现在一无所有 真要是疯了 做出什么事情 他都不奇怪 而他自己 才回来没几天 还没享受到美好生活 好 我钻 林雨晴如遭雷击 心里五味沉杂 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林建峰竟能说出那样无耻的话 若是从前 墨九是绝对不会让他 受这样委屈的 你快点 磨磨蹭蹭干什么呢 林建峰怒了 一把将林雨晴推抖 墨九不是心里有怨气吗 那他就让林家姐妹 替自己承受 啊 林雨晴一个没防备 狼狈地摔在水泥地上 手也擦破了 往事一幕幕 全部涌上心头 他当做亲弟弟的林建峰 就是这样对待姐姐的吗 反观曾经的墨九 恨不得替他们姐妹抗下所有 林雨晴的眼泪 一滴滴落了下来 他本以为自己爬过去的瞬间 墨九会收起自己的腿 可墨九并没有 林雨晴像条狗一样 从他胯下缓缓钻了过去 墨九 我是你的姐姐 他站起身 崩溃式地吼道 你居然让我从你胯下钻过去 林雨晴原本熄灭地怒火 再次爆发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 墨九盯着林雨晴的眼睛 以前的我 被你们赶出来了 现在 我才真正活成了自己想活的样子 还有 你不是我姐姐 你和我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说着 墨九伸出手 拖起他的下巴 把上衣脱了 否则 我现在就废了林建峰 什么 第二十一章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 林雨晴猛了 白鸣等人也愣住了 这事虽然刺激 可就在大街上做吗 口口声声说 为了你的弟弟 墨九冷笑一声道 原来 不过是说说 真让你付出点什么 又不愿意了 你这个禽兽 林雨晴咬着牙 浑身发抖 他从未感到这样屈辱过 曾经对他言听计从的弟弟 现在要脱了他衣服 看来 林大小姐没那么在乎他的弟弟 墨九摆了白手 白鸣 把他手砍了 慢 慢着 林建峰冲过去 一巴掌抡在林雨晴脸上 臭婊子 让你脱你就脱 说着 他一把撕开林雨晴的衬衫 白花花的皮肤 瞬间露了出来 你们这群畜生 你要干什么 林雨晴惊慌之下 眼泪直流 好了 墨九一摆手 白鸣迅速将林建峰推开 林雨晴 你十岁那年 和别人打架 被几个女生围在山下 要扒光你的衣服 是我站出来 替你扛下了一切 让你平安无事地回了家 可你回去后 有考虑过我的死活吗 我被那几个女生扒光了 折磨了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 墨九近乎咆哮 双手遮在胸前 正哭泣的林雨晴 忽然停止了啜泣 他想起来了 那时候 他们还住在山上的茅草房里 自己因为采花 和隔壁村的女生们打了起来 就在他被隔壁村 闻讯而来的女生们包围 准备扒光衣服时 墨九拎着一把刀跑了过来 让林雨晴跑回山上 回去后 林雨晴因为惊吓过度 躺下便睡着了 完全忘记了 救他的弟弟 正处在危险中 我只是让你清醒地看看 你们维护的弟弟 是个什么样的人 而我 我这个白眼狼 心胸狭隘的人 都为你们做了什么 胯下支辱 你都受不了 我被那些女生 说到这里 墨九胸口一阵痛 滚 别再让我看到你们 他转过身 带着白鸣等人 进了云顶天宫 九夜 几十名服务生整齐鞠躬 林雨晴瞪大眼睛 看着这匪夷所思的一幕 有震惊 有悔恨 还有委屈 第二十二章 大姐心境变了 大姐在哪 等墨九走远 林建峰走到林雨晴身前 眼神恶毒地问斗 太憋屈了 众目睽睽下 被墨九像狗一样掌乖 他咽不下这口气 正好有林雨晴作证 林建峰要找林青城帮自己出头 出这口恶气 在 在医院林雨晴神情复杂 看着面前毫无亲情的弟弟 他感到一阵心寒 为了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弟弟 赶走了凡事挡在 他们身前的弟弟 值得吗 他的记忆 也回到了多年前 那时候还非常瘦小的墨九 为了让他离开 一个人拎着木棍 和好几名女生打在一起 鲁迅曾经说过 只有失去了 才知道对方的好 想起墨九为他画画配色 甚至将血滴在颜料池内 林雨晴蹲在地上 崩溃得嚎啕大哭 别哭了 赶紧和我去找大姐 林建峰不耐烦地催促道 就知道哭哭哭 你他妈有完没完 他满心怒火 都发泄在林雨晴身上 林建峰 我是你的姐姐 林雨晴抬起头 忍无可忍地看向他 你对我吼什么 行行行 你是我姐我亲姐 你赶紧和我走 去找大姐 他双手合十 姐 算我求你了 行吗 大丈夫不报个夜仇 今晚 不管用什么手段 林建峰都要逼着林青城 给自己出头 趁着林雨晴还在哭 趁着自己脸上巴掌印 还没消散 趁着墨九没吃完饭 他必须找到林青城 你都不关心 我有没有受伤 不问我现在难不难过 林雨晴咬着嘴唇 委屈的泪水夺框而出 换作是以前的墨九 宁可忍着自己的伤口不处理 也会关心他这个姐姐 现在的弟弟 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个只会挥霍 他们前的顽固 受伤了 那正好 你不是说大姐在医院吗 林建峰的耐心要耗尽了 快点 女人果然婆婆妈妈的 什么忙都帮不上 林雨晴自嘲一笑 泪眼婆娑的朝着自己车走去 关上车门瞬间 她再也忍不住 嚎啕大哭 十几年来 在大姐和弟弟的保护下 林雨晴根本没有受到委屈 第二十二章 大姐心境变了 她一直以为是大姐的功劳 却完全忽略了那个弟弟的努力 看了眼云顶天宫 林雨晴领着林建峰的车朝清城医院驶去 一路上 她脑子里全是墨酒的画面 林雨晴哭了一路 为什么 为什么以前 她从未想起过墨酒的吼 把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 现在 一切都没了 彻底失去了 半小时后 两人一前一后 来到林家家住院的病房 林雨晴 你干什么去了 这么晚才回来 心情烦躁的林清成 出生呵斥 在外面 她是清城国际的总裁 在家 她是这个家的大姐 大姐 香囊 林雨晴将香囊递过去后 双手抓着短裙 不让自己哭出声 她刚恢复的心情 在大姐训斥下 变得更沮丧了 大姐 你要为我坐住啊 扑通 就在这时 林建峰比之跪在地上 你这是做什么 林家姐妹吓了一跳 老二 你来林清成将香囊交给林如烟后 亲手扶起林建峰 师父对他们恩重如山 现在师父撒手人寰 只留下一个儿子 林清成会倾尽全力 让林建峰过上最好的生活 要车买车 要什么给什么 不让这个弟弟受一点委屈 姐 墨九记恨我 林建峰一把鼻涕一把泪 指着自己的脸 你看 他找人打我 还扬言要废了我 让我从他胯下钻过去 求求您了 让他回来吧 我担心早晚有一天 他真会杀了我 说完 他惊恐的痛哭 什么 墨九这个畜生 疯了吗 林清英猛地走过去 仔细看着林建峰脸上的手指印 看得出 这一巴掌很重 我现在就把他抓起来 给他个教训 林清英说完 便打算离开病房 即便定不了故意伤害罪 可寻衅姿势 最起码还能关他七天 站住 林清成忽然出声制止 大姐 什么意思 林清英有些疑惑 不光是他 余下的姐妹和林建峰 都面带不解 第二十二章 大姐心境变了 所有人都清楚 林清成最疼这个弟弟 现在林建峰受了委屈 林清成居然制止林清英 给弟弟出气 他在哪打的你 为什么打你 你们之间 说了什么 林清成平静地问着 若是没有听林如烟说起光盘的事情 他绝对不会制止林清英 给墨九个教训 可现在 他的心境已经变了 墨九并不是白眼狼 更不是姚维起怜的狗 而是被他们伤害过的弟弟 林建峰一时欲色 我去吃饭 墨九忽然带人冲过来七姐 七姐能给我作证 老七 你怎么会掺和进去 林清成看向林雨晴 冷声道 到底怎么回事 林雨晴不是去找香囊吗 七姐 快告诉他们 墨九是怎么羞辱你的 林建峰赶紧爬过去 催促道 快说啊 他还扯了你的衣服 让你从他胯下钻过去 什么 此言一出 病房内的人全都震惊了 你们看 七姐胸前衬衫扭扣 都被扯掉了林建峰内心暗自窃喜 这次 墨九一定在劫难逃 老七 是这样吗 林清英脾气最暴躁 连自己姐姐都非礼 畜上 畜上 大姐 你别拦着我 我必须把她送进去 她快要被气死了 猪狗不如 墨九现在就是疯狗 我们居然和她一起生活十几年 太危险了 姐妹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安静 林清成同样被吓到了 可她还是不相信 曾经善良的墨九 能做出这种禽兽事情 就算她恨林家七姐妹 也不会这么极端 老三 你是景思 你看她老七的衣服 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清成沉声说道 林雨晴居然一言不发 只是哭 太反常了 若真是被墨九羞辱 她是绝对不会这么沉默的 大姐 你今天是怎么了 林清英很愤怒 可还是按照大姐的话 蹲下身 检查林雨晴衬衫 胭脂胃 她闻了闻 又用手摸了摸 贺莲娜 墨九乃来的钱 买贺莲娜 老七 你用的是海澜之谜吧 虽然生气 可林清英还是专业的 听见这句话 林建峰内心一惊 下意识地用手在衣服上擦了她 刘芳斌这个该死的贱货 抹了那么多胭脂 想不到 竟然留下把柄了 林清成一把抓住她的手 拿起来闻了闻 脸色顿时大变 贺莲娜 第二十三章 墨九 再和别人抢上菜吃 大姐 你说什么 林清英一步向前 迅速抓起林建峰的手 贺莲娜黑绷带的清香 顿时传入她鼻子 对于女生 尤其是爱打扮的女生来说 一个颜色 都能分出几十个色号 分辨出化妆品的味道 并不是什么难事 病房内 陷入到一阵诡异的安静中 弟弟 怎么回事 林清英因为愤怒 而险些归零的智商 再度回归 她可是高级警司 再狡猾的犯人 她都审问过 从林建峰慌乱的眼神中 林清英察觉出问题所在 那个 七姐的衣服被墨酒撕了 然后我 林建峰脸色涨红 慌乱解释道 我帮她扣好的 是吗 林清英弯下身 笑着说道 可根据乌痕来看 明显力道很大 老七 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清成大步走到林语琴面前 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瞪着眼睛喝道 说 她内心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同时也有些庆幸 自己没有不分是非 安排人去惩罚墨酒 七姐 你可不要乱说 林建峰有些害怕 在旁边小声嘀咕 老七 你若是敢骗我 就和墨酒一样 离开这个家 林清成也在施压 大姐 是弟弟撕扯的 林清英哭着解释道 可墨酒的确让我从她胯下钻过去 她就在云顶天宫吃饭 不幸明当面问她 啪 林语琴话未说完 林清成一巴掌 重重打在她脸上 病房内陷入到死寂中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震惊 从小到大 林清成虽然作为大姐 管着这个家 可她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六个妹妹 股票暴跌 林家家昏迷 再加上失眠 让林清成的生活 一团糟 林如烟半小时前 说的那件事 成了压倒她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 终于 她忍不住 爆发了 大姐 你 打我 林语琴捂着脸 不可思议地看向林清成 你打我 她泪如雨下 浑身发抖 当着众姐妹的面 林语琴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 大姐 您这是干什么 林清英赶忙上前 抱住林语琴 第23章 墨酒再和别人抢剩菜吃 她也没见过大姐发这么大脾气 大姐 外人欺负我 你也欺负我 林语琴崩溃的吼道 让我死了算了 在外面 她被墨酒欺负 从胯下钻过去 又被林建峰扯了衬衫 回到这里 她本以为大姐可以安慰她 可没想到 大姐当着所有人的面 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林语琴 你还在撒谎 是吗 衬衫的扭扣 是弟弟扯的 你想嫁祸给墨酒 我们将墨酒赶出去的时候 可是一分钱都没有给她 何建国一家有多穷 我想你应该听说了 下午 何清竹因为打架 被学校开除 你现在告诉我 墨酒在云顶天宫吃饭 你把我当傻子吗 林语琴愤怒地看着林语琴 她连炖饱饭都未必能吃上 你居然说她吃几十万一顿的饭 她的心 好似刀炸一样痛 墨酒人生的前十几年 加上花费在照顾他们七个姐姐上 可他们 却在墨酒人生的最后一年 将其赶出去 如此的冷漠 无情 甚至在师母要求下 连一分钱都没有给她 身体不好 却连饭都吃不饱 墨酒已经这么惨了 林语琴居然还造谣 和林建峰一起 污蔑墨酒 一个连顿像样饭都吃不饱的人 你说她去吃云顶天宫 林语琴 我最后问你一句 墨酒 有没有主动找你 有没有主动欺负你 林青城气场全开 病房里的人都压抑的喘不过气 没有 林语琴委屈道 可是滚回家 闭门思过 一周之内 不许出门 林青城冷冷看着她 老七 你真的让我失望 大姐 七妹 可能受了委屈 思绪有些混乱 林青鹰赶忙在一旁求情 她从未见过大姐这样发怒 也是第一次见到大姐 对姐妹们这样严厉 其余的人 也不能理解 怎么林青城对墨酒的态度 似乎变了 当初把墨酒赶出去的人 可就是她林青城啊 师父教过我们 做人要善良 诚实 林青城转过身 闭上眼睛 叹了口气道 老七 你现在有些恶毒了 她现在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真的冤枉墨酒了 第二十三章 墨酒 在和别人抢剩菜吃 是不是姐妹们和弟弟一起 在骗她 大姐 你可以骂我 打我 但你不能侮辱我 林语琴说话都在打战 我没有恶毒 好了 老七 和我回家 林青鹰拉着林语琴叫走 慢 林青城拿出手机 睁开眼 现在我给墨酒打电话 听听她的一面之词 看看她打了你以后 是怎么撒谎骗我的 说着 林青城找到墨酒微信 按下语音按钮 叮的一声 硕大的探号 出现在屏幕中央 她被拉黑了 这一刻 林青城感觉心脏剧痛 呼吸窒息 在探号的上方 是一条条消息 大姐 晚上记得喝茶 大姐 明天是你们生日 如果工作不忙 就早点回来吧 大姐 看着上面一个个大姐 林青城缓缓蹲下 痛苦地攥着手机 大姐 你没事吧 林如烟弯下身 关切地问着 没事 我给墨酒打个电话 林青城翻了翻 却发现墨酒的电话 已经被她删了 用我的把 林如烟将手机递了过去 让林青城稍微竖心点的是 电话打通了 林院长 有事吗 墨酒冷漠的声音 从电话传来 是我 林青城你先别着急挂 我想问你点事 林青城第一次感到害怕 林雨晴 找过你 她声音发抖地问道 哦 她和你说了 电话那头 墨酒冷笑道 没错 我拒绝了她 找我调制颜料的请求 你们林家人不是清高吗 那就用自己的本事 去参加比赛 赢下荣誉 别来求我这个无能的废物 就在林青城发愣时 电话里传来一道旁人的声音 别他妈和我抢 这点剩菜是老子的 紧接着 电话被挂断 老七 墨酒说的是不是真的 林青城猛地起身 一把抓住林雨晴衣领 大姐 林雨晴被吓到了 大姐 您这是干什么呀 林青英赶忙将两人分开 给我闪开 林青城从林雨晴的眼神中 已经看出来了 这件事 是真的 就因为她拒绝你的请求 你就找弟弟串通 诬陷她 林青城眼泪崩溃似的流出 没听见吗 墨酒再和别人抢剩菜吃 你说她在吃云顶天宫 啪 林青城又是一耳光 打在林雨晴脸上 我没有你这个蛇蟹心肠的妹妹 第24章 跳进黄河喜不清 林青城情绪的突然爆发 出乎所有人意料 大姐 我出来久了 怕娘担心 就先回去了 林剑封建情况有些不妙 找了个理由 理由之大吉 离开病房瞬间 她眼中闪过一抹阴痕 看来 自己这七个蠢货姐姐 是指望不上了 得另想办法 病房内 林雨晴哭得 险些晕厥过去 她从小到大 还是第一次受这样的委屈 大姐 你侮辱我 林雨晴舞着脸 绝望地嘶吼道 外面人欺负我 家里人也欺负我 我不活了 她正脱开林青鹰 朝医院窗户冲去 老妾 一个箭步窜出去 拦在她身前 碰 林雨晴结结实实 撞在林如烟胸口 大姐 你做得确实有点过了 林青鹰在旁边嘀咕道 她想不明白 大姐今儿是怎么了 就算失眠 也不至于情绪如此暴躁吧 林如烟 让她跳 林青成眼神 冰冷地看向林雨晴 若你遭受像 墨酒一样的待遇 还得死一百回 听见这些话 林青鹰总感觉有点不对劲 大姐话里话外 怎么全是墨酒 当初明明是她口口声声说 不想在家里再听见这个名字 林雨晴 我有冤枉你吗 林青成铁青这脸 冷声问道 你的衬衫 是谁撕的 林建峰 林雨晴心里很难过 可仍旧地回答大姐话 从小到大 除了师父 大姐就是这个家的权威 你是不是找过墨酒 让她帮你调制颜料 是 她拒绝了 是 所以 你串通林建峰 一起把我们当枪使 对不对 不对 大姐 我没有撒谎 墨酒真的在云顶天宫吃饭 林雨晴不住地摇头 我们现在过去 一定能看见她 她委屈死了 明明自己说的都是真的 为什么没人相信 大姐 我相信七妹不会撒谎 林青英实在看不下去了 三姐 我说的是真的 林雨晴如同抓住救命稻草 我还听见 有人喊她九爷 九爷 林青英眨了眨眼睛 试探性地问道 没听错 千真万确 云顶天宫的服务生 跪在地上迎接她 喊她九爷 她现在就在云顶天宫吃饭 第二十四章 跳进黄河喜不清 林雨晴一定要证明自己 是被冤枉的 啊 七妹 我说回刚才的话 林青英咬着嘴唇 后退两步 三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林雨晴愣住了 老三 怎么回事 林青成也看向林青英 一时间 病房内的目光 都望向她 是这样 林青英拖着下巴 微微皱眉道 九爷 是承熙的新老大 据说此人荡平徐高楼的势力 成功上位 大姐 云顶天宫 你是知道的 那是高老二的地盘 能让云顶天宫服务生下跪迎接的 只有那位新上位的九爷 林青英的话说完 就连林雨晴 都惊讶得张大嘴巴 林雨晴 你闹够了没 林青成彻底怒了 墨酒 身无分文 正和人抢垃圾吃 你说她是九爷 说她在云顶天宫吃饭 你把我当傻子吗 她眼神中流露出失望 林雨晴是七姐妹里最小的 很受宠爱 可此时 没人为她辩解 那就让我死 一死证明清白 林雨晴眼中带着坚定 她宁可死 也不愿受委屈 不愿被人冤枉 说她恶毒 不需要你死 林青成转身看向林如烟 老二 你留下照顾佳佳 老三 你开车拉着我和老七 到云顶天宫看看 好 林雨晴急速地呼吸 我没有撒谎 走 林青成拎起自己的包 雷厉风行地推开门 消失在医院 林青英和林雨晴 紧随其后 他们刚走 床上的林佳佳 缓缓睁开眼睛 二姐 我想起来了 是墨酒 林佳佳一把抓住林如烟的手 满脸泪痕 我和大姐 都猜到了林如烟 拿起放在她鼻子旁的香囊 痛苦地说道 别声张 别让其他人知道 这件事 烂在肚子里吧 林佳佳咬着嘴唇 我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她都记起来了 癫痫不是忽然出现的 而是她小时候就有 是墨酒 将她带回家 闻到香囊熟悉的气息 林佳佳忽然就明白了 没事 大姐会补偿她的林如烟 没有将墨酒快死的消息说出来 痛苦 悔恨 和良心的谴责 就让她和大姐承受吧 第24章 跳进黄河喜不清 云顶天宫 水晶餐厅 白明站在椅子上 手里端着一盘土豆丝 哈哈哈哈 你们这群辣鸡 手速没有快吧 这盘剩菜 被老子给抢到了 九爷 您说句公道话 这不算作弊吧 墨酒坐在椅子上 淡然一笑道 白明 下次不带你玩了 为了让和青竹开心 他们边吃饭边玩 真心化大冒险 这一轮 和青竹要他们吃掉 面前的一盘菜 可云顶天宫的菜 都是大补 尤其面对墨酒 这样不能得罪的客户 分量超大 唯一一盘 被墨酒吃剩一半的土豆丝 被白明给抢去了 其余人看到眼前 满满一大盘子海参 鲍鱼 还有十几斤的大龙虾 人都骂了 我先吃为敬 白明迅速将土豆丝吃完 擦了擦脸上的油 一脸得意 余下的小弟 只好硬着头皮 尤其是捧着十几斤 大龙虾啃的那个 差点没吃吐了 哈哈哈哈 和青竹忍不住大笑 他吃得不多 但心情非常好 最开始 和青竹其实是蛮心腾前的 直到墨酒说 白明和这家店的老板认识 卡也是白明的 而且自己帮了白明大忙 白明为了报答自己 才请客的 和青竹这才坦然接受 不过吃到最后 看着满满一桌子菜要剩下 作为穷人家的孩子 和青竹心里 还是蛮难过的 浪费啊 所以他借着玩游戏 让大家伙把没吃的菜 都给吃了 在场的人都知道 他是九爷女 谁敢赢 于是就都输了 是我爸的电话 和青竹摇了摇手机 十一点了 我们该回去了 好 墨酒站起身 看向白明 你们慢慢吃 我和青竹回家 好好好 白明使了的眼色 大家吃得更起劲了 别浪费哦 和青竹轻哼一声 忽然指了指 自己面前没人动的一盘菜 我能不能 给我爸 在这呢 给和叔带的墨酒 晃了晃手里的几个盒子 九哥 和青竹点起脚尖 在墨酒脸上亲了口 幸福地说道 谢谢你哦 五分钟后 站住 你们不能闯 碰 水晶厅的门被推开 林青成 林青英和林雨晴 大步闯进来 三人身后 追着一群保安 刷 白明等人十几道 凶神恶煞的目光 全部看了过来 墨 墨酒呢 林雨晴结结巴巴地问着 第25章 他在翻垃圾吃 他明明听见那些人 叫墨酒酒爷 明明看到墨酒进来了 可餐厅里的人中 根本没有墨酒 和和青竹的影子 你们干什么 保安们将三人团团围住 在这里吃饭的 可是黑龙卡客人 要是得罪了 他们准没好果子吃 怎么回事啊 白明擦了擦嘴上的油 带着人缓缓走过来 先生您好 我是青城国际的林青成 林青成早有预料 他笑着自我介绍道 请问 这里有人叫墨酒吗 没有 白明一听见林青成的名字 心里就有火 当初把酒爷赶出来的 就是这个女人 你胡说 我明明看见墨酒走进来的 林雨晴慌了 如果今天找不到墨酒 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哪来的疯婆子 别打扰我们吃饭 滚 碰 白明将门重重关上 三位 秦立刻离开保安队长 语气里也带着不悦 林总 别让我们难做 你 就是你林雨晴 忽然指向其中一人 我明明看到你给墨酒跪下了 你快说 小姐 您认错人了吧 保安面无表情的回答 客人的隐私 他们绝对不能泄露 这是规矩 你撒谎 林雨晴话还未说完 林青城冷冷制止道 还嫌我丢人不够吗 她拿出几千块 递给保安队长 不好意思 带兄弟们买点宵夜 林总 您客气了保安队 长笑着接过钱 请走吧 林青城几乎是夹着尾巴 灰溜溜离开餐厅的 餐厅外 林雨晴 她咬着牙 死死盯着林雨晴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想到被他们赶出去的弟弟 身体那么差 还要出去捡垃圾吃 林青城要窒息了 大姐 林雨晴已经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解释了 老三 开车去和建国家 林青城上了车 抱着头道 让七妹看看 墨酒过的是什么生活 好 林青英很无奈 原本为了证明老气清白 她准备找关系 定位下墨酒手机 可当林雨晴说出那句 墨酒是酒爷的话 林青英知道自己不需要浪费力气了 她甚至有点同情大姐 和建国家 墨酒和和清竹坐在餐桌旁 有说有笑 和建国夫妇则神情古怪的品尝 两人带回来的东西 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些菜 都是稀罕物 清竹 你花墨酒钱了 和建国放下筷子 板着脸问道 叔叔 这些东西加一起 也就百十块钱 墨酒赶忙解释道 和清竹得了奖学金 孝敬你们劳两口的 真的 女儿 你得奖学金了 和建国满脸惊喜 嗯 晚上刚接到通知 和清竹笑嘻嘻地回答 好 好 我和家 也算祖坟冒清烟了 和建国擦了擦眼泪 转身拿起一瓶平日里舍不得喝的白酒 老伴 咱喝点 和清竹考的是名牌大学 里面的同学都是翔楚 能在这样群英晦翠的学校里 拿到奖学金 说明和清竹足够优秀 一想起自己这么多年受的委屈 值了 好好好 李红彦也擦了擦眼泪 心里暖暖的 爸 我的玩具熊呢 就在这时 第25章 他在翻垃圾吃 和清竹卧室里 传来一声惊呼 被我扔了咱家地方小 你和你妈住在一起 我和墨酒住一起 今天我把没用的 占地方的东西 都扔了 何建国喝了口小烧 心里美滋滋的 扔哪去了 何清竹冲出来 眼睛都红了 就楼下垃圾桶了 怎么了 何建国吓了一跳 那熊都坏成什么样了 你 何清竹含着眼泪 小跑着朝楼下奔去 我去看他墨酒紧随其后 一个破娃娃 都坏得不能再坏了 何建国想不通 算了 有小酒在 咱就甭操心了 小区楼下 何清竹看到眼前的垃圾 人都妈了 美景天城是老小区 没有物业 垃圾扔的到处都是 何清竹扫了眼 根本没看到他的小熊 很重要 墨酒开口询问 他很少见到何清竹这样失态 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 重要 何清竹咬着嘴唇 泪花在眼眶打转 我来 墨酒扫了一圈 周围没有什么棍子 索性 他撸起袖子 直接徒手翻垃圾 酒哥 很脏的 何清竹吓了一跳 你在乎的东西 不管他是什么 在哪里 墨酒宠溺地看着他 我都会帮你找出来 感情给了对的人 同样会收到对方的爱 给了不对的人 一切都是理所应当 还会被人一脚踢开 弯腰瞬间 墨酒的内脏一阵抽搐 痛得他直接蹲在地上 寒毒发作的 似乎有些平凡了 身体状况 比墨酒预想的 还要糟糕 看来 有些事情 必须得加速了 清竹 明天你去我朋友的公司报到吧 墨酒一边翻垃圾 一边开口说道 下午我们打赌 你可是输了 还是别了何清竹担心墨酒为难 毕竟 现在他不是林家七姐妹的弟弟 如果为了自己的工作 而让墨酒委屈求全地哀求别人 他不愿意 你的学历去他那实习 算是他高攀你了 墨酒轻笑道 从基层做起 全当锻炼一下 他想给和清竹一个完美的人生 一个完整的人生 巨额财富 他肯定要留的 可那样 和清竹的人生便失去了意义 他要在自己离开前 把和清竹锻炼成超过林青城的女人 啊 那好 和清竹点了点头 一百米外 坐在奔驰车内的林青城 看着正在路灯下翻垃圾的墨酒 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下 如果不是他做出那样的决定 墨酒怎么会被伤害成这样 将这个家照顾的无微不至的弟弟 在生命最后一年 被赶出来 翻垃圾吃 他做错了什么 唯一的错 就因为他不是师父的儿子吗 这一刻 林青城的心痛得厉害 林青英的心里也不好受 林雨晴 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林青城脑袋抵在车窗上 哭泣道 你就和墨酒一样 离开林家吧 第26章 肥水不流外人田 解释 林雨晴现在还能解释什么 他放弃了 或许 当时他就不该停车 不该多管闲事 这难道就是报应吗 有一说一 墨酒这臭小子 人品虽然有点瑕疵 但人之常情嘛 林青英坐在驾驶位 自言自语道 换谁被赶出去 心情能好 今晚林雨晴受了很多委屈 但和墨酒的境遇相比 还是差得太多了 林青英忽然觉着 墨酒打林建峰那一巴掌 似乎也在情理之内 这小子会照顾人 还懂浪漫 多少还是有点本事的 林青英看着路灯下 墨酒与何清竹翻垃圾的背影 扎了扎舌道 我倒是有点羡慕那姑娘了 老三 你这话什么意思 林青成擦了擦眼泪 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 哈哈 我就是忽然觉着 墨酒挺适合做男朋友的 林青英叹了口气道 可惜啊 现在不大可能了 他从小跟着师父练舞 又是高级警司 性格很暴躁 墨酒性格温和 逆来顺受 又懂心疼人 简直是他男朋友的完美人选 那可是你弟弟 林青英 你疯了吗 林青成吓了一跳 大姐 咱们之间又没有血缘关系 林青英黑黑笑道 原本我还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 可惜 你把他赶走了 老三 你刚才还说 把他送进去 林青成忽然觉着 自己的妹妹 怎么没一个正常人 最老实的老七 现在满嘴谎言 成了恶毒女人 性格暴裂如火的老三 竟然曾经惦记过他们的弟弟 当初和墨酒争吵的时候 我觉着 他就是个白眼狼 虚伪 林青英吐了吐舌头 趴在方向盘上 可事后想想 他还挺男人的 你瞧 为了自己的女人 他连翻垃圾都不在乎 大姐 你说现在这个社会 有几个男人能做到 闭嘴 林青成侧过身 看着一言不发的林语琴 老七 你说话 大姐 我无话可说 林语琴望着墨酒的背影 眼神忽然变得无比坚定 如果我证明 我没有撒谎 你会向我道歉吗 他抬起头 看向林青成 会可现在 事实摆在眼前 大姐 证明我清白前 我不会回林家 林语琴推开车门 弯腰对车里的林青成说道 墨酒离开林家 一样生活 我也可以 等我回到林家的时候 一定带着证据 等大姐你的道歉 碰 他关上车门 深吸一口气 大姐 怎么办 林青音感觉很头疼 林家家病着 大姐失眠越来越严重 现在老七又离家出走 他是个成年人 我尊重他的任何决定 林青成侧过头 看向路灯下的两人 低声道 开车 回家 他从未想过 墨酒会过得这么惨 尤其是 他可能活不过一年啊 林青成闭上眼睛 痛苦地流着泪 师父 我该怎么面对你 怎么面对墨酒 路灯下 墨酒终于从垃圾堆里 翻出一个被塑料 带装着的玩具熊 是这个吗 他小心翼翼地 解开包装 递给何青竹 一瞬间 墨酒愣住了 死去的记忆 开始疯狂攻击他的大脑 这个熊 是何青竹 从林家离开的前一周 他亲手送了 和青竹的生日礼物 第26章 肥水不留外人田 十几年过去了 小熊早已破破烂烂 却几经修补 干干净净 谢谢你 九哥 何青竹将小熊拿出来 不管不顾 在上面亲了口 一直留着他 墨酒声音有些微抖 当年他随手送给何青竹的熊 却被对方看得这样重要 可他亲住十几年心血的林家 却从未珍惜和在意过他的付出 多么地讽刺 认出来了吗 何青竹笑嘻嘻地问着 我送你的墨酒心里一暖 点了点头 昏暗的路灯 将两人影子拉得老长 周围 是黑漆漆没有灯光的小区 墨酒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打破甜蜜的氛围 林雨晴失魂落魄地站在距 两人十米外 泪眼婆娑 对不起 扑通 他笔着跪在地上 右手悄悄按下大姐的号码 我不该多管闲事 不该来找你 墨酒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他低着头 大姐他们听说你是九爷 已经叫我赶出来了 我没想到 你就是承熙的九爷 只要墨酒承认 电话那头的林青成就会听见 他就能证明自己 是清白的 林雨晴 你有病吗 墨酒轻哼一声 冷笑道 这又是林建峰的阴谋 你们合起伙来 打算坑我 林雨晴 我用血为你 对了七年颜料 结果因为我拒绝你一次 你便害我 我从未想过 你会是这样恶毒的女人 说完 他看了眼自己脏兮兮的手 你比这垃圾 还要脏 清竹 我们回去 墨酒转过身 同和清竹一起朝小区走去 墨酒 你 林雨晴赶忙挂断电话 可已经晚了 电话那头的林青成 全部听见了 他的头疼得更厉害 老三 你听见了吗 林青成死死抓着手机 他知道 墨酒为自己做了那么多 为林如烟 为林佳佳做了那么多 但他不知道 墨酒为林雨晴 也做了这么多 墨酒用血 为他掉了七年色 林雨晴这个恶毒的女人 竟然反过来害他 我林青成 没有这样蛇蟹心肠的妹妹 林青成从未这样后悔过自己的决定 赶走墨酒 是他唯一一次 也是最痛彻心扉的悔恨 想不到 老七竟然这样 林青英同样摇了摇头 果然人是会变得 小区楼下 林雨晴发疯一样追上去 墨酒 你明明就是酒爷 你为什么不承认 他拦在墨酒身前 大吼道 你在怕什么 你是不是个男人 好 我承认墨酒点了点头 我就是酒爷 你满意了 你再说一遍 林雨晴激动的拿出手机 再次打给林青成 我是酒爷 你满意了 墨酒说完 一把将他推开 大姐 你听见了吗 林雨晴激动的对电话喊道 可回应他的 是一道极为冰冷的女生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已关机 啪 林雨晴手机掉在地上 他眼神呆滞 傻乎乎地笑了一声 紧接着 林雨晴蹲在地上 嚎啕大哭 第27章 你酒哥我心善 冲了个冷水澡 墨酒同何清竹一起来到门前 隔着老小区的楼梯栏杆 两人见到了正在楼下痛哭的林雨晴 何清竹看了眼手表 挑着眉道 哭了十分钟 没停过 挺可怜的 墨酒双手抓着栏杆 好歹是我曾经的姐姐 我有些看不下去了 确实 一个女孩子 得有多无助和清竹点了点头 林雨晴几乎是撕心裂肺的在哭 明明几小时前 她还是林家的老妻 受宠的老妻 可现在 她已经不知道自己的未来 该何去何从 更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面对六个姐姐 你酒给我心善 见不得这种可怜人墨酒拿出手机 按了个号码 您好 是精神疾控中心吗 我在城西美景天城小区 楼下有个女人 一直在哭 应该是精神有点问题 好的辛苦你们 麻烦快点 我感觉她随时可能做出极端的举动 挂断电话 墨酒发现 何清竹正瞪大 眼睛看向自己 怎么了 她疑惑地问道 我做得不对吗 九哥 我爱你 何清竹点起脚尖 在墨酒脸上亲了口 十分钟后 一辆白色精神疾控中心的面包车 停在小区楼下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我大姐是林青城 对对对 我们送您回家 一名男医生笑着解释道 真的 林雨晴有些惊喜 大姐原谅自己了 是林总让我们来的 您快上车 男医生点了点头 好 林雨晴刚上车 立刻发现不对劲 后面怎么还有铁栏杆 碰 等她回过头时 后门已经被锁死 你大姐要是林青城 我爹还是李刚呢 男医生一脸不屑 开车直奔 清城精神病院驶去 清城医院 林家家已经睡了过去 林青英等人 因为还要上班 所以先回去休息 顺带安抚林建峰 医院走廊内 只剩下林如烟和林青城 大姐 看来我只能继续给你用药了 林如烟心疼地看着大姐 为这个家 林青城付出太多太多 第27章 你酒给我心善 好 林青城点了点头 再不睡觉 他可能真要猝死过去 你说 墨九真会因为愤怒 在临走时 善了弟弟一巴掌吗 林青城按了按太阳穴 开口问道 大姐 你的意思是 林如烟很聪明 一说就明白 有隐情 如果你没有和我说光盘的事情 墨九今天一定会被冤枉 林青城神情复杂地说道 从得知老七和弟弟栽赃墨九那一刻起 我总感觉 我们被蒙了眼 大姐 我有咱们家的监控 林如烟迅速拿出手机 打开监控软件的APP 在他熟练的操作下 很快便找到墨九离开当天的监控 放大 慢放 林青城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屏幕上 林建峰嘀咕了什么 顺势朝墨九身上一靠 紧接着 有东西掉在地上 道 林青城和林如烟同时惊呼一声 弟弟竟然要拿刀捅墨九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走廊内 陷入到安静中 大姐 或许我们搞错了 林如烟神情复杂地开口 今晚的事情 可能是弟弟邪迫老七做的 我们已经将墨九赶出去了 他还要用刀伤害墨九 林青城情绪有些崩溃 他到底要做什么 林家的一切 都是他的 他还不知足吗 他卖惨 欺骗我们 骗了我们所有人 除了是师父的儿子 他简直是个败类 林青城痛苦地闭上眼睛 他的头 痛得更厉害了 大姐 现在说 这些没用了林如烟苦笑道 想不到 墨九受了这么多委屈 他心里对墨九的最后一点埋怨 消失了 患谁蒙受这样的委屈 都会发火的 老二 他为什么不说出来 不解释呢 林青城抬起头 看向林如烟 他们一错再错 一再误会墨九 这份感情 已经无法挽回了 他解释 你会信吗 林如烟自嘲道 我们糊涂啊 林家家病成这样 林建峰连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对比之下 墨九恐怕才算的上帝地 老二 他一定不会接受我的补偿 我该怎么办 林青城抓住林如烟的手 大姐心好痛 我真想从楼上跳下去 一死了之 大姐 墨九不接受 你可以从何清竹下手啊 林如烟安慰道 他家境不好 正好要找工作了 你青城国际招人的时候 给他薪资高些 提拔快些 或许墨九会原谅我们的 看得出他很爱那个女孩 第二十七章 你九个我心善 林如烟蹲下身 和清竹父母都有残疾 他不会拒绝的 只要别让他看出是你的意思 好 老二 就按你说的做 林青城激动地点了点头 只要改善和和清竹的关系 或许就能修复和墨九的关系 就在这时 林如烟的手机响了 什么 好 我知道了对不起 给你们添麻烦了 挂断电话 他脸色有些古怪 怎么了 林青城好奇地问着 老七被精神病院抓走了 让我们过去接任林如烟 感觉这件事有点离谱 让他冷静七天 就当是惩罚了林青城板着脸 冷声开口 会不会 有点残忍 林如烟想要替林雨晴求情 七天啊 和一群精神病在一起 简直是折磨 残忍 他有墨九惨吗 林青城沉声道 我意已决 这样定了明天 我就安排人去外国语学院招聘 他要弥补 尝试着修复和墨九的关系 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第二天天一亮 外国语学院不少学生穿着正装 准备参加春季校招 何清竹也穿着黑色西装 白色衬衫 站在教学楼前 听说了吗 清城国际来咱们学校招聘了 据说只有十个名额 不知道谁那么幸运 会被看中 学生们议论纷纷 清城国际在清城 是龙头企业之一 名气不小 今年是清城国际 头一次来外国语学院招生 据说待遇丰厚 起薪两万 姐妹们 我成功了 走廊内 忽然传出一道喜悦的声音 是班长刘芳斌 估计是走了后门 这女人太烧了 不少学生既比试又羡慕 谁让人家长得不错呢 何清竹刘芳斌 像是胜利者一样 摇了摇手里的三方协议 走到何清竹面前 瞧见了吗 不靠男人 我一样比你优秀 他恨死了何清竹 可实际上 他像调狗一样 哀求林建峰 才通过内部关系 进了清城国际 现在带到机会 刘芳斌毫不留情地嘲讽 小刘 我问一下 你们班是不是有个教和清竹的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刘芳斌身后传来 第二十八掌 怎么夸的 赵总 刘芳斌回过头 见到说话的人 立刻换了张脸 刚才的尖酸刻薄 瞬间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一脸谄媚 因为这位赵总不是别人 正是清城国际的人事部经理 哪位是何清竹 西装革履的赵大壮开口询问 今天他来招聘 除了受林建峰委托 就是把何清竹招到清城国际 来之前 林清城可是下了死命令 一时间 几十名学生的目光 都落在何清竹身上 他们都知道 刘芳斌与何清竹之间有矛盾 现在刘芳斌刚入职 清城国际的人 就来找何清竹 我是 怎么了 何清竹迎着赵大壮的目光望去 提起清城国际四个字 他就讨厌 何清竹 你怎么和赵总说话呢 刘芳斌带着机会 赶紧落井下石 只要给赵大壮一个不好的印象 那么何清竹就会失去进入清城国际的资格 今年校招最好的公司 就是清城国际 心高气傲的何清竹 如果没能进清城国际 一定会遭到打击 我怎么说话 爱你什么事 何清竹轻哼一声 哟 还没入职就舔上了 何清竹 你什么意思 刘芳斌当众被羞辱 脸色特别差 赵总是吗 我建议 您亲自带着他做体检 何清竹嘻嘻嘻一笑道 不然 我担心清城国际的男员工 都患上艾滋病 我撕了你的嘴 刘芳斌彻底怒了 哎 慢 赵大壮赶忙拦住刘芳斌 周围的学生们 吃瓜也吃得津津有味 看起来 似乎品学兼优的何清竹 为了和刘芳斌置气 已经不在乎自己前程了 赵总 他在我们班就是出了名的刺头 这种人可不能 刘芳斌刚要落井下石 话便被打断了 何同学 你有没有兴趣 入职我们清城国际 赵大壮非常有诚意地说道 月薪三万 重点培养 什么 听见这句话 周围的同学瞬间炸开锅 刚入职 就月薪三万 刘芳斌同样惊讶不已 刚才在里面面试的时候 赵大壮说的 可是试用期三个月 转正后才八千块一个月 怎么到何清竹这里 翻了四倍 是林清城的意思 何清竹也有些惊讶 你怎么直呼林总大名 刘芳斌见缝插针 三万 不行 何清竹真入职清城国际 他的脸往哪方 岂不是要一直被踩着 抬不起头 何同学 我是负责招聘的 林总从不插手我们部门的事情 赵大壮诚恳地解释道 是刘芳斌同学 和我说了你的优秀 清城国际向来重视人才 所以我才亲自过来见你 是吧 刘同学 赵大壮看向刘芳斌 此时的刘芳斌 大脑一片空白 第28章 怎么夸的 他和何清竹是死对头 怎么可能说何清竹的好话 可现在赵大壮既然问了 他只能顺着话继续说下去 没错 和清竹同学品学兼优 一时间周围看热闹的同学们 纷纷发出惊呼 太匪夷所思了 是吗 何清竹当然知道这是假的 大概率 是林清城想要用钱收买自己 可他还是装糊涂地问道 兵姐 你刚才是怎么夸我的 小刘 把你刚才的话说一遍 赵大壮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对 要是我不爱听 我可就生气了呢 何清竹细血地看着刘芳斌 是 赵总 刘芳斌深吸一口气 咬着牙道 和同学长得漂亮 学习成绩优异 在校期间从未有过绯闻 不久前还拿了奖学金 是我校有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和你比呢 何清竹抱着胳膊 弯腰凑过去 兵姐 说说 比我还要优秀 刘芳斌双手抓着裤子 他想不通 实在想不通 赵大壮今天这是什么意思 同学们 我没听错吧 何清竹故作惊讶 没有 你比我优秀地多为了工作 刘芳斌强忍愤怒 周围顿时传来哄堂大笑声 刘芳斌此时恨不得钻进地里去 何同学 怎么样 赵大壮趁热打铁 要来清城国际锻炼下自己吗 抱歉 我个人对公司的要求比较高 何清竹冷着脸道 据我所知 刘芳斌是靠和林清竹弟弟的情人关系 才进入清城国际的 我不喜欢充满人情 充斥着交易的公司 此言一出 周围的同学显现金掉下巴 人家清城国际三请三让 算是给足何清竹面子 现在何清竹竟然拒绝 多少有点不识抬举了吧 有这样的事情 赵大壮文言先是一愣 随即抢下刘芳斌的三方协议 直接扯碎 清城国际在林总的殉岛下 最痛恨的就是人情 何同学 我向你保证 刘芳斌看着满地碎纸 已经听不见周围的人在说什么了 赵大壮 你他妈今早在厕所干我的时候 是怎么说的 他疯了一样 扯住赵大壮衣领 你说以后会关照我 我是舰 我是公交车 可你他妈是什么好东西 连一分钟都坚持不下来 你也叫个男人 他已经不要脸面了 被当众羞辱那一刻 他的尊严就没了 自己不好 那就谁都别想好 刘芳斌 你胡说什么 啪 赵大壮一巴掌扇过去 这要是被林建峰知道自己 和刘芳斌的关系 还能友好 我说什么 给大家看看 你蓝色的LV内裤 就知道 我说的是真是假 刘芳斌疯了一样扑过去 扯下赵大壮裤子 得 鬼圈太乱 我怕何清竹鸣嘴一笑 转身离开 刚走几步 一道身影忽然拦在他身前 何清竹 林清英双手插兜 冷冷看着他 有事 何清竹微微皱眉 他认识林清英 也知道对方脾气暴躁 不过 自己似乎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吧 我有些话 想和你谈谈林清英 指了指一旁的车 请 第29章 他是九爷 有什么话 就在这里说何清竹 对林家人充满敌意 他们对墨酒做的事情 无法被原谅 好 那我直说 林清英耸了耸肩 说吧 多少钱 能让墨酒给大姐泡茶 林家姐妹们现在都知道 大姐的失眠 是墨酒治好的 得知昨晚林清成再次药物入眠后 林清英坐不住了 依靠药物注射 治标不治本 非常伤害身体 所以 林清英找到何清竹 想要换个方式达成目的 先别拒绝 只要不过分 我都可以给你 他拂了拂嘴道 你也不想 墨酒带着你 一直翻垃圾吃吧 就算不为了你 为了你的家人 为了墨酒 我真的爱墨酒 就不会拒绝这样的交易 我现在真的很庆幸 九个被你们赶出来 和清竹语气里带着比仪 满嘴是钱 身上带着童袖 和林建峰一个德行 说完 他撞了下林清英的肩膀 大步离开 喂 都捡垃圾吃了 还硬撑什么啊 林清英有些生气 就在这时 十几辆怒胡懒胜呼啸着来到校园 最前面的一辆车上 跳下几名身穿西装的黑衣人 和小姐 我们是黑金集团的人 领头的毕恭 毕竟自我介绍到 受总经理委托 请您去黑金集团走一趟 黑金集团 何清竹拿出手机 迅速拨给墨酒 九哥 你昨天和我说的是黑金集团吗 他疑惑地问道 昨晚墨酒说起过 但具体是什么公司 何清竹忘了 没错 你过去帮个忙 算是替我还个人情 墨酒在电话里解释道 黑金集团都是粗人 很缺你这样的知识分子 看出来了何清竹挂断电话 看向领头的 我们走吧 他以为黑金集团也是在校园开招聘会 果然都是粗人 哎哎哎 就在这时 满脸抓痕的赵大壮小跑过来 大喊道 何小姐 您真不考虑我们青城国际吗 啪 他话音刚落 黑金集团的人反手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而后 十几台路虎 呼啸着离开 头 眼熟布 一名便衣警员 悄悄来到林清英身后 有话直说 林清英正在气头上 方长生和七名女学生出事那天 学校就来这么一群人 便衣警员拿出手机 将资料递给林清英 刚巧 那天学校的监控 坏了 这些人 说是来给学校捐款的 我们也没有查到什么证据 我想起来了 林清英眯起眼睛 盯着消失的车队 何清竹怎么会和这些人扯上关系 糟糕 他该不会有危险吧 他皱起眉头 您瞧 刚才那些人对何清竹多恭敬 便一小声道 要知道校长出事那天 何清竹一个人打了七个 这是普通女生吗 有话直说 别婆婆妈妈 林清英低贺一声 我怀疑 何清竹就是九爷 便衣神秘兮兮的说着 听见这句话 林清英感到匪夷所思 可仔细想想 似乎又非常合理 一个瘦弱的女孩 能干到七个粗壮的女生 被开除当天 校长收回决定 离其死亡 第29章 他是九爷 和何清竹斗殴的七个女生 纷纷跳楼 世上 会有这要巧合的事情 黑金集团什么来头 林清英越想越心惊 如果何清竹是九爷 他城府究竟有多神啊 黑金集团 三天前成立老城西 那些流氓 就是其骨干成员 便衣将自己知道的 全部说了出来 开车 追上去看看 林清英迅速上车 心跳陡然加速 十分钟后 他的车终于追上路虎车队 宏伟的办公楼前 上百名黑衣人整齐列队 一名小头目 亲自为何清竹拉开车门 何小姐 欢迎加入黑金集团 碰 数百只花筒同时被拧开 彩带飘得到处都是 车上的何清竹梦了 这是什么阵仗 啊 我们董事长待会过来 这不是欢迎您的 看出何清竹的惊讶 小头目赶忙改口 吓死我了何清竹 拍了拍胸口 这才走下车 踩着红毯 他战战兢兢的进了办公楼 这阵仗 何清竹是 九爷无遗了 林清英震惊的盯着 逐渐消失的背影 好家伙 藏得这么深 头 现在怎么办 便衣出声请示 盯紧了 找到证据 林清英想了想 拿起手机给林清成打了个电话 大姐 有件事 我必须要和你说 他吸了口气 低声道 何清竹 可能是九爷 我知道你不信 算了 我回去和你细说 林清英挂断手机 感觉自己被耍了 何清竹 你真的会演啊 他咬着牙 早晚 我要把你抓起来 此时 黑金集团顶楼 十几名清成企业家 正聚在一起吃火锅 各位 我想和你们商量个事 墨九坐在最中央的椅子上 敲了敲桌子 把清成国际的货 都交给我 高于清成国际 百分之十的价格 全盘接受你们手上的库存 清成国际能有今天 离不开他的努力 他要把和清竹培养的 远超林清成 让那个高傲的女人知道 离了自己 他什么也不是 在场的都是清成供货商 被他一口气全请来了 墨先生 您这让我们很为难 其中一人开口道 林总的脾气 您是清楚的在说 你们都是一家人吗 可不是 我们如果毁约 要赔一笔钱的 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着 你们怕林清成 就不怕我 墨九拿起桌上的手帕 擦了擦嘴 墨先生 您别和我们开玩笑了 如果没事 我们先走了 说着 众人便开始起身 我酒爷的饭 只有两种 墨九伸出两根手指 要么 大家交个朋友 算是庆功宴要么 他就是断头饭 说着 他拎起一把枪 静止朝第一个起身的人走去 叮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 墨九挑着眉 按下接听见 墨九 和清竹是晨熙的酒爷 你立刻离开他 林清成紧张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来 第三十章 林清成找上门 和清竹是酒爷 那自己是谁 墨九微愣一下 直接将电话关机 神经病 他熟练地拉开保险 站在一名中年商人面前 墨九 你要干什么 中年商人叫梦龙 是本地一家化妆品 原材料经销商 清成国际生产的化妆品中 有很大一部分 用的都是他家原材料 正因如此 他才没有答应墨九的提议 得罪林清成 那不是等于把自己饭碗砸了吗 再者 这个墨九被赶出林家 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估摸着 是心里不服 想要和林清成对着干嘛 但清成国际什么体谅 真以为请他们吃顿饭 就能让这些人背叛林清成 玩个游戏 墨九歪了歪头 白鸣迅速拿起一个苹果 放在梦龙脑袋上 你这是什么 砰 不等梦龙把话说完 子弹破空而出 将他头上的苹果瞬间击碎 梦龙身子一颤 裤裆湿了 墨九 他回过神来 怒吼一声 我要报警抓你 你恐吓我 威胁我 不错 周围的人也吓了一跳 纷纷附和 早知道是鸿门燕 他们就不来了 但凡子弹偏一点 命就没了呀 你和老子比狠 梦龙当重尿了裤子 颜面尽湿 他索性直接脱掉外套 恶狠狠道 老子当年白手起家的时候 你还是个瘦精卵呢 好 老孟说的对 小子 别和我们玩狠 余下的供应商们拍手叫好 眼见得到众人支持 梦龙眼中更加得意 白鸣 把东西拿来墨九招了招手 白鸣迅速走过来 将一张诊断书 放在他手上 小子 你还有什么本事 尽管使出来 梦龙面带不屑道 老哥几个伤害沉浮 什么场面没见过 你小子和我们斗 还是嫩了点 哦 那你看看这个墨九 墨九将诊断书悬在梦龙身前 姓名 墨九诊断结果 癌症晚期 最多能活一个月 下面 还有清城医院盖的章 梦龙看到上面的内容 眼珠子瞪流缘 第三十章 林清城找上门 今天 我墨九一个人 带走你们一群人 直 墨九说完 掏出白鸣的手机 按下报警电话 下一秒 他的枪口 顶在梦龙脑袋上 一瞬间 梦龙汗如雨下 餐厅内 充斥着诡异的氛围 墨九得了绝症 临死前 想要报复林清城 这是所有人心里 唯一的想法 他们听见了 墨九只能活一个月 将死之人 谁敢招惹 八大 梦龙的汗 滴在地上 先生 请问 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电话里 传来接线员的声音 先生 请问您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空气死一般沉寂 梦龙喉咙动了动 干哑道 不好意思 小孩乱按的 给您添麻烦了 他迅速夺过手机 拿下挂断剑 手不停地发抖 我时日无多 耐心有限 墨九咳嗽一声 拿出手帕擦了擦嘴角的血 见到这一幕 梦龙深信不疑 背叛林清城 他最多少赚一些 可现在若是不答应墨九 他会没命的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要死的不怕光脚的 他堵不起 我知道 你怀疑这张诊断证明是假的 墨九丢掉燃血的手帕 将报告撕碎 现在 我告诉你 他就是假的 但我枪里的子弹 是真的 他拿出一把左轮 随即转动弹舱 啪 枪被合上 墨九举起枪 对着自己脑袋 连续扣动六次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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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通 梦龙下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呼吸越来越急促 疯了 墨九一定是疯了 不要命了吗 现在 还有两次机会 墨九淡然一笑道 若你们不签合同 今天我们之间 必须死一个 签签签签 梦龙哆哆嗦嗦地爬起来 掏出胸前钢笔 慌乱地签了字 按下手印 我们也签 其他人哪还敢拒绝 第三十章 林青城找上门 很快 供货商们全都签了字 我代表黑金集团 感谢各位 墨九淡淡笑道 不过今天的事情 我希望各位能守口如瓶 他举起枪 扣动扳机 砰 左轮枪里的子弹 击碎了吊灯 六七个心理素质差的商人 直接摊坐在地上 妈的 枪里真有子弹 刚才墨九不要命了 一定 一定 梦龙下的嘴唇惨白 说话都有点不利索了 各位请回吧 墨九转过身 将合同扔给白明 再会 再会 梦龙走快了几步 一下摔倒在地 其他人赶忙将他扶起 狼狈地离开黑金大楼 九爷 林青城来了 点名要见何小姐 白明小声在墨九身旁汇报 您瞧 赶走 还是 林青城来了 墨九挑着眉 饶有兴趣道 让他见何清竹 想要超越林青城 就得先面对他 好 我这就安排白明点了点头 迅速离开 黑金集团楼下 神色慌乱的林青城 正用新买的卡 一遍遍打中墨九电话 可始终没有打通 就在这时 一群供应商 惊魂未定地走了出来 孟总 赵总 高总 你们怎么在这 林青城愣住了 这不全是和自己合作的供应商吗 为什么他们组团出现在黑金集团 吃顿饭 我还有事 回聊哈 孟龙打了个哈哈 匆忙离开 其余的人也不敢直接面对林青城目光 林总 我这就带你去见何小姐 就在这时 黑金集团的秘书笑着走了过来 他是什么人 林青城开口问道 直到现在 他仍旧不相信 何清竹是九爷 何建国一家多惨 他是清楚的 若何清竹是九爷 为何何建国会住得那么破 吃得那么差 他现在来 就是要验证一下何清竹的身份 何总是我们黑金集团的总经理秘书笑着回答 林青城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老三说的是真的 穿过空旷的大厅 两人乘坐电梯来到十一楼 秘书将林青城领到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门前 这时和总办公室敲了敲门 秘书转身离开 静 何清竹的声音 从里面传来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林青城猛地推开门 大步走进去 第31章 咱穷人家 四目相对 林青城眼中带着难以置信的惊讶 比他总裁办公室还宽敞的房间里 何清竹正在看电脑 何总 您藏得好深啊 林青城关上门 静止走到何和清竹面前 之前他半信半疑 现在已经信了八成 如此豪华的办公室 清竹总共没几间 我藏得深 何清竹环视一圈 办公室空空荡荡的 只有这么一张桌子 看不见自己 阴阳怪气势吧 他冷冷道 那可能是您有眼无珠吧 当初赶走墨酒 正是林青城牵头 何清竹非常恨他 讨厌他 是 我是有眼无珠林青城愣了下 这算是承认了 你是不是在利用墨酒 他双手撑着桌子 愤怒地质问 通过林青鹰的描述 他大概知道 九爷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此有权势的女人 为什么和墨酒在一起 思来想去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利用 墨酒能治自己的失眠 能帮林青城解决一些医学问题 证明其还是有些本事的 换做以前 也就罢了 现在他不想 墨酒再受到伤害 利用 何清竹感觉莫名其妙 但还是点了点头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不会让你得逞吧 碰 林青城重重拍了一下桌子 转身离开 他走后 那名秘书转身走了进来 何清竹小姐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时喊我 您太客气了 何清竹有些拘谨 咱们员工 都给配这样大的办公室吗 说好了来实习 可这待遇 是不是有点太好了 对的 黑金集团以人为本 我们普通员工的办公室 就是这么大 秘书知道严多必失 迅速关门离开 现在真有这么良心的公司 何清竹有点不敢相信 但还是打开电脑 开始熟悉业务 黑金集团楼下 林青城更加担心 磨酒现在的状态 他拿出手机 打给林青英 老三 你去一趟何建国家 言辞诚恳 尽可能让他们放松警惕 试着看看 何家到底有没有 不对劲的地方 第31章 咱穷人家 我还是感觉 何清竹不太像九爷 挂了电话 林青城感觉脑袋晕晕的 长期药物助眠 副作用已经开始显露端倪 他慌忙回到自己车上 大口喘着粗气 美景天城小区楼下 林青英第三次来到这里 第一次 他和墨酒爆发了冲突 第二次 他看着墨酒捡垃圾 这一次 他要查清何清竹的身份 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九爷 提着新买的礼品 林青英来到何建国家门口 敲了敲房门 谁啊 何建国打开门 见到是林青英 迅速把门关上 林家姐妹来闹了几次 他们实在是不想 和这些大小姐打交道 何叔 是我啊 清英 林青英耐心性子 在门外解释道 对不起 之前的事情是误会 我来给您道歉的 谢谢 我们不需要道歉 你走吧 何建国开口拒绝了 换做以往 林青英早就把礼品一扔 直接转身走了 可现在 他有任务在身上 只好厚着脸皮继续敲门 何叔 我知道您还在生气 看在小时候何沈 抱过我的份上 你就让我进去吧 他可怜巴巴地说着 其实林家姐妹 对何建国一家印象很好 只是师母长期说何家坏话 让他们开始讨厌这一家三口 半分钟后 门被打开 李红艳和蔼地笑道 三小姐 进来坐吧 谢谢何沈 林青英赶忙进去 仔细打量一番 令他感到失望的是 何家的却贫苦 家具基本都是坏的 东西也破破烂烂 何叔 之前都是误会 您别往心里去 林青英拿出香烟和白酒 摆在桌子上 对不起 算了算了 何建国一百首 叹了口气道 都是王翠花挑拨 和你们没有关系 这些年 他心里对王翠花的恨 一点都没有减少 这个毒妇实在太恶毒了 还好 七个姑娘虽然脾气大了点 却不坏 这时 林青英的视线 忽然落在桌子上 黑金鲍鱼 皇帝谢 第三十一章 咱穷人家 虽然被吃得七七八八 可他还是一眼 能看出来 这么昂贵的东西 和破旧的房间 完全不成正比 他心跳陡然加速 何叔 您平时都吃这个 林青英指着黑金鲍鱼问道 啊 是 咱穷人家 可没那么多讲究 何建国点了点头 都是青竹带回来的 和你们比不了 听见这句话 林青英心脏已沉 果然 自己的猜测没有错 不过看样子 何青竹应该是瞒着家里 否则 一个学生 怎么可能买得起黑金鲍鱼 买起的澳洲皇帝谢 就连林青英自己 都不怎么舍得吃啊 何叔 何沈 我单位还有点事 下次再过来看你们 他赶忙找了个借口 离开何建国家 走出小区 确定四周没人后 林青英立刻给大姐打电话 可奇怪的是 林青城一直没接电话 就在这时 林家的微信群里 出现一条消息 大姐因为失眠 开车的时候出车祸了 消息是林如烟发的 大姐 林青英惊呼一声 迅速打电话给自己的下属 定位下墨九的位置 快 快 他心里熄灭的火 再次燃烧起来 墨九 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大姐死 都不帮忙吗 你的心 是铁做的吗 林青英下定决心 就算用枪指着 也要逼墨九救大姐 这些年 林青城为林家操碎了心 为他们姐妹操碎了心 他一定要拿到茶叶的配方 让大姐能安稳地睡个好觉 叮 一分钟后 林青英的手机 收到了地址 地豪酒吧 他微微一愣 内心怒火更旺了 大姐出了车祸 墨九居然在酒吧响了 他启动车辆 猛地踩下油门 直奔地豪酒吧开去 今天 他要给这个白眼狼 忘恩负义的浑蛋一个教训 地豪酒吧 豪华包厢内 墨九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在他面前 摆着一个水杯 里面满满一下 都是烈性春药 第32章 你清高 楼以上且偷生 更何况是人 墨九不甘心去死 即便不能改变结果 但只要能延缓体内的寒毒蔓延 他最起码还能多活一段时间 墨九不姓名 不姓天 即便师父十几年束手无策 墨九也要尝试自救 从他被林家姐妹赶出去的那天起 他就明白一个道理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自己 不能指望任何人 如果连他自己都放弃自救 那和等死没有区别了 师父临死前 给他和建国的地址 一定有深意 和清竹是吉阳之体 墨九是吉阴之体 虽然无法阴阳调和 但他和师父对抗寒毒多年 也总结了一点经验 比如 面前这一杯加了烈性春药的水 每次墨九痛苦不堪的时候 师父都会为他喝下一杯 对寻常人来说 这是催情药 但对墨九来说 这是救命的东西 一杯下毒 他会发汗 体内的寒毒 也会暂时被压制 副作用是有的 而且不小 他终究是个男人 所以墨九选择来到酒吧包厢 这里很吵 他在承受痛苦时 可以尽情地吼出声 呼 输了口气 墨九缓缓睁开眼睛 准备开始用药 这一次 他特意加大了剂量 并改善配方 以期可以让寒毒被压制得更彻底 墨九 就在他准备喝药时 包厢的门 被猛地推开 穿着黄色吊带短裙的林雨晴 风风火火来到他面前 先生 这位女士说要找您 酒吧的服务生赶忙追进来 你们下去吧 墨九摆了白手 服务生迅速离开 并随手带好门 第32章 以清高 墨九 是不是你打个电话 把我抓到精神病院 林雨晴气得脸色胀红 胸口起起伏伏 他刚从精神病院离开 就收到大解除车祸的消息 而这一切 他都归咎于墨九 归咎这个白眼狼弟弟 是 墨九没有否认 林雨晴 你现在一点都不淑女 听见淑女两个字 林雨晴更加生气 是啊 自己以前是个才女 读书 画画 在清城美术界名气很大 可从那天 在决定她人生的一次大赛中落败后 林雨晴就像那疯子一样 好 就算你恨我将你赶出林家 林雨晴插着腰 只琢磨酒 可你也不至于这么害我 你知道吗 大姐他们说我恶毒 还要把我赶出林家 你就是故意的故意羞辱我 故意设计陷害我 你明明在云顶天宫吃饭 可我带着大姐去的时候 你却在装可怜捡垃圾吃 林雨晴将内心的不满和愤怒 全部发泄出来 可你想想 林家养你十几年 也不是一点恩情没有吧 我说过 两清了墨酒淡淡道 好 我们的事情 先放一边不谈 林雨晴蹲在墨酒身前 大姐出车祸了 她失眠 好几天都睡不好觉 精神恍惚地出车祸了 死了吗 墨酒关心的询问 还算你有点良心 林雨晴输了口气 没有大碍 可长此以往 她肯定要出事 哦 没死啊 我还想着随个份子前 再去吃席呢 墨酒一脸失望 靠 林雨晴瞬间暴走 那可是大姐 她在做对不起你的事 也是你的大姐啊 你居然 居然盼着她死 墨酒 你就是畜生 猪狗不如 你恶毒 你算个什么男人 她气得甩了甩头发 骂得口干舌燥 说完了吗 墨酒看向她 说完了 就滚 没有 我要一直骂你 林雨晴舔了甜嘴唇 非常口渴 来的时候 她一路小跑 本就很累 见到墨酒又骂了这么久 嗓子都快冒烟了 刚好 墨酒面前有一杯水 看样子 没被喝过 是满的 林雨晴拿起杯子 不管不顾 一口喝光 什么味道 乖乖的 第32章 你清高 她擦了擦嘴 喘着粗气 说吧 怎么才肯帮大姐 骂完了 该谈正事了 蠢女人 我给你个忠告 墨酒微微皱眉 那一杯烈性春药下毒 寻常人根本扛不住 立刻回去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一天之内别出门 否则 丢人显眼 别怪我 说完 墨酒闭上眼睛 缓解寒毒的痛苦 除了吃药 还有打坐 这些年 她随师傅练习入定 可以让身体保持放空 极大减缓痛苦的程度 赶我走 林雨晴冷笑一声 我奶都不去你 如果不肯就大姐 我就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破腹墨酒无奈摇了摇头 好 我走 不行 你不能走 林雨晴慌忙伸出手 将她拦住 怎么这么热 她脸上潮红 呼吸越来越急促 短短几秒钟 林雨晴便察觉到不对劲 谁里有 她虽然没喝过 但电视总看过 小说总看过 这才几分钟 她便感觉浑身发软 烫得要命 体内欲望 好似被点燃一样 这是林雨晴从未有过的感觉 我说过 让你回家 把自己关起来墨酒沉着脸 有些恼火 林家七姐妹 总是自作聪明 却每次都把事情办砸 这间房 让给你房间里的东西 随便用 我会叮嘱服务员 不放任何人进来 说着 墨酒准备离开 站 站住 林雨晴双腿发软 满身汗水 眼神迷离得不行 好 或许就这是天意 她直接吞下自己裙子 露出雪白的身体 只要你肯救大姐 今天我随意你摆弄 林雨晴意识已经有些模糊了 在妖精的催动下 她一把抱住墨酒 眼神已经拉丝了 又没有血缘关系 是不是很刺激 林雨晴 墨酒一把将她推开 恕我直言 你这种身材 我真是提不起来兴趣 混蛋 你 林雨晴踩着裙子 冲拐死死抱住墨酒 想炮我的人 能排到八地 你装什么君子 装什么清高 碰 墨酒 就在这时 包厢的门再次被踹开 林轻英杀气腾腾地走进来 第三十三章 言而有幸 墨酒 你这个畜生 林轻英瞪大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平日里青春可爱的林雨晴 现在半裸身体 靠在墨酒身上 吊带裙被踩在脚下 已经很脏了 昏暗灯光 孤男寡女 你 你还是不是个人 她伸出手 照着墨酒脸上 甩出一个耳光 啪 咳嗽在半空中 却被墨酒抓住了 干什么 你不会是 连我也想要轻薄吧 林轻英心脏 砰砰狂跳 别和我玩仙人跳 墨酒一把推开她的手 带着你丢人的妹妹去医院 等她要进过了 再问问 林雨晴疯了一样朝墨酒跑去 却被林轻英一把拦住 老七 你先把衣服穿上 林轻英脑袋嗡嗡的 眼下要做的 就是先让林雨晴恢复神志 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 松开我 林轻英 你装什么清高 林雨晴嘶吼道 你偷看墨酒洗澡 以为我不知道 别他妈说你不想 就你最闷骚 走到门口的墨酒停下脚步 不可思议的看向林轻英 看什么看 她现在神志不清 你也信 谁下看你 林轻英红着脸 别再来烦我 墨酒重重关上门 离开酒吧 臭墨酒 真以为棒上和清竹 就这么狂了 你给我等着 林轻英气的直跺脚 老七 你真是能给我添乱 黑金国际 和清竹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心情愉悦的 离开自己办公室 虽然很累 可她过得很充实 和清竹一整天 都在熟悉公司的业务 基本已经投入到工作状态了 林轻成 早晚有一天 我要超过你 她攥起拳头 在心里暗暗发誓 滴滴滴 就在和清竹离开公司 准备穿越横道时 之前停着的 一辆黑色轿车 猛然加速 静直朝着她撞去 和清竹侧过身 瞪大眼睛 车速飞快 她想要躲闪 已经来不及了 轰 就在这时 一辆路虎呼啸着驶来 笔直撞在黑色小车侧方 将其撞了出去 呼 惊魂未定的和清竹 两腿一软 赶忙小跑着离开 好险 那一刻 她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墨酒 见不到自己爸妈了 等她走后 白鸣从路虎车上跳下 喂 没死 白鸣单手将小车驾驶员 从车里抓出来 扔到自己的后备箱里 刚才若不是她出现及时 恐怕何清竹已经死了 第33章 言而有幸 九爷 有人要杀 何清竹您有空 过来一趟 白鸣打完电话 迅速开车离开现场 在清城 有人要动九爷的女人 真是闲命长 并且暗小时候 黑金国际 地下室内 满身是血的司机 被绑在铁架子里 在他两旁 站着几十名黑衣人 墨酒一身杀气 走了进来 九爷 黑衣人们整齐立正 地下室的温度 好似又降低了 我耐心有些墨酒 走到司机面前 平静地问道 是谁让你干的 隐约间 他闻到一丝酒气 没人 我喝了点酒 看手机时候走神了 司机虚弱地开口 我最恨的 就是撒谎的人 墨酒拖起他下巴 盯着司机的眼睛 回答我 有没有撒谎 没有 我真是喝多了 司机眼神飘忽 白铭 放人墨酒冷冷开口 是 大哥 白铭迅速走过去 解开锁链 司机有些不敢相信 让我走 他窃窃地问着 走吧 白铭挥了挥手 谢谢 谢谢 司机输了口气 他刚转过身 墨酒伸出一只手 一根钢管 被白铭放到手上 砰 墨酒追上去 钢管狠狠打在司机腿上 咔嚓 一声脆响 司机的腿骨 被硬生生砸断 痛苦地栽倒在地 我罪恨别人骗我 他举起钢管 愤怒地砸下 碰 碰 心血溅得到处都是 把人 带进来 当郎 墨酒丢掉钢管 怒吼一声 地下室的门 再次被推开 一名哆哆嗦嗦的女人 被人嫁了进来 老婆 见到女人 司机发了疯一样 想要过去 可她的腿 全都断了 根本动不了 把人 都带出去墨酒大步离开 黑金集团门前 空阔的道路上 第三十三章 言而有幸 女人哆哆嗦嗦 显然被吓坏了 我求求您 放了我老婆 她是无辜的 司机悲惨地哀求 她得了癌症 需要大量治疗费用 我没有办法 她痛苦地望着自己老婆 我说过 罪恨别人骗我 墨酒拿起一瓶酒 递给身后的黑衣人 穿着西装的打手打开酒瓶 一饮而尽 而后 脱掉外套 跳上路虎车 不 不不不不 司机歇斯里地的哀嚎道 不要 我说 我全说 不关她的事 你要杀就杀我 有什么事 冲着我来 哄 引擎传来轰鸣声 路中央的女人 被撞出去十几米远 重重摔在地上 老婆 司机瞪大眼睛 痛苦地嘶吼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啊 她拼命想站起身 却一点力气都没有 无辜吗 墨酒弯下身 冷漠地抓起她脑袋 如果不是我提前布局 现在被撞飞 就是我的女人 她不无辜吗 你老婆身患癌症 只有一个月寿命 可你要杀的 是我的女人 一个二十岁的花季少女 我墨酒言出必行 说杀你全家 就杀你全家 墨酒站起身 冷冷道 你还有个儿子 我求求你 提起儿子 司机眼神中流露出 前所未有的恐惧 是林建峰 林建峰让我干的 他之前还让我买屁霜 求求你 放过我儿子 司机双目血红 你老婆 怎么死的 墨酒转过身 看着他 车 车祸 意外 司机眼睛里失去了光 两百万的交通意外补偿金 足够你儿子大学毕业了 墨酒拿出手机 按下报警电话 丢给司机 把你刚才对我说的话 待会再对警局的人说一遍 好好 司机舌头已经打结 您好 这里是报警中心 林建峰买凶杀人 我要举报他 司机大声嘶吼 夕阳下 墨酒仰起头 看着天空 白鸣 我是不是有些残忍了 他面无表情的开口 您说的对白鸣黑黑一笑 和小姐 就不无辜吗 您 就不无辜吗 出来混就是个言而有信 说杀你全家 就杀你全家 那是您师父的儿子 他咧了咧嘴 若他不是师父的儿子 现在意外死亡的 就是他了 墨酒忽然瞳孔猛缩 劈霜 林建峰 让他买过劈霜 九爷 您的意思是 白鸣也反应过来了 走 去挖我师父的坟 墨酒眯起眼睛 师父身体明明硬朗 又精通养生 死得是不是有点蹊跷了 第34章 林建峰被带走 清城医院 林建峰头上缠着绷带 正喝着林如燕清守卫的粥 在他对面 林家家同样坐在床上 不过他吃不了饭 正在注射营养液 在他们旁边的床位上 林雨晴满身大汗 半睡半醒 嘴里嘀咕个不停 墨酒 你是不是不行啊 算不算男人 来 看看我们谁先不行 臭弟弟 你轻便 弄疼姐姐了 房间内 几人脸色占红 想不到 老齐内心这么开放 林建峰开口打破沉默 大姐 你还说我有病 林清英在一旁轻横道 咱们从小和墨酒一起长大 就是态数不好下手 闭嘴 林清成翘脸微红 娇喝道 用这个馒头 把老齐的嘴堵上 大姐 您这不是自欺欺人 林清英正要打去 手机忽然响了 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确定 是林建峰 对 他是我弟弟 你们肯定搞错了 不可能 你等着我 林清英一脸骇然地挂断电话 半天没有回过神 老三 发生什么了 林清成擦了擦嘴 紧张地询问 是不是墨酒出事了 自打知道部分真相后 他做梦都会梦见墨酒可怜的样子 林清成很后悔 可他不能说 如果林家姐妹都知道了 那么林建峰的处境会很难 这样做 他对不起师父的养育之恩 还会徒增姐妹们的愧疚 大姐 你怎么关心请墨酒来了 林清英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你不会和老气一样 他感到害怕 明明是林建峰出事了 大家也都只认林建峰一个弟弟 林清成更是当众说出 不想再听见墨酒名字这种话 可现在 他关心的竟然是墨酒 大姐 你差点车祸死了 他都不为所动 这样的白眼狼 你还关心他 林清英擦了擦额头的汗 情绪很激动 刚才电话里说了什么 林清成坐起身 急切地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墨酒那么淳朴 善良 和和青竹这样的毒蛇在一起 非常危险 弟弟出事了林清英 看了眼手机 我得回去一趟 弟弟 哪个弟弟 林清成听见出事俩字 情绪异常激动 大姐 我们只有一个弟弟 你说的 林清英怒吼道 林建峰卷进一场杀人案 现在正面临调查 现在你告诉我 我们还有哪个弟弟 他大口地喘着粗气 你最近是怎么了 就算失眠 可不是失忆吧 第三十四章 林建峰被带走 以前的林清成 说一不二 雷厉风行 现在呢 大姐 你要振作起来啊 林清成是林家的主心骨 现在林家三个女人住在医院 谁拿主意 杀人啊 林清成猛地走下床 他眼前一黑 险些摔倒 怎么回事 你慢慢说 林清成抓住林清英的手 弟弟怎么可能卷进谋杀啊 队里的人刚给我电话 现在他们已经赶往咱们家了 林清英焦急地问道 大姐 怎么办 我和你回去 一定是误会 林清成拔掉自己手上的吊针 走 老二 你照顾佳佳和雨晴 有消息我通知你 说完 他拖着受伤的身体 匆忙离开病房 二姐 病床上 一直沉默地林家家苦笑一声 你有没有发现 自从莫久离开 弟弟回来 咱们的家 就开始乱糟糟的 佳佳 林如烟瞪了他一眼 这话若是被师母和弟弟听见 会有多伤心 大姐一定知道什么 她在瞒着我们林家家 盯着林如烟眼睛 二姐 你没察觉到吗 好了 佳佳 你安心养伤林如烟 慌忙转过头 不敢直视林家家的眼睛 林家 别墅门口 三辆警车停在这里 几名警员正和王翠花争执 我警告你们 谁都不许进来 王翠花像得泼妇一样 大喊大叫道 我三女儿是你们的队长 你们想不想干了 连领导的家属都敢得罪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就让你们被停止 说着 她捂住胸口 我心脏不好 你们要是把我弃出病 就等着被起诉吧 几名警员面面相去 回过身看向车上的 一名中年男人 这位女士 中年男人穿着皮衣 推开车门 走到王翠花面前 您的儿子 涉嫌参与一场谋杀案 这是调查令 请您配合 他拿出一张纸 递给王翠花 我不管你们什么调查令 我儿子是清白的 王翠花索性坐在别墅门口 冷笑道 你们要抓人 可以 从我身上迈过去 自己儿子什么德行 他是清楚的 要说打架斗殴 猥亵女性 林建峰干得出来 可杀人的事 儿子绝不可能干 吃好喝好 还有七个大美人伺候 谁显得呀 去搞谋杀 既然这样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中年男人脸色一沉 挥手道 进去拿人 站住 王翠花猛地站起身 我给我女儿打电话了 你们等着瞧 我非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这位女士 请你自重 如果您儿子是清白的 我们自然会将他释放 中年男人语气不悦 还有 不管你女儿是谁 首先她是一名警员 就得遵纪守法 明白吗 第34章 林建峰被带走 师母 就在这时 一辆马沙拉蒂总裁 停在别墅前 林青城和林青英 小跑着来到别墅门口 师母 怎么回事 见到警员 林青城心里咯噔一下 老三 你过来 王翠花没有理会林青城 而是招呼林青英 就是他要抓你弟弟 你不是队长吗 赶紧让他给我滚 这些年在林家 他过着高高在上的生活 早已认不清自己了 高 高局 林青英见到中年男人 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小林 你先停止两天吧 高局的耐心耗尽了 进去拿人 如遇反抗 采取措施 他一把推开王翠花 令人直接冲了进去 哎 你们干什么 王翠花急得直跺脚 师母 我们先想办法 您别着急林青英赶忙拉住他 在局长面前说出那样放肆的话 没被抓起来 已经算是局长留情了 废物 啪 王翠花一巴掌扇在林青英脸上 没用的东西 你看师父唯一的儿子被抓起来 你就看着 对得起 你们死去的师父吗 对得起我吗 林青英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总之 我要林建峰一根毛都不少地回来 说完 他转身离开 别墅门前 林青英捂着脸 眼中泛着泪花 今天这么一闹 他已经被停职 将来的噤声 也会受到影响 可即便这样 他还是被打了一巴掌 多少年了 没人打过他 老三 你没事吧 林青成将他抱在怀里 安慰到 师母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心里肯定着急 嗯 林青英擦了擦眼泪 委屈巴巴道 大姐 我去找同事打听下 看谈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我们不能乱 明白吗 越是这种时候 越要冷静 林青成眼神复杂地 看着被带出来的林建峰 大姐 救我 林建峰惊慌失措 走路都不稳 弟弟 配合调查 我们相信 你是清白的林青成 轻声安慰 一定是墨九搞的鬼 大姐 一定是他 林建峰被推上警车 不断地嘶吼 墨九 林青英看了眼手机 无比震惊地说道 大姐 你看看 这是卷宗 赵氏司机在黑金集团门前 试图撞死何青竹 指使者 林建峰 林青成倒吸一口凉气 莫非 是何青竹的报复 九爷做出栽赃嫁祸这种事 他们一点都不意外 我去找墨九 林青英死死攥起拳头 大姐 你去找何青竹 就算墨九对他们不满 可以直接冲他们七个人来 现在对林建峰下手 太卑鄙了 第35章 谁 又配让我解释 青城 龙山公墓 十几辆路虎缆胜穿过大门 停在空阔的停车场内 一身黑色西装的墨九 推开车门 大步朝师傅墓穴走去 在他身后 跟着几十名白衬衫 黑西装的打手 黑色会来扫墨了 看守灵园的大爷吓了一跳 这场面 可不多见 他赶紧关上门 打开收音机 不听不看 才是长寿的秘诀 龙山公墓的售价极其昂贵 一块墨地要花费几十万 埋在这里的 都是大富大贵人的先祖 墨九带着人 缓缓登上台阶 墨地最高处 最中央的一座墓穴 就是师父林正英的墓 师父死的时候 林青城说 师父从前住在山上 喜欢登高望远 于是花费三百万 买下这最高点的墓地 石碑上 是林雨晴晴首提的字 恩是林正英之墓 师父活着的时候 没人陪伴 死后一个个都成了孝子 几百万的墓地 和几万块的墓地 能有什么区别 不过是寄存骨灰罢了 墨九缓缓跪在地上 对着墓碑连刻三个响头 如果没有师父 他早就死在福利院 不可能活到今天 师父 我知道您一直想出国走走 和那些洋人切磋 墨九伸出手 白明立刻递过来一箱子美元 或真价实的美元 您若真的有灵 就狠狠教训那些洋人 这是徒弟给您的路费 墨九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他拿出打火机 将美元一张张在坟前点燃 时至今日 他依旧想不通 为何一身本领的林正英 至死都没有离开清城 八个徒弟里 只有墨九清楚 林正英到底有多厉害 若天下 有人能称得上是大师 那非林正英莫属 而师父也曾不止一次表达过 想要和洋人比划比划 可惜 这些都无法实现了 一箱子美元 逐渐化为灰烬 墨九又一次磕了三个响头 师父 得罪了 他缓缓站起身 走到师父墓穴旁 其实 墨九是不太相信 师父中毒而死的 第三十五章 谁 又配让我解释 论医术 林正英造诣极深 砒霜这种最基础的毒 怎么可能害死他 可司机的话 让墨九总感觉内心不安 他还是决定看一看 若师父在天有灵 也不会怪罪自己 师父 不孝徒弟 得罪了 哼 墨九单手举起墨穴上上 百公斤重的石板 怎么会这样 他瞪大眼睛 惊呼一声 墨穴内 骨灰盒被打开 侧着倒在里面 骨灰不见了 墨穴 空荡荡的 一时间 墨九身上爆发出极强寒意 他从未起过这样的杀性 把保安带来 墨九声音冰冷刺骨 无论是谁干的 他都要将其措骨扬灰 半分钟后 几名黑衣人架着保安 将其带到墨穴旁 大哥 我没招惹你们啊 保安惊恐地喊道 他浑身发抖 说话都在打战 谁来过这里 墨九指着墨穴 眼神冰冷 不知道 就把你塞进去 知道 知道 保安冷汗直流 我去查一下监控 好像有一个瘸子来过 白鸣 带他下去查清楚 有消息 立刻告知我 墨九手腕一抖 咔嚓 石板四分五裂 墨九 林青英匆忙赶到林源 正好看到这一幕 这是他最后一次定位墨九 因为他被停职了 原本 林青英以为 墨九是来祭奠师父的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墨九竟然把师父的坟挖了 站住 几名黑衣人转过身 将他拦住 好好 墨九 吃软饭的滋味怎么样 林青英红着眼 冷笑道 真威风啊 真神气啊 坐着懒胜 一出门前呼后拥 墨九 你真是了不起啊 为了讨好和清竹 你把师父的墓都挖了 你 你连畜生都不算 闪开 他猛地推开黑衣人手臂 一个剑步窜到墨穴旁 看到里面翻倒的骨灰盒 林青英愣住了 第三十五章 谁 又配让我解释 你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墨九 师父把你抱回来 把你养大 教你本事 他对你有养育之恩 你有怨气 臭我们仨 师父的骨灰呢 林青英红着眼 攥起拳头 直奔墨九脸上杂取 他不管什么酒言 他要教训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林青英 墨九一把抓住他手腕 是不是就因为我是墨九 所以我连呼吸都是错的 不管林建峰做了什么 错的都永远是我 我在你们眼里就是这么的不堪 就是个白眼狼 他一把将林青英推翻在地 师父的骨灰被我扬了 我不忠不孝 我十恶不赦 你 满意了 墨九转过身 眼神中带着极强的杀意 你 你会遭报应的 林青英看着墨穴里空荡荡的骨灰盒 撕心裂肺地吼着 九爷白鸣拿到录像 笛声道 您不解释一下 我墨九无愧于天地 无愧于师父 无愧任何人 我 何须解释 谁 又配让我解释 墨九静止走上路虎车 接过白鸣递来的手机 看到上面一瘸一拐的身影 他忍不住惊呼道 何建国 何叔 监控显示的时间 是师父死的第三天 也是下葬第二天 天空下着小雨 和建国一瘸一拐地拿着东西 来到墓穴前祭祀 然后 他打开墓穴上面的石板 用一个布袋 取走了骨灰 不可能 墨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监控的画面 不会撒谎 九爷 现在怎么办 白鸣忐忑地询问 太复杂了 竟然牵扯到何清竹的家人 墨九 你给我滚下来 碰 碰 回过神来的林清英 不断拍打车窗 你这个禽兽 畜生 你给我解释清楚 林建峰是不是被何清竹陷害的 墨九猛地推开车门 将林清英撞退好几米 墨九 啪 墨九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将林清英打倒在地 他眼神冷漠 低声道 最后一次 再敢辱骂我 我送你下去见师父 让他和你解释 说完 墨九转身上了路虎车 车队呼啸离开 只留下一脸茫然的林清英 他从未见过凶狠的墨九 也从未被墨九打过 林清英哭着拿起手机 颤抖按下林清成的电话号码 大姐 墨九挖了师父的坟 扬了师父的骨灰 打了我 第36章 大姐给你跪下了 什么 墨九挖了师父的坟 正在美景天城小区楼下 准备进去的林清成 愣在原地 在他印象里 师父最疼的就是墨九 为了墨九 师父哪怕在死后 还特意留下光盘 想让他们照顾 这个领养回来的弟弟 可现在 墨九竟然觉得师父的坟 林清成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老三 你确定没有看错吗 赶墨九走的 是他们姐妹 就算墨九心里真有火 也应该是对着 他们姐妹发现 关死去的师父什么事 大姐 墨九亲口承认 她还打了我 我赶到的时候 亲眼见到她披了 师父墓穴上的石板 林清英在电话里愤怒地哭诉 老三 你先去警局 了解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清成捂着脑袋 面带痛苦 先别管死人 把弟弟这个活人救出来再说吧 好 墨九应该回去了 大姐你小心 林清英挂电话前 还不忘叮嘱道 她现在疯了 六亲不认 残忍无情 挂断电话 林清成没有选择上楼 以和清竹对她的恨意 想要救出林建峰 几乎不可能 她唯一的希望 在墨九身上 果不其然 十分钟后 一排路虎开到小区前 林清成拎着包 张开手 拦在路中央 支 头车迅速停下 墨九 林清成喉咙动了动 大声喊道 我要和你谈谈 把路让开墨九降下车窗 淡淡开口 不 你若是不答应我 除非从我身上撞过去 林清成眼神中带着坚定 师父就一个儿子 他们姐妹要是连林建峰都照顾不好 还有什么颜面面对师母 将来死了 又怎么面对师父 我最后说一遍 把路让开墨九声音良薄 没有任何情感 和林家的恩情 早已两清 我问你 林建峰的事情 是不是和你有关系 林清成站在路中央 大声质问 是 墨九没有否认 第36章 大姐给你跪下了 那个司机 是我让他报警的 听见这个答案 林清成一屁股坐在地上 墨九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林清成歇斯里地地喊道 他是师父唯一的儿子 就算他试图用刀伤你 就算他找过你麻烦 可师父教我们养大 教我们本领 你全都忘了吗 他内心原本是有愧于墨九的 可这份愧疚 随着墨九挖开师父的坟 将林建峰陷害进谋杀案 而逐渐消失 哦 你知道了 墨九轻笑一声道 若当初在门前 是我试图用刀伤害林建峰 你会如何 墨九 很多事情 我也是才知道 林清成缓缓跪在地上 大姐给你跪下了我知道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可事情已经发生了 只要你放过林建峰 我愿意做任何弥补的事情 他眼泪一滴滴砸在地上 知道了能如何 知道了 就可以施舍 给我一点可怜的爱 林清成 我墨九不需要 也不在乎你们的施舍 墨九沉声道 开车 墨九 林清成慌忙站起身 急切地喊道 如果你愿意认我这个姐姐 你还是我的弟弟 墨九 我发誓 在你剩下的日子里 会把你当亲生弟弟一样看待 珍惜 他相信墨九只是委屈 只是心里恨 现在他这样说 或许可以化解愤怒 亲弟弟 文言 墨九将头探出车窗 好大姐 如果有人买凶 要杀我的女人 你会怎么办 我会让他把牢底坐穿 林清成擦了擦眼泪 急忙开口 可这个人 是林建峰 墨九眼中带着戏血 一时间 一时间林清成愣住了 他好像明白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怎么 不说话了 墨九冷笑一声 林家姐妹的话 果然不能信 说完 他升起车窗 墨九 我求求你 大姐求你 饶过弟弟这一次 扑通 林清成再度跪下 你若不答应 就从我身上撵过去吧 他没有办法了 只能以死相逼 哪怕林清成很清楚 他这样做 和墨九的关系 就再也没办法缓和了 师父唯一的血脉 不能死啊 开车 墨九平静开口 九爷 真壮 白鸣有点犹豫 怎么说 那也是林清成啊 第36章 大姐给你跪下了 曾经九爷的姐姐 现在都跪下了 罪不至死 壮 墨九冷冰冰道 有些话 我不想重复第三遍 是 白鸣迅速踩下油门 轮胎在地面打滑 呼啸着冲过去 啊 千钧一发之际 林清成狼狈的侧翻 重重摔在地上 胳膊满是血痕 路虎车停在他身旁 林大小姐 你还是这么贪生怕死 墨九嘲讽一句 再度升起车窗 等车队消失后 林清成蹲在路边 失声痛哭 就在这时 他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老三 打听清楚了吗 林清成忍住哭泣 故作镇定 越是这种时候 他越不能出荒 大姐 弟弟确实涉嫌买凶杀人 林清英颤抖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来 他买通一个癌症患者的丈夫 想要酒驾撞死和轻竹 转账记录都在 铁定是有罪 好在和轻竹没事 如果和轻竹能出具一份谅解 弟弟或许能判得轻一点 毕竟没出人命 一年半载就能出来 听见这些话 林清成感觉五雷轰顶 他不禁想起 墨九刚才说的 若是墨九买凶 要杀林建峰的女朋友 他们会有人求情吗 自己 根本不配做墨九的姐姐 可现在 为了林建峰 他必须要再次去求墨九 大姐 您还是先回家一趟 安抚下师母 林清英说完 林建峰坐路边 毫不在意胳膊上的伤痕 梁九 他缓缓起身 回到自己车上 何叔 有件事我得问问您 回到和建国家 墨九拿出手机 直接将监控录像的截图 摆在和建国面前 我希望您别骗我 我需要知道真相 他眼中带着期盼和挣扎 第37章 师父 你没下完的棋 徒弟帮您下 九哥 你这是怎么了 郑和妈妈分享 第一天工作经历的和轻竹 好奇地询问 他似乎没见过 这样冷漠的墨九 在和轻竹印象里 墨九是个温和的哥哥 很少发怒 轻竹 和你妈妈回房间 何建国扫了眼照片 抬起头看向墨九 我和墨九 有些话要说 哦 何轻竹拉着李红彦的手 回到自己房间 破旧的客厅内 昏暗的灯光下 何建国点燃一支香烟 一言不发 墨九也不追问 爷俩面对面 静静看着对方 三分钟后 何建国将烟头扔在地上 当年我被赶出林家 心怀怨气 所以把林正英骨灰偷走 扔了泄粉 他靠在沙发上 平静地说道 想打我就打吧 何叔 你是个老实人 墨九身子前探 双目好似 要看穿他一样 老实人撒谎 一眼就能让人看出破绽 我想知道真相 请您告诉我 他双手按在桌子上 手指不停地颤抖 我一猜 这个理由就瞒不过你 和建国忽然大笑 点点头道 好 我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 林正英一身本领 却为何甘心于困在青城 他又点了第二支烟 我曾想过 可没有答案 墨九眼中带着渴望 他感觉 自己可能要知道 一些师父的秘密了 因为 林正英在守护一样东西 何建国吐了口烟雾 或者说 是在守护一个人 当然 这只是我猜测可真实情况 应该就是这样 墨九 有些话 我现在也该告诉你了 但 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何建国看了眼 何清竹房间 起身拉着他走到外面 两人站在门前走廊 看着下面来来往往的邻居 何清竹 不是我亲生女儿 何建国语不惊人 死不休 什么 墨九眯起眼睛 有些难以置信 你是极阴之体 他是极阳之体 何建国咳嗽一声 他和你一样 是林先生收养的 你还知道什么 你和我师父 是什么关系 墨九后退一步 他没想到 何建国竟然有这么多事情 瞒着自己 这件事 你千万不要告诉何清竹 何建国看向远方 眼神里带着惆怅 我从一岁开始养他 早已把他当成 自己真正的女儿 何叔 回答我 我真的很想知道答案 我想知道 我的身世 墨九浑身都在抖 我只是林先生的家奴先前 他打算让你和何清竹 一起长大 何建国提起往事 感慨万千 可谁知道 林建峰做出那样无耻的事情 王翠花抱负心太强 我只好带着何清竹离开 这就是为何 我始终在清城的缘故 至于取走你师父骨灰 何建国侧过身 看着墨九的眼睛 是他临终前三天 亲自来找我 托我办的事情 来的那天 他明明身体健康 却像是感知到自己要死一样 林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 他交代的事情 我就算是死 也要完成 至于骨灰 真的养了 这是林老先生安排 我没办法拒绝 说着 他从怀里拿出一封信 递给墨九 墨九迅速接过 打开后仔细阅读 第37章 师父 你没下完的棋 徒弟帮您下 我林正英 一生洒脱 向来不喜繁文入节 骨灰 是我让何建国养的 你们不要为难他 是师父的字迹 墨九泪水缓缓滴落在纸上 林先生料定 林家七姐妹真要查 就算删了监控 一样能查到我和建国伸出手 搭在墨九肩膀 所以 留下这封信 久儿啊 留在何叔这里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吧 他苦笑一声 书没能耐 只是个普通人 无论是极阳肢体 还是极阴肢体 我也只是听林先生说过 完全不了解 但我猜测 他很可能想做一件大事 最后没做成 至于他守护什么 我不清楚哦 对了 我想起一件事 他年轻时 住在山上茅草房内 最好的屋子 不住人 而是摆着一个牌位 牌位 墨九将信还给何建国 疑惑地问道 什么牌位 好像 写着恩师李十二 何建国摇摇头 太久远了 我真的忘了 李十二 墨九感觉这个名字 似乎有些耳熟 可却完全记不起来 书就知道这么多 何建国拍了拍他胸口 林先生死了 没人知道答案了 至于你的身世 我更是无从得知 谢谢何叔墨九苦笑一声 向前看 过去已经无所谓了何建国说完 咳嗽一声 一瘸一拐地回到房间 刘墨九一个人 站在外面回味那些话 师父啊 师父 你这一生 究竟有多少秘密 林正英带着秘密 离开这个世界 怕是再也没人知道他的身份 知道他为何 守在清城了 或许只是个弃子 罢了墨九自嘲一笑 可弃子 就该任人摆布吗 下棋的人没了 弃子就失去意义了吗 自己学成一身本领 除了守护和清竹 是不是也该做点别的 师父 你没下完的棋 徒弟帮您下 墨九眼中闪过一抹狂热 他纵身一跃 直接落在楼下 白明 查我师父去世前三天的监控录像 墨九沉声道 见过谁 去过 给我做一份详细的报告 我墨九做不到盛天半子 可我总得明明白白的 输了这盘棋 是 九爷白明点点头 开口道 上午 高老二的饭店 被人砸了 知不知道 是谁干的 墨九手只轻轻敲了敲车窗 语气里带着寒意 城南黑蛇徐高楼一死 青城的几股势力都蠢蠢欲动 白明有些恼火道 刚才高老二打电话 说 黑蛇抓走了他儿子 逼他反水您 哦 墨九解开自己衬衫的扭扣 轻笑一声道 我现在一肚子火 还正愁 不知道往哪洒呢 点人 今晚城南清场 他舔了舔嘴唇 明天城南若是还有一间厂子营业 你就去龙山公墓买快递 把自己埋了 嘿嘿 白明眼中带着嗜血狂热 就等您这句话呢 他发下的一块木板 木板下 有个金色盒子 里面满满的 都是骨灰 呼 和建国长书一口气 将木板盖好 第38章 单刀附会 林家别墅 废物 你们都是废物 王翠花像是头暴怒的狮子 一巴掌打在林青城脸上 跪下 他抱贺一声 是 师母 林青城眼含泪花 满身是伤的跪在地上 他狼狈回到这个家里 师母甚至都没有问问 他为何伤成这样 林青城从创办青城国际至今 从未伤得这么重 伤口没有及时处理 痛得他将唇咬出血 说 你是不是存心要你弟弟坐牢 王翠花气得拿起水杯 一口喝光里面的水 是不是想把墨酒这个杂种接回来 回答我 师母 绝对没有 林青城满脸泪痕 不住摇头 我们真的再尽力 再努力的救弟弟 师母 我发誓 好 那你说 下午你和老三干什么去了 王翠花双目圆瞪 情绪异常激动 我和清音去找了墨酒 林青城话未说完 瞬间被打断 你说什么 王翠花抄起家里的鸡毛胆子 狠狠抽在他身上 还敢否认 我就知道 你们不甘心林建峰回来 想招法把他弄走 你们心里 只有那个小畜生 是不是 你师父死了 眼里没有我这个师娘了 是不是 啪 他抡起鸡毛胆子 再度重重 抽在林青城肩膀处 啊 林青城惨叫一声 原本刚刚结痂的伤口 被打得鲜血四溅 你们林家七姐妹 有钱 有权 还有势力 林建峰怎么可能犯罪 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哪怕是陪管室的睡觉 晚上也得把林建峰给我带回来 去 立刻去救人 王翠花恶狠狠地吼着 师母 林青城堂地浑身发抖 弟弟顾凶杀人 证据确凿 我有什么办法 如果我死了 能换回他 您现在就杀了我 他绝望了 直到这时 他才想起墨酒的吼 想起是谁 真正撑起了这个家 我不管 我不管 王翠花抓着他衣领 去 去救人 滚啊 救人去 好 林青城失魂落魄地走出别墅 胳膊上的血一滴滴掉在地上 他已经感觉不到痛了 大姐 正巧 刚从警局回来的林青英撞见了他 见到林青城脸上有巴掌印 肩膀流着血 伤痕累累的 他再也忍不住 崩溃地大哭 大姐 您去医院把林青英跪在地上 抓着林青城的手 将他们抱回来的是师父 将他们带大的呵护至今的 是大姐 老三 怎么才能救弟弟 林青城麻木地问着 没有办法 除非和青竹出具谅解书 林青英低声唾气 可他恨死了我们 怎么可能 那就去找墨九 林青城苦笑一声 用我这条命 换弟弟的命 如果我死了 能让他好受些 我就死在他面前 大姐 你去医院 我去找墨九 林青英站起身 心疼地看着他 求你了 就算他要清城国际 我都给他 只要他放过林建峰 林青城说完 感觉脑袋一晕 倒了下去 失眠 再加上精神刺激 让他虚弱不堪 大姐 大姐 林如烟连忙开车 将林青城送到医院 看着被林家姐妹住满的病房 林如烟心里非常不适滋味 好好个林家 现在怎么成这样了 二姐 照顾好大姐林青英擦了擦眼泪 慌忙跑出去 第38章 单刀赴会 今天 是最后的机会 倘若能让何清竹出具谅解书 再想办法让司机改口 林建峰或许可以平安无事 他没时间了 小姑娘 我看你行色匆匆 有灾祸呀 就在林青英准备上车时 一道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他没有理会 满心都是找到墨九 救出林建峰 你家庭失和 有大姐若信我一言 或许让你弟弟平安无事 那声音再度传来 你是谁 林青英推开车门 看着面前的瞎子 换作往常 他早就将这种骗子抓起来 可现在 他已经六神无主 我是警司 你若骗我 信则有 不信 则无瞎子伸出手 缓缓摊开手掌 在他掌心 赫然有一枚铜钱 铜钱上 刻着北斗七星 若你所求之人拒绝 你可将这枚铜钱给他到时 你的弟弟自能逢凶化吉 多少钱 林青英本不信 可现在他没有选择 只能赌一赌 不要钱 瞎子淡然一笑道 钱 不是万能的失去的东西 钱买不回来 失去的东西 林青英一愣神 墨九 算是被他们弄丢了吗 该死 那就是个不肖的混账 我为什么会想起他 临时赋坟都要挖的混蛋 等他抬起头 瞎子已经不见了 林青英深呼吸一口气 钻进车里 现在他被停职 已经没办法动用警局的力量了 为了找到墨九杭宗 林青英只好打给自己 安排在道上的线人 赵四用你的关系帮我查查 墨九在哪 林青英没时间了 不可能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走 墨九 我刚见他去了城南黑蛇的酒店 什么 几个人 林青英瞪大眼睛 黑蛇凶残至极 杀人不眨眼 墨九去那做什么 一个人吧 我瞧着 凶多吉少啊 黑蛇今晚在酒店布置了百十号人 都带着刀子 电话里传来细微的声音 盯紧了 有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林青英猛地踹下油门 一路超速 直奔黑蛇的夜巴黎酒店开去 夜幕出锤 傍晚的夜巴黎 霓虹闪烁 格外漂亮 墨九穿着黑色西装 打着条蓝色领带 大步走了进去 墨先生 高二爷在楼上帝王包厢 等着您 前台服务声见到墨九 笑着迎接 请您和我来 墨九环视一圈 面无表情 今晚 他把自己的怒火都宣泄出来 哄 两人刚上楼 夜巴黎的门 忽然关闭 厚重的卷帘门 也重重砸在地上 墨九好似完全不知道一样 安安静静地跟着服务声 进了帝王厅 五楼包厢的门 被猛地推开 九爷 数百平的包厢中央那把椅子上 坐着名落腮狐男子 久仰大名啊 见墨九进来 落腮狐男子站起身 鼓了鼓掌 竖起大拇指 有魄力 敢单刀附会 第三十九章 请你做我的狗 自我介绍下 落腮狐男子端着酒杯 缓缓走到餐桌旁 我叫黑蛇 是城南的老大 怎么样 在座的各位 你熟悉吗 黑蛇坐在椅子上 指着餐桌前的人 包括高老二在内 这里坐着十几名 城西的小头目 他们神情复杂 喜忧参半 没办法 黑蛇给的太多了 我小时候住在山上 最喜欢吃的 就是蛇胆 墨九倒背双手 淡淡回应道 尤其是 黑蛇 放肆 包厢那一群混混 杀气腾腾地围上去 哎 九爷来到这里是客人 你们能不能有点礼貌 黑蛇摆了摆手 笑音音道 九爷 请入座 餐桌周围 已经没有座位 坐得满满的 外围 站着几十名腰间佩刀的混混 包厢外 还有上百人 哎呦 黑蛇忽然一拍脑袋 真是不好意思 忘记给你家座位了 要不 您站着吃一口 他话音刚落 包厢内传来一阵哄笑声 下一秒 墨九一步向前 单手抓住明小头目的脑袋 狠狠砸在桌子上 碰 心血四溅 小头目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已经晕死过去 墨九抓着他胳膊 向前一蛇 直接坐在跪着的小混混背上 包厢内 陷入到一种诡异的气氛中 九爷 在我的肠子里打人 有点不合规矩吧 黑蛇似笑非笑 包厢内的混混们 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徐高楼一死 很多人都盯上承熙的地盘 黑蛇今天做局 就是要干掉墨九 霸占承熙和城南 在清城 我的规矩 就是规矩 墨九面无表情地说完 拿起筷子开始吃菜 这里是城南 不是你城西地盘 一名黑蛇手下非常不满 他眼睛一眯 手中筷子直接探出 想要制止墨九加菜 蛇也没动快 所有人都得等着 啪 他话音刚落 墨九手中筷子翻转 瞬间穿过说话之人的手掌心 将其狠狠扎在石木桌子上 筷子入目三分 啊 小头目痛的面容猙獰 眼珠充血 食指连心 更何况是手掌 鲜血不断沿着伤口 在桌面蔓延 一时间 第三十九章 请你做我的狗 包厢内陷入到死寂中 在场每个人 都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 味道不错 墨九抽出胸前手帕 擦了擦脸上的血 继续吃饭 妈的 给脸不要脸 一名壮汉看不下去了 刚才被刺穿手掌的是他过命兄弟 壮汉卯足了劲 伸出手 想要抓住墨九肩膀 刷 墨九侧身一闪 顺势将他脑袋按进滚烫的毛血往里 啊 壮汉拼命挣扎 可他的身体 好似被一座小山压住 只能任由翻腾的菜汤 烫伤他的脸 砰 十秒后 墨九向外一推 壮汉连退几步 倒在地上 脸 已然没了人形 好 黑蛇鼓了鼓掌 赞许道 不愧是酒爷 怎么样 加入我 和我干 可以 墨九吃了口菜 点点头 嗯 听见这个答案 黑蛇有些惊讶 这么好说话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墨九抽出纸巾 擦了擦嘴 你说 黑蛇眯起眼睛 手指不停地舒展 若能顺利拿下承熙 自然最好 他之前可是听承熙的混混们说 墨九有一对极度忠诚的小弟 真要打起来 他难免要有些损失 我想请你 做我的狗墨九淡然一笑 找死 这句话 直接激怒了承南所有人 墨九 就连黑蛇 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杀意 出来混 靠的是势力 他指着餐桌上那些承熙的人 你的手下一半都已经投奔我 你能打有个屁用啊 你再能打 打得过我上千号小弟吗 现在我一句话 就能让你横尸当场 黑蛇眼神一冷 沉声道 废了他 刷 几十名混混拔出钢刀 准备动手 现在 你跪在地上 做我的狗 我没准能给你留个全尸 黑蛇朝地上脆了口 他妈的 给脸不要脸 在道上混这么多年 他还从未被人如此羞辱过 好了 放我吃完了墨九站起身 看了眼手表 黑蛇 我送你的礼物 到了 少他妈装神弄鬼 夜巴里里里外外 都是我的人 你插翅难逃 黑蛇话音刚落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 我是黑蛇 什么 有人在酒吧放火 第三十九章 请你做我的狗 黑蛇挂断电话 指着墨九 你干的 墨九并没有回答 黑蛇的电话 再次响了 妈的 赌场也被砸了 大哥 黑蛇还没等挂电话 一名小弟满身是血的闯了进来 城南三十几处场子 全被砸了 看场子的人 除了我 全部被砍死 你说什么 黑蛇手中电话掉在地上 说 怎么回事 他双手抓住暴行的小混混衣领 瞪着眼睛吼道 说清楚 蛇业 场子被扫了 咱们的人都在夜巴里 外面没人啊 小混混脸上还有刀伤 他妈的 墨九 黑蛇猛的一拍桌子 你敢算计我 好 今天老子送你上西天 给我砍 几十名拎着刀的小混混 带着怒火 直奔墨九而去 混乱中 一名混混悄悄悄离开包厢 青鹰姐 出事了 黑蛇要砍死你弟弟 他拿出手机 小声嘀咕 您赶紧想办法 半分钟想不出办法 您弟弟就得死 说完 他赶紧挂电话 抬头一瞬间 八大 小混混的手机 掉在地上 他喉咙动了动 眼睛瞪得溜圆 叶巴黎的走廊里 不知何时 出现一对满身黑衣 杀气腾腾的人 密密麻麻 最起码得有几百人 扑呲 不等他有所反应 白鸣一刀刺穿他胸口 碰 小混混的尸体被推倒 白鸣用手擦了擦刀 带着人继续清场 全程 没有一人说话 只有整齐的脚步声 此时 叶巴黎外 林青鹰急得直跺脚 如果墨九死了 和青竹绝对不会原谅林建峰 他们怎么面对师母 叶巴黎 叶巴黎 林青鹰像是猛然想起什么 立刻打电话给林青城 大姐 你是不是认识叶巴黎的老板 环球国际女总裁 邱若曦 城南是黑蛇地盘 但叶巴黎的真正老板 是素有青城女王之称的邱若曦 整个黑白两道 都得给这位青城女王面子 而邱若曦的另一个身份 则是林青城的闺蜜 快 让邱若曦出面 找黑蛇救下墨九 不然 不然墨九就死了 林青鹰紧张的声音都在发抖 什么 你怎么不早说 我马上给邱若曦打电话 林青城匆忙挂断电话 第四十章 剑龙卸甲 包厢内 墨九脱下西装 解开白衬衫的纽扣 从腰间拔出一把刀 他非但没有后退 反而迎着 那几十名混混走了过去 见到这一幕 黑蛇忍不住皱眉 疯了吗 就算有点伸手 可一个人打几十个 太自负了吧 抓活的黑蛇坐在椅子上 翘起二郎腿 我要好好折磨折磨他 就这样砍死墨九 太便宜他了 几十家厂子被砸 他的损失超过千万 这口气 黑蛇咽不下 眨眼间 最前面的小混混 已经和墨九相遇 扑呲 没等他出手 墨九手中长刀 直接剖开他喉咙 一刀毙命 今日 他要将满心怒火 都倾泻出来 一起上 有人大吼一声 他明明站在后排 可墨九却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 一刀斩下 小混混上未来的急消散的瞳孔中 带着难以置信 包厢内 宛若下了一场血雨 墨九如同浴血修罗 一刀刀收割他们的生命 当 在砍死二十几个小混混后 墨九的刀断了 他没兵器 上 早已吓破了胆的混混们 终于带到机会 一名剑朔男子拎着刀 冲到墨九面前 他眼中带着狂喜 只要废了墨九 今天就是大功一剑 扑呲 墨九伸出手 直接捏住了这把刀 壮汉心中一颤 含一只冲天灵盖 咔嚓 下一秒 墨九徒手捏碎他喉咙 将他的尸体高高举起 重重砸在地上 十几秒后 包厢内只剩下成熙的叛徒 和坐在椅子上的黑蛇 空气中 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 来人 来人 黑蛇慌忙从身后掏出一把枪 大声呼喊 在包厢外 他还安排了一百多人 墨九肯定会历解 只要这一百多人进来 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解决掉墨九 可不管黑蛇怎么喊 外面根本没有回应 黑蛇 谢谢你 让我宣泄了内心的愤怒 第四十章 剑龙卸甲 墨九抹了把脸上的血 一步步朝着他走去 别过来 黑蛇双手握着枪 眼中满是惊恐 这特么还是人吗 那是人该有的眼神吗 在道上混了几十年 砍了上百人 黑蛇从未像现在这样恐惧过 一招毙命啊 自己的几十名精英小弟 全部被一招毙命 满地的尸体 看得他头皮发麻 八大 墨九踩着血水 一步步走到黑蛇面前 去死吧 黑蛇恶狠狠地扣下扳击 砰 枪响 墨九侧身一闪 抓住黑蛇手腕 猛地一折 咔嚓 啊 黑蛇惨叫一声 森森白骨 完全裸露出来 他的手骨 被墨九硬生生折断了 九 九爷 我做您的狗 求求您别杀我 黑蛇崩溃了 他在外面的一百多人 怎么毫无反应 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活着 活着 才能报仇 你在侮辱我的狗墨九 抓起旁边的椅子 冷冷道 你喜欢坐着 我让你坐 砰 几十斤重的椅子 宛若炮弹一般 砸在黑蛇后脑 扑通 黑蛇脑袋开花 当场毕命 黑蛇 手下留人 就在这时 包厢的门 被猛地推开 穿着红色长裙的邱若曦 领着十几名保镖 风风火火地闯进来 这是怎么回事 邱若曦连退几步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满地的尸体 刺鼻的血腥味 他强人恶心 环顾一周 想要寻找黑蛇和林青城 让他救的人 终于 他在满身是血的墨酒脚下 看到了面目全非的黑蛇 撤 邱若曦心脏狂颤 转身便要离开 可刚走两步 他便退了回来 满身是血的白鸣 带着几百名小弟 从门口走了进来 你们 你们是什么人 邱若曦声音有些发抖 他混迹黑白两道 认识很多人 可眼前的这些人 他从未见过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一名保镖气势汹汹地走过去 邱若曦小姐在这 你们还不闪开 第四十章 剑龙卸甲 扑呲 他话音刚落 便被白鸣一刀斩了 人头高高扬起 砸在餐桌的火锅里 承熙那些叛徒 吓得连忙跪在地上 身体抖成了筛子 秦城 只有九爷白鸣拎着刀 只向邱若曦一行人 见到低血的长刀 邱若曦身子一颤 有些难以置信地回过头 莫 莫九 九爷 他是林青城的闺蜜 自然认识莫九 可在他印象里 莫九是个文文静静的乖孩子 邱若曦根本没办法 将现在满身杀气的血人 和那个乖孩子联系在一起 邱小姐来 有什么事吗 莫九捡起一根钢管 缓缓走到那些承熙叛徒面前 九爷 我们一时糊涂 请您让我们一次 我们向您保证 以后忠心 砰 莫九举起钢管 狠狠砸在说话之人的脑袋上 鲜血溅了一地 抱歉 邱小姐莫九看了眼 早已浑身发抖的邱若曦 清理门户 吓到你了 话音刚落 她手中钢管 禁止刺穿一名叛徒 短短半分钟 十几名被判莫九的人 全部横施在地上 莫九 我是受你姐姐所托 来救你的 邱若曦全然没了以往的镇定 满屋子尸体 让她不寒而栗 我没有姐姐莫九摇了摇头 给我个不杀你的理由 放肆 邱小姐纵横倾城 素有女王之称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威胁她 敢碰邱小姐 你出不了这个门 一名保镖怒斥道 邱若曦地位显赫 有权有势 无论是商业龙头 还是地下世界的混混 都得尽她三分 在清城 敢威胁邱若曦的 还是头一走 说完了吗 莫九脱掉衬衫 擦了她身上的血 白鸣 送她上路 啊 那名保镖惨叫一声 被白鸣一刀穿了心 半分钟 给我个不杀你的理由 莫九赤裸上身 将沾满血的衬衫扔在地上 邱若曦痛苦地闭上眼睛 终于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她迈开步子 缓缓走到莫九身前 只要您愿意 邱若曦眼泪滑落 掉在地上 她很想死 可她没有死的勇气 清城女王 是吧 莫九伸出手 拖起她的下巴 全体都有 转身 白鸣大吼一声 刷 数百人 全部转过身 背对着莫九 跪下莫九坐在椅子上 冷冷道 谢甲 第41章 拦不拦得住你 你说什么 邱若曦眼睛里带着惊讶 我不喜欢 重复自己说过的话 莫九坐在椅子上 翘起二郎腿 冷漠地开口 莫九 邱若曦眼中带着恨 我在青州 有几百亿资产 有庞大的人脉 杀了黑蛇 就等于坏了规矩 别的老大 能放过你 邱若曦吸了口气 再度恢复清城女王的风采 我们做个交易 她撩了撩头发 你放我走 黑蛇死这件事 我帮你摆平 另外 搞出这么大动静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让你离开青城 怎么样 这些话说完 邱若曦自信地 等着莫九点头 她和林青城是闺蜜 对林家的事情很了解 莫九在家里的地位 和庸人差不多 这样一个老实人 即便有些本事 侥幸砍死了黑蛇 可接下来呢 黑蛇一死 整个青城都会陷入震荡 因为平衡被打破 坏了规矩 届时 余下的人会联手 将她清理掉 可以说 邱若曦认为自己开出的条件 莫九根本无法拒绝 况且 你若是伤害我 林青城会放过你 林青英 会放过你 见莫九不说话 邱若曦趁热打铁 即便她有心理准备 可听见莫九的要求时 邱若曦还是承受不了屈辱 在青城混迹十年 从来都是她威胁别人 今天 是她第一次被人威胁 青城女王 莫九挑着没道 这个称号 你自己怎么看 我有资产 有权势 有人卖邱若曦眼神中带着高傲 今日 不过是阴沟翻船青城女王四个字 我当之无愧 她虽惊讶 莫九竟然有几百名手下 可在青州 她一句话 能召集上千人 灰色势力 想败倒在她十六群下的人 不计其数 那今天 我就品鉴下青城女王莫九起身 手中刀子一划 哗啦 邱若曦裙子掉带被斩断 九红色的长裙 掉在地上 雪白的皮肤 完美的曲线 展露无遗 啊 邱若曦惊叫一声 慌忙蹲下身 提起裙子 用手死死按住 莫九 她眼中带着刻骨铭心的恨意 你和林青城一样 总是喜欢高高在上的语气 我很不喜欢 莫九淡淡开口道 衣服合命 只能留一样 你自己选 莫九 你不怕我报复吗 你以为青城女王的名号 啪 第四十一章 拦不拦得住你 邱若曦美等说完 脸上结结实实挨了莫九一巴掌 青城 只有一个王那 就是我 莫九指着自己满是鲜血的脸 被人扒光衣服的 不是女王 那是KTV的公主 哗啦 莫九单手抓住邱若曦长裙 直接将其扯了下来 我最讨厌你那高高在上的样子 和林青城一样 令人恶心 给我去死 就在这时 一名邱若曦的保镖冲上来 她追随邱若曦多年 无法忍受自己的主人 被这样羞辱 砰 赤裸上半身的莫九 迅速转身 一脚将她踢出去三米多远 白鸣快步上前 将这名保镖踩在脚下 别杀她 邱若曦吸了口气 冷冰冰地问道 莫九 你想好了我可以脱 可代价 我怕你承受不起 代价 莫九笑着转过身 一把将她那衣扯下 邱若曦浑身发抖 双目紧闭 眼泪不住地低落 屈辱 愤怒 不甘 还有无奈 无畏沉杂 她恨 恨这个羞辱她的男人 恨不得将其千刀万剐 记住我的话 清诚 只有一个王 莫九伸出手 摸了摸邱若曦头发 在她耳边低声道 是不是在想 活着离开后 该怎么报复我 是 毫不掩饰自己的恨意 你会承受 我雷霆般的报复 即便 你是林青城的弟弟 一样没人 能阻止我杀你 莫九 你在我眼里 已经是个死人了 邱若曦的说话 都在发抖 看 莫九转过身 抓着邱若曦的头发 将她按在窗前 而后 猛地拉开窗帘 窗外 近万名和白名一样的黑衣人 整齐列队 站在夜巴黎后院的空地处 每个人的腰间 都别着一把刀 知道这是什么吗 莫九臣声道 这是刀 是我为了保护林家姐妹 磨了五年的刀 现在 我要用这把刀 斩掉一切阻拦我前进的人 邱若曦 你说青城 没人能阻止你杀我 现在 我问你我这一万人 拦不拦得住你 这一万把刀 拦不拦得住你 我 做不做得了这青城的王 莫九抬起手 第四十一章 拦不拦得住你 哄 一万多人单膝跪地 争 一万把刀 同时出鞘 即便已是黑夜 可月光下 那一万把刀 闪烁着射人心魄的寒芒 他们 是莫九分散在外的小弟 五年间 莫九暗中培养了这些人 要为林家保驾护航 今天 他将这一万人 全部汇集在青城 他不做弃子 哪怕自己只是个足子 也得过了那条河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秋若曦双目圆瞪 浑身发抖 他此时 已然忘了自己赤裸身体 冲天寒意 刺激着他每一根神经 一万把举起的刀 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这还是林青城口中 那个保姆一样无能的弟弟吗 还是那个文文静静 满脸笑容的阳光男孩吗 他在莫九眼中 只看到疯狂 我放你回去莫九手缓缓落下 后院那一万人 如同水银蟹的斑 迅速消失在黑夜中 如此强的行动力 没有经过严格训练 是不可能做到的 记着 你只有一次机会 来发现你的雷霆之怒 莫九拖起秋若曦下巴 一旦你出手 我们俩 只能活一个 他抓起黑蛇挂在包厢的外套 丢给秋若曦 杀了你的保镖 就可以走了 莫九捡起黑蛇的枪 递给秋若曦 平静地开口道 你手上没人命 我不放心 我做不到 秋若曦看向被白鸣踩着的保镖 疯狂摇头 他对我忠心耿耿 放了他 算我求你 扑通 秋若曦跪在地上 痛苦地哀求 他的女王心 已经彻底碎了 心中 更生不起一丝 报复的念头 只剩下恐惧 我向来说一不二 莫九用枪顶在秋若曦脑袋上 三 二 秋总 杀了我 将来再为我报仇 保镖痛苦地嘶吼 啊 秋若曦大喊一声 双手抓住莫九的枪 秋总 动手 保镖眼中 带着誓死如归的坦然 秋若曦疯狂地吸气 去死 他猛地抬起枪口 眼神凶狠地对准莫九 用力扣下扳机 半米内 没人能躲得过的子弹 第四十二章 他和我说话的语气 我很不喜欢 卡 空膛的声音传来 秋若曦呆立在原地 大脑一片空白 枪里 居然没子弹 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不要为难秋总 保镖疯狂地吼着 莫九拍了拍秋若曦脸蛋 面带不屑地笑了笑 他什么都没说 可这种无言给秋若曦带来的刺激 比任何词汇都要大 这是 朱星啊 征服一个人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践踏碎他的尊严 我最喜欢忠心的手下 莫九走到白明身前 摆了摆手 白明抬起脚 向后退了几步 眼中带着玩味的笑容 那名被他踩着的保镖挣扎起身 只是莫九眼睛 那种恨 那种不甘心 丝毫没有隐藏 我很欣赏你莫九话音刚落 右手直接捏住保镖脖子 将他高高举起 九爷 秋若曦跪在地上 哭着喊道 求求您 饶了他任何条件 我都答应您 抱歉 他和我说话的语气 我很不喜欢 咔嚓 莫九手腕发力 直接捏断了保镖脖子 处理干净点 回头就说 成熙的人和黑蛇没弹拢 火拼了 他松开手 任由尸体掉在地上 下一秒 莫九拔出白明腰间的枪 砰 砰 砰 秋若曦带来的保镖 全部中弹 给秋小姐找件和身的衣服 懂不懂怜香惜玉 莫九拍了拍白明肩膀 转身走到洗手间 鲜血被水冲刷干净 镜子里 照出莫九健硕的身体 他伸出手 摸了摸自己胸口的纹身 那是一枚铜钱 莫九曾经问起过 但师父说 这是他与生俱来的 十几年过去 莫九至今仍旧不懂这个纹身的含义 擦了擦脸 他离开卫生间 现场已经被白明处理得差不多 酷化了妆的秋若曦 穿着一身黑色西装 六胜无主地站在门口 九 九爷 他咬着嘴唇 林轻英在外面 我若是不和您一起离开 恐怕他会怀疑 那是你的事 和我没关系莫九 与他擦肩而过 九爷 我们派去三江市的兄弟 把您师父生前见的那个人 带回来了 刚出走廊 白明凑过来小声汇报 下午除了扫黑蛇的场子 他还查了林正英死前三天的录像 林正英在离开和见国家当天 飞去三江市 见了一个人 当天又飞了回来 于是 白明立刻安排人去三江市 将那个人找了出来 莫九看了严手表 第四十二章 他和我说话的语气 我很不喜欢 晚上八点 还有一个小时白明立刻回答 把现场处理干净 带几个人 和我去机场莫九眼神冷漠 再带两百万现金 先礼后兵 说完 他转身朝后门走去 师父的死 还有何建国的话 像是一根刺 扎在他的心上 不把答案揭开 莫九就算是死 都闭不上眼睛 此时 夜巴黎门口 林轻英急得乱跳 邱若曦的电话 一直没人接 十分钟过去 他真的担心莫九死了 莫九若死 林建峰的牢狱之灾 肯定躲不过去 终于 夜巴黎的卷帘门升起 穿着黑色西装 简单补了妆的邱若曦 走了出来 邱总 林轻英见他一个人出来 心里暗娇不好 赶忙赢了过去 邱总 莫九呢 他问话的时候 浑身都在抖 莫九说他有点事 先走了邱若曦礼貌性的微笑 什么 这个混蛋竟然不来道谢 林轻英咬着牙道 不知死活的蠢货 没有大姐和您 她早死一万遍了 好啊 真是白眼狼 她抬起头 看着邱若曦 邱总 她没谢谢您 莫九的命 既然是邱若曦旧的 那么邱若曦开口求情 或许会有效果 毕竟邱若曦这位清澄女王 可没他们姐妹这么友善 谢 邱若曦愣了下 谢假算吗 她眼眶一失 屈辱感顿时涌上心头 邱总 您怎么了 林轻英惊讶地问着 没事 莫九谢了 她可是好好的谢了我 邱若曦扭过头 生怕眼泪掉下来 在清澄 哪个男人不对她恭恭敬敬 从小到大 她都未曾受过这样的委屈 清英 你和你大姐 了解你这个弟弟吗 邱若曦到底是清澄女王 迅速调整好情绪 神态恢复如常 当然了解林轻英冷笑道 养不熟的白眼狼 连师父的坟都能挖 这个畜生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对了 我想求您件事 她有些难为情道 您救了莫九 能不能劳烦您说个情 抱歉 你们的家事 我觉得自己还是别掺和得好 邱若曦礼貌性的笑了笑 她在心里恨死了林轻英 这个蠢女人 可把自己给害苦了 如此厉害的弟弟 竟然能被扫地出门 邱若曦是真的想不通 林青城和林轻英 到底是怎么想的 丁 就在这时 林轻英的手机响了 接起电话 她愤怒地吐槽道 大姐 莫九这个不识好歹的白眼狼 实在太不知道感恩了 您救了她的命 她连面都不见咱们 还不如让她死了算了 秦英 莫九的事情先放一放 老四回来了 你去接一下林轻英 虚弱地在电话里说道 老四半年没回来 家里不能一个接机的人都没有 和青竹没死 事情还有转机 我给弟弟找了最好的律师 一周内只要拿到谅解书 弟弟就不用坐牢了 大姐 老四怎么回来了 林轻英有些惊讶 老四林家然是国内小有名气的歌星 此前一直忙着开演唱会 除去赶走莫九那天 已经半年多没回家了 第四十二章 她和我说话的语气 我很不喜欢 师母打的电话 让四妹今晚必须回来否则 师母就要自杀 林轻成语气里满是无奈 我知道了 林轻英挂断电话 却发现邱若熙已经走了 莫九 待会再和你算账 林轻英上了车 快速朝机场开去 晚 七点四十 青城机场 莫九带着白鸣等人 站在接机口 等着师父最后见的 那个雇人下飞机 给钱也好 来硬的也罢 她必须知道 师父临死前都做了什么 快 家然下飞机了 接机牌举起来 就在这时 上百人围了过去 发疯一样喊着 怎么回事 莫九侧过身 看向人群拥挤处 一名举着牌的男子跑得着急 推了他一把 砰 莫九单手一抓 将其摔在地上 哎呦 男子惨叫一声 一时间 无数道目光全都看了过来 谁啊 打家人的粉丝 人群瞬间涌了过来 队伍最中央 是一名头戴背雷帽 身穿白色牛仔服的女生 见到他 莫九忍不住眯起眼睛 这名女星不是别人 正是他曾经的四姐 小有名气的歌星 林佳然 这不是林佳然的弟弟 莫九吗 他怎么打佳然粉丝 有调查过林佳然八卦的狗仔 大喊一声 所有目光 全部看向林佳然 佳然 怎么回事 有粉丝出声质问 对 你弟弟怎么打人 场面有些混乱 安静 林佳然看了眼莫九 冷漠地说道 他不是我弟弟 我真正的弟弟 叫做林建峰 现在已经回到林家 莫九只是从福利院抱回来的孤儿 是我师父找的替代品 现在他和我们林家 没有任何关系 我以前没有这个弟弟 将来更不可能有这么的弟弟 说完 他只是莫九 请你给我的粉丝道歉 什么 福利院的孤儿 粉丝们议论纷纷被赶出来了 这绝对算得上娱乐八卦 众人看向莫九的眼神 都带着鄙夷和嫌弃 九爷 白鸣有些忍不了 无妨 这才是他的心里话 憋了十几年 一直没说的心里话 莫九淡然一笑 并不在意 走吧 别耽误正事 他转过身 准备去下个街机口 原来是被扫地出门的孤儿 怀恨在心 故意在佳然下飞机的时候 出手殴打粉丝 想要抹黑佳然 报复佳然 就在这时 林佳然身旁的助理冷笑一声 大喊道 我就说 佳然怎么可能 有这么下贱的弟弟 做出这种下贱的事情 还真是个福利院捡回来的剑种 听见这些话 莫九原本迈出去的脚 收了回来 他后退一步 缓缓转过身 第43章 道德绑架 怎么 我有冤枉你 助理冷笑道 如果你不是为了恶心佳然 为什么出现在机场 还推倒佳然的粉丝 不就是受不了落差 心怀怨恨吗 他面带不屑 毫不掩饰眼中的厌恶 各位 我再次重申一下林佳然在一旁冷冷道 莫九和林佳没有任何关系 原本 他对莫九谈不上有感情 但也不算厌恶 可自从上午 接到师母电话 听说莫九陷害林建峰的事情后 林佳然开始讨厌莫九 白白在林佳享受十几年富贵 居然不知感恩 佳然 就在这时 一头短发夹牛仔服的林清英 风风火火赶了过来 三姐 林佳然一脸惊喜 有家人过来接机 他心里感觉暖暖的 对了 三姐 莫九在这打了我的粉丝 短暂拥抱后 林佳然看了眼 站在不远处的莫九 莫九在机场 林清英瞪大眼睛 顺着他目光望去 果然见到五米外 一身黑色西装的莫九 莫九 你知不知道 刚才救你的人 是大姐打电话请过去的 林清英憋了一肚子火 正好没出仨 他走到莫九面前 咬着牙道 救你一命 连句感激的话都不说 早知道这样 真不该让大姐救你 让你死了算了 林清英本想一命换一命 让大姐找邱若曦救下莫九 换林建峰无罪 可他怎料到 莫九居然这样无耻 根本没有一点感激之心 莫九 就算是个路人救了你 你也该感谢吧 林佳然跟过来 冷哼道 在林家十年 师父对你的教诲 被忘到九霄云外了 佳然 这个 混账把师父的坟都绝了 林清英气的直跺脚 什么 林佳然感觉天旋地转 差点晕过去 他做梦也没想到 莫九竟然这么过分 还真是个畜生 养不熟的白眼狼助理 在旁边搭话道 幸好佳然把你赶出去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骂完了吗 莫九冷漠地看向助理 开口问道 怎么 这叫骂人 我说错你了吗 助理冷嘲热讽道 我刚才的话 是夸你呢 你的确没有说错 莫九淡淡开口道 我就是个人渣 流氓 帮你补充一条 我还打女人 怕 他一巴掌扇出 助理毫无防备 被莫九打翻在地 重重摔在大理石地面上 撞得满脸是血 牙齿也掉了两颗 你 你打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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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腔着站起身 感觉眼前直冒惊心 他挪开手 看着掌心的血 气得浑身发抖 报警 把他抓起来 助理愤怒嘶吼 伤口痛的他 说话都在打颤 周围的粉丝也吓了一跳 简直是人渣 打女人 报警 把他抓起来 网报他 粉丝们义愤填膺 面对众人的愤怒 莫九拿出手帕 擦了擦手 他身后的白鸣 捧着一个箱子 走上前 轻轻打开 里面整整齐齐 摆着一百万现金 报警 或是一百万私了 你自己选莫九 将手帕扔在地上 笑着开口 我的天 一百万 羡慕死我了 是啊 我怎么遇不到这种好事 早知道我刚才也骂他 粉丝们羡慕得直流口水 第43章 道德绑架 而助理 显然也非常犹豫 怎么 对钱没兴趣 好 我帮你报警莫九拿出手机 准备按下报警电话 慢 助理强忍剧痛 上前检查 心灿灿的钱 真的不能再挣 再说 现场这么多人看着 谁敢拿出一百万假钞 那不是找死吗 算你走运柱里强忍伤痛 嘴硬地接过箱子 一百万 就一巴掌 太值了 他心里早就乐开花 可表面上还是装作很镇定 三姐 他哪来的这么多钱 林佳然有些猛 莫九 在林佳十几年 根本没人给他钱 走的时候 也是净身出户 现在送出一百万 眼睛都不眨一下 自己走的这几天 究竟发生了什么 人家现在了不起 傍上了富婆林卿英语气里 透露着酸味 莫九现在 对他们越来越放肆 可偏偏还过得更好 林卿英心里非常不平衡 莫九 算我求你 他缓缓走过去 当着所有人的面 跪在地上 算姐求你 无论你提出什么要求 我们都答应你 求求你 放过我们刚找回的弟弟 把你养大的师父 唯一的儿子 说着 他给莫九磕了的头 林卿英要道德绑架莫九 他实在没办法了 简直是畜生 师父把他养大 这家伙居然把恩人的儿子 送进去了 逼得他姐姐下跪 能是什么好人 一时间 接激口的人 纷纷出言指责 得饶人处且饶人 当心打雷 莫九林家人同样走过来 冷声道 师父养你这么大 我们这些姐姐 照顾你十几年 你远心看着师母伤心 让师父在九泉之下 不得安宁 见林卿英下跪 她弯下身 想要扶起自己三姐 道德绑架 莫九轻笑一声 你们都说了 我是没人性的白眼狼 师父的坟 我都绝了 我还在乎她九泉之下 安宁不安宁 说完 她转身离开 你 林卿英愤怒地站起身 将手里那枚铜钱扔出去 啪 莫九转过身 一把将其抓住 你过分了她缓缓张开手 看到铜钱瞬间 莫九瞳孔猛缩 哪来的 她看向林卿英 这枚铜钱的图案 和她身上的纹身 一模一样 世上 怎么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 和你有关系吗 林卿英红着眼 恨死了莫九 因为林建峰的事 整个家都不得安宁 大姐长期失眠 还要操劳 更被师母打得满身是伤 而造成这一切的元凶 就是莫九 回答我 我保林建峰无视莫九冷冷开口 真的 林卿英擦了擦眼泪 急忙说道 我在医院的时候 一个倒是给我的 你可不能骗我 她生怕莫九改口 好 我答应你莫九眼睛盯着铜钱 真的 林卿英眼中满是惊喜 算命的太神了吧 林佳然站在旁边 一脸不解 一枚铜钱 有这么大作用 但 我有三个条件 莫九眼睛死死盯着铜钱 做得到 今晚林建峰就能出来做不到 我让他把牢底做穿 好 你说 别说 别说三个 三十个 我一样答应 林卿英激动地点头 林卿成连公司都要送莫九 还有什么不能答应的 钱 给我拿回来莫九指着助理手里一箱子钱 淡淡开口 第四十四张 那是我的哥哥 你说什么 被打得满脸是血的助理 下意识抱紧了箱子 一百万啊 够他赚两年了 小萱 把箱子给他林佳然出声命令到 孰轻孰重 他还是分得清 眼下 救出林建峰才是关键 佳然姐 可是助理死死抱着箱子 根本舍不得松开 小萱 为了这一百万 你准备让我开除你 林佳然语气冰冷 以我的人脉 可以让你彻底离开这个圈子 你自己想好了 是 佳然姐 助理眼泪掉在地上 他强忍着委屈和痛 走到莫九面前 林佳然对一起生活十几年的弟弟 都能如此无情你一个助理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莫九笑着接过箱子 递给白鸣 别哭了 我心善 见不得女孩子哭哭啼啼的他出声安慰 可换来的却是助理恨恨的眼神 说吧 第二个条件 林佳然诸唇微起 脸色冷到极点 给他一巴掌莫九看向助理 我见不得女生哭 你要是力道不够 我可不满意 佳然姐 助理要崩溃了 他惊恐地喊道 我是给你打工的 不是你的丫鬟 我的条件 足够低了莫九站在一旁 轻笑一声 啪 林佳然闭上眼睛 把心一横 狠狠扇了助理一个耳光 啊 助理的伤口被撕扯开 鲜血不停地滴在地上 林佳然 我瞎了眼 跟你这么多年 助理无力地嘶吼着 转身逃离机场 这一幕 被周围的狗仔队 全都拍了下来 说吧 最后一个条件 林卿英长出一口气 总算 要把弟弟就出来了 第三个条件 莫九看着 手上的梅铜钳 抬起头 缓缓开口道 你们两个 把上半身的衣服 脱了 这梅铜钳上 刻着北斗七星的图案 既然莫九身上有纹身 那么林家七姐妹身上 是不是也应该有纹身 她要验证自己的猜想 莫九 你简直禽兽不如 林佳然瞪大眼睛 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哪怕你被赶出林家 可我也做了你十几年的姐姐 你还有人性吗 她接受不了 骂完了 骂完了就脱 要么就滚 莫九不耐烦道 我没时间 浪费在你们身上 不救你的弟弟了 你忍心看师母难过 你忍心师父唯一的血脉 在里面坐牢 你难道要让师父在酒泉下 不得安宁 刚才林佳然的话 被莫九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 林轻英和林佳然神情复杂 果然 莫劝他人善 我走了 说完 莫九转身准备离开 慢 林轻英快步追上去 林雨晴都被你看了 我也不怕 说着 她缓缓解开自己上衣扭扣 第四十四章 那是我的哥哥 哗啦 白鸣带着人 迅速围成一道人墙 将林轻英和莫九围在中央 却把外面一点都看不到 还有你 一个可不算数莫九开口说着 老四 林轻英大喊道 怕什么 她都不嫌丢人 咱们还怕看 再说 我们姐妹不值得 你开个好点的酒店吗 林轻英眯起眼睛 挑衅似的看向莫九 你也不怕身体吃不消 你废话真多莫九有些不耐烦 林佳然失魂落魄地 走到林轻英身旁 委屈的眼泪直流 开始吧 莫九不断把玩手中的铜钱 四妹 看看又不损失什么 林轻英干脆利落地脱掉外套 在她还要继续的时候 被莫九一把按住 你们俩转过去 靠 莫九 你要帮我拖 林轻英满脸惊讶 就这一次 她脸通红 三姐 林佳然攥着拳头 眼眶瞬间湿润了 可没办法 为了救弟弟 她只能承受这个委屈 乖乖转过身 莫九没有理会他们 眼睛死死盯着林轻英后背的图案 果不其然 林轻英雪白的后背上 有一个奇怪的符号纹身 你后面的纹身 什么时候纹呢 莫九拿出手机 拍下林轻英和林家 然后背上的纹身符号 打小就有 又不是我自己 我们七个 都有林轻英小声嘟囔道 还拍照 拿回去欣赏 好了 你们可以走了 莫九收起手机 对白鸣吩咐道 安排人 让司机抗罪 把林建峰保出来 这些图案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有那个给林轻英铜钱的人 又是谁 莫九一时间想不明白 可只要查下去 她相信一定会有答案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莫九 我希望你言而有信 林轻英迅速穿好衣服 有些怀疑的问道 何清竹会答应 在清城 我说让谁出来 谁就能出来 莫九看了严手表 马上就要八点 能不能有突破 就看他们接回来的那个人了 就这么放了林建峰 白鸣咧了咧嘴道 便宜他了吧 那是我的哥哥 是我师父唯一的儿子 莫九叹了口气 没有师父 就没有我你还要怎样 他已经受到惩罚了 真让他坐牢 我对得起死去的师父吗 听见这些话 林家然和林轻英 脸上都带着不可思议 这还算是人话 好了半小时内 我要林建峰平安无事地出来 莫九说完 看向一旁的狗仔队成员 今天的场面 够你写花编新闻了吧 呵呵 有钱了不起 狗仔队满脸不屑 我跟了家然三年 怎么可能写他的花编 够吗 没等他说完 莫九拿出十万 递给狗仔队的人 你把我什么人了 狗仔队的人接过钱 冷笑道 我真是瞎了眼 没看出家然居然这么恶心 姐妹花鸡肠取月金主 罗武献殷勤 没问题吧 他收好钱 义正言辞道 我这就回去写稿 揭露丑恶的娱乐圈 说完 他拿着钱迅速消失 第四十四章 那是我的哥哥 莫九 你 林家燃气的脸色通红 太好了 终于搞定了 林轻音激动地抱住他 快 给大姐打电话 去接弟弟 走 看着林家姐妹离开的背影 白鸣冷声道 九爷 怎么安排 给我准备两辆车 两个司机莫九眼神冰冷 我送林家一份大礼 把接来的人带到酒店 好生照顾 我一会过去 清晨的夜晚 下起了小雨 看守所门前 王翠花望眼欲穿 心情无比激动 自己儿子 就要出来了 林轻城拖着病重的身体 和林轻音 林家燃三个人 陪着师母过来接弟弟 林轻城 这件事绝对不能这么算了 想起自己儿子受的委屈 王翠花咬着牙道 你必须让那个小畜生受到惩罚 师母 弟弟出来是高兴的事 咱不提他了 林轻城苦涩一笑 如果不是林建峰找人撞河青竹 哪有现在的麻烦 莫久是该教训下了林家燃 在旁边低声附和 狗仔写的新闻 已经发了 整个娱乐圈都在谩骂他 私信也全是非常难听的话 再加上助理被刺 林家燃的事业 已经岌岌可危 出来了 王翠花忽然喊了句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门口 果不其然 林建峰失魂落魄的淋着雨 缓缓走着 儿子 王翠花激动的迎过去 赶忙将散撑在他头上 委屈我的儿子了 弟弟 还好吧 林家三姐妹也围了过去 你知不知道 我在里面有多煎熬 林建峰一把打掉伞 对三姐妹怒吼道 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滚开 说完 他怒气冲冲地横穿马路 砰 就在这时 一辆车从车道穿过 将林建峰撞飞出去 啊 林建峰重重砸在地上 双腿骨折 歇斯里地的哀嚎 鲜血被雨水冲散 缓缓流进下水道 儿子 弟弟 四人疯了一样狂奔过去 抱歉 陆虎的司机跳下车 满脸愧疚道 雨天路滑 我没看清仙 把人送医院吧 我有保险 这么大个人 你是瞎吗 王翠花心疼的眼睛 快要喷出火来 妈 我的腿 好像断了林建峰咬着牙 痛得浑身发抖 就在众人手足无措时 陆虎的后排 缓缓降下车窗 墨酒 王翠花抬起头 正好看到 那张熟悉的脸 第四十五章 师母 你也不想他们七个知道真相吧 师母 这要巧 穿着黑色西装的墨酒 推开车门 满面春风走了下来 身后保镖迅速为他撑伞 我哥哥呢 他双手插兜 疑惑地问着 墨酒 你疯了 林清音一步冲到墨酒面前 不可思议地吼道 那可是师父的儿子 你想撞死他 他真的难以相信 曾经温顺的墨酒 现在竟这般冷血无情 墨酒 你不怕遭雷劈吗 林佳然事业受挫 满心怒火倾泻 也在墨酒身上 机场的羞辱 他这辈子都忘不掉 撞人 撞谁了 墨酒看了看马路 有些惊讶道 小李 你开车撞人了 不好意思老板 雨天路华司机非常羞愧地解释 就算是挑狗 你把他撞死了 心里不会有愧疚感吗 墨酒非常愤怒地对司机发火 现在 你被开除了 哈哈哈哈 林清音忽然大笑一声 咬着牙道 墨酒 你太虚伪了 我感到恶心 老三 老四 你们闪开大雨中 林清城推开两人 走到墨酒面前 墨酒 为什么不把师父留下的光盘 拿给我们看 他眼神复杂 内心痛苦又纠结 一个是曾经将他们照顾 无微不至的弟弟 一个是师父的儿子 自己怎么选 如果你给我们看那张光盘 怎么会有现在这堆烂摊子 林清城在雨中嘶吼 为什么要隐瞒 大姐 什么光盘 林清音惊讶地问道 是啊 我们怎么不知道 林嘉然也察觉到 事情有点不对劲 你们俩给我闭嘴 林清城愤怒地咆哮 林清音和林嘉然连忙后退 他们从未见过大姐发这么大火 墨酒 回答我的话 林清城愤由雨水打在身上 眼睛死死盯中墨酒 我墨酒 不需要可怜和同情 墨酒眼神冷漠地看着他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墨酒 你知不知道你这一状 我们彻底回不去了 林清城眼神里满是挣扎 你让我怎么做 从我迈出那扇门的一刻 就已经回不去了 墨酒转过身 平静地说道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另一辆路虎车 缓缓停在他身旁 好 你找了个好靠山 可我告诉你 人在坐 天在看 林清城咬着牙喊道 林清城 闻言 墨酒转过身 指着他 我是九爷 清城的事 我说了算 好 好 好 林清城连说三个好字 从现在开始 我林清城将动用所有的资源 所有的人脉 让黑金集团付出代价 为我的弟弟出这口气 妈 我是不是瘸了 我是不是残疾了 马路上的林建峰痛苦哀嚎 儿子 没事 妈帮你报仇 王翠花擦了擦眼泪 杀气腾腾地朝着墨酒走去 我杀了你这个小畜生 他抬起手 就要给墨酒一耳光 可却被保镖死死抓住手 动弹不了分毫 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墨酒愤怒地看向动手保镖 这是我的师母 打我怎么了 闪开 他仰起头 双手插兜 师母 打吧 大不了 和您儿子一样 常常看守所的滋味 大不了 让你七个高高在上的养女 跪在地上继续求我 我师父一辈子英明 就毁在你这个蠢女人身上 来 打我 第四十五章 师母 你也不想他们七个知道真相吧 墨酒挑衅式地看向王翠花 小畜生 我杀了你 王翠花怒吼一声 抬起手狠狠抡出去 师母 林青鹰一步上前 死死抱住王翠花 她不想再受墨酒的羞辱了 弟弟刚出来 师母要是再进去 受苦的还是他们姐妹 林青城和林佳然也死死抱住王翠花 他们都怕了 你们这三个废物 有什么用 啪 啪 啪 王翠花 王翠花给了三人一人一巴掌 你们师父唯一的儿子被撞断了腿 你们连个屁都不敢放 看着儿子痛苦的样子 他心在低血 师母 我已经说了 肯定会为弟弟出这口气 林青城苦苦哀求道 这是看守所门口 您打了他 又得被关进去 是啊 师母 我们林家七姐妹 一定给弟弟出气 诚挚和清竹 林青鹰也在一旁附和 墨酒 你给我等着 王翠花恨得牙根直痒痒 她只能把气撒在三姐妹身上 师父衣食阴嚎 教育出 你们这群没有血性的东西 墨酒转过身 接过保镖递来的伞 下一秒 她猛地转身 啪 没有展开的雨伞 狠狠抽在王翠花脸上 啊 王翠花惨叫一声 鲜血顺着她的脸 不断涌出 师母 三女连忙围上去 墨酒 你七十灭祖 现在 该轮到你尝尝看守所的滋味了 林轻英气得浑身发抖 他们做梦 也没想到 墨酒竟然敢对师母下手 而且 还是下这么狠的手 抓她 抓她 王翠花含糊不清地喊着 伤口痛得她 说话都不敢大声 师母 你也不想你儿子当年被赶出去的真相 被这七个人知道吧 墨酒目光落在林佳然身上 尤其是 这位大明星 墨酒 你这次完了 林轻英拿出手机 做事就要打电话 我们不会谅解的 你在里面冷静冷静吧 她对这个弟弟彻底失望了 剩下的 只有恨 好 那我就就给你们讲讲 墨酒 将散处在地上 双手叠放在散柄处 让她走 王翠花内心一惊 眼睛里带着不甘和愤怒 一定是死的那个老东西 或者何建国说了这件事 若是让林家七姐妹知道真相 林建峰还怎么立足 她的脸面 也会丢尽 王翠花不敢赌 哪怕她非常不甘心 可至少在她确定 墨酒是否知道这件事之前 不能赌 还有何建国 这个男人活着一天 对林建峰就是威胁 师母 您不能心软 一定要让墨酒受到 啪 林轻英话未说完 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 第四十六章 记住了 你就是个吃软饭的 林轻英嘴角渗血 手机也掉在地上 我的话 你听不见 你要和她一样 忤逆我吗 王翠花捂着满是血的脸 愣着干什么 还不送我和你弟弟去医院 是 师母 林轻英目瞪口呆 任由雨水打在身上 她想不通 为什么墨酒打了师母 挨打的却是自己 林轻成上前搂住她 算是无声的安慰 墨酒 林轻英正开林轻成 冲到墨酒面前 记住了 你就是个吃软饭的 在林家 吃我们的软饭现在 又吃九爷的软饭 还说自己是九爷 你要真有这个能耐 你至于窝在林家 当牛坐马十年 说完了 墨酒擦了擦手上的伞 脱衣服的时候 你可没这么当劣 说完 旁边的小弟迅速拉开车门 墨酒扔掉伞 上了车 墨酒 师父真是瞎了眼 将你抱恙 噗 啊 林轻英没等喊完 路虎溅起了雨水 灌了她一嘴 林家三姐妹的衣服 全都湿了 我和你没完 林轻英精神趋近崩溃 老三 先救地点 林轻成望着远去的路虎 眼中带着一抹苦涩 很快 苦涩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绝绝 我的师父那样优秀 我们七姐妹那样优秀 斗不过一个河青竹吗 墨酒 你给我等着 林轻成抹了把脸上的雨水 迅速上车 轻成 夜巴黎 墨酒脱掉西装 穿过沾满黑衣人的走廊 走进总统套房内 白明 你是不是认识 轻成医院的医生 他忽然开口问道 医生 白明好奇地问道 九爷 您找医生做什么 我认识外科的医生 想个办法 把林建峰的腿锯了 墨酒拍了拍他胸口 不管花多少钱 给我搬得漂亮点 没问题 他替白明推开最里面的门 守在门口 套房最里面的房间 坐着明老头 老头看起来有九十几岁 可穿着整齐的糖装 非常干净 一看就是体面人 这就是我师父的故人 墨酒有些疑惑 不错 明师父坐飞机看望的 就是这位老先生 白明立刻解释道 听村里人说 老人叫欧阳正无儿无女 十年前来到村里时 就是个吃傻之人 十年前 明师父请了保姆 照顾他的起居 不久前 又一次性支付了二十年的费用 他将自己打听到的 一一汇报 看来 师父真的预知到 自己死亡墨酒蹲下身 凑到老人面前 老人目光呆滞 坐在摇摇椅上 不断地摇晃着 不是装得墨酒皱着眉道 他的确吃傻了 费这么大劲 结果找来一个吃傻的老人 墨酒有些失望 可忽然间 他注意到老人的眼神 九十多岁 眼中竟然还带着金光 白明 你学过舞 现在动手打他 墨酒站起身 后退两步 打他 白明挠了挠头 有些为难 欺负老头 我不好意思 万一 给他打死了 看着弱不经风的吃傻老人 白明有点下不去手 他还是有点人性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不被打死 就算幸运了 墨酒倒背着手 淡淡道 第四十六章 记住了 你就是个吃软饭的 九爷 你还真别急我 白明吸了口气 如起袖子 对准老人 面门就是一拳 碰 下一秒 白明倒飞出去 重重撞在墙上 感觉五脏六腑都要裂开了 哗啦 外面的人迅速冲进来 这里没事 你们退下墨酒摆白手 走过去将白明扶起 九 九爷 这老头真特么虎 差点没把我赶死 白明咧着嘴 痛苦地蹲在地上 他八岁习武 体魄强健 换作寻常人 恐怕挨了这一下 不死也得没半条命 看来我猜得没错 这位老人的绅士 很不简单 墨酒脱掉衬衫 摘掉手表 缓缓走了过去 刷 他一拳砸出 碰 碰 碰 两人连过十几招 快速分开 九爷 能和您打成这样的 我可是第一次见 白明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开口 一旁的墨酒神色凝重 额头上浸满汗水 老人的招数 竟然和师父是同一脉 但很明显 没有自己师父的水平高 撑过前十招 墨酒后面的手段 老人已经有些招架不住 从对方慌乱地出招看 应该对他的招式不了解 这个老头 和自己师父 究竟是什么关系 墨酒从怀里摸出铜钱 递给老人 见到铜钱 老人一把抓过去 好奇地打量着 但也只是看看 随即便将铜钱丢在地上 继续摇着椅子 见状 墨酒捡起铜钱 从口袋里 拿出两个木头做的符号 这两个符号 是他按照林青英 和林佳然后背纹身 制作出来的 见到这两个奇怪的符号 老人竟然缓缓站起身 而后 蹲在地上 不住地摆弄 忽然 他用手指戳在地板上 一连五下 厚实的地板 竟然被戳出五个窟窿 他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将两个符号摆上去 这两个符号 位于三和四号位 余下的五个位置 全是窟窿 果然 师傅闻在他们身上的七个符号 另有深意 墨酒收起铜钱 转身离开房间 尽可能地 查一查他身世看看 还能不能有什么突破 吩咐完白鸣 墨酒站在窗边 自言自语道 师傅 您究竟有多少秘密瞒着我呀 叮铃铃 这时 一道铃声打破他的思绪 墨酒拿出手机一看 忍不住冷笑出声 自己的小号 居然忘记 把林佳然拉黑了 当初为了帮四姐原歌手梦 他用小号和林佳然联系 以极低的价格 出售十几首歌曲 正是靠这十几首歌曲 林佳然从速人一夜成名 小有名气 他拿起手机 按下接听见 您好 我想买一首歌 我要最好的 能超越我之前全部作品的 林佳然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五百万一首墨酒瓶颈的回答 什么 这么贵 变化另一端 林佳然直接猛了 第四十七章 没事就好 哪里贵了 你不要乱说好不好 我的歌 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 有时候多找找自己的原因 这些年有没有努力创作 唱片销量有没有涨 我歌曲的价格 不是过弃女性能承受的 墨酒杀人朱星般的质问 好一会 电话那头带着哭腔 传来质疑的声音 墨酒 哦 我这次忘记开遍生气了 墨酒敷衍的解释道 如果你有骨气 就别唱我写的歌了再见 过气歌手 他挂断语音 删除林佳然的联系方式 清城医院 林佳姐妹病房内 林佳然像是疯了一样 将手机砸在地上 他泪如雨下 贪坐在地上 自言自语道 不可能 怎么可能 自己敬仰多年的大师 居然是墨酒 是那个被他嫌弃的人 林佳然根本无法接受 过气歌星四个字 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如果不是机场事件 让他负面新闻分传 名气极大受损 林佳然怎么可能又去找人买歌 他急于证明自己能火 靠的是才华 而不是什么狗屁金主 现在 他绝望了 自己那些引以为傲的成名歌曲 全都是被他瞧不起的人写的 老四 你怎么了 林如烟作为医生 为姐妹们操碎了心 他弯下身 安抚道 和我们说说 没 没什么 骄傲的林佳然 擦了擦眼泪 强颜欢笑道 我自己安静会 谢谢哥 好 没事就好林如烟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 外面手术室的灯亮了 快 林剑封出来了 王翠花连忙迎过去 林家姐妹也快速跟了过去 怎么样 医生 王翠花激动地问道 没什么事吧 师母 您放心 林如烟笑着解释道 主刀医生王洪亮 是我们外科最好的医生 有她在 绝对没问题 那就好 那就好 王翠花拍了拍胸口 自言自语道 担心死我了 说着 她走过去 掀开被子 一瞬间 王翠花愣住了 腿呢 我儿子腿呢 她瞪大眼睛 怒吼道 我儿子的腿呢 她这么一喊 林家姐妹全都围上来 每个人的脸上 都写满慌张 病人的腿比较严重 所以我选择截至 王医生平静地回答 第47章 没事就好 500万 一个失误 能换来500万 她不在乎了 再者 林建峰的腿 确实伤得严重 能治 也能截肢 王医生 你把我弟弟的腿给锯了 林如烟喉咙动了动 你知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林院长 您是在质问我吗 王洪亮一脸无所味道 这当然意味着 她没有腿了 快 林如烟 你不是专家吗 把她的腿接上 还来得及 王翠花说话都在打战 她现在已经没精力 在医院闹了 快啊 你弟弟没有腿 该怎么生活 对对对 林如烟这才意识到 还有补救的机会 理论上 时间还够 即便不能恢复如初 可最起码比没有腿强 快 立刻准备手术 林如烟匆忙安排周围的护士 没用的 王洪亮耸了耸肩 病人伤得重 腿被我锯成一段一段的了 什么 你这个用意 王翠花冲上去就要打人 林家七姐妹赶忙拦住她 家已经够乱了 没人有精力再给她擦屁股了 就在这时 一队穿着黑色西装的人 缓缓走来 白明走在最前排 单手插兜 在她身后 一名打手推着轮椅 九爷听说林建峰被截肢了 特意送来一副轮椅 聊表心意 白明一摆手 她身后的小弟推着轮椅 走了过去 你们干的 林如烟转过身 呼吸越来越急促 林院长 你可不要乱说话 白明嘴里叼着烟 笑着说道 当心 我告你诽谤 回去告诉你们九爷 一直没有开口的林清成 缓缓抬起头 在清成 黑金国际和清成国际 只能剩下一个 顺便转告末九 及时醒悟 别再助纣为虐 滚 她怒吼一声 激动的情绪 让林清成感觉眼前一黑 直接晕了 大姐 大姐 林如烟赶忙掐了掐她人中 呼 林清成缓缓睁开眼睛 她实在太累了 这时 她的手机响了 林清成强忍剧痛 接了电话 什么事 电话是公司打来的 肯定有要警示 第47章 没事就好 林总 今天公司亏损 七千万截止目前 我们一周亏了两个多亿 另外 我们的供货商集体违约 和黑金国际签单了 什么 林清成手机掉在地上 直接晕了过去 快 送手术室 林如烟摸了摸 林清成驳梗 激动的喊道 快 快 天杀的莫就 王翠花双手死死钻成拳头 终于下定决心 他拿出手机 给一个他不想联系的号码 发了条短信 而远处 默默注视这一切的林雨晴 一个人离开医院 拿出手机 打给莫九 莫九 求你给大姐开个方子 我知道没什么希望 可我还是 想求你一次 做什么都行 莫九在电话另一端 罕见的回答道 来一夜巴黎 好 我马上过去 林雨晴激动的擦了擦眼泪 半小时后 林清成缓缓睁开眼睛 他呆滞几秒后 火速拔掉手上针管 大姐 你干什么 林如烟紧张地喊道 再这样下去 我们会输得一败涂地 林清成感觉脑袋一晕 可他还是克服了 失去供货商 清成国际危在旦夕 我要去找邱若曦 眼下 他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去找邱若曦这个清成女王 只要邱若曦帮忙 飞经国际算什么 半小时后 林清成开车来到夜巴黎楼下 他和邱若曦是非常好的闺蜜 因此有夜巴黎办公室的钥匙 邱若曦虽然产业颇多 可一直在这里办公 电话已经说不清这么复杂的事情 林清成只能亲自上门 拿着门卡 他一路畅通无阻 直奔邱若曦办公室 沿途都是保镖 但他们认识林清成 因此没人阻拦 终于 林清成一路小跑 终于来到邱若曦办公室门前 若曦帮我个忙 他推开门 大声喊着 我自己拖 熟悉的声音 传进林清成耳朵里 大姐 半裸的林雨晴 赶忙穿好衣服 一脸不知所措 林清成看着满脸羞红的妹妹 还有房间里站着的墨酒 心里的火 一下爆发了 林雨晴 你真不要脸 啪 他一巴掌扇过去 他让弟弟失去了双腿 让我们林家一团糟 你在这里和他偷情 第四十八掌 林雨晴什么档子 和九爷坐一桌 曾经纵横清成的商业女王 现在已经被这个家逼疯了 长期失眠 让林清成精神状态非常差 换做以前 他肯定会给林雨晴解释的机会 可现在 只要看见墨酒 林清成就心乱如麻 无论是永远不知道那张光盘 还是早些看到那张光盘 事情都不会到这步境地 不久前 他还想着补偿墨酒 可随着师母被打 林建峰截肢 墨酒已经彻底站在他们对立面 这辈子 都没有和解的机会了 林清成的心非常痛 这是他最不想见到的局面 大姐 你能不能问清楚 再打我 林雨晴捂着脸 含泪怒吼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为什么要承受墨酒的羞辱 脱掉上衣 还不是为帮林清成 拿到缓解失眠的方子 结果还要挨一巴掌 弟弟没有腿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要在轮椅上坐一辈子 林清成摇了摇头 冷笑道 林雨晴 我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当初赶走墨酒的时候 你没有表态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 师父没有你个徒弟 我也没有你这个妹妹 他眼中尽是失望 好 我是当父 林雨晴大脑一片空白 可似乎他想到了某些东西 当年墨酒为了救我 被一群女孩子羞辱 现在 我给他羞辱怎么了 我喜欢 林雨晴直接扯掉内衣 贴在墨酒身上 然后拿出手机 拍了张自拍 你不要我这个妹妹 我还不要你这个姐姐呢 滚 我早就受够你了 我就是给弟弟做狗 都比跟你受气强 他还故意往墨酒身上贴 墨酒全程一言不发 只是盯着林雨晴后背上的符号看 至今为止 他已经见过三个符号 三个符号各不相同 倘若按照顺序 林雨晴后背的符号 应该是第七个 及其七个 会有什么变化吗 他不清楚 可他必须做 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真够无耻的 林青城气血上冲 强忍眩晕感 转身离开办公室 你们邱总人呢 他出声问道 可那些保镖就像哑巴一样 根本不回答 算了 林青城一刻都不想停留 第四十八掌 林雨晴什么档次 和酒爷坐一桌 想起朝夕相处的妹妹 竟然和一个外人 搞在一起 不知多久 林青城心脏就痛 走出叶巴黎 他想打给邱若曦 可惜邱若曦电话 一直无法接通 他们两个 怎么会待在邱若曦办公室 林青城想不通 眼下 他必须做点什么 那就是找和清竹谈判 小宋 和清竹在家 还是在飞金集团 林青城给监视 和清竹的保镖打电话 好 让王助理也来一趟 挂断电话 林青城深吸两口气 却发现手机响了 是一张图片 林雨晴发来的 刚才那张自拍照 照片上 林雨晴裸露大部分雪白的皮肤 因为在墨酒身旁 非常亲密 贱人 还在恶心我 林青城刚要删除 马上又接到一段文字 大姐 我身在曹银兴在汉和清竹 如果看到这张图 肯定会有情绪的 我误会老七了 林青城拍了拍脑袋 有些懊悔 自己怎么没问清楚 她也是女人 这个世上 就没有女人不吃醋 倘若和清竹看到这张照片 肯定对墨酒会有意见 两人之间一旦有练习 她再拉上盟友邱若曦 逼迫和清竹舍弃墨酒 一定能成 离开和清竹 墨酒就什么都不是了 林青城不愿面对 更不想伤害墨酒 可现在 她只能走一步 算一步了 夜巴黎 邱若曦办公室内 林雨晴故意撒娇道 小九 你答应我的方子呢 我现在给你墨酒转身 拿出一包中药 递给林雨晴 一次的 谢谢你了那林雨晴赶忙收起 琢磨着拿给二姐 只要把成分和分量记住 大姐的病 就有救了 酒爷 吃饭了 这时 办公室的侧门被推开 一身酒红色旗袍的邱若曦 笑着走了出来 哟 林家妹妹 她眼睛看向林雨晴 眼珠不停地转 邱总 您刚叫她什么 林雨晴瞪大眼睛 感到很惊讶 之前她笃定墨酒是酒爷 可随着大姐等人的一再分析 林雨晴渐渐也相信 酒爷是和清竹 如今邱若曦的出现 让她震惊不已 第四十八章 林雨晴什么档子 和酒爷坐一桌 再叫一声 墨酒道背着手 平静地开口 酒爷邱若曦走过去 妩媚一笑道 您和雨晴妹妹 她是林青城闺蜜 和林家姐妹还算熟悉 自然知道 最近林家内部的乱世 刚才邱若曦在里面准备火锅 并不知道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 邱总 你们认识 林雨晴感觉有些窒息 邱若曦可是林青城最好的闺蜜 青城女王 就算是林青城 都一度将她视为目标和偶像 可现在 青城女王叫墨酒酒爷 她不是应该站在大姐这边吗 嗯 先吃饭吧 邱若曦连忙转移话题 正好 我饿了 墨酒大步走在前面 直奔邱若曦办公室内部的餐厅 火锅的汤已经沸腾 香气飘得到处都是 酒爷 这些食材 都是青城顶级厨师制作的 您看看合不合胃口 邱若曦撩了撩头发 伸出手 请 旁边的林雨晴直到现在 内心还是猛的 青城女王 黑白通吃的邱若曦 自己姐姐的闺蜜 现在和墨酒按送秋波 客客气气 不行 她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姐 青城国际现在的依靠 就是邱若曦 倘若邱若袖手旁边 大姐会很惨的 雨晴 坐 一起吃邱若曦坐在墨酒对面 看向林雨晴 来 墨酒坐在餐桌前 没有说话 白鸣则一步上前 直接撤走了多余的椅子 她什么档次 也配合九爷坐一桌 你 林雨晴内心有气 可瞬间恢复笑脸 凑到墨酒面前 小九 你的手下越来越没规矩了 她自认为漂亮 作为画家 气质和魅力都有 只要掠施手段 肯定能用美人计 乱了墨酒内部的团结 滚 可谁知 墨酒倾土一字 丝毫没有给她面子 九爷 我给你下菜秋若曦 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拿起一盘肉 准备缓和气氛 慢 墨酒伸出手 拦住了她 邱总 在吃饭之前 我想请您看个杂技 他话说完 白鸣打了个响指 外面 两名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 架着一个人 走了进来 见到来人瞬间 邱若曦脸色微变 第四十九章 林青城 你配吗 邱总 这个人 您认识吗 墨酒靠在椅子上 看向邱若曦 我好像不认识 邱若曦仔细瞧了瞧 摇头道 没见过 他是谁啊 我找来的杂技是墨酒轻轻挥手 保镖迅速后退 九爷 咱们好好的吃饭 看什么杂技啊 邱若曦露出媚人心魄的笑容 还是先吃饭吧 不急 不急 墨酒伸出手 一把夺过林雨晴的手机 扔进滚烫的火锅里 我的手机 林雨晴瞪大眼睛 气得直咬牙 现在 请看表演 墨酒靠在椅子上 淡淡开口道 把手机拿出来 闻言 邱若曦脸色微变 他忽然意识到 今天这顿饭 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拿 一名保镖拔出枪 顶在被架进来 那名男子后脑触 我拿 我拿 男子脸色苍白 明显吓坏了 由于片刻 他把心一横 将手伸进滚烫的火锅汤里 啊 他惨叫一声 硬是忍着剧痛 捞出林雨晴的手机 男子倒吸一口凉气 手已经严重溃烂 见到这一幕 林雨晴头皮发麻 一屁股坐在地上 动作太慢了 墨酒抄起桌上红酒 猛地砸在男子脸上 碰 酒瓶炸裂 红酒洒得到处都是 男子则满脸是血 倒在地上发疯一样吼叫 查我是吧 墨酒站起身 端起火锅汤 直接扬在他身上 啊 男子痛苦地抽搐 发出杀猪般惨叫 九爷 您怎么发这么大火 邱若曦脸色苍白 故作镇定地问道 有人把他安插在我身边 想要调查我 墨酒拿出手帕 擦了擦手 您说 这个人是谁呢 该不会 是您邱总吧 他丢掉手帕 坐回到椅子上 九爷 邱若曦咬着猪唇 低声道 对不起 下次想知道什么 直接问我就行了 墨酒摊开手 无奈道 好好一顿饭 没得吃了 我记住了邱若曦心惊肉跳 手也忍不住在发抖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早上安排人去调查墨酒的底细 第49章 林青城 你配吗 下午人就被挖出来了 对了 我听说 林青城要找你容资 墨酒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邱总打算怎么做 听见这句话 林雨晴心脏猛抽 果然 自己最担心的事情 要发生了 他以为自己足够了解墨酒 可现在 他才意识到 自己错得多离谱 墨酒的强大 远超林家姐妹的意料 酒也想让我怎么做 邱若曦不敢再有一点小心思 白鸣 将林雨晴送走墨酒挥了挥手 墨酒 大姐误会我了 我回不去林家了 林雨晴跪在地上 哀求道 你收留我吧 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 做小三 做情妇 只要你让我留下 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潜伏在墨酒身边 当初赶紧走的时候 只有我没表态啊 小九 弟弟 林雨晴墨酒仰起头 看着天花板 骑枪派的下场 往往是两边都得罪了 走 白鸣直接将他扛起 带了出去 两名保镖拖着被烫死的人 紧随其后 餐厅内 只剩下墨酒和邱若曦两个人 答应他 墨酒开口道 把钱借给林青城 你 确定 邱若曦很惊讶 难道说 墨酒心里还有这个大姐 我做事 习惯给人希望 再让他绝望 墨酒站起身 走到窗前 五天后 再把钱全要回来 我要 杀 人 周 心 好 邱若曦想说些什么 可花到嘴边 还是咽了回去 五天后 青城国际短时间 拿不出现金流 会破产的 九爷 这是我给您沏的茶 邱若曦站起身 走到旁边的柜子前 拿出一杯茶 这里面 可是被我吓要了 他妹笑一声 墨酒接过茶杯 闻了闻 谢谢 说完 他一口干掉 而后道 再来一杯 我真的吓要了邱若曦 笑着又到了杯 他做了两手准备 现在 邱若曦准备做酒爷的女人 这些年 他纵横各个势力间 也累了 因为邱若曦心里很清楚 每个男人都是图他的美色 与其整天和这些人 虚与伪移 还不如找个强大的男人依靠 查理 被他吓了烈性春耀 邱若曦决定用这种手段 上位 没有男人能抗度他的美色 九爷 您说 我是穿着旗袍好看 还是不穿好看呢 说着 他转过身 背靠墨酒 春耀对我没用墨酒翻转杯子 一滴都没剩 这东西 我都是当水喝 为了压制体内寒毒 师父 从十岁就开始给他喝 第四十九章 林青城 你配吗 一直喝到现在 不 不愧是九爷 邱若曦的手放在旗袍扣子上 愣住了 拖也不是 不拖也不是 谢谢你的茶 我还有是墨酒将杯子放在桌上 转身离开 美景天城小区 林青城带着三名保镖 一名助理 疯疯活活赶到何建国家楼下 他孤身一人上楼 敲响了楼门 谁啊 何建国打开门 见到林青城的瞬间 有些惊讶 大小见 何清竹在家吗 林青城面无表情地问道 他生病了 在家的大小姐 您进来坐坐 何建国非常热情 不必 让何清竹出来 我在楼下等他 有话要说 林青城转身下了楼 一分钟后 穿着睡衣 浑身发抖的何清竹 缓缓走下楼 有事吗 他冷冰冰地问着 生病吗 林青城拿出手机 将照片递到何清竹面前 九爷 您有钱有事 怎么看上这么一个男人 我不是刺激你 林雨晴和他在邻家时 就有奸情了 穿着粉色兔子睡衣的何清竹 微微低头 没看到脚尖 九哥就算真喜欢女人 也不会找这种低下头 就能看到脚尖的女人吧 她只是傻 被你们利用 被你们抛弃 可她不瞎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回去了 说完 何清竹转身准备离开 何清竹 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 林青城在身后喊住她 放弃这个渣男墨九 否则我将和邱若曦一起 同你黑金集团不死不休 林青城 何清竹转过身 盯着她 你可以侮辱我 但你不能侮辱墨九 墨九这些年 在林家有多不易 她能猜到大概 她让着你 我可不会让着你 何清竹眼睛有些血红 今天 她浑身热得厉害 现在气血疯狂上冲 心里怒火 正不断地燃烧 越来越旺 以至于 何清竹有些控制不住 一个欺失灭祖的孤儿 你 啪 林青城话未说完 脸上结结实实 挨了何清竹一巴掌 林青城 你配吗 何清竹红着眼道 你对不起九哥付出的感情 找死吗 打我们林总 助力扶起林青城 抬手就要 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丫头 找死的 是你们何清竹手腕一抖 睡衣袖子里 掉出一根崭新的甩棍 第五十章 林青城 你就是个孤儿 老大 这还不上 远处 一名西装打手 焦急地问道 九爷最爱的 就是这个女人 倘若何清竹今天 有半点闪失 他们担心自己 小命不保 再等等 白鸣同样紧张地盯着 若情况有变 再上不迟 小区楼下 何清竹一把 将甩棍拉长 对着助理脑袋 奋力砸下 碰 一声闷响 女助理软绵绵地 倒在地上 满脸是血 余下的三名保镖 健壮 迅速动手 慢 林青城慌忙阻拦 在他眼里 何清竹可是九爷 真要打起来 自己的保镖 怎么可能是对手 果不其然 何清竹红着眼 手中甩棍 抽在一名保镖手臂处 咔嚓 骨头脆响声传来 保镖痛得跪在地上 脸色煞白 余下两人赤手空拳 同样被打得够呛 砰 何清竹一棍打在保镖头上 愣是把甩棍打弯了 何清竹 你想要干什么 林青城有些慌 干什么 何清竹单手抓住 一名保镖的脑袋 重重砸在小区水泥地上 一下 两下 三下 直到保镖的脸血肉模糊 他才松开手 当年在林家 王翠花害 我爸断了腿 将我们赶出林家后 他又找人骚扰折磨我们 林青城 你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 锦衣玉石 可你知不知道 这十年 我们家是怎么过的 何清竹红着眼 踩着拖鞋 一步步朝林青城走去 我们吃剩菜 穿破衣 过得还不如有钱人养的狗 这一切 都拜你们所赐 何清竹 当年若不是你父亲 偷了家里的东西 怎么 啪 何清竹一巴掌 扇在林青城脸上 害他残疾还不够 连他做人的尊严 都要毁掉吗 第五十章 林青城 你就是个孤儿 林青城 我们穷人 就该被你们欺负吗 你这个贱人 啪 何清竹 扔圆了一巴掌 将林青城打倒在地 何清竹 你给我停下 林青城坐在地上 真的害怕了 他从未见过 这样凶狠的眼神 何清竹现在 如同失去了理智 是 你有钱 你是清城国际的女总裁 可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没拿过你一分钱 你在我面前 却依旧高高在上 一指气势 该收起你的高傲了 何清竹掐着他的脖子 将林青城按在墙壁上 你 你想干什么 林青城真的怕了 我要替老天教训你 啪 何清竹松开他 反手一巴掌 林青城那白皙的脸上 出现鼠道手指印 这一巴掌 打你如我父母 啪 他又重重扇了 林青城的大耳光 这一巴掌 打你欺负我九个 啪 何清竹第三巴掌拍下 这一巴掌 打你忘本 林青城 你就是个孤儿 你没有父母 你是被遗弃的弃婴 我过得再差 可我有父母陪着你有吗 你全家都死了 骂完 何清竹连退几步 感觉头晕目眩 他体内的力量 也缓缓流逝 快 送何小姐去治病 白明一个剑步窜了出去 林青城被打了数个耳光 再加上失眠症折磨 同样晕倒在路边 只剩下三名保镖 和一个助理 躺在地上惨叫连连 把这四个人带走 白明扶着何清竹 冷声下令 那林青城呢 有人开口询问 林青城 九爷自会找他算账 白明说完 将何清竹放在车上 迅速朝黑金国际开去 何清竹醒来时 已经躺在自己的房间 女儿 你终于醒了何建国 抓住何清竹的手 老泪纵横 是啊 给我们俩吓死了 李红燕眼睛都哭红了 何清竹发现 体内的燥热已经消失 只是肌肉有些酸痛 我和林青城打起来了 他抱着脑袋 有些肌不太轻 没有 你在楼下晕倒 被路过的人发现了 墨九在旁边安慰道 现在 你没事了 九哥 你怎么来了 何清竹见到墨九 眼睛里全是星星 第五十章 林青城 你就是个孤儿 我晕倒的时候 好像做了个梦 帮你教训了林青城 那个贱人他攥起拳头 气鼓鼓的 清竹 多亏墨九出手 帮你针酒李红燕擦了擦眼泪 九少爷一出手 你就不发烧了 刚才把他急坏了 以为再也见不到何清竹 听见妈妈的话 和清竹尴尬地挠了挠头 我好好的 怎么忽然就病了九哥 我什么病啊 早上起来 他就感觉浑身燥热 好似体内有一股火 偶感风寒墨九微微皱眉 我先出去一下 喘口气 说着 他迅速转身离开房间 九爷 门外的白鸣等人见到他 连忙走过去 扑 可没想到的是 墨九趴在栏杆上 喷出一口血 九爷 您 您这是怎么了 白鸣脸色煞白 一时间六神无主 不知道该怎么办 墨九做了个静声的手势 拿出手怕擦了擦嘴角的血 别生张 免得他们担心 他深呼吸一次 状态才恢复了点 九爷 到底什么情况 白鸣擦了擦汗 非常担心 天生万物 阴阳互补 墨九看着楼外 开口解释道 男鼠阳 女鼠阴可一旦男鼠阴 女鼠阳 便会造成阴阳失衡 您的意思是 白鸣似乎懂了 我是急阴肢体 饱受寒毒之痛 和轻竹是急阳肢体 一旦发作 就会像之前那样 浑身发烫 脾气暴躁 墨九自嘲一笑 我本以为师父的意思是 阴阳互补 能缓解我们俩的痛苦 难不成 刚才您吐血 与和小姐有关 白鸣心跳越来越快 我用师父教我的针法 强行将阳气引入我的体内 和轻竹这才恢复正常 墨九神色凝重 可阳气入体 非但没有缓解 我的寒毒 反而像是水浇在烈火上 造成阳气在我体内肆虐 伤及五脏六腑 此时此刻 他的五脏 如同刀割一样 痛 非常痛 墨九 你要和我们一起出门吗 这时 房门被推开 和轻竹一家人换好衣服 走了出来 去哪 墨九装作没事人一样 爸爸说 今天是初一 我们没事 他要去庙里烧香拜佛 和轻竹拉住墨九的手 摇了摇道 九哥 一起去好不好 好墨九你爱的点了点头 太好了 谢谢你 九哥听说黑山寺可灵了呢 我要许个愿 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和轻竹笑嘻嘻地说着 一行人刚走 小区门前 走出名穿着不衣的男人 他拿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墨九去了黑山寺 第五十一章 王翠花请来的帮手 王女士 我们已经得到准确消息 邻家别墅内 一名身穿不衣 气宇炫扬的中年人 坐在沙发上 他翘着二郎腿 端起茶杯道 墨九 和建国 和轻竹一家 去了黑山寺烧香 太好了 我之前还担心杀了和轻竹 容易打草惊蛇 王翠花满脸惊喜 现在把他们一锅端 事情就一了百了了 只是 他有些担忧到 墨九那小子 现在可不一般听说 和轻竹是承袭酒爷 手底下有很多人 这些天 他算是领教墨九 和和轻竹的厉害了 否则 也不会请原兵 说实话 王翠花并不想和那个人联系 只是现在 他实在没有办法了 王女士 我想您忘了我们的身份 中年男人淡然一笑 手中茶杯瞬间粉碎 现在唯一有悬念的 就是我们 完成任务的时间 当然男子自信满满地解释道 误差 不会超过半分钟 谢谢王翠花 长出了口气 王女士 我师父听说 林少爷身体有样 特意带来千年人生 中年男人从身后 拿出一个礼盒 放在茶几上 虽然没办法挽救 您儿子的腿 但能让他快速恢复 谢谢王翠花 有些不自然地点了点头 家师 还有一句话 男人在开口 孩子 到底是林家的 还是他的 王翠花没有开口 也罢 这种事情 还是您和家师说吧 中年男人轻笑道 无论是 或者不是家师 都很愿意杀林正英的弟子 咔嚓 正在家里照顾林建峰的林如烟 手中要被摔在地上 师母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难道 师弟不是师父的儿子 现在师母 还找人要杀莫久 不 不可以 你大可放心 中年人扫了眼林如烟 连林正英百分之一的本领 都没有学到 算不得他徒弟 连丫鬟都算不上在我眼里 比扫地的还低一等 所以 我不会杀你 他嘴角微扬 不 你们不能杀莫久 林如烟想起师父在光盘里说的话 眼泪夺眶而出 你就算杀了我 我也要去告诉莫久 林如烟摇着头 你们可以教训他 但不能杀他 拦住他 王翠花有些慌了 搜 下一秒 坐在沙发上的中年男人 直接窜出去 一步出现在林如烟面前 你 林如烟刚开口 嘴里便被塞进一颗药丸 而后 男子漫步回到沙发上 王女士 这是解药他将一个 药瓶递给王翠花 有了这个 他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你们 真恶毒 林如烟把心意横 冲了出去 当初将莫久赶出这个家 已经铸成大错 他绝对不能让师母再错下去 哎 王翠花站起身 急得直跺脚 王女士中年男人伸出手 示意她坐下 等她到了 只能收尸 真的不会坏事 王翠花担忧到 她万一打电话 青木堂做事 向来专业男子微微一笑 信号早就屏蔽了 就连寺里的住持都已经被收买 会全力配合我们 那就好 那就好 王翠花这才心满意足地坐下 能不能把药丸再给我点 我想控制他们七个 她感觉林家姐妹 开始不信任自己了 王女士 这要珍贵得很 您以为是糖果 男子挑着没道 按理说 林郑因能力远超我家师 就没给你留下点 她心里 除了正义 还有什么 王翠花摇了摇头 真是可惜 男子叹息道 师叔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第五十一章 王翠花请来的帮手 只可惜 她没有留下传人 黑山寺 何建国一瘸一拐 手里拿着一大捧箱 乐呵呵地爬着台阶 奇怪 今天是初一 怎么没多少人 何清竹东张西望 却发现黑山寺客流西手 有点反常 今天是周一 大家都要上班的了 何建国拉着几人 走进大雄宝殿 此时 大雄宝殿内 主持正盘坐在前面 敲着沐鱼 快来给佛祖上香 何建国招呼家人 整齐跪在地上 唯有墨酒一人 背负双手 目视五米多高的佛像 求求佛祖 保佑我们一家三口 四口 能平安健康 何建国虔诚的双手和食 不停磕头 保佑酒和竹 能顺顺利利 别再受苦了 李红烟上了香 也开始磕头 希望佛祖能让我和九哥 永远在一起 让林家那几个混账 得到报应 何清竹闭着眼睛 嘀咕不停 清竹 佛祖面前 不可胡言乱语 何建国呵斥道 要敬畏神灵佛祖慈悲为怀 怎么可能惩罚凡人 知道了 何清竹吐了吐舌头 墨酒 你也来上香 何建国招呼了一声 墨酒原本不怨 可看何建国眼神诚恳 便笑着走向前 接过三只香 就在这时 正在念经的和尚 忽然有几人站起身 啪响 墨酒大喝一声 迅速折断手中三柱香 嗖 他手腕一抖 六只断香 精准射出 直接命中 站起那些和尚的咽喉 六人当场毙命 倒在地上 可余下的人中 还是有人掏出AK 开始疯狂扫射 大殿内 顿时乱成一团 墨酒纵身一跃 单手抓住忌台 向前一抛 趁着那些人躲避的剑系 他拔出腰间匕首 迅速窜出 寒光一闪 余下的几名枪手 全部被杀 只剩下乱作一团的和尚 还有正在念经的主持 和建国一家三口抱在一起 惊魂未定 好 好 好 这时 大殿外 走进来两名不一男子 不愧是师叔的清传弟子 国字脸的点了点头 你有让我出手的欲望 你们是谁 墨酒收起匕首 冷眼看着他们 我们是谁 对一个死人来说 重要吗 国字脸男人看向旁边的同伴 师弟 让给你 那我就领教下 看看被誉为天教的师叔 调教的徒弟 到底如何 我叫宗七 下去见到师叔 记着告诉他 是谁杀了你 宗七一不迈出 咔嚓 大殿的地砖 轰然裂开 第五十二章 世间猪斑 可是者 唯我 你认识我师父 墨酒的声音 出奇地冷 这两人在他眼睛里 已经是死人了 现在他关心的 是师父身世 当然 那是我的师叔 宗七眉毛一条 念在你我勉强算同门 给你个自裁的机会 若我出手 你男友全师 他目光桀骜 与其中带着鄙夷 十几岁的年轻人 饶是得了林正英真传 又能如何 功夫 是靠时间一点点磨出来的 师叔同门 我让你三招墨酒 倒背着手 想好了 你只有三招的机会杀我 可笑 宗七大笑一声 凌空闪出 他一腿边砸下 千军力道 若被砸中 全身骨头都会碎成渣 面对这一击 墨酒向后一闪 碰 大殿地面 出现一个坑 有点本领宗七 眯起眼睛 双手迅速轰出 他速度极快 快得寻常人根本看不清 两招 墨酒连续躲闪 三招 现在 到我了 他右手一抓 擒住宗七手臂 左肘瞬间撞出 咔嚓 宗七后胸突起 满腔肋骨 全断了 你 宗七满嘴是血 眼中带着难以置信 他还未来得急出第四招 多出一招 都算我有辱师门 墨酒松开手 宗七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大殿门口 裹子脸男子一脸亥然 他们已经足够高估墨酒的能力 可还是没想到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竟然这般厉害 这还是人吗 他们师门的天骄 也没有这么夸张 跑 眼下 国字脸男人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跑 第五十二章 世间诛斑 可适者 唯我 然后给自己师兄报信 他迅速转身 可国字脸男子 还没等迈出两步 便感觉肩膀好似被铁钳抓住 碰 墨酒抓住他身体 将其高高举起 猛地砸在地上 一声闷响 国字脸男人的身体 硬生生将大殿砸出个坑 他口吐鲜血 浑身骨头如同散架一般 紧一招 就失去了战斗了 白鸣 将和家人送出去 墨酒冷冷开口 殿外一直待命的白鸣 立刻领着人进来 将和青竹三人送出去 说 谁让你来的 墨酒一脚踩在 国字脸男人胸口 杀了我吧 我不会说的 国字脸男人冷笑道 我在下面等你 施主 莫要再造杀念 这时 一直念经的主持 终于开口 他收了钱 现在事情败露 只能站出来劝解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你说什么 墨酒笑着转过身 缓缓来到佛像前 我佛慈悲主持起身 开口道 他已经是个废人 莫要再造杀念 我佛慈悲吗 墨酒右手猛地 按在佛像上 哄 众数百斤的佛像 被他直接推倒 砸在地上 瞬间四分五裂 这年头 和尚都拿AK了 佛祖 我信你有什么用 墨酒一脚踩在佛头上 冷笑道 拜你的人都是心怀 贪念他们虔诚吗 那是敬米 那是给他们内心的贪欲买单 墨酒转过身 看着主持 你说我佛慈悲 可为什么你的人 拿着AK要杀我 那不是我的人主持摇头道 他们以全似性命威胁 他们的命是命 我的命 就不是命 墨酒招了招手 白明立刻递过来 一把现弹枪 差一点 我们四个人 就死在这佛像前了 他抬起枪 对准主持 我问你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仙 有佛祖吗 不敬神佛 你会遭到惩罚的主持开口回应 这么说 你也是帮凶 你也参与了对我的谋杀 墨酒反问道 这 似乎不是慈悲 我已有杀念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主持摇了摇头 但你 不敬神佛 主持目光忽然凶狠 必遭天前 我不敬神佛 只敬养我 育我的人 和我自己 我更不在乎全世 地位能决定一个人命运的 不是烧相拜佛 而是自己的力量 第五十二章 世间诸斑 可试者 唯我 天术 寄云 世间诸斑 可试者 唯我 今日 我助你升天 让你替我问问佛祖 碰 墨酒扣动扳机 狭蛋带着他的怒火 汹涌而出 我还能活多久 我的命已经这样 我要 神佛敬我 他转过身 一把江国字脸男子拎起 说 你是谁 我师父又是谁 咔嚓 话音刚落 墨酒一拳击碎国字脸男人泪骨 男人痛苦地哀嚎 说 还是不说墨酒凶狠的眼神 死死盯着他 我们是青木堂的人 家师和你师父是 是同门师兄弟 国字脸男人承受不住痛苦 哀嚎道 我只知道 家师和你师父有恩怨 余下的真不清楚 至于青木堂 你可以打听 墨酒 若你不杀我 加入我们青木堂 我保证你 我墨酒 不需要依附任何人 墨酒冷漠地问道 谁让你来的 你还有哪些同伙 是 是王翠花请我们来的 还有师兄他们 在林家 国字脸男子呼吸越来越弱 王翠花 墨酒猛地拧断他脖子 师父 原谅徒弟不孝 扑通 他单膝跪在地上 墨酒 墨酒 就在这时 拿着手机 哭成泪人的林如烟 疯狂跑上来 墨酒 有人要杀你 等他看到大殿内的荧幕时 整个人愣住了 你 你还活着 林如烟崩溃地坐在地上 恐惧 害怕 担心 惊喜 五位陈杂 墨酒 我已经看过师父的光谈 是我们对不起你 我真的不知道你 只有一年寿命 我知道错了 墨酒 我能叫你一声弟弟吗 他爬到墨酒身前 双膝跪地 若我的死 能得到你宽恕 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 林如烟悲伤得有些抽搐 墨酒没有说话 而是缓缓将他扶起 两只满是鲜血的手 轻轻涂抹在林如烟脸上 墨酒 你这是 林如烟不知所措 拦我者 死墨酒伸出血手 按住林如烟的脸 将他一把推开 你 也不例外 噗通 林如烟瘫坐在地上 他忽然意识到 那个满眼都是他们的弟弟 真的已经死了 第五十三章 一家人团聚 林家别墅 王翠花在客厅内不停踱步 每隔几分钟 他都会去房间看一下自己昏迷的儿子 墨酒死没死 终于 王翠花按捺不住 走过去开口询问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现在被墨酒断了双腿 心里怎能不恨 不宜男子瞧了眼手上劳力士 悠然道 尸体 都凉透了 那怎么没有电话过来 王翠花还是不放心 他太期待墨酒被杀了 如有可能 他甚至想把墨酒给碎尸万段 再剁碎了胃狗 电话 闻言 中年男子眉毛微调 轻笑道 必然发生的事情 需要打什么电话 我青木堂眼中 一个人的寿命终点 并不是他死的那一刻 男子站起身 舒展下筋骨 而是从我青木堂决定杀他那一刻起 他就是个死人了 墨酒 在你发短信的那一刻 已经死了 说着 他拿起茶杯 细细评了口 师叔的品味 还是这么独特 你要喜欢 我多给你些王翠花心情舒畅不少 可以想儿子的腿 他内心恨意再度燃起 能不能把他尸体带回来 我想亲自砍几刀 没问题 不宜男子脸上洋溢着得意 这时 门外传来喇叭声 尸体 已经带回来了男子看向窗外 自信满满道 青木堂做事 非常专业 太好了 王翠花高兴地直跺脚 我青木堂要谁死 阎王爷都得给我爬起来加班 劳烦王女士稍等片刻 不宜男子礼貌性地鞠了一躬 我去处理一下 好 好 好 王翠花非常激动 他日思夜盼 终于盼到墨九死了 只是 让这个官死得太痛快了 王翠花转身走到病房里 看着昏迷的林建峰 心疼地说道 儿啊 妈帮你报仇了 别墅门外 不宜男子三步来到车前 看着地上盖白布的尸体 有些惊讶道 不是四具尸体吗 怎么回事 让人跑了 他语气里带着不满 首座 负责送尸体的青木堂弟子 浑身发抖 面无血色 你们啊 就是年轻等过几年 做的是多了 就能像我一样 临危不乱 说着 不宜男子一把扯开白布 宗七 月八 见到尸体瞬间 他瞪大眼睛 呼吸骤然停止 自己的两名尸弟 直挺挺躺在地上 尸体脸上 还带着未来的急消散的痛苦 这两人 可是青木堂的那门弟子 喊有敌手 这个末九 竟然能将两名尸弟干掉 风景彻乎 不宜男子凌空一跃 眨眼间便消失在别墅前 无影无踪 只留下运送尸体的青木堂外门弟子 瑟瑟发抖站在原地 想不到 你们管事的跑这么快 白鸣拎着一把枪 面带讥讽 缓缓从车上跳下 大哥 别杀我们 两名青木堂弟子跪在地上 哀求道 我们只是外门弟子 就是跑腿的 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力 只能听他们安排 求求你放了我们 我们上有下 下有小 上有老 小有小 白鸣挑着没问道 第五十三章 一家人团聚 是是是 求您大发慈悲 两名青木堂弟子 如同抓住救命稻草 接连作医 放心吧 白鸣缓缓抬起枪 你们参与暗杀九爷 九爷肯定杀你们全家到时候 一家人就能在下面团聚了 碰 碰 两声枪响 两名青木堂仔倒在地上 没心处 血流如注 来几个人 洗地剩下的 跟我进去请王翠花 白鸣吹了吹枪口 却尴尬地发现 枪口没有电影里的清烟 白鸣 您现在吹一名小弟 贴心地将烟头 插在白鸣枪口 呼 白鸣一吹 果然清烟鸟鸟 你他娘的 真是个人才 他拍了拍那小子的肩膀 请人去 咚咚咚 别墅外面 传来一阵敲门声 儿子 抹过去看看墨酒尸体 王翠花兴奋地站起身 边走边喊道 来了 来了 你们清木堂 他刚开门 看到的是一把黑漆漆的枪 王翠花 跟我们走一趟 白鸣一把抓住他脖子 像是拖死狗一样 将他抓上车 王翠花拼命挣扎 完全无济于事 碰 白鸣将他推进车里 自己也紧随其后跳上车 坐在王翠花对面 车子迅速驶离 你 你们要干什么 王翠花忐忑不安 吓得心脏狂跳 他眼睛望向窗外 想要寻找清木堂的高手 可邻家别墅外 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和清竹和墨酒 不是我杀的 跟我没关系 王翠花见白鸣沉默不语 更加害怕了 真不是我杀的 他们的死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要报仇 去找杀他们的人 哦 白鸣一脸惊讶到 和你没关系 你怎么知道九爷死了 这 王翠花把心意横 眯起眼睛威胁道 若我有事 你们都得死 卧槽 你吓死我了 白鸣惊恐地喊道 弟兄们 快把他放了 说着 他一把拉开车门 将王翠花推了下去 三十几脉的车速 王翠花从车里滚落 摔在地上 脸上 手上 全是血 骨头也和散架一样 他痛得直咧嘴 长舒口气 自言自语道 总算安全了 不行 我得给青木堂的人打电话 让他们斩草除根 支 这时 一道刹车声传来 开过去的面包车 又倒回来了 咱们又见面了白鸣 扛起王翠花 重重扔进车里 你们死定了 王翠花恨得浑身发抖 青木堂高手只要发现他不在家 肯定会来营救的 你又想把我吓死 白鸣的手 放在车门拉手上 没有 王翠花一哆嗦 再也不敢说话了 半小时候 他被白鸣推下车 带我去哪 王翠花这是真的怕了 去了 你就知道了 白鸣不由分说 按着他上了楼 将其推进一间宽敞的办公室 王翠花惊恐地打量四周 发现房间内非常宽敞 窗前站着一个人 你是谁 王翠花撞着胆子问道 第五十四章 徒弟送明上路 师母 窗户前 一身黑色西装的墨酒 缓缓转过身 你 你没死 王翠花顿感浑身无力 瞬间瘫坐在地上 他此时大脑一片空白 整个人都是猛的 青木堂不是说 人必死吗 怎么墨酒现在完好无损地站在这里 还是说自己见鬼了 可这明明是大白天啊 师母 我扶您起来 墨酒弯下身 将浑身发抖的王翠花扶起 送到椅子上坐下 你没死 你没死 王翠花疯了一样 不住地重复 他感受到墨酒的体温 是活人 那青木堂的人呢 事情是不是败露了 师母 我知道你找人来杀我 墨酒坐在他对面 面带微笑道 肯定是我师母 那个墨酒 王翠花满头冷汗 试探性地问道 你不会要杀我吧 怎么会 墨酒拉开抽屉 从里面拿出一个锦盒 师母 上次打了您 是我不对 他将盒子推到王翠花面前 弟子的一番心意 恳请您务必收下 该不会是暗器吧 王翠花很怕 现在的墨酒 他感觉好陌生 倘若墨酒给他两个耳光 王翠花反而感觉安心 师母 你不信我 墨酒端起茶杯 轻轻饮了口茶 信 王翠花小心翼翼地打开锦盒 里面是一个纯精打造的佛像吊坠 做工精美 看起来就非常昂贵 这是 王翠花感觉有些摸不透墨酒 自己明明派人暗杀他 怎么现在还送上礼物了 我信佛我相信师母 也是信佛之人 墨酒身出手 指着里面的金佛项链 弟子希望师母 能早生极乐 王翠花嘴角微颤 总感觉这句话有点不对劲 是 我也信佛王翠花拿起金佛吊坠 戴在脖子上 佛有句话说得好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他现在只能顺着墨酒的话说 妄图开导墨酒 放过自己 我最幸佛了墨酒点了点头 靠在椅子上 佛能渡人 那是 那是 王翠花忐忑地站起身 问道 我能 我能走吗 师母墨酒笑着看向他 从我进这个家 您就不喜欢我 十几年了 我一直待您犹如生物 只是不知为何 您却始终是我为眼中钉 我能知道答案吗 他神色平静 语气里不带一丝情感 墨酒 你什么都好 但我有儿子 王翠花犹豫片刻 开口答道 林家不能有第二个男丁 威胁我儿子的地位 也不能有第二个男丁 分享我儿子得到的所有爱 包括林家七姐妹的爱 我要让我儿子得到全部 如果我没有儿子 我一定会带你如亲生儿子一样 他说完 紧张地眨了眨眼 再度问道 我可以走吗 师母 墨酒站起身 缓缓弯下身 单膝跪在王翠花面前 徒弟送您上路 不用了 不用了王翠花长叔一口气 我自己能走 第五十四章 徒弟送您上路 佛像上 涂抹了十点阎罗半个月后 徒儿为您屁骂待笑 守灵三天 墨酒面无波澜 缓缓开口 什么 王翠花一屁股坐在地上 慌忙摘掉项链 将其扔在地上 可她的脖子处 已经出现一个佛像的轮廓 十点阎罗 是所有下毒手段中 最残酷的一种 王翠花自然清除 因为那是她丈夫交给墨酒的 墨酒望向王翠花 十点阎罗催命 神仙难救 半个月内 您会浑身溃烂 等到第十五天 你身上的肉 会全部掉下来 不过您放心 徒儿再有一年半载 会下去陪你 墨酒 你 你这个畜生 王翠花惊恐不安 又愤怒地吼道 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 中了十点阎罗 比死还要难受 死 只是一瞬间墨酒平静地解释 您在我小时候 曾经告诉我 与其直接给我一巴掌 不如告诉我 今天会删我 一巴掌这样 我一天都会处在恐惧中 现在 弟子把这份恐惧还给您 墨酒低着头 十点阎罗 没有解药十五天后 弟子会给您一场 空前盛大的葬礼 墨酒 王翠花浑身发抖 吓得站都站不稳 还有十五天 十五天后 自己就要死 不 我不想死 我不能死 我临死前 也要拉你下水 墨酒 我要你陪葬 王翠花仓皇推开门 六声无嘱地走出去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我要找人救我 我一定不会死 师母 就在这时 林家姐妹们开着车 找到这里 师母 墨酒没把你怎么样吧 林青城担心地问道 他们回到家 发现家里没人 调取监控 才发现王翠花被白鸣带走 于是姐妹几人迅速开车赶到这里 见到王翠花没事 他们才放下心来 没事 我没事 王翠花擦了擦汗 回家 带我回家 她感觉喉咙位置 已经开始发痒 越想 王翠花越感到不安 她要找青木堂的人 来给自己治病 顺便 杀了墨酒这个畜生 办公室 九爷 王翠花这十五天恐怕连绝都不敢睡 白鸣笑嘻嘻地走进来 我还真是好奇 毒药发作起来 她浑身腐烂时会有多吓人 她五年前跟着墨酒 忠心耿耿 对王翠花的恨意 一点都不比墨酒哨 我在她身边生活十五年 受了十五年折磨 墨酒倒背着手 看向窗外 十五天 还是有些短了 十五天内 王翠花一定会请青木堂的人救她 青木堂 如我师父 我要杀尽这些人 让侮辱我师父的人 流干最后一滴血 墨酒眼中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 叫邱若熙来见我 她转过身 走到办公桌前 在师母生命最后的时光里 我要让她沦落街头 乞讨为生 让她尝尽人间疾苦 让她知道 何叔一家这些年 过的是什么日子 墨酒端起茶杯 摇了摇 现在 把对何清竹动手的几个人 带进来 是 白明推开门 摆了摆手 清城国际的女助理 还有三名保镖 被拖进办公室 第五十五章 人文关怀 墨酒 你想干什么 三名保镖和助理靠在墙角 惊恐地喊叫 四人被何清竹打成重伤 一直没有得到治疗 早已痛得苦不堪言 我警告你 若是林总知道我们在这 一定不会放过你 助理咬着牙 怒骂道 墨酒 你还有点良心吗 林总好歹做过你的姐姐 想不到你的心 这样狭隘 恶毒 说得好 墨酒点了点头 缓缓走到她身前 嘴角微扬 你们三个 有什么想法 或者想骂我 都可以痛快骂出来 她缓缓解开白色衬衫 最上面的扭扣 墨酒 把我们放了 这事就算过去了 三名保镖感觉到极强的压迫感 现在 他们只想回去 中秋节快到了 你们是不是很久没有 和家人过节了 墨酒神色平静 悠然开口 和你有关系吗 女助理冷着脸道 林总在倾城地位显赫 你最好放了我们 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我墨酒做事 讲究人文关怀 我帮你们把家人都带来了 墨酒打了个响指 房门再次被推开 两女一男 被带了进来 见到三人 房间里的两名男保镖和女助理 脸色大变 因为这三位 正是他们的男女朋友 墨酒 你这个卑鄙小人 你想干什么 女助理脸色煞白 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问你 和青竹是我什么人 墨酒弯下身 拖起一名保镖的下巴 保镖冷哼一声 没有回答 见状 墨酒转过身 拿起桌上的水壶 直接将开水浇在他头上 啊呀 保镖被烫得惨叫不止 不住的哀嚎 太吵了 墨酒微微皱眉 他话音刚落 白鸣一步上前 直接捏开保镖的嘴 手中刀子一抖 将舌头割了下来 见到这一幕 余下几人全都吓傻了 墨酒 对不起 我们错了 女助理跪在地上 哭喊道 你别杀我 原本 她以为墨酒之事要教训他们 现在 女助理意识到自己错了 我还是喜欢你 桀骜不驯的样子 墨酒缓缓走到窗前 一把推开巨大的玻璃窗 而后 她走到办公桌前 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枪 我数到三你们 每对情侣 只能活一个 欺人眼神中带着恐惧 一个个早已吓得说不出话 墨大哥办公室 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 墨酒 求求你 放了我们吧 女助理跪在地上 用力磕头 她的妆 早就枯花了 墨酒 我没有女朋友 一名保镖窃窃地举起手 哦 碰 墨酒扣动扳机 鲜血似箭 说话的保镖 软绵绵倒在地上 周围传来阵阵刺耳的尖叫声 剩下的六个人 眼中除了恐惧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墨酒 何清主打了我们 你却要杀我们 女助理大吼道 世上没有这样做事的 你能不能讲些道理 枪响那一刻 她已经惊吓过度 开始麻木了 枪在谁手里 谁就是道理墨酒 抬起枪 缓缓开口道 三 二 第五十五章 人文关怀 墨酒 老子就是做鬼 也不会放过你的 一名保镖挣扎着站起身 狂奔到窗边 一跃而下 扑通 三秒后 重物砸在车上的声音传来 啊 三名女生承受不了刺激 瞪大眼睛不停地吼 小美 我爱你 另一名保镖抱住女生 亲了一口 而后 跑到窗边 同样纵身一跃 这位兄弟 早已满身冷汗的男人开口道 我不是他男朋友 我俩是炮友 我有家 真的我就是 就是玩玩他 你能不能放了我 一旁的女助理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向说话那名男人 陈炎良 你这个畜生 还算不算男人 哥 求你放了我 杀他就行男人双手抱圈 不住祈求 九爷 就在这时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穿着黄色风衣的邱若曦 大步走进来 你 你是九爷 听见这个称呼 几人一脸骇然 在青城 九爷的大名 如雷贯耳 能把承熙和城南 都纳入囊中的大楼 居然是个少年 他们把九爷得罪了 九爷 我是不是耽误您 秋若曦指了指门口 我先出去 不用了 墨九抬起枪 碰 碰 碰 每开一枪 秋若曦心脏跟着跳一下 白鸣 处理干净 墨九将枪扔给白鸣 拿出手 趴擦了擦脸上的血 走到秋若曦面前 今晚那些供货商 会以两倍价格为条件 恢复给清城国际供应员材料 林清城 会找你借钱钱 我黑金集团出 不借 只要他林清城的股份 九爷的意思是 秋若曦心里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再怎么说 他也是林清城的闺蜜 真要是釜底抽薪 自己名声尽悔不说 从今往后将会遭受唾骂 彻底失去信誉 我的意思是 那把枪里 还有一颗子弹 墨九走到白鸣面前 一把夺过枪 见到这个动作 秋若曦前一时后退几步 他 墨九打开弹夹 拿出里面的子弹 秋总 送给你他伸出手 递到秋若曦面前 谢谢九爷 我一定照做秋若曦手 已经抖得不成样子 对了 陈叔 想请你参加今晚的大会 他预言又指道 可能 是敞鸿门宴 怎么说 墨九转过身 平静地问着 林清城给了陈叔两千万 再加上你吞了黑蛇 和徐高楼的地盘 整个清城的帮派 都对你不满 秋若曦耐心地解释道 陈叔在清城威望很高 不管是哪个帮派的大佬 对他都客客气气 林清城想利用他们对付我 墨九轻笑一声 那今晚 我非去不可 需不需要 我提前安排 不用墨九打断秋若曦的话 把我交代你的事情做完 再转告陈叔 说我九爷 一定给他这个面子 好秋若曦转过身 闭上眼睛 他不想让自己的闺蜜 败得那样惨 即便 他知道自己这样做 可能会遭到墨九的报复 走出办公楼 秋若曦拿出手机 打给林清城 清城 我想见你一面 第五十六章 林如烟知道真相 追悔莫及 若曦 我正好有事要找你 林家别墅 林清城坐在客厅 憔悴地对电话 那端秋若曦说道 刚有几个供货商 同意和黑金集团毁约条件 是我出双倍的钱 十分钟前 他刚到家 便收到公司又亏损的消息 更为可怕的是 原本给清城国际供货的那些供应商 集体违约 没有原材料 清城国际的实体商品只能停售 金融部门持续亏损 实业部门没有原料 双重打击下 清城国际的资金链 马上面临断裂 装备价格的条件时 林清城毫不犹豫地答应 他没有选择 只能背水一战 期望在秋若曦的帮助下 击溃黑金国际 私下里 他也找了清城的陈叔 希望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能给地下势力施压 从一鸣一按两个方面 对黑金集团完成重创 因为其他帮派势力 对九爷早已不满的原因 陈叔已经答应这件事 只差秋若曦的资金了 清城 你有没有想过 墨九可能很优秀 听见林清城的话 秋若曦心脏沉到谷底 果然 墨九已经行动了 一旦林清城卖出股份 面临的就是被踢出清城国际 那可是林清城一辈子的心血 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秋若曦没办法想象 林清城得知真相 会有多崩溃 可能会恨死自己吧 墨九 他或许优秀把林清城 想起自己床头那些杂志 心里非常苦涩 他找人查了 那杂志 是墨九自己做的 可一声高傲的林清城 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他愿意弥补墨九 愿意给墨九道歉 但墨九断了林建峰的腿 打了师母 已经断了他们重归于好的可能 林清城只能很下心 将墨九视为林家的敌人 林清城 你和墨九道个歉 有什么话好好说 或许 不等秋若曦说完 林清城冷冷打断道 就当是我欠墨九的 下辈子当牛做马 再补偿他吧 我没有选择 我要保护这个家 所有的愧疚 让我一个人承受 好吧秋若曦苦笑一声 意识到 自己已经无法改变结果了 第五十六章 只有你能帮我林清城询问道 若曦 你有困难吗 没有 但我只有一个条件 秋若曦急力 让自己保持镇定 我要清城国际的股份 好林清城没有犹豫 他现在唯一能拿出来抵押的东西 只有股份了 挂断电话 林清城长出一口气 钱和灰色势力的问题 都解决了 接下来 就是和黑金集团的决战了 大姐 是不是秋若曦的电话 林雨晴急切地跑过来 坐在他身边 是 怎么了 林清城语气冷漠 他对林雨晴的行为感到不耻 可终究是一家人 他做不到真的将林雨晴赶走 大姐 秋若曦是墨酒的人 林雨晴一把抓住林清城的手 他不会借给你钱的 我亲眼看见 秋若曦喊墨酒酒夜 大姐 你别上当 林雨晴眼眶红了 雨晴 你真该去精神病院看看了 林清城闭上眼睛 冷漠地说道 若曦是我最好的闺蜜 她会害我 再者 秋若曦可是清城女王 人脉极广 就算墨酒真是酒夜 秋若曦需要给她面子吗 大姐 我说的是真的 林雨晴发疯一样摇头 你要相信我 别烦我了 林清城一把推开她 力声喝倒 还嫌我不够烦 还嫌这个家不够乱 林雨晴 你不是孩子了 你喜欢墨酒 我不管你不知廉耻 和她搞在一起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 你想做什么 你这个叛徒 林清城长期失眠 情绪非常暴躁 再加上 最近全是烦心事 她的火气一下子爆发了 滚 客厅内 死一般安静 林雨晴如遭雷击 坐在沙发上 任由眼泪缓缓掉下来 二姐 这是我从墨酒那要来的茶 林雨晴小心翼翼从口袋里拿出茶叶 递给旁边的林如烟 你看看配方是什么 说完 她失魂落魄地站起身 缓缓走出别墅 老七 林如烟开口想要挽留 她是最痛苦的 知道了许多不该知道的真相 第五十六章 林如烟知道真相 追悔墨吉 光盘的真相 还有师母和青木堂的对话 可林如烟不敢说 她担心自己说出来 师母一狠心 会害死姐妹们 只能眼睁睁看着好好的家 四分五裂 让她冷静冷静吧 林青城摇了摇头 眼中尽是失望 大姐 这茶 林如烟闻了闻 试探性地说道 墨酒应该不会害你 扔了林青城盯着茶叶 忽然怒吼道 我们已经将她赶出去了 还要他们的东西干什么 我们七个 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年 难道加在一起 这是什么 这是在可怜我 我林青城 不需要怜悯 她情绪异常激动 林如烟 来我房间一趟 这时 二楼的王翠花喊了句 来了 林如烟心里咯噔一下 战战兢兢地上了楼 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自己该何去何从 二楼 王翠花脸色极差 见到林如烟进来 她板着脸道 如果泄露秘密 你知道下场 不光是你 你们七个都得死 师母 我不会说的求求你 别伤害他们 林如烟惊恐地跪在地上 他们把您当作亲娘 为了您和弟弟 不惜和墨酒绝恋 好了 只要你不乱说 他们就是我的乖徒弟 王翠花弯下身 拖起林如烟的下巴 称赞道 真是水灵 整个林家 就你最漂亮屁股大 能生儿子 王翠花眯起眼睛 手指不停地摸着脖子 十点言罗 已经开始有反应了 剑锋最喜欢的 就是你 等他醒了 你让他圆了这个梦吧 做他的老婆 给他生的孩子 什么 林如烟瞪大眼睛 吓得连连后退 那是我弟弟 他不能接受 又没有血缘关系 王翠花冷哼一声道 看你这前途后翘的身材 怪不得剑锋喜欢 林如烟戴着金丝眼镜 穿着白色衬衫 扭扣都要被撑开了 其实 我一直打算 让你们七个都嫁给剑锋 王翠花语不惊人死不休 也不怕告诉你 当年剑锋 想要玩玩老四 被何建国 那个奴才发现 害得剑锋被赶出去 三天后 剑锋的伤口愈合差不多 你就满足他吧 王翠花摇了摇手里的解药瓶 不想死 就照做 林如烟跌跌撞撞 像是行尸走肉一样 离开房间 不 林建峰这个畜生 林如烟红着眼 拿出手机 凭借记忆 按下墨九的手机号 第五十七章 我觉着恶心 墨九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 我求求你 求求你 见我一面 林如烟听见电话里忙音后 双手不停地发抖 自己被拉黑了 他擦了擦眼泪 慌乱编辑一条短信 发了过去 叮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墨九竟然回复了 只有四个字 卢州会馆 林如烟抓起手机 疯了一样冲出别墅 钻进自己的车里 在清城 卢州会馆的意义 非同一般 清城帮派伶俐 道上的人非常多 时不时 就会发生一些恶性事件 为了协调各个帮派 合理的均分利益 清城灰色势力大佬们 每年都会在卢州会馆 召开一场大会 名义上 是吃饭喝酒 实际上 是重新制定规矩 让各方势力得到平衡 太阳还没落山 卢州会馆的门前 已经停满了豪车 许多杀气腾腾的打手 不停在会馆周围转来转去 此时 墨九坐着路虎 来到会馆门前 墨九 林雨晴冲过来 不停地拍打车门 他等了很久 从林家出来 他就给墨九打了电话 想要见墨九一面 出乎林雨晴意料的是 自己居然没有被拒绝 上来吧 墨九推开车门 平静地说着 有事吗 他打量哭成泪人的林雨晴 能不能放过大姐 林雨晴哆哆嗦嗦 从怀里抽出一把刀 迅速抵在墨九脖子上 放了大姐 放了我们 求求你 别逼我行骂 他手不停地发抖 眼睛里也充满恐惧 哗啦 副驾驶的白鸣拔出枪 抵在他脑袋上 林雨晴 我印象里 你可是高贵的才女 墨九淡然一笑道 是个艺术家 怎么现在成刺客了 墨九 林雨晴绝望地吼道 甚至杀了我 可你能不能放了林家 如果你不答应 我就和你一起死 他没有别的办法了 第五十七章 我觉着恶心 整个林家 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与其眼睁睁看着家破人亡 他不如搏一搏 你的手 只能拿画笔墨九伸出手 将刀缓缓推开 舞刀弄枪这种事 你不行的 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放过林家 林雨晴情绪激动 由于过度哭泣 他的身体已经开始抽搐 教训教训他们就行了 非得搞到你死我活吗 他捂着脸 失声痛苦 今天还真是热闹墨九 看向窗外 倾笑道 又来一个话音刚落 林如烟拉开车门 上了车 墨九 我把自己给你 求求你 要了我 林如烟解开自己衬衫 将那衣丢在一旁 疯了一样抱住墨九 林如烟墨九微愣 一把将他搂在怀里 避免其继续乱来 你疯了吗 没有人能抵抗得了欲解 尤其是疯了的欲解 我才知道 弟弟 不 林建峰当年被赶走 是因为那个畜生 戳气道 现在 师母让我把自己给林建峰 我宁可死 弟弟 我给你 好不好 我什么都给你 我只求你救救我的六个姐妹 恶毒的师母 邪淫的弟弟 余下六姐妹被蒙在鼓里 下场会是多么凄惨 林如烟墨九手指轻轻 在他背上抚摸 在心里记下纹身符号 而后 将他一把推开 你弄脏了我的衬衫 墨九将衣服递给林如烟 眼中带着细血 我还是喜欢你们赶走我那天 桀骜不驯的样子可惜 墨九 林如烟紧咬嘴唇 二姐 一直没说话的林雨晴 眼神呆滞地看向他 七妹 怎么在这里 林如烟慌了 林雨晴整个人现在都是猛的 她接受不了师母和弟弟是那种人 他们七姐妹 居然为了那对恶毒的母子 将真心疼他们的弟弟 扫地出门 可惜 世上没有后悔药 回去吧 墨九推开车门 跳下车 顺手扫了扫西装上的灰尘 我可以不接受 你们七个 当我墨九不要的女人 也轮不到 她临见风享受 墨九 林如烟含着泪 忍不住喊了句 别再叫我的名字 墨九转过身 指着她 眼神冰冷道 我觉着恶心 说完 她转过身 领着白鸣和锦鸣手下 禁止朝卢州会馆走去 墨九 你不要去 那里的人拿了大姐的钱 要对付你 第五十七章 我觉着恶心 林如烟忽然想起什么 发疯一样朝着墨九跑去 千万不要去 这是鸿门燕 墨九猛地拔出枪 头也不回地 对着身后开了一枪 砰 子弹打在林如烟身 前半米地面上 二姐 林雨晴拖着沉重步子 缓缓走过来 我们错了 我们都错了 姐妹两人抱在一起 跪在地上 崩溃大哭 他们被泪水模糊的视线中 曾经的弟弟 已经渐行渐远 逐渐看不见 先生 请接受检查 卢州会馆 宴厅门口 几名打手在墨九等人身上 仔细搜查一番 九爷 您可以进去了 打手检查完毕 笑着点了点头 九爷道 随着门口一声吆喝 喧嚣的燕厅 顿时安静下来 里面上百号人 几百双眼睛 齐刷刷地看着门口 看向这位在半个月内 直接荡平成熙和成男的九爷 直到看见真人 他们才相信 九爷这样年轻 墨九 燕厅最中央 站起一名肥胖老人 是我 墨九领着人走到他面前 微微点头道 您是陈叔 不错 陈天爸笑眯眯道 不过是大家给我面子 叫我生陈叔罢了 忽然 陈天爸咳嗽几声 喂 懂不懂规矩 在陈叔面前抽烟 一名大佬指着白鸣 沉着脸道 你大哥没教你 不好意思 墨九转过身 从白鸣嘴里 把烟抢下 扔在地上 碾灭 见到这一动作 陈叔点了点头 周围的大佬 也都没有再说话 墨 陈叔刚要开口 却见墨九重新拿出一支烟 用一打美元点燃后 叼在嘴里 朝着他们脸上吐了口烟雾 PS 中秋快乐 你们放假 我加班 三个 祝大家团团圆圆 第五十八章 九爷 请入座 喂 你搞什么 碰 陈天爸身旁一名壮汉猛地拍了桌子 面露凶光 会馆内几百人 也开始躁动起来 清城已经有三十多年 没人敢在陈天爸面前这么猖狂了 退下陈天爸抬起手 赫退两旁 愤愤不平地混混 墨九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神色平静 可眼神中已经有杀意浮现 墨九的动作 等同于挑衅 等同于当着清城大佬们的面 打他的脸 难道 我陈某人这张老脸 不值得你给点面子 陈天爸语气中带着怒意 我当然给陈叔面子墨九面带笑意 指了指脚下的烟头 这不算吗 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陈天爸指着他嘴里的烟 这是我的面子墨九挑着眉 平静地问道 怎么 陈叔不给我面子 此话一出 卢州会馆内顿时炸开了锅 陈叔早年曾经是半个清城的老大 后来金盆洗手 退出帮会 才有了徐高楼和黑蛇这些后生崛起 可不管是谁做了老大 整个清城帮会的大佬 对陈天爸都是毕恭毕敬 从来没人像墨九这样放肆 因为 谁得罪陈天爸 就意味着得罪整个清城的帮派 会遭到群起公知 今天 清城三十年的规矩 被打破了 你他妈有什么面子 一名赤壁青龙纹身的混混走上前 一把从墨九嘴里把烟抢下 扔在地上狠狠地碾面 做完这一切 他还不忘嘲讽道 墨九 在这儿 你没面子 卢州会馆内顿时传来一阵哄笑 就连陈天爸的脸上 也露出一抹笑容 之前他还琢磨给墨九一个下马威 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实在沉不住气 自讨没趣 忽然间墨九手腕一抖 手里多了一把枪 捡起来 吃了他用枪顶在青龙纹身混混脑袋上 面无表情道 我数到三 墨九 你干什么 会馆内顿时陷入到死寂中 陈天爸脸色微变 立刻呵斥道 任何进来的人都不能带枪 你 坏了规矩 就是 墨九 实相的 把枪拿走 给我道歉 纹身难见陈天爸给自己撑腰 顿时来的底气 第五十八章 九爷 请入座 门外的打手们 也冲了进来 他们明明检查过 墨九身上没枪啊 三 墨九没有理会这些人的话 也没有回答 而是淡淡开口道 二 一 我吃 我吃 青龙纹身难连忙跪在地上 将烟头塞进嘴里 他早就听说 九爷是个疯子 没想到居然疯成这样 他可不想死 不敢赌墨九会不会开枪 赌输了 那可是自己的命啊 只要活着 面子往后还能找回来 还有这个墨九挪了挪脚 用力碾了几遍 好好 门身难耸得不行 跪在地上 把另一个烟头也吃了 墨九 你闹够了没有 陈天爸终于忍无可忍 怒斥道 别太放肆了 放肆吗 墨九按下扳机 咔 门身难眼睛紧闭 身子一颤 尿都吓出来了 可枪并没有响 枪口 冒出一股火 打火机而已 我开个玩笑 墨九将火机扔在桌上 后退一步道 我确实没想到 陈叔的手下 一个个都这么怂 你 纹身难两腿发软 想要冲过去理论 却被陈天爸一把拉了回来 够了 他看向墨九 墨九 今天请你来 是商量正经式的 清城没有墨九墨九到背着手 面无表情道 叫我九爷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陈天爸是什么人 清城教父级别的大佬 德高望重 一个心崛起的年轻人 居然敢让陈天爸 称呼其为眼 我这么叫 你说得起吗 陈天爸脸色非常难看 大家都这么叫墨九 针锋相对 迎着他目光望去 好 陈天爸此刻终于动了杀心 九爷 请入座 这话说完 不少人眼睛里都带着看戏般的玩味 他们都清楚 今天 墨九怕是没办法站着离开会馆了 我坐哪 墨九环视一圈 周围根本没有座位 第五十八章 九爷 请入座 你坐那 陈天爸身旁的光头指着门口 一脸戏血 有点偏墨九挑着眉 摇了摇头 整个清城的帮派里 只有你迟到 来得最晚 光头冷笑道 现在 只剩那个座位了 九爷 请把陈天爸眼中带着一抹畅快 自己 终于搬回一城了 可是 我想和陈叔坐在一张桌 墨九指着陈天爸的桌子 论地盘 城西 城南 绝大部分都是我的场子 我想 我有资格坐在这 论资格 你当然有可这张桌子满了 只能委屈 你九爷了下次 早点来 陈天爸坐在椅子上 意味深长地说着 请吧 九爷光头笑呵呵地指着门口 陈叔 座位美满墨九向前一步 低声说着 嗯 陈天爸指着自己周围的人 怎么美满 我说美满 就美满墨九左手抓起桌上的叉子 右手将光头搂在怀里 猛地一次 叉子穿过光头肋骨 直接插进他心脏 扑呲 先续见了陈天爸一脸 墨九 你干什么 哗啦 整个人会馆的人 全都站了起来 每个人都感到一阵极强的寒意 这可是青城帮会一年一度的大会 任何恩怨都得放下 现在 活生生一个人 说杀就给杀了 还是在整个青城帮会大佬面前 外面的打手冲过来 一个个神经绷紧 拦在陈天爸身前 现在 有位者墨九松开手 光头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瞳孔涣散 不好意思 弄脏了您的衣服 他拿出手帕 擦了擦手上的血 坐在光头 坐过的椅子上后 指着陈天爸衣服上的鲜血 回头我陪您一件新的 墨九 你太放肆了 陈天爸受到惊吓 脸色煞白 你简直无法无天 坏了道上的规矩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陈天爸推开身前打手 只是墨九 你坏了规矩 就是和整个青城作对 这话说完 打手们面带杀鸡 就等陈天爸一声令下 他们便会冲上去 杀了这个不识食物的人 规矩 墨九自顾自拿起筷子 旁若无人地开始吃菜 就是青城的规矩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陈天爸脸色一沉 哗啦 周围混混抽出桌下的刀 全部围了上来 第五十九章 九爷我 很想领教下这青城的规矩 陈说 你不是叫我来吃饭的吗 墨九拿起红酒 给自己满了一杯 靠在椅子上 摇了摇酒杯道 现在要砍我 墨九 你实在是给脸不要脸 陈天爸满身杀意 举手投足肩 好似回到年轻时 在青城道上 我陈天爸的话 就是圣旨 我的话 就是规矩 他面带不屑道 你才多大 侥幸抢了两个厂子 就敢在我面前杀人 在我面前抽烟 墨九 人狂自有天收 周围的帮派大佬们 也站出来奚落道 你吃的米 还没陈叔吃的盐多 跪下 给陈叔和在场的兄弟们道歉 再把你成熙和成男的厂子交出来 我们或许会放你一条生路 墨九没有理会这些人 一口干了红酒 继续吃菜 墨九 我知道你手底下 有一伙战斗力非常强的打手 陈天爸冷冷道 可圆水救不了近活所想活 你自己选 这些日子 他们到处搜集墨九的消息 知道 有这位程熙九爷手下 有一股战斗力非常强的打手 若非忌惮那些人 他们早就暗杀墨九 将其取而代之了 墨九 陈叔和你说话 你装聋作哑 眼见墨九没有反应 不少人彻底怒了 吃 让你吃 陈天爸一把将桌子掀了 满桌子的食物和红酒 还有碎裂的瓷器 散落一地 墨九 我不想杀你 陈天爸沉着脸道 说吧 程熙和程南的地盘 你给不给 陈叔 你掀我桌子 让我很没面子 墨九缓缓站起身 拿出手机 按下一串号码 听听 他将手机递给陈天爸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陈天爸微微皱眉 但还是接过手机 爸爸 天爸 快救救我们 电话里 传来女人和小孩的声音 果果 美家 陈天爸脸色大变 惊恐地问道 你们 你们在哪 不知道 家里忽然闯进来 几名穿着黑色西装的人 把我们带到破旧的仓库 我不知道这是啊 你快来救救我们 别急 别急 陈天爸捏着电话 双目血红 咬牙道 墨九 你敢动我家人 什么 墨九把陈叔老婆孩子抓了 他疯了吧 江湖恩怨 霍不及家人 他犯了大忌 清城不能容他 许多大佬都感到震惊 即便墨九杀了光头 坏了规矩 但事情也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 现在他抓了陈天爸的家人 等于不死不休 在道上混的 都是提着脑袋过日子 霍不及家人 是铁打的规矩 不管是谁 都不敢约这个红线 现在 墨九踩了红线 等于得罪了整个清城帮派 陈叔墨九淡淡笑道 我现在坏了规矩 你能奈我何 九爷我 很想领教下这清城的规矩 他脸上笑容逐渐消失 你收了林清城两千万 那钱可不好拿 墨九 我他妈杀了你 陈天爸抽出腰间的枪 顶在墨九脑袋上 怒吼道 放了我女儿和老婆 会馆内 气氛极为紧张 打手们拎着刀子 随时待命 反倒是白鸣等人 一个个双手插兜 完全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不管你 是不是九爷 不管你手底下有多少人 今天我陈天爸 非杀你不可 陈天爸情绪近乎失控 爸爸 电话里 陈天爸的女儿 还在不停叫着 听见这声音 陈天爸心如刀割 好 第五十九章 九爷我 很想领教下这清城的规矩 墨九向前一步 单手抓住枪 顶在自己脑袋上 开枪 陈天爸红着眼 手指微微发力 开枪 墨九咆哮一声 指着他的脸 嘲讽道 九爷我今天就想知道 坏了你的规矩 你能把我怎么样 整个清城的人 都在看着你 他不断刺激陈天爸 你可别让他们失望 你 陈天爸浑身都在抖 他恨不得将墨九千刀万剐 可自己女儿还有老婆 都在对方手里 投鼠忌器 把人放了陈天爸 缓缓放下枪 立刻 好啊 墨九重新坐回到椅子上 翘起二郎腿 既然你陈叔的规矩不管用啊 那就按我的规矩来 把地上的饭菜吃了 玻璃茶也不能剩下 我最恨浪费 明白吗 此话一出 清城帮派成员的眼睛里 都带着恨意 得寸进尺 要么 你开枪打死我墨九指了指自己 要么 给我吃了 他眼神冰了 从今天开始 清城谁敢拿林清城一分钱 我让他只能花明币 墨九 你非要这样吗 陈天爸死死抓住墨九手机 做人留一线 你就不怕有一天 你的家人 我是孤儿 而且命不久以墨九打断他的话 吃 还是不吃 好 你狠 陈天爸冷笑一声 蹲在地上 抓起食物和玻璃茶色进嘴里 鲜血 顺着他的嘴 不断渗出 许多陈天爸的弟子 眼含怒火 杀气冲天 堂堂清城教父 竟然被一个晚辈这样侮辱 没人能接受 够了吗 陈天爸将玻璃茶咽进肚子里 红着眼看向墨九 我按你的规矩做了 很好 墨九站起身 拍了拍陈天爸的脸 还事一圈 今年我来 不是吃饭的 我只想用行动 告诉各位一件事 从今天开始 我九爷的规矩 就是清城规矩 说完 他推开面前的打手 走了两步 忽然停下 刚才 你让我跪下 墨九看着一名帮派大佬 墨九 那人刚开口 墨九捏住他的嘴 将一颗手雷塞进去 而后 猛地扯出拉环 待人大步离开 墨九 你还没放了我的家人 陈天爸大吼一声 拎着枪做事要追上去 手雷 快趴下 有眼间的看清那东西 赶忙大喊 轰 一声巨响 会馆内 陈霄四起 门口 墨九接过白名帝来的手机 平静地说道 动手 砰 砰 两声枪响 从陈天爸手中电话传来 陈天爸愣在原地 死死盯着手机 几秒后 他大吼道 果果 果果 陈叔 您女儿和老婆的目的 九爷已经买好了 电话那端 传来一道冷漠的声音 龙山公墓 七十三 七十四号管沙管埋 就是九爷的规矩 电话 被挂断 啊 陈天爸坐在地上 歇斯里地的吼道 墨九 不杀你 我陈天爸我为人 卢州会馆对面 酒店五楼 窗户前 一身不一的男人 拿着望远镜 看向带人走出来的墨九 有些怀疑地问道 救他 杀了宗七 月八 第六十章 大姐 咱买不起 望远镜的视野中 墨九穿着一身黑色西装 看起来文质彬彬 倘若不是青木堂手座 段起胜回去报信 说墨九杀了宗七和月八 蒋天生甚至认为墨九是个律师 我在他身上 看不到一点舞者的豪放 反而像是个秀气的书生 说话的不一男子 是青木堂行动组组长 蒋天生 几乎青木堂所有的暗杀行动 都是蒋天生负责组织和筹划 此番 青木堂折损两位内门弟子 上面大为震怒 这才派他亲自前来 蒋天生师从堂主 是青木堂几位天骄之一 二十岁那年 他徒手打死青木堂行动组组长 成功将其取而代之 是公认的狠人 的确不强 段起胜倒背着手 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 那首座 你上次怎么没杀了他 蒋天生收起望远镜 面带疑惑地问道 为何直接回到青木堂 天生段起胜语重心长地开口道 我若是杀了他 还有你什么事 首座的意思是 蒋天生有点糊涂了 上次明明是段起胜 带着人来清城执行任务 既然能把人杀了 为什么还要折腾自己再来一次 你年纪轻轻 就坐上青木堂行动组组长的位置 帮内很多人不服气 段起胜叹了口气道 宗七 月八 都是咱青木堂精英 他们死了 说明林正英的弟子难对付 这时候你再出手 把事情办得漂亮 岂不是大功一件 原来是这样 蒋天生双手抱拳 感激道 多谢首座 之前堂内有人造谣 说首座就是个花架子 我差点信了 想不到 是为了我着想 这份恩情 我蒋天生记下了 嗯 你倒是只愿不会段起胜 倾笑一声 我若出手 墨九现在已经在奈何桥牌队喝汤了 还是那句话 他指着脚下 慷慨激昂道 我段起胜要杀的人 阎王爷都得爬起来 给我加班 那我现在去杀他 蒋天生眼睛一眯 做事不要动手 不急 段起胜连忙阻拦道 此番我们来 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走 先去王翠花家看看 现在两人距离墨九不到两百米 他不太放心 若蒋天生杀了墨九最后 可要是被反杀 自己怎么脱身 安全第一 首座 我杀他如杀鸡 蒋天生一脸不屑道 我一拳 就能轰碎他 顺手办的事 择日不如壮日 说着 他起身便要跳窗 慢 段起胜赶忙拦住他 听我的 先去王翠花家 这犊子 这么虎呢 一点不上道 说真的 林正英就是死得早 段起胜叹息道 若他晚死几天 我一定亲手灭了他 我相信手座的实力 蒋天生有些惋惜 只好摇摇头道 走吧 我的拳头已经饥渴难耐了 林家别墅 林如烟和林雨晴一起坐车回来 刚进客厅 林青城便沉着脸问道 干什么去了 老七想不开 我去找他了林如烟 按照之前和林雨晴对的口供回答 第六十章 大姐 咱买不起 大姐 老七也是为了您 林如烟凑过来 推了推林青城的胳膊 咱家 不能没有你把茶喝了吧 算妹妹求你 是啊 大姐你是家里顶梁柱 林青英也在一旁劝道 您要和黑金集团开战 就必须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是啊 大姐林嘉然愤愤不平道 墨酒吃了咱家十几年大米 喝一杯茶能怎么样 眼见着姐妹们给自己台阶下 林青城自己也扛不住了 老二 看一下都是什么成分泡一杯 再去买点药材 将来黑金集团垮了 我和陈天爸说一声 让他留墨酒条命 也算是给他配方钱了 他内心 还是感觉有些亏欠墨酒的 奈何墨酒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大姐 有时候我们看到的 未必是真相做人留一线吧 别太信任任何人 林如烟眼神复杂地说了句 随即转身去分析茶叶的配方 十分钟后 林如烟端着一杯茶 走到林青城面前 如烟 配方查出来了吗 林青城接过茶杯 轻轻喝了口 果然 是熟悉的味道 茶水刚入喉 他便感觉到一股舒适感 想不到 墨酒为了我 省吃俭用 去买这些原材料 林青城有些感慨 墨酒虽然现在很过分 可在林家还算守规矩 从来没问 他们要钱 更不会偷拿家里的钱 只有每年过节 师傅会给他个万八千的红包 估计除了买这些原材料 也不剩什么了 大姐 配方都验出来了 林如烟低着头 不愧是跟着师傅 学了多年的林院长 林青城喝了茶 顿感精神恢复不少 他拿出一张卡 递了过去 卡里有五十万 你帮我买一些原材料 大姐 林如烟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有工资 但这是我的事情 拿着吧 林青城露出许久 未曾出现的笑容 余下的 给大家买点水果吃 大姐 林如烟一脸苦涩 一杯茶的原材料 就要一千万 什么 林青城手一抖 杯子掉在地上 半杯茶水 见得到处都是 墨酒哪来的这么多钱 林青城猛地站起身 老二 你搞错了吧 大姐 全是珍稀药材 很多是有钱 都未必能买到的 林如烟的话说完 林家别墅内陷入死寂 林青城弯下身 颤颤巍巍地拿起勺子 将地上的茶水盛起来 不行 我得给陈天爸打个电话 墨酒不能出事 说着 他拿出手机 按下陈天爸的电话号码 林总 碰 就在这时 林家别墅的门 被一脚踹开 林总 你不必打电话 我陈某人 亲自登门拜访了 陈天爸带着几十名打手 拎着枪 杀气腾腾地走进别墅 陈叔 您这是 林青城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你这两千万 我带来了 啪 陈天爸将一张卡牌桌子上 杀气腾腾道 这他妈是死人钱 陈天爸 你要做什么 林青英下意识地走过去 拦在林青城面前 啪 一名马仔抬手一巴掌 打在他脸上 第六十一掌 无药可救的王翠花 你一个被停止的 在这装什么 打手凶神恶煞 指着林青英的鼻子 滚回去 你 林青英想要争辩 却被林青城拉回去 陈叔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非常真挚地 看向陈天爸 我从未得罪过你 林总 两千万 我一份没动 给你拿回来了 陈天爸举起枪 对准林青城 老子的妻儿 你打算怎么还我 喂喂喂 林嘉然吓了一跳 陈叔 你把话说清楚 咱们别伤了和气 一切太突然了 不是说陈天爸收了钱 帮他们解决酒业吗 怎么现在 反过来对付他们了 莫九 你的弟弟 把老子的妻女 全给做了 陈天爸情绪激动 怒吼道 老子在青城窝爬滚打几十年 老了想金盆洗手 可莫九 把老子的盆给砸了 他逼着我跪下 吃被他踩过的饭 不管怎么说 他都曾经是你们的弟弟 我就先杀了你们 再去找他拼命 说着 陈天爸就要开枪 喂 干什么 王翠花推开门 见到这阵仗 也吓了一跳 自己家 怎么进来一群混混 他妈的 老东西 陈天爸掉转枪口 你也得死 别 别杀我 王翠花两腿一软 直接猛了 去死吧 臭三八 陈天爸双眼喷火 抬手不要开枪 搜 忽然间 一枚银针飞出 直接刺在他手腕上 砰 枪响 子弹打偏了 紧接着 他面前一道人引闪过 下一秒 陈天爸感觉自己双脚离地 被硬生生提了起来 哪来的粗人 敢在这里撒眼 段起胜迈着步子 缓缓走了进来 你来得正好 见到他 王翠花如同抓住救命稻草 我可把你们判来了 王女士 莫慌段起胜到背着一只手 看向目前杀气腾腾的打手 青木堂罩着的人 你们也敢打主意 你 你们他妈的是谁 陈天爸愤怒地吼道 此时 他被蒋天生单手抓住脖子 高高举起 已经快要窒息了 青木堂段起胜轻笑一声 走到他面前 阎罗殿合作组织 放了他 段起胜话音刚落 蒋天生缓缓松手 而后 当着所有人的面 他摘下陈天爸胸前扭扣 轻轻一弹 咔嚓 林家别墅的玻璃 顿时炸碎 瞧见了吗 段起胜得意洋洋道 青木堂想杀的人 佛祖都得亲自下来超度 原本冲动的陈天爸 见到这一幕 顿时也清醒了 一枚扭扣 击碎钢化玻璃 对方绝非等闲之辈 你想怎样 他不甘心地问道 你 也要杀莫久 段起胜反问一句 是 陈天爸仰起头 满眼杀意 很好 段起胜点了点头 接下来 你的人 全部听我调遣 凭什么 陈天爸冷声问着 就凭这个 蒋天生话音刚落 单手抓起林家 几百斤的大理石桌子 猛地一扔 第六十一章 无药可救的王翠花 十几名小混混 被活生生砸死 怎么样 段起胜笑一宁道 好使罢 只要能杀莫久 我愿意听你安排 陈天爸大受震撼 他现在唯一的心思 就是杀莫久 其他的 不重要了 叫去莫久就行了 能不能留他一命 林青城鼓起勇气 开口询问 他虽然不知道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可看起来 他们似乎是帮林家的 不行 王翠花率先开口 莫久必须死 段先生 请来一趟 来了段起胜和蒋天生纵身一跃 直接来到二楼 我陈某人 等两位的安排 陈天爸抱了抱拳 不甘心地离开 听见这些话 林青城眼中闪过一抹失落 二楼 两位小兄弟 我真中毒了 王翠花 忐忑不安地问着 他给青木堂堂主打了电话 说自己中毒 希望青木堂能来人帮他 可王翠花还有侥幸心理 认为莫久在吓唬他 王女士 你中了十殿炎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毒 世上只有一人能解 段起胜微微咒没道 你丈夫 我的师叔 真是 十殿炎罗 王翠花一下子摊在地上 顺身发抖 眼睛里带着恐惧 不 我不想死 我不能死 求求你们 救救我 他跪在地上 不住地哀求 十殿炎罗 必死无疑 王翠花还没活够 尤其是临死前浑身腐烂 他一想到就浑身发抖 现在 只能给堂主打电话了 断起胜愁眉紧锁 莫久 莫久呢 王翠花忽然喊道 你们抓住莫久 逼他交出解药 王女士 十殿炎罗的解药 莫久不可能有的 断起胜沉阴片刻 开口道 唯一的解药 是师叔制作的 其实不是解药难做 而是解药的原材料 都快灭绝了 不 我给你们堂主打电话 王翠花拿出手机 哆哆嗦嗦地按向那个号码 你救救我 孩子是你的 他是你的种 你救救我和儿子 求求你 看在我父亲 你师父的面子上 看在我们当年相爱一场 看在我给你留了个儿子 你救救我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 生怕外面的人听见 良久 电话里传来回音 我会尽力 尽快 我感觉浑身都在痒 王翠花哭成泪人 挂了电话 他眼神恢复恶毒 莫久 我就算是死 也要拉你做电背的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敲门声 进 王翠花赶忙擦泪 师母林清成领着林家姐妹 推开门 走了进来 打断莫久的腿就行了 能不能别杀她 说着 她缓缓跪在地上 林如烟和林雨晴紧随其后 其余的姐妹不明所以 感到很困惑 林清成 王翠花走过去 狠狠一巴掌 扇在她脸上 莫久给我下了毒 要杀我 她嘶吼道 她要置我于死地 你让我放了她 什么 林清成起身后退几步 如遭雷击 我去找她要解药 她咬着牙把心一横 拉着林如烟的手 冲出房间 第六十二掌 我莫久两个字 就是你这辈子的通天之路 大姐 你直接走吧 车上 林如烟崩溃的痛哭道 别回这个家 林如烟 你有话直接说 林清成现在情绪特别激动 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莫久竟然针对师母起了杀心 哪怕莫久撞了林建峰的腿 打了师母 林清成都没有这样激动 现在 莫久要杀师母 简直桑尽天良 大姐 林建峰当年被赶出去 是因为要迷奸老四 被何建国发现 知 林如烟话未说完 林清成一个急刹车 猛地停在原地 你 你说什么 她木讷地转过头 嘶吼道 你说什么 是真的 何叔发现了 所以林建峰被赶出家 他不是失散 不是失散 我现在才知道 师父在光盘里要说什么 还有 林建峰不是师父的儿子 是师母和那个亲母堂堂主 师父的师弟的孩子 林如烟把一切说出来 终于感觉没那么痛苦了 师母让我给林建峰留后 还给我吃了药 我死定了 我只求你离开 逃离这个城市 逃离魔爪 林如烟 你知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林清成一把抓住他双肩 歇斯底里道 是不是墨酒给了你好处 大姐 你还要自欺欺人 到什么时候 林建峰什么德行 你不清楚 林如烟猛地推开他 师父 师娘 从我们既是起 就没有在一个房间住过 你不觉得反常 你还要坐鸵鸟 坐到什么时候 车内 陷入到一阵死寂 为什么 为什么墨酒不把光盘给我们看 林清成崩溃地趴在方向盘上大哭 是他毁了这个家 毁了一切 大姐 光盘就在师父房间里 可师父死后 我们谁去过 林如烟哭着摇头道 没人去过 只有墨酒 我们不是好徒弟 不是好姐姐 我们就是一群混蛋 他抓住林清成的手 带着妹妹们走吧 死我一个就够了 不 谁都不能死 林清成眼中带着前所未有的决绝 你也不能死 说着 他猛地踩下油门 大姐 你要干什么 林如烟有些慌乱 去找墨酒 林清成沉声道 师母就算再错 也不能死 我去找他 让他救师母 再用这个解药 威胁师母放了我们 解了你的毒 大姐 墨酒的心已经死了 林如烟苦笑一声 现在青木堂要杀他 陈天霸要杀他 我清成国际和邱若熙联手 林清成目光冷漠 他四面皆敌 没有选择 整个清成都要对付他 他不为自己 也要为何清竹着想 半小时前 邱若熙给我的资金 已经到位 黑金集团 完了 黑金国际 休息室内 第六十二章 我墨酒两个字 就是你这辈子的通天之路 墨酒抛在浴池里 双目微闭 九爷 邱总找您 白明推开门 低声说着 让他进来墨酒轻声回答 十秒后 穿着黑色长裙的邱若熙 推开门 愣住了 九爷 回陛下 他咬着红唇 低头询问 近来 帮我洗澡墨酒 摆了白手 白明很失去地将门关上 怎么 不愿意 墨酒睁开眼 看向邱若熙 我的荣幸邱若熙 轻轻退掉黑色长裙 露出雪白的身体 紧接着 他缓缓脱掉全部衣物 迈开纤长光滑的大腿 迈进浴池内 扑通 水花溅起 邱若熙依偎在墨酒怀里 乌黑的长发沾满水 令他的恋红唇更加诱人 九爷 您是碰过我的第一个男人 邱若熙的手 轻轻在墨酒身上游走 清澄国际的股份 我帮您拿了 您 该怎么奖励我 他眼神迷离 在墨酒身上蹭来蹭去 让你做我的狗 不是奖励吗 墨酒伸出手 直接扣开他的嘴 手指塞进邱若熙软软糯糯的嘴里 轻轻搅拌 九爷 林青城和林如烟要找您 气势很足 我安排人赶了 白鸣的声音 在外面不合时宜的响起 让他进来 墨酒淡淡回应 九爷 邱若熙都其嘴 楚楚可人道 我现在彻底没有退路了 我墨酒两个字 就是你这辈子的通天之路 墨酒伸出手 轻轻摸着他的头发 外面 传来两道急速的脚步声 那是高跟鞋踩在地毯上的声音 墨酒 你已经四面楚歌 现在 我给你个机会 交出解药 否则 我和邱若熙联手 将击垮黑金 砰 林青城猛地推开门 整个人愣住了 他到嘴边的话 也咽了回去 足足十秒 林青城没有说话 他感觉胸口发闷 呼吸急促 整个人要站不稳 浑身的力气 好似在一瞬间 被抽干了 第六十二章 我墨酒两个字 就是你这辈子的通天之路 大姐 林如烟从后面走进来 赶忙扶住他 可看到浴室内的荧幕 也愣住了 青城女王 大姐的闺蜜邱若熙 和墨酒一起在洗澡 两个人一丝不挂 就这样抱在一起 他眼前一黑 差点晕过去 林青城 你刚说什么 墨酒看着他 笑着问道 我能听你 再威胁我一次吗 若熙 这是怎么回事 林青城浑身发抖 说话的时候 舌头已经打结 自己的闺蜜 青城女王 怎么会和墨酒在一起 赤身裸体地洗澡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看不到吗 墨酒一把江秋若熙脑袋 按进水里 忍不住吸了口凉气 他一脸享受到 这 就是你们的青城女王 不 不可能 林青城瘫坐在地上 整个人崩溃了 原来 小丑是自己 青城国际 完了 林家 完了 一败涂地 秋若熙 林青城咆哮一声 我瞎了眼 说完 他缓缓转身 亮呛着狼狈逃离黑金国际 九爷 秋若熙晚若出水芙蓉般 从水里钻出 直接骑在墨酒身上 下去 墨酒一把将他推开 起身离开浴池 九爷 你为什么不要我 秋若熙委屈地询问 都这样 还要被拒绝吗 你只是我的狗墨酒 披着浴巾 冷冷道 我九爷 是不会上一条狗的 除非 你在我手下做出点成绩 让我把你当成一个玩具 说完 墨酒披着浴巾 走出门 淡淡问道 陈天霸有什么动向 九爷 陈天霸从林家回去 就办了葬礼白鸣如实回答 被车 去送的花圈墨酒面 无表情的开口 浴池内 秋若熙眼神中 带着一抹坚毅 墨酒 我秋若熙发誓 一定要爬上你的床 他摸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冷声道 明天 我要看到林家人 露宿街头 天亮之前做不到 后果你清楚 PS 国庆放假好开心 能多给大家写一张 大家假期快乐 笔星 第六十三章 陈家葬礼 大姐 我们现在怎么办 黑金集团门口 林如烟六声无主地 看着林青城 多年来 他们早就习惯 林青城当家做主的生活 当初赶走墨酒的时候 余下六个人里 其实有人并不愿意 可林青城提出的事情 没人敢反驳 除了师父和师母 林家大姐话语权最大 秋若熙跟了墨酒 青城国际集团 没了 家里 还有一个蛇蝎心肠的师母 林如烟跪在地上 从来没有这样崩溃过 他真的绝望了 林如烟 林青城目光 第一次像现在这样坚定 我们是谁 我们是师父的徒弟 墨酒来的时候 我已经和师父学了好几年 凭什么 凭什么都是师父的徒弟 我们就斗不过墨酒 你愿意承认 我们林家七姐妹是废物吗 回答我 林青城抓住林如烟衣领 红着眼道 说 大姐 我承认 林如烟已经沮丧了 没出息的东西 林青城猛吸几口气 沉声道 无论如何 我不会屈服 我要证明 自己比墨酒优秀 大姐 都这样了我求求你 你们老老实实地离开青城 别再和墨酒接触了 林如烟跪着抓住林青城裤子 泪崩倒 我完了 可欲吓得姐妹 不能看着他们 够了 林青城推开她 师母手里的解药 我一定帮你拿到 但要我林青城认输 绝对不可能 她看了眼手机 我去一趟陈天霸呢 你回去吧 大姐 墨酒和陈天霸是不共戴天之仇 你真要站在她对面 林如烟此时无比理智 你在挑战她底线 不要再说了 林青城上了车 呼啸离开 望着大姐远去的背影 林如烟眼中只剩下绝望 青城 陈家豪宅 原本热闹喜庆的庄园 此时挂满白布 门前 停满了豪车 陈天霸是青城帮派教父般的人物 德高望重 他家里死了人 整个青城帮派的人 全都来了 几十名核心成员 还有近千名小弟 身穿白衣 站在灵堂两侧 陈天霸跪在灵前 看着两具棺材 还有上面摆着的照片 眼睛里只剩下恨意 他的眼泪 早就枯干了 不少帮派大佬跪在他身边 跟着一起烧纸 老陈 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很难过 第六十三章 陈家葬礼 您放心 黑金国际的生意 就算给再多钱 我们都不做 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去弄它 整个青城 都是你的后盾 不少青城商界的龙头 也纷纷来到葬礼上 安慰陈天霸 这些年 陈天霸黑白通吃 交了很多朋友 诺大哥宅院 愣是被挤得满满灯灯 美家 我陈天霸当着大伙的面 立誓 三日内 杀了墨九全家 陈天霸含着泪 将纸钱扔进火盆里 青城国际 林总道 这时 门童的吆喝声 瞬间吸引无数人的注意力 上千人回过身 看向门口 陈天霸出了这么大事 大伙也都了解得差不多 现在陈家伴葬礼 林家来人 是什么意思 无数人注视下 一身蓝色西装的林青城 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 站住 有人伸出手 拦住他 陈叔 林青城身居一躬 您家人的死 我也有关系 今天我林青城来 只想上几炷香 我来 也是告诉大家 我和墨九 从来不是一条路的人 他话说完 全场死记 陈天霸缓缓回过身 指着林青城 林总 你让我怎么信你 拿出你的诚意 他抱贺一声 原本 这件事和林青城关系不大 青城帮派的人 早就对墨九不满 收林青城的钱 不过是顺路的买卖 可墨九在宴会上那句 你收了林青城两千万 让陈天霸开始迁怒林青城 他甚至认为 墨九动他家人 也是因为自己 帮了林青城 现在 陈天霸已经过了冲动期 他心里很清楚 想要真正的干墨九 必须重新立位 否则 青城的人 不会扶他 林青城送上门 他正好拿青城国际的总裁立位 好 林青城缓缓跪在地上 一步步朝着林堂挪过去 青城国际女总裁 咱青城商界的才女 真贵了 第六十三章 陈家葬礼 匪夷所思 他闺蜜 可是邱若熙啊 这一跪 许多人感到震惊 尤其是青城商界的人 陈天霸也感到惊讶 林青城这样做 摆明了是给足他面子 他心里的火气 瞬间也消了 毕竟 陈天霸心里很清楚 自己要对付的是墨九 多个人 多奋力 你他妈跪下 就能换回来陈叔的家人吗 碰 一名青城帮派的花壁大佬抬起脚 踹在林青城身上 林青城身子一歪 蓝色西装手臂位置 留下个硕大的李宁鞋印 好了 陈天霸大步走过去 将林青城扶起来 面子有了 他也得给林青城一个台阶下 林总 这件事 算过去了 陈天霸愤怒地说道 今天开始 咱们联手弄了墨九 嗯 林青城点了点头 缓缓走过去上香 而后 和青城的富商们站在一起 各位 陈天霸转过身 毫无预兆地跪在地上 陈叔 您这是做什么 您快起来 不少人赶忙冲过去 大家的恩情 我陈某人记下了 今日 我只求大家齐心协力 祝我报仇 陈天霸红着眼 大吼一声 陈叔 您放一百个心 但凡我见到墨九 让他立刻进太平间 我磨了一天的刀 就等着弄死他 给陈叔报仇呢 墨九若是赶来这 咱直接挖了他的心 祭奠嫂子 咱青城帮要杀的人 玉皇大帝也留不住他 众人义愤填膺 满腔热血 九爷道 就在陈天霸感动的热泪银矿时 门口 再次传来一声吆喝声 灵堂内 瞬间陷入到死寂中 上千道愤怒的目光 带着匪夷所思的眼神 看向门口 搭 搭 搭 穿着黑色西装的墨九 踩着大理石地面 缓缓走了进来 第六十四章 我要是你 枣子杀了 见到他出现 灵堂内上千人 神经瞬间绷紧 最前面的几十名大佬 下意识将手放在腰上 余下的上千小弟 纷纷抽刀 一时间 灵堂内充斥着肃杀之气 在墨九身后 白鸣抱着白色花圈 缓缓走了进来 就俩人 灵堂内的人 纷纷看向门口 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 墨九今天的确只带了一个人过来 墨九 你赶来 门口 一名陈天霸的嫡系 踢着刀 直接冲上来 啪 墨九单手夺刀将他按在身前 而后一刀抹过 扑辞 鲜血 喷在雪白的花圈上 哗啦 一时间 几十把枪 对准他 墨九 你他妈太目中无人了 陈天霸拔出腰间的枪 大步走了过去 你来送死 我就成全你 他恨死了墨九 恨死了这个夺走他妻女的人 灵堂前的林青城看向门口 眼神复杂 上千人 几十把枪 墨九算是完了 果然人狂自有天收 这一刻他有种想要站出来求情的冲动 可自己真站出来 墨九能不死吗 不可能 陈天霸满心杀意 谁也拦不住 墨九 你死后 我想办法宝和庆祝一条命 算是弥补你吧 他在心里叹息一声 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墨九 你太自负了 林青城侧过头 不忍去看接下来的画面 人群中墨九一脸淡然 似乎并不在意自己被千人围住 墨九 你下去陪我老婆吧 陈天霸几步之间 已经来到墨九身前 枪口 直接对准墨九脑袋 他双目心红 激动得浑身发抖 我正愁怎么杀你 你自己送上门了 陈叔墨九刀背着手 淡然一笑道 你认为 今天能杀我 我知道你能打 可我这里几千号兄弟 几十把枪 你怎么走 陈天霸朝地上脆了口 你他妈太自负了 两个人 就赶来我陈天霸的地盘 我来 自然有我的底气 墨九没有理会陈霸天 而是缓缓抬起手 指着周围那些举枪的人 被他指过的人 忍不住感到一阵恶寒 因为墨九的眼神 实在太冷了 根本不像人的眼睛 谁又把握能一口气端掉我全部小弟 现在就开枪 墨九冷冷开口道 机会就一次来之前 我包了龙山林园的目的 我数到三 谁拿枪指着我 我杀他全家 三 第六十四章 我要是你 早自杀了 二 一 墨九 老子现在就崩了你 碰 墨九单手夺过陈天霸的枪 对着他右腿扣下扳机 啊 陈天霸惨叫一声 痛苦捂住流血的大腿 上 给我杀了他 可近千人 没有一个赶上前 几十把枪 也全都放下了 他们不怕死 可怕家里人死 陈天霸全家被杀 让这些人感到胆寒 因为墨九根本不是守规矩的人 就是个疯子 没有底线的疯子 谁敢赌 整个清城 谁不知道他九爷手下 有上千号王命徒 赌输了 刀子真砍在自己家人身上时 后悔还有用吗 还有人 要杀我吗 墨九拎着枪 从口袋摸出一支烟 放在自己嘴里 旁边的白鸣赶忙上火 还有人要杀我吗 墨九夹着烟 还尸一劝 我最后问一遍 还有人要杀我吗 他声音陡然提高 愣是把在场的人 吓了一跳 他就两个人 你们怕什么 他死了 那些小弟就会散火 你们刚才是怎么说的 还有没有一点血性 出来混 谁总谁先死 陈天霸痛苦地嘶吼着 对 跟他干 弄死他 直接砍了他的全部小弟 今天要是耸了 咱青州帮还怎么混 被陈天霸一击 不少大佬也回过神来 这要是 让墨九活着走了 他们往后还能混吗 就在众人准备动手时 墨九拿出手机 按了个号码 随即他挂断手机 从陈天霸身上迈过 朝着灵堂走去 几乎同一时间 在场不少人的电话 都响了 我家里的 我的也是 难道墨九他 几百道慈禧彼伏的电话声 让在场每个人 都感到胆寒 他们恐惧 害怕 不可能 墨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 就找到我家人 我已经把老婆送出外省了 五秒后 所有铃声 全部停了 陈家大院内 只剩下众人粗重的喘息声 墨九穿着笔挺的西装 穿过虎视眈眈的人群 走到灵堂前 白鸣放下花圈 从里面取出汽油 直接扬了过去 第六十四章 我要是你 枣子杀了 墨九 你他妈要干什么 陈天霸拖着一条瘸腿 红着眼站起身 砸场子 墨九淡淡说完 将手里的烟头弹到身后 呼 汽油遇到火星 顿时燃起大火 灵堂内满是花圈 遇到火 直接烧成一片 数千人 没有一个敢吭声 现在是陈天霸死了老婆 他们要是上去干了墨九 怕不是自己 老婆就没了 跪着进来的 墨九扫了眼不远处的林青城 淡淡问道 林青城没有回答 可双手已经死死攥成拳头 他裤子膝盖处的污渍 已经回答了 墨九 老子跟你拼了 陈天霸伸出手 想要抢过一名 青城大佬腰间的枪 陈叔 别冲动 这名大佬赶忙后退 一把抱住他 墨九要是死了 咱家居就跟你一样了 别冲动啊 等弟兄们把家人安排好 跟着你报仇 看着灵堂燃起的大火 听着一众兄弟的劝阻 陈天霸心如死灰的跪在地上 眼神中只剩下绝望 记记住了 想杀我 就一次机会 墨九环视一圈 冷冷道 一次没弄死我 这就是下场 没人回话 陈家大院除了风声 便是大火燃烧的声音 说完 两人朝门口走去 墨九今天来 只有一个目的 打断青城帮会 这群人的脊梁骨 让他们从心里 畏惧自己 谁替了林青城 忽然 墨九停下脚步 开口问着 没人说话 可目光 都看向一名 闻着花壁的男人 白鸣 斯文点墨九抬起手 递过陈天霸那把枪 你们要干什么 花壁男吓了一跳 砰 砰 砰 回答他的是白鸣的子弹 花壁男中了七枪 当场凉了 墨九 林青城从人群中冲出 站在墨九面前 怒吼道 我不需要你可怜 我有我自己的路 我是死是活 和你没有一点关系 他感觉到自己的尊严和骄傲 被踩得稀碎 闻言 墨九一脸鄙夷的 看向林青城 林大小姐 你可以自己不要脸 但你不能辱了师父的阴命 什么时候 他的徒弟连个马仔都能踹一脚了 我要是你 枣子杀了 墨九一把推开他 在无数人恐惧的眼神中 在林青城呆滞的眼神中 静止朝着门口走去 忽然间 一声乍响传来 哄 紧接着 满身杀意的蒋天生 背负双手 落在他身前三米处 庭院地砖 被踩碎好几块 墨九 青木堂蒋天生 今日来杀你 第六十五章 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牵挂 灵堂前 寂静的落真可闻 在场的帮派大佬 其实已经做好了放墨九离开的准备 毕竟说到底 死的是陈天霸老婆 他们和墨九 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陈天霸是倾城教父般的人物 他自然没有退路 新王想上位 他必须死 可余下的大佬们 跟谁混不是混 大不了投诚墨九 自古大臣能投降 皇帝只能自艺 但现在 蒋天生来了 倾城帮派的人 并不认识什么蒋天生 更不知道 冲蒋天生落地这一角 踩碎了好几块厚重的地砖 他们就知道 青木堂绝不是什么善茶 似乎又有好戏看了 蒋先生 跪着的陈天霸 见自己妻女灵堂被烧 已经红了眼 他抓住蒋天生右腿 哀求道 求你 把我杀了他 在邻家时 陈天霸亲眼见过蒋天生出手 非常清楚他的实力 起开 蒋天生一脸厌恶地将陈天霸踢开 喂 你怎么和我们大哥说话呢 一名打手看不下去 出声质问 斗不过墨酒 还斗不过一个外来户 刷 下一秒 蒋天生毫无预兆地穿过五米 来到他面前 咔嚓 一声脆响 他徒手捏碎说话人的脖子 随后缓缓松开手 任由尸体掉在地上 下意识地 清城帮会的人后退几步 每个人都感到一股冲天凉意 太强了 他们甚至都没看清 蒋天生是怎么出手的 可转念一想 这些人眼睛里又充满期待 蒋天生要杀墨酒 岂不是帮他们除掉一个麻烦 可那只是对付他们这些正常人 有疑言吗 蒋天生冷声问道 他一袭青涩不一 杀气冲天 两只眼睛像是鹰眼一样 死死盯着墨酒 墨酒 你和他服个软 这时 林清城咬着牙颤出来 给师母解药 再道个歉不然 你会死 别太高傲了 低头 不丢人 他亲眼见过蒋天生出手 知道这位清木堂的杀手非常强 第六十五章 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牵挂 师父教过我很多东西墨酒 缓缓抬起头 看向蒋天生 但唯独 没教过我低头 就为了自己的那点尊严 骄傲 你连命都不要了吗 林清城咬着牙 在他身后吼道 你不想想和清竹 林清城墨酒轻笑一声 你不像是师父的弟子 倒像是师母的 听见这句话 林清城脸色铁青 说完了吗 蒋天生有些不耐烦 说完了 我送你上路 叮铃铃 就在这时 墨酒的手机忽然响了 墨酒 是吗 电话听筒里传来一道男子的声音 别着急挂 我在 这叫什么地方 啊 对 梅景天城 不过你放心 我就是过来找他们一家三口喝茶的 你安排在周围的几十个兄弟 都被我青木堂的撂了 蒋天生打你 你若是还手 我可就不客气了 墨酒 你也不想和清竹死吧 电话那头 声音里带着细血 青木堂 墨酒拿着电话 抬起头看向蒋天生 没有他 我一样杀你蒋天生文言 脸上有些挂不住 他是不主张这样的 为避免手作劫持和清竹一架 他甚至还提前赶到这里 可没想到 段起胜居然还是下手了 墨酒 死你一个 大家安心懂吗 电话那头 段起胜慢悠悠道 别还手哦 不然我可就落手催花了 你杀吧 墨酒冷冷回应 什么 段起胜在电话那头 明显有些梦了 你是不是感觉我吓唬你啊 行 我让他和你说话 我知道你在墨酒一只手拿着电话 朝蒋天生走过去 我也让你杀他 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牵挂 他死了 我上穷必落下黄泉 也会杀了你 他死了 和清木堂有关系的人 我一个不留 他死了 我觉得你清木堂先为的坟 将他们措骨扬灰 说话间 墨酒拿着手机 已经来到蒋天生五米之内 你吓唬我呀 电话那头 段起胜有些猛 我墨酒说过的话 全做到了墨酒话音刚落 蒋天生终于出手了 他虽然不耻断起胜的做法 可墨酒眼神中的轻蔑 让他非常难受 三米之内 蒋天生只能出手 放下电话 和我正面打 他抱贺一声 双拳带着烈烈风声 迅猛砸出 他叫蒋天生吧 墨酒对着电话问道 对段起胜确实有点害怕 对方的表现 有点过于冷静了 他已经死了 墨酒抬起头 哄 蒋天生双拳 直接砸在墨酒肩上 你还打电话 蒋天生怒火冲心 咔嚓 墨酒脚下的地砖 瞬间炸裂 见到这一幕 陈天霸兴奋的大笑出声 清澄的帮派大佬们 也长出一口气 墨酒一死 他们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首座 师叔的弟子 不堪一击 蒋天生对着电话冷冷开口 弄死了 好好好 电话那头 段起胜还没等把话说完 第六十五章 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牵挂 墨酒猛的抬头 他单手抓住蒋天生肩膀 用力一按 咔嚓 千军力道 宛若大山一样 砸在蒋天生肩膀上 哄 蒋天生笔直跪下 两条腿骨瞬间断裂 白森森的断骨 穿过蒋天生五脏六腑 滴大 鲜血 不断滴在地上 一米八的蒋天生 现在只剩下不到一米 段起胜 蒋天生眼中只剩下亥然 他甚至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这种绝望 这种种压迫 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直到咽气那一刻 蒋天生才知道 墨酒的真正实力 也终于想通 段起胜为何不跟自己一起来 但 人生没有重开 一步错 满盘皆输 蒋天生 咋回事 段起胜终于意识到 有点不对劲 蒋天生死了 墨酒推开尸体 面无表情道 现在 我去杀你 在场的人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任谁都没想到 蒋天生那么强 一个回合都没扛过去 他们只能目送墨酒离开 不少人甚至在心里暗自庆幸 幸亏刚才没有上头 去帮陈天霸 人群中 林青城眼神复杂 他脑子 只剩下墨酒的那句话 我要是你 早就自杀了 青城 美景天城小区 何见国家 段起胜摸了摸鼻子 镇定地站起身 你们三个 给我把人看住了他 对面前三名青木堂弟子 吩咐完 转身便要离开 首座 您干什么去 一名青木堂弟子开口问道 我透透气 段起胜微微一笑 蒋天生 得手了 另一名弟子好奇地问着 那是自然段起胜 淡定地开口道 就算蒋天生杀不了 墨酒能在我手下 撑过一个回合吗 那是 首座神功 天下第一青木堂弟子 溜须地笑着回答 看住了 断起胜关上门的瞬间 赶忙擦了擦汗 妈的 这个墨酒 有点邪门啊 他想起电话里的话 自言自语道 还是风景扯乎吧 眨眼间 他消失不见 同一时间 何家 何清竹透过门缝 看了眼家里的状况 由于片刻 他回过身 一把掀开自己的被子 第六十六章 哥仨儿栽女大学生手里了 你们两个老实点 等首座回来 送你们三口上路 青木堂的弟子冷笑一声 王翠花 你还是迈出这一步了 何建国没有说话 而是一口口的抽着闷烟 先管好 你自己把青木堂弟子冷哼一声 嗨 就在这时 何清竹忽然推开门 嗯 你怎么出来了 青木堂弟子有些意外 他们按照断起胜的吩咐 封了何家门窗 将三个人关在不同的地方 并警告他们 乱动就是死 现在何清竹走出来 是不想活了吗 赶紧回去 否则 咔嚓 一道现弹枪上膛的机械声传来 砰 下一秒 何清竹手中现弹枪 喷出大量子弹 离他最近的青木堂弟子 还没等反应过来 便胸口中弹 直接被崩飞好机械院 砰 何清竹调转枪口 再度扣下扳机 哎呦 第二名青木堂弟子 虽然反应过来 可还是躲闪不及 肩膀中弹 他妈的 一个女大学生 你哪来的喷子 受伤的青木堂弟子 刚要钻到沙发后 何清竹一个剑步窜上去 对着他脑袋扣下扳机 轰 青木堂弟子还没等喊叫 人已经没了 还有一个 何建国转身走到厨房 拎起菜刀 冲了过来 而这时 连续的枪响 已经惊动了最后一名青木堂弟子 他刚露头 何清竹便打出最后一发子弹 门被击碎 现在 你没有子弹了 青木堂弟子闪身而出 看着两名同伴惨死 他双目血红 杀我师兄 那就都去陪葬吧 青竹 快走 何建国一把推开何清竹 拎着菜刀和青木堂弟子打在一起 原本一瘸一拐的何建国 此时竟然变得无比灵活 碰 碰 碰 两人对轰束拳 何建国力不从心 被按在墙壁上 吐崽子 要是放在十年前 我一只手就能弄死 你们这群砸碎 第六十六章 哥萨儿栽女大学生手里了 他大吼一声 和青木堂弟子争抢菜刀 老杂种 真没想到 你还有两下子 是不是他教你的 青木堂弟子同样感到惊讶 因为何建国的路数 和他们几乎一样 他能赢 赢在年轻 赢在反应快 力量足 我现在就送你下去见他 青木堂弟子也是杀红了眼 怒吼一声 将菜刀按了下去 扑呲 就在这时 青木堂弟子忽然感觉浑身无力 他低下头 发现胸前插着一把刀 他妈的 哥萨儿在女大学生手里了 扑呲 何青竹拔出刀 又捅了下去 一连三十几刀 他满身是血 却像是未察觉到一样 一刀刀机械地扎下 死了 何建国喘着粗气 回了句 听见这句话 何青竹才松开手里的刀 整个人无力地坐在地上 爸 你回功夫 半分钟后 何青竹缓缓抬起头 死死盯着何建国的眼睛 这件事 你知我知 千万别告诉墨九 知道吗 何建国摸出一根烟 却发现 火机在混战中 已经坏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骗墨九 为什么骗我和妈妈 何青竹盯着他的眼睛 爸 回答我 女儿 有些话 你别问该说的时候 我自然会说 何建国里这嘴战起身 坐到沙发上 我可以保证 瞒着你们 是为了你们好 我不会害墨九 更不会害你们 别问了 明白吗 我有苦衷 爸 如果墨九知道 你骗他 会怎么想 何青竹摇着头道 他把你 把我当亲人 你让我怎么面对他 先别说我 你的枪哪来的 何建国看着地上 打空的霞弹枪 咱家 怎么会有这玩意 咱家连武林高手都有 有把枪怎么了 何青竹针锋相对 回答我 何建国老脸一红 呵斥一声 有枪咋了 就行 你会武功 不行我有枪 何青竹一一不饶道 我告诉你 咱家还有一箱手雷 行行行 何建国显然没当真 以为女儿说气话 也就把这个话题插过去了 说好了 他严肃地叮嘱道 等墨九来 你可不能提这件事 知道了 何青竹站起身 哆哆嗦嗦地走到洗手间 看着自己满是血的脸 他浑身发抖 叮铃铃 路虎车上 墨九杀气腾腾地攥着手机 看到来电 他迅速接通 九哥 我们安全了你 没事吧 何青竹紧张关切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来 第六十六章 哥萨儿在女大学生手里了 你没事 墨九愣了愣 青木堂的人呢 走了 何青竹声音发抖道 他们好像有点事 就走了 去哪了 墨九在问 不知道但我可以保证 我们安全了 和青竹咬着嘴唇 小声回答 我知道了 墨九挂断电话 开口道 停车 白铃 带着人 把何青竹给我护住了 兄弟不怕死 就怕护不住 嫂子白铃不太自信 秀才 已经来青城了墨九 面无表情道 只是慢了一步 现在 他已经开始清理青木堂 在青城的余孽了 卧槽 秀才来了 白铃嘴里的烟 吓得掉在车里 行 我这就带人护着嫂子 开车 去林家等白铃下车 墨九冷冷开口 同一时间 青城 林家别墅外围 十几名青木堂弟子正在巡逻 这时 一名头发散乱 满脸乱糟糟糟胡子 破衣烂衫 光着脚的人 晃晃悠悠走了过来 拿他妈来的乞丐 一名青木堂弟子微微皱眉 弄死 扔草里算了 来之前 师父交代了 宁可错杀 别放过 地位稍高点的弟子迈开步子 走到乞丐面前 下辈子别来这转悠了 说着 他抬手对准乞丐面门 做事不要拍下去 青木堂的 啪 乞丐闪电般出手 捏住青木堂弟子手腕 你是谁 管事的青木堂弟子 明显被吓一跳 任谁也没想到 一个乞丐竟然这么强 三江秀才乞丐撩了撩 自己眼前散落的头发 飞飞笑道 十年前 你们堂主肩膀的那一刀 就是我砍的 是你 砰 青木堂弟子 还没等把话说完 脑袋被秀才瞬间击碎 半分钟后 秀才摸出一个老师诺基亚手机 发了条短信 玩活 林天花 你惹他干啥 秀才 将尸体归拢在一起 自然自语道 你惹我 我最多砍你一个你惹他 这小子能把你祖坟刨了 支 一分钟后 挂着青A44444车牌的 白色懒胜家长 轰的一声 撞开林家铁门 停在门口 什么声 二楼的王翠花皱着眉问道 王女士 您大可放心 外面有我们十几名弟子守着 一名青木堂成员笑着安慰道 一只苍蝇 都进不来 第六十七章 你想死 我管埋 那就好 那就好 王翠花现在有点草木皆兵 她脖子处已经开始泛白 两条手臂也陆续出现死人般 这是十殿阎罗的发病症状 再有一天 王翠花脖子处的皮肤就会开始腐烂 那时 伤口处奇痒无比 腐肉一碰就掉 蒋天生到底行不行啊 王翠花看着自己手臂 焦急地问道 万一 青木堂做事 没有万一青木堂弟子自信满满道 手座和蒋天生亲自出手 您丈夫就算活着 也不是对手 上次断气盛也这么说的 王翠花心里隐隐感到不安 青木堂办事 阎王都得爬起来 加班这句话 她可没忘 阎王是加班了 但收的是青木堂的人 哈哈 上次是意外青木堂弟子大笑道 退一万步说 墨酒若是真找到这里 我当着你的面杀了她 不正是你想要的 那我的解药 王翠花内心焦虑不安 她昨晚一夜没睡 憔悴不堪 十殿阎罗 砰 青木堂弟子话未说完 林家的门被一脚踹开 正在一楼商议事情的林家姐妹 猛地站起身 墨酒 林青英离门口最近 一眼就看到杀气腾腾的 墨酒闯了进来 墨酒 你要干什么 她没有多想 迅速站起身 拦在路上 我警告你 碰 墨酒拔出腰间的枪 对着林青英就是一枪 林青英肩膀重弹 痛苦地倒在地上 墨酒 你有种就把我们都杀了 她捂着流血的肩膀 咬着牙骂道 不杀我 瞧不起你 墨酒没有理会她 静止朝走上走去 你们愣着干什么 她明显冲着师母和弟弟去的 去啦 林青英焦急地吼道 林家家站起身 想要过去 可她惊讶地发现 只有林家人站了起来 林如烟和林雨晴 根本没有要阻拦的意思 二姐 七妹 你们干什么呢 林青英瞪着眼睛 大吼道 你们怕什么 遇到事就怂了 杀臂林雨晴 拎起桌上水壶 对着林青英脑袋砸了下去 满屋子都是人 显他妈能耐了 你不怕死 你咋不上去 老七 你疯了 林青英被砸得直迷糊 匪夷所思地看着她 你知不知自己在干什么 知道 我今天就干你 林雨晴抄起玻璃果盘 重重砸在林青英脑袋上 我认你很久了 你毕业的满分成绩单买的吧 还是考官当时瞎了 你都不如那警犬 第六十七章 你想死 我管埋 林青英是刑侦专业的高材生 可家里发生这么多事 她愣是一点异常都没有察觉 林雨晴在得知真相后 就是这个杂杂呼呼的林青英 别打了 林家姐妹赶忙拉架 二楼 咋办 墨九真来了 王翠花夏的浑身发抖 你不是说 外面一只苍蝇都进不来吗 我给手座打个电话 青木堂弟子也慌了 他到现在 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为了稳妥 手座连绑架这种丢人的事都干了 再加上青木堂赫赫有名的蒋天生 居然这都没搞定墨九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青木堂弟子顿时就懵了 这种关键时候负责他们本次行动的青木堂手座 竟然关机了 哄 卧室门瞬间粉碎 青木堂弟子还没等反应过来 已经被墨九拧断脖子 从楼上丢了下去 二楼房间内只剩下王翠花 墨九 还有病床上的林建峰 墨九 王翠花惊恐不安地问道 你 你要干什么 他根本想不通 自己丈夫留在身边 用来打砸姐妹的一个废物 怎么忽然这么厉害了 给青木堂的人打电话 墨九拉过一把椅子 坐在王翠花和林建峰身前 墨九 我不知道 砰 墨九抬手一枪 打在王翠花腿上 啊 王翠花当时跪在地上 吓得满身冷汗 打 还是不打 墨九面沉如水 我打 我打 王翠花哆哆嗦嗦地拿起手机 恶毒地盯着他 你会死得很惨 墨九 我对天发誓 砰 墨九没有回答 一枪崩在王翠花手上 啊 你这个天杀的 王翠花半截手指掉在地上 痛得惨叫不止 我打 我打 你别杀我 他终于明白 墨九今天是带着杀医来的 王翠花不想死 只能乖乖地打电话 十秒后 电话通了 第六十七张 你想死 我管埋 救我 王翠花惨叫一声 哭诉道 墨九在我家 要杀我 什么 段启胜呢 电话那头明显很意外 你身边到底有没有能用的人 那个段启胜 除了他妈吹牛逼 啥都不是 王翠花满腔怒火 再也抑制不住 你要是想我死 想咱们儿子死 我现在就和墨九拼了 我会救你 电话那头 语气越来越凝重 和我猜的一样 墨九一把夺过电话 冷声道 林建峰 不是师父的儿子 曾经他就有过怀疑 现在 终于印证了 因为师父对待师母 就像是师兄妹一样 两人从来没有在一起住过 你是谁 电话那头 明显感到很意外 明天日落之前 来清城 墨九将手机 轻轻放在林建峰耳边 手枪 顶在他两腿间 你要干什么 王翠花惊呼一声 砰 砰 砰 三声枪响 林建峰身下一片血迹 他痛得直接醒过来 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而啊 王翠花看着墨九 恶毒的咒骂道 墨九 我要让你下地狱 林建峰已经没了腿 现在又段子绝孙了 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电话那端 也焦急地问道 墨九没有说话 转身冷漠地离开房间 墨九 你你畜生都不如 经过客厅时 林清英红着眼怒骂一声 砰 墨九一脚踩在他脑袋上 冷冷道 龙山公墓 我包了你想死 我管埋 清城机场 一名少年戴着墨镜 在几人簇拥下 从飞机上缓缓走下 王公子 您提前一天回清城 不告诉老陈 一名管家模样的人开口询问 不及少年看了眼手机 面无表情道 老陈不死 我做不了清城的头把交椅 他死了 我帮他报仇 明正言顺接班 可老陈 跟了您父亲几十年 管家欲言又止 你真以为 老爷子让我带人回来 是给陈天爸报仇的 少年拿出一张铜钱照片 轻笑一声道 他让我回来 是查一个死人的 PS 因为文事献血献发的 想着多写一张 结果发现快一点了 对不起大家 晚安 第六十八章 陈年往事 三省交界 大山深处 荒芜人烟的山林中 有一片宏大的建筑群 建筑群从天上看 像是一个太极 太极中央 有一座五层高的大殿 大殿四周各种设施非常齐全 发电机 卫星信号塔等 在院内林立 此时 大殿顶层 满身精神器的林天花 正盘坐在墓床上 他面前的夜镜显示屏中 一名穿着黄衣的男子 正开口说话 当初那件事 我查出眉目了 你偷出的那卷书 是咱圣主李十二师宗前留下的 据我猜测 那里的内容 很可能和延年一寿有关 搞清楚了 多活几十年 不成问题 当真 林天花脸色瞬间就变了 怎么 你拿回去几十年 一点都没参悟 黄衣男人很惊讶 那书 没在我身上 林天花脸色更加阴沉了 林天花 我拿你当兄弟 冒着被万山蒙追杀的风险 给你查这件事 你想独吞 黄衣男子语气不善 老黄 你我的交情 我会骗你 林天花皱着眉道 当初逃出来时 书被我师兄夺去了 任谁能想到 我偷了那么多东西 反而这卷不起眼的书 最有价值他一脸苦涩 林正英 闻言 黄衣男人愣了下 抓紧时间 把书抢回来 对我们来说 能夺活几十年 可以做很多事情 他眼神阴狠 夺完书 一定要灭口 把当年的事 嫁祸给他 林正英死了 林天花提起自己师兄 咬着牙道 但他有个徒弟 杀了我青木堂不少弟子 林天花 书肯定在他徒弟身上 立刻动手 夺书杀人 黄衣男人明显很着急 最近留言太多 我担心有人截足先登 别到最后 当年咱哥俩冒着生命危险 偷出来的东西 便宜别人了 那我尽快听见黄衣人的催促 林天花点了点头 师尊 这时 外面传来敲门声 老黄 你自己注意些 我抓紧夺书 事成后联系你林天花开口道 我徒弟来了 先挂了 嗯 当年负责守卫的是林正英 萌内的人都怀疑他坚守自盗 没人怀疑我黄衣人说完 视频被挂断 林天花想着刚才那些话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生命啊 最无价的东西 若是自己掌控了这个 不比金钱 权势更能笼络人心 他的心 莫名激动起来 师尊 门外 声音再度响起 进 林天花迅速调整状态 恢复到古井无波的神情 师尊 蒋天生死了 第六十八章 陈年往事 段起胜推门而入 叹了口气道 咱去青城的人都折了 什么 刚刚镇定的林天花 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他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 你和蒋天生 还有三十多号青木堂精锐 没搞定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 林天花语气里带着不满和愤怒 怎么救你没事 师尊 一言难尽啊 段起胜满脸无奈道 刚到青城 我就主张找个机会 杀了莫九 可蒋天生 想要戒杀莫九这件事立威 非要拦着我 你是青木堂首座 三千弟子之首 被蒋天生给威胁了 林天花眯起眼睛 那倒没有 可我堂堂首座 和年轻弟子抢功劳 说出去丢人 段起胜连忙解释道 蒋天生为了拿到功劳 甚至求我带人去绑了莫九女人弟子 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这等无耻的事都做了 蒋天生居然还能阴沟翻船 那你呢 你怎么不直接杀了莫九 林天花再问 蒋天生自认为万无一失 让我提前回来给您报喜 段起胜扼腕叹息 摇头道 谁能想到 这小子是个花架子 等我回到青木堂 想着给他打电话确认下时 才知道 咱青木堂人全没了 文言 林天花面沉如水 过了好一会 他拿起旁边的电话 打了个号码 老孙 你带人和段起胜 再去一趟青城 务必要把这十殿阎罗 给我解了 解不掉 我要你的命 说完 林天花看向段起胜 你带老孙去一趟青城 把王翠花给我救了 师父 我自己杀莫久 段起胜脑门渗出不少汗 不这件事 高三和庞四去做林天花 摆了摆手道 你只需要带他们进青城 师尊 这点小事 不需要别人段起胜 顿时松了口气 莫久那小子 在我手底下撑不过 王翠花和他儿子的命 比杀莫久重要 林天花盯着他 你明白吗 明白 段起胜忍不住叹气道 真可惜 不能亲手给青木堂兄弟报仇了 他刚离开 高三和庞四走了进来 找到莫久 先别杀不管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让他说出古书的下落 林天花叮嘱道 记着 那本书是你们师书留下的 封面上 镶着一枚铜钱铜钱上 隐约能看见北斗七星 确定拿到书 再杀他你们俩 带三十人过去 别把师弟我办砸了 明白 两人迅速离开 半天后 清城和省城 国道交汇处 等一下 段起胜忽然叫停司机 首座 什么吩咐 开车的青木堂弟子 满心疑惑 你们几个把衣服都换了 咱们从包米的摸进去 绕开国道 段起胜指着后备箱里的衣服 他们现在穿的 都是青木堂长衫 首座 什么情况 青木堂的神医孙德胜 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们失守两次 莫久肯定早有防备 段起胜一本正经道 为了能让高三他们顺利进去 我决定带你们从包米的走 吸引莫久手下的注意 保证他们安全 不对吧 孙德胜想了半天 也没想明白 走包米地 咋能帮高三他们 吸引注意力呢 都来三次了 谁能想到 咱青木堂敢挣大光明闯 肯定都在暗处盯着我们的人 段起胜脸色一沉 怕死的 就去追他们不怕死 愿意替前面兄弟烫雷 和我走 咱不怕死 和手坐走 青木堂余下的几个人 立刻换了衣服 汽车和段起胜 钻进包米地 第69章 这事 我真干不了 清城国道上 青木堂核心弟子高三和旁四 坐在车里正闲聊 你说 这墨酒到底有没有能耐 老七 老八 还有蒋天生 都栽在清城了 高三摸了摸眼皮 我总有不太好的预感 青木堂没有对手 因为对手都在阴间 庞嘶盛气凌人地说着 知 就在这时 车忽然急杀 三爷 四爷 前面的路被拦住了 开车的青木堂弟子 指着横在路中央的石头 咔嚓 没等两人回话 车门被人从外面一拳击穿 反击 高三猛地一跃 双手撞碎车顶天窗玻璃 落在路上 可还没等他站稳 便看见一道黑影冲过来 碰 黑影一掌拍下 高三脑袋瞬间爆开 无头尸体直挺挺躺在地上 前辈 我们是青木堂的人 庞四见同伴惨死 心里咯噔一下 连忙喊道 家师林天花 前辈可曾听过 听过 秀才擦了擦手 缓缓朝他们走去 既然您认识家师 知道青木堂 还望您给家师个面子 庞四心脏狂跳 这垃圾老未免太猛 竟然一掌 就把高三给杀了 面子 林天花在我这 有个面子 秀才冷笑一声 今天我来 杀的就是 你们这群杂碎 前辈 是不是有误会 庞四连连后退 满身冷汗 手座 手座 他猛地回头 却根本没看见 段起胜的人影 手座呢 庞四抓住后车司机 发疯般吼道 手座半小时前就掉队了 他说自己有点事 让咱们先走司机同样害怕 立刻就回答了 联想起前两次 庞四就算是傻子 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段起胜 我 他擦了擦汗 对秀才喊道 前辈 青木堂地位最高的 提前吊队跑了 您放我一马 我带您抓他 庞四豁出去了 既然自己要死 必须拉断起胜殿背 碰 回应他的 是秀才穿心一指 半分钟后 国道上只剩下几台车 血迹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尸体也被处理掉 只剩下包米地里的沙沙声 第六十九章 这事 我真干不了 清城 人民医院 老王 再帮我一次白鸣叼着烟 在角落里和人交谈 白鸣 上次拿了你几百万 我差点被开除 虽然解释清楚了 可总归是我人生的污点 外科主治医师王洪亮 手里捏着一张卡 做咱们这行 虽然偶尔收点红包 可总得对得起良心不是 我当年在医学院宣的事 现在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白鸣抽着烟 没有说话 再说 林如烟是我领导 我既要面临被处分的风险 还得一辈子受到良心谴责 这事 我真干不了 王洪亮小声道 除非 你给我加钱 一千万白鸣拍了拍他肩膀 又塞过来一张卡 别太自责 你再给我一千万 我给他整成植物人 王洪亮试探性的询问 不用 按照我交代的办 就行白鸣掐灭烟头 今天你们院外科医生 我给想招给兰在上班路上了 你放一百个新王洪亮收集卡 迅速换了身衣服 朝手术室走去 医院长廊内 师母 您放心 弟弟不会有事的 林佳然和林轻英 蹲在王翠花身前 心疼地安慰道 您也有伤 先去休息吧 王翠花中了好几枪 正坐在轮椅上 她的手指没接上 右手缠着纱布 心急如焚 莫久这个畜生 骑士灭族 还威胁要杀我 林轻英咬着牙 恨恨道 我早晚收拾她 一想起自己脑袋被踩在脚下 她心里就憋着一股火 老三 我现在就担心林建峰 担心她没办法传宗接代 王翠花老泪纵横 也不知道送来的及时不及时 不知道能不能保住 师母 您放心 林轻英安慰道 二姐是副院长 里面的医生 一定尽最大努力 医治弟弟 嗯 嗯 王翠花有些迁怒地骂道 等我回去 帮你教训林雨晴这个贱货 她不停看着手机 希望能接到电话 可亲牧堂的电话 一直没有打过来 摸着自己溃烂的脖梗 王翠花越来越慌了 她晚上已经不敢入睡 彻彻彻底底活在恐惧中 师母 弟弟出来了 这时 手术室的灯面了 快 推我过去看看 王翠花忐忑不安 林轻英迅速站起身 推着轮椅朝手术室门口走去 医生 我儿子怎么样 那啥 保住了吗 王翠花看着病床上的林建峰 心疼地问着 保住了 我给换了俩驴的主治医生 没好气地说着 真的吗 王翠花有点难以置信 免疫系统不排斥吗 都碎成鸡蛋糕了 还能保住 主治医生冷哼医生道 病人暂时不能出院 要一直做血液透析交钱吧 办理住院 为什么要透析 一直没说话 林如烟皱着没问了句 血液透析 只有肾功能出问题 才会做 送来晚了 双肾坏死 我直接给摘了王洪亮不耐烦道 我还有事 你给我站住 王翠花大吼道 给他口罩摘了 刷 林轻英反应迅速 一把扯下王洪亮的口罩 又是你 你这个用意 王翠花瞪大眼睛 疯了一样 就要站起身 我让你给我儿子尝命 你对我弟弟做了什么 林轻英也死死抓住他衣领 立声质问 我昨晚喝多了 没醒酒 今天外客的都没来 我不治 看他死啊 王洪亮淡定地回答 第六十九章 这事 我真干不了 你就是故意的 你会坐牢的 林轻英呼吸急促 浑身发抖 喝多了 只能算是意外 事故王洪亮 从兜里摸出一瓶二锅头 直接拧开 两口喝完 告吧 老子辞职不干了 说完 他一把推开林轻英 转身走了 墨酒 你这个挨牵刀的 王翠花看着昏迷不醒的儿子 眼泪不住地往下掉 林如烟则松了口气 他算是逃过一劫 回家 回家 王翠花精神崩溃般吼道 送我们回家 半小时后 救护车停在林家别墅前 王翠花刚被推下车 便看到一群人 正在别墅门前往外搬东西 喂 你们给我住手 林轻英几步上前 抓住一名干活的工人 质问道 你们干什么 入室盗窃 轻英 一道女生传来 林轻英回过头 看到了一身白色风衣的秋若曦 林轻城的借款抵押里 有这栋房子 秋若曦打开包 将一张文件 在他面前抖了抖 房子 现在不是你们的了 轻英 怎么回事 王翠花也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妈 大姐被坑了房子 不是咱们的了 林轻英看着住了十几年的家 感觉眼前一黑 险些晕过去 砰 就在这时 他卧室的证书和奖杯 被像垃圾一样扔在外面 林轻英含着泪 走过去想要捡起来 咔嚓 一辆路虎刚好将证书和奖杯碾压 停在几人面前 酒爷 秋若曦小跑着过来 亲自拉开车门 下一秒 一双黑色皮鞋 从车里探出 踩在林轻英的荣誉证书上 紧接着 身穿白色西装的墨酒 从车上下来 墨酒 林轻英双手死死抓着裤子 眼睛通红 那些被他视为荣誉 视为骄傲的东西 现在被人当垃圾踩在脚下 他的心 剧痛无比 我在林家 他才是豪门墨酒看着林轻英 面无表情道 我走了 你们什么也不是 还有 我墨酒不是替代品 他一把推开林轻英 大步朝着林家别墅走去 这一刻 林家姐妹恍惚间 好像回到赶走墨酒的那一天 不行 一直没说话的王翠花 像是疯了一样 这是我的家 谁都不能进去 老三 陪我进去 谁想拦我 就杀了我 我王翠花当真不信 墨酒你能发了天 他红着眼吼道 距他们几十米外 一辆轿车内 连夜从海外飞回来的王公子 正看着这一幕 这墨酒 还真有点意思 通知陈天霸 让他动手 第七十章 神秘算命人 林家别墅前 王翠花看着自己住了好几年的房子 整个人近乎疯了 他费尽心思 胁迫威逼林家姐妹 赶走墨酒 把所有财富留给自己儿子 可现在 林建峰没了腿 又被人摘了双肾 并失去生育能力 他们一家人 也沦落到无家可归 林轻英 把我推进去 王翠花指着别墅大门 大喊道 我就是死 我也要死在这栋房子里 他不甘心 更不能忍受 墨酒像的胜利者一样 将他们赶出去 反正我命不长了 谁敢碰我 我就杀了他 王翠花催促道 推我进去 好林轻英看着地上破碎的奖杯 还有被踩烂的证书 他推着轮椅 朝别墅走去 站住 门口的邱若曦回过身 冷冷道 这儿 已经不属于 你们了十项的 早点走 邱若曦 我大姐把你当亲姐妹 你却在背后捅她刀子 林轻英满怀恨意 咬着牙道 你也太无耻了 啪 下一秒 他脸上结结实实挨了邱若曦一巴掌 林轻英 在倾城这一亩三分地 你没资格这样和我说话 邱若曦面露寒意 冷哼道 给脸不要 别怪我让你下不来台 他心里还是对林轻城有愧的 因此 并不想把场面弄得太难看 林轻英 推我进去 王翠花不管不过 要么杀了我 要么我就在这住下 林轻英犹豫片刻 推着轮椅继续前进 给他看看邱若曦微微皱眉 对身边的一名保镖吩咐了句 得到命令 保镖直接掏枪 一只手拿着精神病证明 一只手拿枪顶在王翠花脑袋上 真以为我邱若曦在轻城这么多年 就是个花瓶吗 邱若曦转过身 朝别墅走去 他再敢前进一步 直接开枪 明白保镖嘴角微扬 细血地问道 两位 要不就进来 我着急下班 末酒 王翠花心脏剧痛 险些晕厥过去 不甘心地喊了句 走 他终究还是没敢硬闯 曾经辉煌 一时的林家姐妹 现在落魄到沦落街头 整个清城的酒店 都不敢让他们住 因为白明早就通知过酒店老板 谁敢收留林家人 就做好关门的准备 一直到天黑 王翠花等人 只能在公园旁边扎了个帐篷 你弟弟刚出院 受了这么重的伤 看着简陋的环境 王翠花火气顿时上来了 都是跟着老林学本事 你们几个就是废物 现在居屋定所 吃什么都不知道 王翠花恨死了末酒 师母 我出去买点吃的 林清英悲痛的起身 像是没了魂一样 走在街道上 短短半个月 被他们赶出去的弟弟 已经杀回来了 拿走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 林清英低着头 眼泪不住地掉在地上 忽然 看着公园角落坐着的一个人 你是 林清英心脏狂跳 他快走两步 蹲在算命的面前 是不是那天 在医院门口给我铜钱的人 第七十章 神秘算命人 见到男人 他情绪非常激动 上次那么困难的事情 算命的都帮着搞定了 这次会不会有奇迹发生 哦 我们有缘男人低着头 回了句 这位先生 我求求您 林清英没多想 静止跪在地上 擦了擦眼泪 先磕了三个头 我师母中毒了 只能活十几天 可眼下 知道解药的 不用说 我知道算命的拿出一张纸 递给林清英 先生 这是 接过纸条 林清英心脏砰砰乱跳 他很激动 却又怕自己希望过后 是绝望 十殿炎罗难解 是因为解药的材料难找 算命的解释道 这上面 有其中最稀缺那位药的位置 只要找到他 你师母自能化险为夷 真的 林清英双眼放光 跪在地上便疯狂磕头 谢谢您 我无以为报 他摸了摸口袋 才尴尬地发现自己 只有几百块了 平日里 林家姐妹的花销 都是林清澄出 否则 余下几人的工资 根本支撑不了 这么奢侈的生活 现在清澄国际倒台 连房子都被收走了 他们手上平时也没攒什么钱 关键时刻一分都拿不出 我只有这几百块 请您收下 林清英诚恳地双手递钱 小姑娘算命地摇了摇头 钱这东西 没了能再赚 可感情要是没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 你走吧 他摆摆手 谢谢您 林清英对算命先生 深信不疑 身居一恭候 他直奔附近餐馆 准备去买点饭菜 师母有救了 苍天有眼 林清英内心一天的阴霾 顿时散了 望着他离去背影 算命先生喃喃自语道 老的就一次 小的就一次 现在 咱们彻底两清了 说完 他瞬间消失在黑暗中 餐厅前 给我来一份鲍鱼 再来 林清英心情愉悦地走到餐厅 想给师母和林建峰 买点好的东西补一补 可等他看到菜单价格时 人生中第一次感到拮据 自己只有几百块 这么多人吃饭 不知道够花多少天 算了 给我来几份蛋炒饭 再来一斤酱牛肉吧 林清英眼睛一酸 眼泪不自觉地掉下来 从灰金如土的日子 到现在几百块都要算计着花 他脆弱的自尊心 支离破碎 姑娘 你咋了 前台见他哭了 赶忙开口询问 没 没事 我眼睛进沙子了 林清英仰起头 擦了擦眼泪 公园旁 帐篷内 段起胜领着几名青木堂弟子 终于找到王翠华等人 师尊 我带着弟兄们 吸引墨酒的人 想着 让高三他们轻松点 哪知道他们这么弱 全没了呀 行 我先救人真的 师父 如果不是救人要紧 我立刻去把墨酒杀了 挂断电话 段起胜擦了擦汗 自言自语道 郝璇就见祖师爷去了 手座 什么事 几名青木堂弟子围了过来 没事 段起胜手腕一抖 手上多了几个智能手表 出来一次 我送你们点礼物 他亲自给每个青木堂弟子 带上表 解释道 挺贵的 能打电话 高科技 谢谢手座 几人感到心里暖暖的 都是兄弟 段起胜一抖手道 你们机灵点 分散开要是发现墨酒来了 直接报告我 我亲自出手杀他 第七十一章 自作念 不可活 明白 几名弟子迅速散开 消失在黑夜中 等他们离开 段起胜拿出手机 屏幕上有几个闪烁的红点 红点下 还有一个数字 代表的是几人心跳 要是心跳归零 软件就会发出报警 师父啊 你说 你没事搞什么破险 现在我拿命给你擦屁股 段起胜叹了口气 钻进帐篷 此时 林青城等人 都聚集在帐篷内 小小的帐篷 空间捉襟见肘 孙神医 林天花说 你是天下第一神医 王翠花满眼期待地问道 这十点阎罗 能不能解 果然是十点阎罗 孙德胜微微皱眉道 只种一种毒 我轻而易举就能搞定 说着 她拿出自己药箱 开始调制 您不愧是天下第一神医 王翠花 心情无比激动 只要自己解了毒 再让青木糖杀死墨酒 她失去的一切 都能拿回来 解药在这 但却一味药引 孙德胜有些为难道 药引 青木糖没有 那哪里有 王翠花心脏再度绷紧 她耳如木染 知道药引的重要性 解药这东西 缺一样 都没效果 据我所知 药引几乎找不到了 孙德胜愁眉紧锁 这十殿炎罗 厉害就厉害在这一点 那怎么办 王翠花脸色煞白 听见这话 帐篷内的林家姐妹 神色各异 林青城饱受挫折 眼神涣散地靠在角落里 林如烟忐忑不安 林佳然和林佳佳 不清楚那些事情的真相 脸上写满了担心 林雨晴则眼神麻木 不知道在思考什么 我和堂主联系下 看看她能不能弄到孙德胜拿出手机 必要打电话 师母 师母 就在这时 林青英拎着炒饭 激动地跑进帐篷 您有救了 师母 她跪在地上 激动地拿出算命先生给的纸条 双手发抖道 您死不了了 轻衣 你什么意思 去找墨酒了 王翠花听见这个消息 心情万分激动 墨酒 她不可能有这个东西 孙德胜挑着没看向林青英 这玩意都快从地球消失了 十殿炎罗之所以很辣 是因为解药的药义 几乎找不到 不是墨酒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高人 林青英解释道 她告诉我 师母唯一决的药影 是黑石散 黑石散 闻言 孙德胜内心一颤 连忙将林青英扶起来 她知道是黑石散 那就没错了 黑石散在哪 十殿炎罗中 虽然有许多稀缺药材 可眼下 最难找到的 就是黑石散 这种药材 生于海底一万米 只有特定的情况 海底发生火山喷发 才有可能漂浮到海面 被人类寻的 太好了 太好了 王翠花更是激动地眼泪直流 苍天有眼啊 我王翠花命不该绝 莫九啊 你这个畜生想不到吧 老天都在帮我 再拿 她已经迫不及待了 脖子上的症状越来越重 不少肉已经开始坏丝腐烂 再拖下去 就算治好 她也是个残疾了 纸条上有 林青英指着纸条 非常兴奋 帐篷内 众人神色不一 快拿来 我看看王翠花接过纸条 激动地念叨 书房 《道德经》内 第三十七页 忽然间 第七十一章 自作孽 不可活 她眼神呆滞 没有声音了 师母 您 您怎么了 林嘉然围过来 推了推她 《道德经》 那不是师父书房的吗 对 我知道这本书 师父从小就教我们 林嘉嘉也点了点头 糟了 肯定是在墨酒手里 林青英有些担心 我想个办法 弄出来吧 王翠花还是没有说话 王女士 您怎么了 只要有药 我们抢过来就是了 孙德胜也感到意外 有手坐在 还不是探囊取物 啊 忽然间 王翠花嚎啕大哭 师母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梦了 到底怎么了 林青英急忙询问 解药有了 你就没事了 那老东西的东西 被我在院子里全烧了 王翠花眼睛里满是红血丝 泪水不断地滴落 老林 你死了 也要害我啊 她精神近乎崩溃 林如烟发现光盘那天 她担心林正英书房里 还有别的东西 索性一把火在院子里 将遗物全烧了 其中 就有那本道德经 什么 林青英一屁股坐在地上 目瞪口呆 哈哈 真是自作孽 不可活啊 老林 到了地府 我也不让你安生 王翠花忽然大笑起来 双手不停地撕扯伤口 王女士 孙德胜手指 在她鼻子下滑过 王翠花瞬间昏了过去 黑石伞太难找了 一定得给堂主打电话 孙德胜拿出手机 神色凝重 倘若没有黑石伞 王翠花必死无疑 可这东西 青木堂也没有啊 孙德胜比谁都清楚 王翠花神仙都就不了了 只能准备后事 可他 还是得汇报下 老孙 你照看一下 我上个厕所 这时 段祺胜脸色微变 迅速离开 他拿出手机APP 发现有一个人的手表 失去连接了 有点不妙啊 段祺胜没有一丁点犹豫 马上消失在原地 黑暗中 公园另一个角落 一名青木堂弟子 捅姑捅姑 自言自语道 新手表就没电了 月黑风高 青城街道 陷入前所未有的安静 平时的夜市 今晚消失不见 路灯下 连个人影都没 黑金集团 货舱内 弟兄们 都给我听好了 白明指着自己身后的枪和刀 气势如虹的吼道 今晚 把青城帮派那些人的脊梁骨 给我干断了 把他们脑袋 狠狠踩进土里 抄家伙 他话音刚落 哗啦啦 一群黑衣人抄起刀枪 列队出发 白哥这时 一名打手好奇地问道 咱库里怎么少了一箱手雷 还有一把喷子 可能 谁有任务 拿去用了吧 白明拿出一支烟 叼在嘴里 那不对啊 我查了库房的本子 根本没有记录打手挠了脑袋 白哥 要是喷得差一把 没准是忘记了 可咱最近没用过手雷吧 一箱手雷 去哪了 就他妈你话多 白明皱着没道 我家过年没买鞭 我送回去一箱 听响了 说完 他大步离开 谁家过年放手留大 打手百思不得其解 第七十二章 一万死士 一万刀 老陈 你是我父亲的老手下了 如舟会馆 王凌峰坐在沙发上 撬着二郎腿 中指夹着一根烟 你求援 我爸二话没说 直接让我带人回来 多谢王公子您父亲 还好吧 平日里嚣张无比的陈天霸 此时像得罗罗一样 陪着笑 我爸还行 在每周享福被王凌峰伸出手 戳了戳他胸口 冷笑道 在咱经营了几十年的地盘上 你都能让人干了 打了一辈子鹰 让鹰给灼了眼陈天霸满心怒火 可现在有求于人 只能苦笑道 谁寻思一个年轻人 把青城的天给翻了 记着 有我在 青城翻不了天 王凌峰指着自己身后的人 这几个国际杀手 厉害吗 陈天霸有些不放心 砰 他话音刚落 一名男子抬手一枪 百米外的花 刚好被打掉一个花瓣 玩枪的 近身格斗的 都带来了 王凌峰轻笑一声道 你们几个 跟着老陈 把活给我干得漂亮点 是 王公子 几人点了点头 那走吧 今晚我拉足了阵掌 把那些大佬的家人都送出去了 陈天霸一蹶一拐地朝地上催了口 今天青城 我俩必须没一个 等人走了 一直没说话的老管家 忽然开口问道 老陈能赢吗 赢不赢 他都得死 王凌峰脸色阴沉 老东西不死 青城我就不能说了算 老管家叹了口气 您比您跌狠了点 要是他在这儿 怎么也得留老陈一条命 王家给了他几十年荣华富贵 现在帮他报仇 要他一条命 不过分吧 王凌峰从西装里拿出那张照片 自言自语道 就一枚铜钱 这不是让我大海捞针吗 老爷说 这东西是个无价的宝贝 管家接了句 夜深人静的街道上 几百辆车呼啸着 朝黑金集团开去 陈天霸几乎调动了 自己能用的全部资源 将青城有权势的大佬们 聚集在一起 送走他们家人后 正式准备复仇 进千台车子 停在黑金集团大楼前 六七千人 拎着长刀和手枪 从车上跳下来 整个黑金集团门前 密密麻麻 全是陈天霸的人 今夜 他用尽全部能量 将六千多人聚集在此 要亲手杀了末九 一雪前耻 末九 陈天霸拎着一把刀 单手指向飞金集团 今夜 我要亲手砍掉你的脑袋 为我妻女报仇 我要让青城人知道 得罪我陈天霸 是什么下场 我陈天霸 就是青城的天 陈天霸拎着刀 双目血红 杀杀杀 为大嫂报仇 六千多人齐声高呼 气势震天 末九 滚出来 陈天霸用刀指着大楼 他身后有六千多兄弟 第七十二章 一万死士 一万刀 六千多把刀 任末九在墙 见过这样的阵仗吗 我在这儿 黑暗中 一道声音 从众人身后传来 哗啦啦 几千人同时转身 陈天霸拎着刀 早已被杀意冲昏了头脑 末九 拿命来 他举起刀 刚要大喊 大递 却忽然开始摇晃 黑金集团周围的街道口 数不清的黑衣人 密密麻麻冲了出来 这些人穿着整齐的黑色西装 腰间挂着一把雪白的长刀 大哥 不对啊 有人紧张地凑上前 好像 比咱们人多 短短一分钟 一万名整齐着装 不发一言地打手 将陈天霸团团围住 这些人面无表情 但身上的肃杀之气 让青城混混们 感到无比党寒 陈天霸 这一万死士 能不能让我在青城之手遮天 末九双手插兜 向前迈出一步 轰隆隆 一万名黑衣人整齐踏出 大地跟着微微一颤 你说 你是青城的天 末九伸出手 接过一把刀 指着陈天霸问道 那你知不知道 天外有天 正 他话音刚落 一万把长刀 整齐出窍 黑夜中 长刀反射闪闪寒光 把青城的混混 吓出一身冷汗 那金属摩擦的声音 已经吓晕了不少人 末九 老子今天就是拼了老命 也要杀你 陈天霸大吼一声 跟我杀 哼 他话音刚落 一万死士再度向前迈出一步 青城混混们缩在一起 退无可退 根本不敢动 一万死士 一万把刀 一万双冷漠的眼睛 死死盯着青城的混混们 杀 陈天霸大吼一声 一个人迎着墨九冲去 当 两把刀撞在一起 墨九手腕一转 长刀直接架在陈天霸脖子上 跪 他低喝一声 第七十二章 一万死士 一万刀 咔嚓 陈天霸硬生生被他压得跪在地上 跪 一万人 发出雷鸣般的喊声 跪 跪 没喊一句 一万死士向前迈出一步 当浪 早已吓破胆的小混混们丢掉武器 整齐跪在地上 一些强硬的也承受不住巨大的心理压力 六千多人整齐跪下 墨九 陈天霸浑身发抖 哀求道 求求你 饶我一命 他有六千多人 可全是乌合之重 墨九这一万 是死士啊 混了这么多年 他一打眼 就看出这一万人全是亡命图 别说青城 放眼整个青州 恐怕也没有谁能弄出这么大的阵仗 我愿意做您的狗 九爷 饶了我 陈天霸不住求饶 他自以为早已有必死之心 可刀针架在脖子上时 陈天霸害怕极了 我在青城多有威望 只要您让我做您的狗 我保证 上一个要做我狗的 已经投胎了 墨九长刀一扫 扑呲 陈天霸人头高高扬起 砸在青城几千混混中 饶命啊 六千多人惊恐地喊着 夜色下 墨九拿出手帕 擦了擦刀上的血后 将沾血手帕丢在地上 杀 手帕落的瞬间 一万人举刀向前 黑金集团楼前 不断传来惨叫声 这一万死事 是我最锋利的刀 我的刀出鞘 必须得染血 墨九将刀插在地上 转身上车 车后排座位上 亲眼目睹一切的邱若曦 脸色苍白 浑身发抖 这时墨九的电话忽然响了 谁 看着陌生号码 他接起电话 秀才 秀才在电话里黑黑笑道 我发现个事 青木堂这伙人 好像不光是冲着拿你命来的 第七十三章 消失的牛肉 你继续说 车上 墨九神色凝重 按照林如烟那天所说 青木堂来青城 应该只为两件事 一是帮王翠花报仇 拿他墨九的命 第二件事 便是解掉十电炎罗的毒 前两拨人 的确是这么做的 难道又有新发现 我在其中一人尸体上 找到张华秀才在电话里说道 我见面和你说 半小时后 两人在成熙一家餐馆见面 秀才仍旧一副颓废不堪的样子 头发凌乱 衣着破烂 若不是墨九和他坐在一起 餐馆还以为是 乞丐进来要饭了 他们找你 可能是冲着这个东西 秀才端起一碗馄饨 将画纸推给墨九 老旧的木桌上 洁白画纸安静躺着 上面画着一枚铜钱 墨九将手伸进怀里 取出上次林青英给他的铜钱 一模一样 我靠 秀才正喝汤 见到铜钱忍不住喊道 还真在你身上 他们要这个东西 做什么 墨九想了想 却始终想不通 他决定再找林青英问问 当初到底是谁给的他这枚铜钱 秀才 你清不清楚 我师父到底是什么人 墨九抬起头 看着眼前狼吞虎咽的秀才 不知道 这老东西什么都不说 嘴言得很秀才擦了擦嘴 招呼道 再来一碗 咋了 你感觉这件事 和你师父有关 他摸了摸肚子 懒洋洋地问着 我总有一种预感 师父的死 太西敲了墨九微微皱眉 对停在道边的车子招了招手 很快 一名吃傻的老人 被人从车上抬下来 用轮椅推到两人面前 你见多识广 能不能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墨九指着上次 从林省拉回来的痴呆老者 他似乎 知道这个铜钱的秘密 老人身手不错 甚至在吃傻情况下 还能拼凑出图案 身份一定不简单 听见墨九的话 秀才站起身 走到老者面前 他转了两圈 迅速出手 一把撸起老者袖子 见到手臂上的纹身后 秀才直接愣住了 认识 墨九开口问道 他已经察觉到 秀才异样的目光 这种目光 从两人认识到现在 还是第一次出现 墨九 听我的 这铜钱是个烫手的山芋 抛出去 秀才神色凝重 顿时没了食欲 买单 走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墨九起身追上去 一脸认真 到我手里的东西 就没有吐出去的 小子 我知道你很强 也知道 你心高气傲 但有些东西 你真不能招惹 秀才一脸苦闷 怪不得你师父身手这么强 原来和万山蒙扯上关系了 秀才 咱俩交情 不前有些话 你必须告诉我墨九很直白地说道 我既然卷进来 就得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就不能学着点你师父的稳重 秀才眼神复杂 内心非常挣扎 我师父稳重 所以半辈子待在清城 早早死了 第七十三章 消失的牛肉 墨九一把抓住秀才衣领 眼神冷漠地盯着他 我不知道 自己还有多长的命 我必须搞清楚 你能明白吗 寒毒就像炸弹 在他体内时刻威胁生命 那老头 秀才指着吃傻的老人 是万山蒙的人 至于万山蒙 那可就是个庞大的组织了 两人聊完后 墨九回到车上 罕见的神情严肃 九爷 您怎么了 白鸣咧嘴问道 去找林青城 我倒想看看 这没铜钱 究竟有什么玄机 帐篷内 林家姐妹全缩在一起 又冷又饿 平日里不稀罕吃的蛋炒饭 此时此刻都成了美味 咕噜 林雨晴的肚子 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哎 大姐 睡不着 林青英凑到林青城边上 小声道 我知道 你也睡不着 太别屈了 昨天还住在大别墅 现在沦落街头 林家然在旁边也跟着附和 秋天来了 晚上凉嗖嗖的 老七 是不是你把酱牛肉偷了 林青英见林青城没有回话 转头看向林雨晴 回答我 林雨晴冷笑一声 三姐 就你这侦察能力 是怎么混到高级警司的 墨九一走 你就被开了 知道咋回事吗 林雨晴 你少给我放屁 我只是时运不济 林青英心里虽然多少有猜到 可以想起肩膀被墨九打了一枪 脑袋 还被墨九踩在脚下 他心里就有火 老七 现在弟弟 和师母需要营养 如果真是你拿的 一直没开口的林家家 也忍不住说道 酱牛肉 还是拿出来吧 外边的餐馆 酱牛肉一百多一斤 换做平常 这还不够大家话 一次装的 可现在 对他们来说 却非常奢侈了 什么意思 林雨晴直接坐起来 大喊道 都觉着我是贼 老七 牛肉之前就在你旁边放着 大家要吃饭的时候就没了 你说 林家家欲言又止 孙神一大老远过来 就让人家吃蛋炒饭 林青英一一不饶 林雨晴白口莫辩 好 那我去死 他含着泪钻出帐篷 蹲在路边 委屈地哭着 在姐妹心里 自己就是内奸 就是贼吗 他逐渐感觉 这个家里的人 都在疏远他 漫漫人生 自己该何去何从 你们有点过分了帐篷内 一直没说话的林青成 终于开口 大姐 他指定是出去偷吃了林青英 咬着牙 骂道 都什么时候了 还这样自私自利 好了 大家还有多少钱 林如烟也插话道 大家凑一凑 先解决眼前生活的问题 大姐 林家人有些稚气道 我们几个跟着师傅 各有长处 难道当真 要这样堕落 帐篷内 陷入沉默 大姐 你是金融天才 一定能东山再起 我今晚就写歌 明天发新歌 林家人要强地说道 我要一曲红遍大江南北 好 大家一起加油 明天 我们各自出去赚钱 林家怎么倒的 就把他怎么撑起来 帐篷内 姐妹们相互加油 离他们三十公里外 段起胜正坐在包米地里 拿出被方便带包着的酱牛肉 大口吃着 太咸了 我段起胜 何时这么狼狈过 他叹了口气 满眼忧伤 堂主搞破鞋 怎么遭罪的是我 别动 这时 一把枪毫无欲照地顶在他后腰处 第七十四章 人间蒸发的林宁宁 夜色下 一辆路虎车 缓缓停在公园旁 喂 林青城 就在林家姐妹相互加油打气时 外面传来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 谁 林青城坐起 看向帐篷外 有点事 你出来下 外面的人开口说着 我出去看看林青城犹豫片刻 起身钻出帐篷 是你 见到来人瞬间 林青城下意识地叫喊 嘘 白鸣拧开一瓶酒 倒在帐篷上 随即又拿出打火机 笑着看向他 你究竟要干什么 林青城红着眼睛 爹吼道 我们都沦落街头 你还不打算放过我们 他从声名显赫的女总裁 沦落到睡在公园旁 倘若不是那份骄傲之称 林青城可能早就自杀了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他睡惯了别墅 睡惯了十几万的床垫 现在能睡得着吗 就连吃饭都要精打细算 你也不想这唯一的家 被我烧了吧 白鸣笑呵呵道 你也不想大家 半夜沦落街头吧 你到底要说什么 林青城双手攥拳 如果墨酒要羞辱我 那就尽情来吧 我林青城输得起 怎么输的 我怎么赢回来 别忘了 我们一个师父 行了 去哪 林青城有些疑惑 警惕地问道 你要干什么 上车 有点是白鸣很不耐烦 不走 咔 他按下打火机 走 林青城心脏一颤 帐篷真烧了 姐妹们真的没地方睡了 走了半分钟 白鸣指着车 上去吧 林青城没有犹豫 拉开车门 走了上去 墨酒 见到坐在车上的墨酒 林青城有些惊讶 啪 墨酒没有说话 而是将他按在车上 直接撕开林青城身后的衣服 墨酒 你要干什么 林青城下意识地拼命挣扎 我不是林玉清 你给我滚 事情突然发生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只能不住地反抗 而墨酒在拍下林青城后背纹身后 也将其松开 顺带 将一万块递给他 第七十四章 人间蒸发的林宁宁 畜上 你就是畜上 林青城衣衫不整 眼含泪花 这钱 拿 还是不拿 墨酒一脸嘲讽地看着昔日里高高在上的林青城 在温饱面前 尊严一文不值 不是吗 他用钱 轻轻拍打林青城的脸 我出来林家 你们就欺负我 我虽然是个孤儿 但我硬生生打出了自己的新世界 林青城 你们几个 就像是蛀虫 下车吧 墨酒盯着神秘符号 还是想不通 这东西意味着什么 上次在车上 看过林如烟的 现在也只有林家家后背上的 还不清楚了 至于林家老五 似乎一直没在青城 从小到大 墨酒能看透任何人 唯独看不透老五 他不怎么说话 整天神神秘秘的 从林家出事开始 老五便消失了 墨酒 我只要活着 就不会认输 林青城拿起一万块 咬着牙下车离开 还有 陈天爸不会放过你 你死了 我不会给你烧纸的 九爷 是不是给的多了 林青城走后 白明有点心疼 这样的在会所 摸一下也就几百块 去把林家家找来墨酒 愈发感到心神不宁 青木堂居然盯上铜钱 这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自己身上 也有一样的纹身 得了 白明转头回去 没意会 他扛着林家家 直接扔进车里 大哥 我威胁他 要点了帐篷 这娘们把我火机给吹灭了 白明刺着牙 还挺刚烈 墨酒 你想做什么 林家家此时也慌了 从墨酒报复师母 报复林建峰那一刻起 他就知道 自己也没什么好下场 死了 墨酒一把撕开林家家的衣服 拿出手机就要拍照 可这时 路虎车内的氛围 顿时有些尴尬 你怎么不穿那衣 墨酒微微皱眉 我为什么要穿 林家家红着脸 低声问道 我习惯了 转过去 墨酒一把将他推过去 拍下林家家后背的纹身 八大 林家家刚被推下车 窗户便扔出一打钱 想不到知识分子 这么闷骚墨酒揉了揉太阳穴 眼睛盯着手上 找到的六个特殊符号 车走后 林清成和林家家 衣衫不整地拿着钱回到帐篷 大姐 家家 你们这是 卖去了 林清英瞪大眼睛 是墨酒 林家家低着头 声音细微地说着 有这好事 他走没走 林清英眨眨眼 起身便追了出去 能不能查查 林妮妮在哪 墨酒坐在车里 开口问着 林妮妮是林家老五 平日里不怎么说话 可以说毫无存在感 第七十四章 人间蒸发的林妮妮 但最近 林妮妮似乎人间蒸发 九爷 你这个曾经无解 有点神秘啊 白明拿出手机 看着上面的地图 我带人找了很久 一直没有消息 七个符号 现在就去他身上那块墨酒和秀菜 聊完后 心情一直非常沉重 急促道 尽快找 尽力了 可不管是机场 还是港口 始终没有林妮妮的行踪 白明无奈地回答 他没有撒谎 在清城找个人 不难 有数不清的小弟 还有电子眼 可偏巧 林妮妮就如同人间蒸发一样 一点线索都没 就在这时 墨酒的手机响了 我们做个交易 电话那头 传来低沉的声音 何清竹在我手上 如果你想要他活命 十分钟内 解掉王翠花身上的毒 说完 那端直接挂了 紧接着 墨酒的手机便收到一条彩信 彩信里有一张照片 何清竹和一个陌生男人 站在路旁 天虽然黑 但照片还算清楚 大哥 这人我眼熟啊 白明指着照片里的男人 青木堂的重要人物 他们咋把嫂子给抓了 妈的 找死啊 白明拿出手机就要组织人 墨酒迅速打给何清竹 可电话 始终打不通 这时 电话又来了 照片看到了吧 十分钟 解不掉毒 等着给何清竹收尸 电话那头冷冷开口 大哥 怎么办 白明慌了神 任谁都知道 清城九爷最在乎的 就是何清竹 杀吧 尸体直接抛了就行墨酒 面无表情挂了电话 大哥 白明有点猛 万一 没有万一墨酒看着照片 目光深邃 秀才守在何清竹周围 即便清木堂主亲自来 也不可能这么顺利 开车 去何清竹家墨酒冷冷开口 白明看了眼照片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这 这不是被绑了吗 与此同时 国道上 和何清竹一模一样的少女 看着手里电话 同样陷入深思 女侠 你饶了我呗 段起声咽了口唾沫 出声哀求 上次在你家 我不是故意的 那是蒋天生的主意 滚吧 女生没什么耐心 瞬间消失在黑暗中 墨酒怎么没上当呢 她最在乎的 不就是何清竹吗 死了 她轻轻一撕 一张面具瞬间脱落 露出下面完全不一样的脸 第75章 和阎王爷说吧 卢州会馆 王凌峰坐在沙发上 沉着脸足足抽完两盒烟 四名杀手才姗姗归来 王公子 您还没睡 领头的扛着狙击枪 有些惊讶 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 清晨还亮着的灯人家 都没几户了 咋了 考研去了 王凌峰抬起头 面容憔悴地问道 没 没有 四人有些尴尬地回答 陈天霸弄死眉 王凌峰抓了抓头发 已经困蒙了 他从美洲回来 舟车劳顿地 想要倒个时差 可谁知道四人一走 就是好几个小时 我们本想趁着混乱 干掉陈天霸 结果老四水土不服 去了个厕所 领头的指着身后脸色苍白的同伴 等我们追过去 陈天霸不见了 不见了 王凌峰皱眉道 他不是聚拢一堆人 整莫九去了 陈天霸既然求助电话都打到美洲 这件事 肯定就得和莫九分个雌雄 我们找到现在 都没找到陈天霸 扛着狙击枪的飞龙神色紧张 出过第一趟买卖 就砸了 他们脸上实在挂不住 一群废物 王凌峰不耐烦地站起身 看向旁边管家 你领着他们四个 正好趁着深夜 去把姓名的坟挖了 好好找找 老头子 让我来 着重办的就是 这件事都给我打起精神 听见没 陈天霸失踪 让他心神不宁 总感觉自己此行 可能不太顺利 月色下 老管家领着飞龙等四人 悄悄来到龙山公墓 咱们动作快点 别被人发现 老管家叮嘱几句 按照之前搜集的情报 直奔最高点那座公墓 三分钟后 管家拿出手电 罩在墓碑上 就是这 开挖 咔 他话音刚落 公墓内的大灯忽然亮起 五人近乎瞬间致盲 下意识地用手捂住眼睛 干啥的 白明领着手下 迅速将四人围起来 自打秀才说完老林的事 末九便安排人盯着陵园 果然 真有人要拿老林做文章 正好白明带人来龙山公墓 埋陈天霸 和这五个人刚好撞上了 上 上坟 老管家挪开手 见到四周全市人 心中暗叫不好 你认识他吗 白明指着墓碑 冷声问道 认识 认识 老朋友才来寄垫下管家满身冷汗 那你跪下 磕三的头吧 白明轻哼一声 飞龙等人刚要动手 立刻被管家拦住 来 都跪下 磕三的头 管家带头跪在地上 非常利索地磕了三的头 寄垫完了 我们先走了 五人磕完头 起身便要离开 站住 白明抽出枪 指着管家 说 什么人 小兄弟 有些话 还是别问了老管家看着他 眼神阴冷 知道太多 对你不好 俗话说 宰相门通七品官 王家 在每周混得风生水起 坐拥几百亿资产 王家管家 自然也跟着风光 现在被白明一再刁难 他心里也有几分火气 巧了 我还真就不想好 白明拉动枪栓 再度抬枪 回答我 动手 老管家脸色阴沉 碰 飞龙毫无预兆 反手就是一枪 余下三人动作迅速 护着老管家 从几十名黑衣人中冲了出去 碰 碰 碰 白明连开三枪 被飞龙纵身扑倒 妈的 这天底下 能让老子磕头的不多 你算个什么东西 他单手擒住白明 冷声道 都闪开 第七十五章 和阎王爷说吧 黑衣人们缓缓退散 去找九爷 白明肩膀中了一枪 大喊道 这伙人不简单 闭嘴 碰 飞龙给了白明一拳 迅速将他带上车 呼啸着朝卢州会馆奔去 大哥 老三中枪的车内 落腮胡指着一名光头 光头的腹部中了一枪 血流不止 止血 飞龙忍不住皱眉道 小子 你打了老三 待会活不成了 白明虽然肩膀中枪 但气势不减 在青城 你们四个还翻不了天 那就看吧 飞龙脸色阴沉 二十分钟后 白明被五人带到卢州会馆 而王明峰正和自己父亲视频 爸 管家回来了 您问问 哎 怎么弄了个人回来 见到白明 他有点意外 少爷 这小子 好像是墨九的人 飞龙指着光头受伤的腹部 我们去墓地的时候 被埋伏了他开枪 打了我兄弟 坟挖了吗 王林峰站起身 忍不住皱眉 还没 遇到点状况 啪 王林峰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我带你干什么来了 帮陈天霸做事 我让你挖坟 你没挖就回来了 咚 就在王林峰发火时 卢州会馆传来敲门声 谁这么晚来 王林峰犹豫片刻 你去 看看谁回来了 该不会是陈天霸回来了吧 卢州会馆今天特别安静 除了他们几个 没有别人 谁啊 会馆门口 走过去开门的人 刚把门打开 便看到刺眼车灯 砰 紧接着 便是一声霞弹枪的闷响传来 扑通 开门的杀手 被喷飞三米远 重重摔在地上 不好 余下几人迅速拿起武器 车灯光亮中 穿着西装的墨酒 拎着一把枪 带着几十名小弟 大步走进来 酒爷给你丢脸了 白鸣咧着嘴 坐在地上 这四人都是国际杀手 他没防备 被打了得措手不及 你是墨酒 王凌峰拿着手机 下意识眯起眼睛 谁抓的人 墨酒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开口反问 我 飞龙抬起狙击枪 对准墨酒 信不信 连你一起崩了 墨酒没有说话 他右手一把抓住枪杆 猛的一推 手中挟弹枪 瞬间对在飞龙脸上 碰 碰 碰 连续三枪 飞龙无头尸体摇了摇 直挺挺倒地 王凌峰擦了擦脸上的血 没来由的感到一股寒意 会馆内气氛无比沉闷 还谁去了 墨酒冷声问道 他 他 还有他 白鸣指着剩下的三个人 听我说 管家内心一慌 去和阎王爷说吧 墨酒迅速填淡 抬手三枪 整个卢州会馆 只剩下目瞪口袋的 王凌峰 第76章 人格分裂 说 来清城做什么 墨酒摆了摆手 身旁的人迅速将白鸣带去医院 兄弟 我老家在这 回来祭祖的王凌峰吸了口气 强颜欢笑道 你不杀我 我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 碰 墨酒对着他腿就是一枪 而后 枪口上台 顶在王凌峰胸口 你还有最后一次解释的机会 兄弟 不能谈 王凌峰痛得满身冷汗 坐在椅子上不住发抖 不说 墨酒冷冷问道 年轻人 这时 手机里响起视频那头的声音 我是王伯川 如果你放我儿子 我可以满足你任何条件 若不能 墨酒拿起手机 后果如何 我王伯川从清城白手起家 把生意做到每周 若我儿子有任何意外 我保证 你全家都得陪葬 王伯川霸气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来 告诉我 他们来清城 做什么 墨酒盯着屏幕上的人问道 这伙人半夜去师父墓旁 肯定有问题 无可奉告 王伯川用威胁的语气命令道 立刻放人 王家财力雄厚 做事非常霸道 墨酒这时已经意识到 对方应该不打算说了 他调转镜头 将枪口塞进王林峰嘴里 砰 一枪 沙发上 到处都是血迹 我不喜欢被威胁墨酒丢掉手机 在王林峰身上搜了搜 果然 里面有一张照片 自己那枚铜钱的照片 给我找林宁宁 全程找 墨酒转身离开 他心情非常压抑 许多迹象表明 那枚铜钱和师父有关 而墨酒身上 还有那枚铜钱的纹身 这东西 到底意味着什么 铜钱在手里 七个符号已经找到六个 只剩下林宁宁的 第二天 天刚亮 段祺盛回来了 林家姐妹被折腾够呛 此时早已疲惫不堪的全睡了 醒醒段祺盛蹲在王翠花身旁 轻轻推了推 什么事 王翠花缓缓睁开眼睛 像是将死之人一样 有气无力道 有办法救我吗 现在 他身体腐烂的面积 越来越大 全身都和被蚂蚁咬一样 可一挠 肉就掉下来了 露出森森白骨 首座 你一夜没回来 我还以为出事了孙德胜睁开眼 也很意外 老孙 你先出去下 唐主有话 要我带给王女士段祺盛笑着回应 行 孙德胜也知道俩人关系 起身出去晨跑了 林天花说什么 王翠花激动地问道 是不是我有救了 对唐主找到救你的办法了段祺盛伸出手 上次 我给你那个解药 你还给我 什么意思 王翠花没多想 从怀里摸出药瓶 递给她 我用这个解药试试 看能不能替代段祺盛拿着瓶子 转身离开 林如烟 你出来下 走到帐篷口时 她喊了声 林家姐妹这时都醒了 林青城下意识抓住林如烟的手 生怕自己妹妹受到伤害 没事 林如烟披了件衣服 走出帐篷 帐篷外 吃了段祺盛面无表情的伸出手 将解药递过去 你什么意思 林如烟有些犹豫 第76章 人格分裂 上次害她的 就是段祺盛 这是解药你把她吃了 然后将真相告诉大家 离开王翠花母子 段祺盛面无表情的说着 优柔寡断 眼见林如烟还在犹豫 她直接捏住林如烟下巴 将解药扔了进去 记着 王翠花虽然丧尽天良 可她终究是 你们师母 做完这一切 段祺盛叮嘱道 她无药可救了 死的那天 你们来送送她 首座 这时 一名青木堂弟子走过来 有些难未情道 没电了 什么没电了 段祺盛有点摸不着头脑 手表青木堂弟子 指了只手腕上的智能手表 没电你找我做什么 段祺盛很无语 自己充电呗 你送的 我没充电器 青木堂弟子 有些难未情 啊 我忘带了 段祺盛回过身 看向林如烟 记住我的话 说完 她迅速离开 同一时间 一百米外 另一个段祺盛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打开相机 用前置摄像头照了照自己的脸 妈的 我是谁 她拍了自己脸一下 真特么邪门了 难道我眼花了 思虑再三 她转身离开 清城是非之地 还是得躲一躲 帐篷内 孙德胜见段祺盛离开 满心疑惑到 她怎么神神秘秘的 孙神医 段祺盛说 能救我 王翠花非常激动 露出久违的笑容 果然 天不枉我啊 能救你 孙德胜眉头皱得更深了 她走出帐篷 给堂主打了个电话 堂主 段祺盛说 能治王翠花 我怎么不知道 作为青木堂的医生 孙德胜自认非常专业 石垫炎罗 只有一种解药 自己都没办法 段祺盛拿什么救 我青木堂都没有黑石散 段祺盛怎么治 林天花烦躁地说道 三天后 我带人去清城 若王翠花就不回来 我就把我师兄的骨灰扬了 还有那个墨酒 若不是 我要找东西 早就弄死他了 那我等您过来 孙德胜挂了电话 嘀咕道 段祺盛搞什么鬼 黑金集团 顶楼办公室 咚 咚 咚 一大早 门庭敲门 敬 酒爷 他拿着几张纸 拍在墨酒桌子上 此时的墨酒 研究了一夜铜钱 和那六个符号 略显憔悴 我找到了林妮妮的病例 他曾经去看过病 白名兴奋地指着几张纸 林妮妮是个人格分裂 我怎么不知道 墨酒看着病例 有些惊讶 林家七姐妹 只有老五和他交集不多 可他若是人格分裂 为何林家人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师父不知道 墨酒扫了眼日期 发现年代有些久了 下面的家属签字 居然是师父的 难道 师父有意隐瞒 继续查 我感觉林妮妮 没有想得那么简单 他揉了揉太阳穴 第一次感到疑惑 与此同时 美景天城楼下 墨酒双手插兜 静止朝和青竹家走去 第七十七章 手机 咚咚咚 一大早 何建国家的门被敲响 半分钟后 谁啊 何青竹迷迷糊糊的声音 从门内传来 墨酒墨酒站在外面 眼睛时不时瞄着楼下 九哥 门被打开 穿着睡衣 眼睛惺忪的何青竹 有些惊讶 你起这么早 嗯 找你有点事 墨酒点点头 你换身衣服 和我出去一趟 什么事啊 这么早 何青竹拉着他的手 走进自己房间 想给你个惊喜等到了 再告诉你 墨酒环视房间一圈 忍不住微微皱眉 居住环境 太差了 啊 我爸妈没醒 你手机借我看看 何青竹倒背着手 笑嘻嘻地开口 我手机 墨酒从口袋里 摸出手机 摇了摇道 快没电了 上车再看吧 啊 何青竹眨了眨眼睛 好奇地问道 九哥 你给我什么惊喜啊 惊喜不能说 说了就不是惊喜了 墨酒小声催促道 稍微快点 行 我换衣服 你出去等我何青竹说着 便解开睡衣 好 墨酒转身离开房间 走到楼外 老楼的建筑格局非常独特 没有电梯 每一户都是走楼梯的 而且是半封闭的 楼道和外面 只有一米多高的水泥墙隔着 墨酒不停看着手腕上的表 神情焦急 九哥 这时 门被打开 和青竹笑嘻嘻道 我也送你的惊喜 刷 他轻轻一扔 墨酒伸出手 啪的一下 将东西捏在手里 与此同时 房门被关上 手雷 墨酒定睛一看 手里攥着的 是一颗被扯掉拉环的手雷 靠 他忍不住抱了去粗口 瞬间将手雷扔出去 而后 迅速弯下身 砰 手雷在空中爆炸 不少住户的窗户 被震碎了 一大早 爆炸声格外刺耳 喂 够惊喜吗 爆炸声刚结束 房门再度被打开 和青竹端着手里挟弹枪 眼神冷漠地盯着墨酒 试试火 碰 他扣下扳机 墨酒一个翻滚 凌空跳下楼 可手臂还是被弹珠打伤 连续声响 立刻惊动外围留守的人 黑金集团保镖 迅速从暗处冲出 九爷 您怎么了 这些人见到墨酒手臂流血 全都吓了一跳 没事 不用管我墨酒撞开保镖 大步离开 他不是墨酒 就在保镖门不明所以时 楼上 和青竹喊了声 不是九爷 众人对视一眼 更猛了 搜 和青竹话音刚落 一道身影陡然出现 拦在墨酒身前 我是谁 秀才笑呵呵地问道 秀才墨酒迅速回答 第七十七章 手机 是吗 那我真名叫什么 秀才脚拇指 隔着破损的鞋 微微动了动 墨酒抬起头 显然没有想明白答案 假的吧 秀才伸出手 直接锁在他肩膀上 和我走一趟 不行 墨酒摇头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秀才手腕一发力 墨酒直接晕了过去 别装死 秀才微微皱眉 弯下身就要抓人 刚才他能感觉到 对方伸手不怎么样 否则 也不至于被喷子打伤肩膀 可就在秀才准备把人带走时 墨酒眼睛忽然睁开 嗖 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掠过 秀才侧身一闪 头发被斩掉好几根 而刚才已经晕过去的墨酒 竟忽然翻过身 连续逼退秀才 到胡同口时 他凌空一跃 直接踩着墙头 消失在街道上 真特么邪门秀才摸了摸自己脑袋 猛的一拍 不对 这怎么是老林的招式 何见国家 迷迷糊糊的李红彦 从房间走出 疑惑地问道 刚才什么想 可能咱们小区有人结婚 放炮吧 何清竹眨眨眼睛 满怀心事地回答 真不让人安生李红彦抱怨了句 回到房间继续睡 他刚进去 何见国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 你TM真在家里藏手雷了 他压低声音 闷吼一声 刚才那一声响 让他头皮发麻 自己女儿上的 不是外国语学院吗 怎么还会玩枪 玩手雷 换做常人 第一次开枪打死人 早就吓得浑身无力 精神失常 可上次何清竹崩了青木堂的人后 居然仅仅过了几分钟 就和没事人一样 我和你说了 何清竹眨眨眼睛 无辜道 上次不就说了 我TM 何见国感觉天灵盖都在冒凉气 我以为你和我开玩笑 一响手雷 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他压低声音 生怕自己老伴听见 能把这楼干塌了 你不要命了 就一颗 何清竹竖起一根手指 笑嘻嘻道 就那一颗 刚才扔出去了 你有病啊 一大早扔手雷干什么 何见国忽然意识到 自己对女儿竟然一点都不了解 我听个想和清竹吐了吐舌头 没事我回去睡觉了 你坐下 何见国点了颗烟 神情严肃地问道 你告诉我 你从哪弄的那玩意 又怎么练得开枪 正面回答 不许撒谎 他眉头紧皱 怎么都想不通 你在外国语大学读书 不可能碰这玩意啊 何见国越抽越烦闷 那你为什么会功夫 何清竹反问一句 何见国背对得毫无脾气 好好好 你的事 我不问 咱爷俩 都藏着小秘密 说完 他将烟头掐灭 转身回到房内 课厅内 何清竹自言自语道 还不是高三暑假那年 想着打工赚学费 说我是外国语的 正好出国兼职做翻译 结果被中介骗去非洲 他拿着手机 给墨九发了条短信 我在办公室 还没出门 什么 有人冒充我 刚何清竹给我发了短信 你一定保护好他 下午我找个借口 让他们搬进别墅 墨九拿着手机 神色凝重 小九 你妈子挺机灵 连我都没分出来真假 他是怎么知道的 秀才在电话里好奇地问着 秀才 有劳了墨九没有回答 迅速挂了 是啊 何清竹是怎么发现的 他自言自语 目光忽然盯着手机 陷入深思 第七十八章 我不杀胖子 每周 下位一倒 我就一个儿子 现在他死了 死在我发家的地方 王湛坐在会议室里 愤怒地拍着桌子 我早劝过你 盯着这东西的 不止你 一家你听劝了吗 他对面的堂装老者 冷冷回应 你放心 东西我要拿 瞅我要报 王湛一拳砸在桌上 是我大意了这次 我安排人先去摸摸底 不管怎么说 在自己发家的地方 死了儿子 他都无法接接受 我安排去清城投资的人 到了吗 王湛看向旁边的小秘书 王总 人已经到了现在 他正忙着招聘 那二十几岁的小秘书 穿着包屯裙 推了推眼镜 回答道 那就好 知彼知己 百战百胜 王湛看向老者 老先生 你回去休息 我心里难受 发泄下 好 堂装老者点点头 起身离开 门刚关好 秘书缓缓蹲下身 轻轻拉开王湛的拉链 王总 您儿子刚没 秘书欲言又止 我私生子多 王湛按着秘书脑袋 一脸陶醉 清城 早餐店内 林家六个姐妹围在一起 二姐 段起胜为什么要帮你 林轻英瞪大眼睛 听着林如烟 讲述早上匪夷所思的经历 我也不知道 林如烟想了想 点头道 估计真是解药 有没有可能 这是师母的意思 用段起胜试探你 林轻成有些担忧 万一是试探 解药是假的 就糟了 此话一出 六人全体沉默 二姐 有句话 你可能不愿意听林与清 喝了口豆浆 你说 林如烟经历的比较多 反倒不在意了 同样跟师父学 墨酒能给师母下十电炎罗 你连个解药真假 都分不出来林与清冷笑道 你学的兽医啊 老妾 林轻成呵斥道 什么时候了 还说风凉话 大姐 你不是商业奇才吗 林与清黑黑笑道 姐几个见你光 现在睡大街了 你跟师父 学的啥呀 你有病吗 林轻英本来就和林与清 有矛盾 当即便反讽道 你厉害 大话家连颜料都不会调 你干脆死了 没准盛下一个饭糕 说完 她低头喝了口粥 老实说 你们是不是连起手骗我 什么意思 听见这话 林如烟愣了下 自打昨晚大姐和佳佳 让墨九给那个了 我感觉你们都变了 林轻英面无表情 除非你发誓 没有诬陷师母 煞笔 林与清直接把周扬在她脸上 我们都撒谎了 你现在回去 伺候你的师母 伺候你的弟弟 老七 你过分了 林轻成脸色一沉 出声呵斥 你也住嘴 当时赶走墨九是你的决定 现在就让姐几个睡大见 你有能耐 让我们住在房子里 吃顿大餐 林与清憋在心里的怒火 终于爆发了 明明当时她没发表意见 结果两边都在埋怨她 你等着 林轻成放下筷子 半天之内 我找个工作养你们 说完 她起身离开 林与清的话 深深刺痛了 她骄傲的心 站在街道上 她尝试联系 以前认识的关系 打了好几个电话后 终于露出笑容 一小时后 林轻成乘坐公交车 来到一家企业门前 她连打车的钱 都没了 您好 我是来应聘经理的林轻成 走到前台 打了声招呼 咱们这是外资 她虽然破产了 但关系我还算有些 多方打听 得知 有家新开的公司 要招聘经理 于是便过来试试 不是外资 我们老板是从这走出去的 有钱了想回来开个公司 第七十八章 我不杀胖子 前台起身领着她 来到办公室 十分钟后 一名胖子看了眼 林轻成的简历 有些惊讶道 林总好生厉害 让你做经理 是不是屈才了 人生起起落落 正常我向您保证 半个月就能做出业绩 林轻成苦涩一笑 好 你现在就可以入职 胖子点点头 非常满意 谢谢您 林轻成犹豫片刻 还是没忍住问道 现在经济有点问题 能不能预知下工资 留下卡号 下午一点 半年八十万的薪水 打到你卡上胖子起身 非常真诚地说道 你是人才 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谢谢您 林轻成露出久违的笑容 留下自己卡号 她走出公司 忍不住在大街上跳了支舞 这一刻 空气都是香甜的 兴奋过后 林轻成拿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林雨晴 中午我带你们吃大餐 记住 你大姐永远是大姐 她吸了口气 男眼脸上笑容 半小时后 一辆白色懒盛婷 在林轻成入职的 那家公司门前 消息可靠吗 墨九看了眼窗外 九爷 您真以为我 轻成女王名号白交的 邱若曦朱唇微起 谁来轻成 做什么 瞒不过 我眼睛这个人来得蹊跷 目的性太强 白名 下车 墨九推开车门 整理下领带 带人走了进去 喂 你们干什么 门口保安 见到这种阵仗 赶忙走过去阻拦 砰 白名对天明枪 大喊道 谁拦九爷路 我送他上黄泉路 九爷 听见这俩字 保安全都蹲在地上 此时 楼上办公室 胖子正打着电话 王总 您放心 我安排人放出消息 引诱林轻成入职 这女人真上当过来了 我办事 您放心 墨九不可能发现 我什么人 不说天衣无缝 那也是 砰 不等他把话说完 办公室的门 被一脚踢开 你谁啊 胖子吓了一跳 清诚 九爷 墨九一把夺过电话 怎么回事 电话另一端的王站喊道 发生什么了 墨九没有回答 而是将电话挂断 墨九 你要干什么 胖子已经吓得浑身冷汗 别紧张 我不杀胖子墨九转过身 离开房间 电话另一端的声音 和昨晚一样 是一伙的 估计是 问不出什么 有价值的东西 办公室内 缠着绷带的白鸣 抬起枪 直接打光一缩子子弹 墨九 你爷儿无信 胖子脑袋一歪 死透了 我不杀胖子 又没说 我手下不杀墨九 迈开步子 离开公司 姐妹们 这一桌 八万八 我就是想告诉你们 为什么我能做大姐 不是因为我被抱回来得早 而是因为我有能力 豪华餐厅内 林青城喝了几杯酒 嘴熏熏道 放开吃 照着我一个月工资吃 他拿出手机看了眼 已经下午一点半了 工资怎么还没打过来 第七十九章 被迫合作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林家姐妹吃饱喝足 已经有人提议要离开 这期间 就连一直看林青城不顺眼的林雨晴 也开始恭维自己这个大姐 唯独林青城本人 脸色非常难看 他预知的工资 迟迟没有到账 大姐 我们走吧 林青英吃多了 想要出去走走 再吃点 林青城尴尬一笑 不停地刷新账户余额 可余额始终只有几百块 他原来的资产 已经被冻结 所有不动产 也被查封 倘若预知的钱没有到位 林家六个人凑在一起 恐怕也拿不出八千块 更别提八九万了 大姐 吃太多了 真吃不下去林家然站起身 拎着包叫走 你们先走吧 我等个朋友林青城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撒了个谎 正好 我们在这里吃晚饭 余下五人没多想 纷纷起身离开 临走前 还不忘赞美一下他 几个小时后 包厢的门被推开 您好 晚上饭点人比较多 您中午开的包厢 能结一下账吗 餐厅经理走进来 笑音的说着 我看你们早就吃完了 先把单买了 下午他就感觉不对劲 一群女孩子 也没有喝酒 怎么吃完饭 还有个人留在房间 根据多年经验 经理猜测 这顿饭估计要出岔子 几万块啊 可不是小数目 您稍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林青城拿出手机 拨通了新公司老板的电话 您好 我是林青城下午 答应我预知的工资 抱歉 林小姐老板出了意外 我们已经离开青城了 电话那段说完 直接挂了 喂喂 林青城心脏一抽 整个人差点晕过去 看着满桌子的饭菜 他没来由地掉了眼泪 曾几何时 这样的大餐 他每周都会吃一次 可现在 他连买单的钱都没了 林小姐 您是不是没钱买单 餐厅经理认出了林青城 也知道 他破产的事情 青城国际 曾经是青城龙头企业 林青城作为总裁 经常在电视上露脸 不少人都认识他 对不起 我可以挂账吗 林青城攥着手机 紧张解释道 我保证 一周之内 肯定还你而且 还有利息 从小到大 他第一次这样窘迫 大家快来看 曾经青城国际的总裁 现在来吃霸王餐了 餐厅经理退了几步 大喊一声 包厢外 不少人都凑过来看热闹 我给你刷盘子 林青城看着越来越多的人看热闹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就是青城国际的女总裁 听说 他把自己弟弟赶走 现在被赶走的弟弟 住在林家别墅 他们倒被赶出来了 人啊 做事别太绝了 第七十九章 被迫合作 外面议论纷纷 这些话像是刀子一样 扎在林青城脆弱的自尊心上 你林总给我刷盘子 刷盘子一个月两千五 你得刷三年半 餐厅经理由于片刻 拿出手机 实在不行 金官吧 别 求求你 林青城再也忍不住 泪水速速掉下 慢 就在这时 一名胖子推开人群 视线落在林青城身上 他像是想起什么 嘴角露出一抹令人玩味的笑容 林总今天消费多少 胖子夹着包 一把推开餐厅经理 黄总 餐厅经理笑着回话 一共九万三 九万三 你至于为难他 黄胖子从包里拿出十万 狠狠砸在餐厅经理脸上 林总有钱的时候 一年在你这消费几百万 现在落魄了 九万多而已 你就狗眼看人跌 这是十万 拿着鬼远点 餐厅经理连忙蹲下身 红着脸道 说狗眼看人跌了我该死 啪 他对着自己脸扇了一巴掌 黄总 不用 林青城心里莫名感动 他当初还和黄胖子的公司 有过竞争 却没想到 在自己落魄的时候 被对手拉了一把 林总 谁都有东山再起的时候做人 有时候不能太目光 短浅黄胖子呵呵一笑 您方便不 上车聊聊 方便林青城擦了擦眼泪 心里感到暖暖的 三分钟后 两人坐在一辆车上 黄总 谢谢您刚才解为 林青城双手合十 等我赚钱 一定还你 十万块而已 不用还了黄胖子白白手道 我给你一千万 请你跟我合作 什么合作 林青城愣了下 我听说 你能有今天这么凄惨 是莫九所谓黄胖子眯起眼 笑音音道 是不是 是 林青城咬着牙 点了点头 好我他还听说 他给自己的师母打了 并且下毒 甚至残害自己师父的儿子 黄胖子又问 是不是 对 林青城点点头 他动了沉淀吧 青城商界非常不满 我和你直说吧 我们要搞莫九黄胖子毫不掩慎 你配合我们 在媒体面前宣传 不 林青城摇头道 家事 我们自己解决 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 他懂 内部人在斗 那也是同门相斗 陈天霸葬礼上 莫九的话对他触动很大 那就请林小姐 把十万块还给我胖子沉着脸 还钱吧 你 林青城双手钻拳 顺身发抖 我还听说 当初卖你的 是邱若曦你甘心吗 黄胖子趁机劝道 跟我们合作 今天就把邱若曦 赶下商会会会长的位置 一个月 我们让他灰溜溜滚出青城 林青城没有回答 但眼神非常挣扎 你把他当闺蜜 他把你当猴耍 黄胖子轻哼一声 今晚 我们就逼宫 他沦为莫九的玩物 曾经支持他的人 已经心凉了 当初爱他邱若曦有多热烈 现在对他的恨 就有多强 怎么样 黄胖子趁热打铁道 我保你东山再起 林青城 你甘心失败吗 甘心过这种 被人嘲笑的生活吗 我答应你 什么时候开会 林青城呼吸急促 眼中闪过一抹坚定 现在 胖子看了眼手表 对司机吩咐道 去盛世之星酒楼 说完 他拿出手机 发了条微信 林青城同意合作 第八十章 群起公知 半小时后 盛世之星酒店 顶楼包厢 宽敞的会议室内 坐满了人 黄胖子推开门 大步走进来 黄老板 你迟到了 有人笑着打趣道 各位看看 这是谁 黄胖子呵呵一笑 指着门口 穿着蓝色西装的林青城 面无表情走了进来 林青城 他怎么来了 见到林青城的瞬间 会议室内议论纷纷 坐在正位的邱若曦 脸色瞬间发生变化 他忽然意识到 今天开会 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各位 这还有咱们几位媒体朋友 黄胖子 指着走进来的 几名字媒体 黄老板 我们商会内部的事情 找媒体做什么 一直沉默的邱若曦 终于开口 商会内部有问题 不就得曝光吗 黄胖子眯起眼睛 怎么 难道在座的各位 有见不得人的事情 清城帮派的溃散 让商界感到非常不安 邱若曦和莫九 创立的黑金集团联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吞掉清城国际 令商界人人自危 再加上外部有网站的唆使 导致商会提前召开了 今天的例会 黄老板 你今天怎么话里有话 邱若曦沉着脸 语气冰冷 哈哈 邱会长 我可没说什么黄胖子 指着林青城 林小姐 有话讲 话音刚落 几名媒体人迅速拿出摄像机 开始录像 林青城已经不是商会的人 他来做什么 邱若曦镇定地问着 在青城十余载 他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 我只是听说 您和莫九合作 吞了咱商会的青城国际 黄胖子呵呵一笑 端起茶杯 吹了吹热茶道 会长做这个事 可挺操蛋 就是 怎么能胳膊往外拐 邱会长 给个解释 我可听说 莫九把自己师母打了 还找人弄残师父的儿子 这是什么人 虎狼 会议室内 众人义愤填膺 安静 邱若曦敲了敲桌子 冷冷道 难道 正常的商业竞争都不行吗 邱若曦 这时 一直沉默的林青城终于开口 曾经 你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信任你 找你借钱 想要击败黑金集团 可你呢 非但和莫九联手背刺我 还和他搞到床上 林青城咬牙切齿 不再掩饰内心的恨 你让我一无所有 让我受伤的 想到王翠花 他犹豫了下 继续道 让我受伤的师母和弟弟 沦落街头 你要将我们赶尽杀绝吗 莫九七师灭祖 甚至还挖了 挖了我师父的坟 林青城不想说 可他没有选择 这是唯一能反击莫九 反击秋若曦的机会 莫九错了吗 或许错了 可师母那般恶毒 甚至连孩子都不是师父的 他们七姐妹 却因为这对母子 赶走了将他们照顾 无微不至的弟弟 林青城后悔了 他知道自己错了 可他不服输 他不能忍受莫九高高在上指责他 第八十章 群起公知 还有这样荒唐的事情 邱会长 您和这样的人合作 对商会成员赶尽杀绝 我要求罢免邱若曦 商会内 众人义愤填膺 安静 邱若曦拍了拍桌子 铁青着脸道 听我说 他抬起头 盯着林青城 我问过你 劝过你 给过你机会 可你怎么选择的 林青城 你们心自问 你逗得过莫九吗 你对的他吗 他是怎么对你们七个姐姐的 到头来 被你们像狗一样赶出去 换作你 你能咽下这口气 至于你那个弟弟和师母 是怎么回事 你心里清楚 我就一句话 邱若曦还势一圈 让我退下去 可以但 别求我回来 邱若曦 会场内 一名戴着眼镜的少年 阴沉着脸 冷笑道 你能当上这个会长 是因为我追你 大伙捧你 可现在 你宁愿做莫九的破鞋 也不愿意嫁给我是吧 现在 你在我赵傲天眼里 就是个婊子 赵傲天脸色很差 为了追求邱若曦 她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现在可倒好 自己追求的女神 沦为莫九的玩物 赵傲天不能忍 媒体人兴奋的录像 生怕错过这个热点新闻 会议室内 有人低下头 发了个消息 黑金集团 莫九正调去美景天城的监控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竟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酒烟 白鸣气喘吁吁地进来 清城商会的例会上 邱若曦被围攻了 有人说 她是你的破鞋 邱若曦失去对商会的掌控力了 莫九抬起头 微微皱眉 我安排的仙人说 很可能有人在幕后操纵 想要拿掉邱若曦 断掉您的左膀右臂 白鸣说出自己收到的消息 而且 您大姐林清城 公开在例会上说您弃势灭祖 她说的对 在林家人眼里 我永远是人渣莫九站起身 整理下黑色西装 走到镜子前 谁说邱若曦是我的破鞋 新海娱乐城赵老板的儿子 赵澳天白鸣解释道 这个赵澳天 在邱若曦身上花了很多精力 最后没得到 有爱生恨 走吧 去见见她墨九拉开抽屉 拿出里面的手枪 九爷 清城商界不比帮派 您杀了她 商界大乱 黑金集团必遭重创 白鸣出声劝阻 以黑金集团 对抗整个清城的财力 有点不现实 毕竟墨九真正赚钱 也没几年 坐拥百亿资产 已属奇迹 咱们的死事 对付帮派势力轻而易举 可要对抗整个清州财团 不能硬来白鸣继续劝道 总不能全杀了吧 你开车 我一个人见他墨酒拎着枪 冷冷道 打狗还得看主人 这是想打我脸啊 可商会 白鸣还是感觉贸然处理不妥 我今天去 就是给商会立个规矩 墨酒面无表情 耶 新海娱乐城 赵澳天正和黄胖子等人喝酒 KTV内灯红酒绿 每个人怀里都搂着一个姑娘 林青城坐在角落里 独自端着酒 不知道在想什么 赵少 今天邱若曦被您骂的 脸都绿了 黄胖子举起酒杯 我敬您 骂他 我保证 一个月把他弄到我的床上 这个S货 赵澳天有点喝大了 碰 医生闷想 KTV的门被踹开 第81章 我没变 谁 赵澳天正喝在信头上 见有人踹门 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娱乐城可是他家的地盘 也敢有人撒野 KTV内灯光昏暗 他看不清进来的到底是谁 哟 我当是谁 原来是咱清城新贵 酒爷啊 靠近门口的黄胖子 笑呵呵说着 墨酒在包厢内环视一圈 叼着烟问道 谁是赵澳天 我是赵澳天 早已醉醺醺的赵澳天站起身 摇摇晃晃走到墨酒面前 就他妈你 叫墨酒啊 他追了邱若曦四五年 一直没能得手 结果墨酒才冒头几天 就和邱若曦倒在一起 他心里憋着一股火 更令赵澳天没想的是 墨酒居然出现在他的地盘 喝多了 墨酒眯起眼睛 我喝没喝多 和你有关系吗 赵澳天满身酒气 用手指戳在墨酒胸前 陈天霸和我不是一个鹿子 你动他无所谓 你动我试试 踢走邱若曦 清城商会现在铁板一块 这些人掌控着大半个清城的经济命脉 非常有话语权 至于陈天霸等人 虽然权势很大 但在财力上 完全比不了商会的能量 墨酒 别人怕你 我可不怕 听说你喜欢杀人全家 巧了 我也喜欢杀人全家 赵澳天轻笑一声 拿出手机按下前台号码 喝多了 我给你行行酒 墨酒捏着燃烧的烟头 轻轻按在赵澳天脸上 赵澳天惨叫一声 连连后退 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痛苦地捂着脸 被烟头烫伤的部位 发出阵阵钻心般痛苦 墨酒 你干什么 黄胖子顿时醒了酒 起身呵斥 你可想好了 得罪赵公子 就等于和商会开战 他冷哼一声 信不信 商会三天之内 就能把你的黑金集团打趴下 商会有钱 此时又非常团结 这就是他们的底气 墨酒 你找死 赵澳天拎着酒瓶 起身就要朝墨酒脑袋上砸 新海娱乐城是青城最大的娱乐城 分店开了几十家 每年营收额超过几十亿 正因如此 赵澳天非常有底气 可就在赵澳天手中酒瓶即将碰到墨酒时 他却停住了墨酒的枪 塞进他嘴里 吓唬我 赵澳天愣了愣 冷笑道 打死我 你走不出娱乐城 信不信 我不信 墨酒轻笑一声 手指扣动扳机 碰 枪响 弹壳掉在地上 赵澳天退了几步 仰头栽倒 鲜血喷的墙壁到处都是 啊 KTV内发出阵阵尖叫 角落里的林青城一声不吭 眼睛死死盯住墨酒 邱若曦是我的人墨酒 在众人惊恐注视下 缓缓坐在赵澳天刚才坐过的位置 谁骂邱若曦 就是不给我面子 他拿起一个新的酒杯 给自己倒了杯红酒 墨酒 你太狂了 赵澳天一死 伤会明天就会报复黑金集团 黄胖子满身冷汗 但说话 还是很硬气 钱没了 还可以再转墨酒翘起二郎腿 淡淡道 命没了 还能活过来吗 你 你就是个疯子 黄胖子站起身 脸色阴冷地指着墨酒 赵澳天说的 没错杀了他 你走不出新海娱乐城 说完 他转身便要离开 碰 墨酒抬手一枪 直接打在他腿上 第八十一章 我没变 黄胖子深吸一口气 痛苦地跪在地上 墨酒 骂邱若曦的是赵澳天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他是真的怕了 再轻承 没人能和我九夜讲道理 墨酒笑着回应 墨酒 这时 一直没说话的林青城站起身 陈天霸仙招惹你 是他不对 你们都是帮派的 火病也属正常 可商界 有商界的规矩 你胡乱开枪 难道不怕青城经济崩溃 不怕别人在背后骂你 要玩 就光明正大玩 用你的黑金集团 正面击垮商会 他眼中带着怨恨 上次我输给你 心服口服 可你要这样玩 我真瞧不起你 包厢内 陷入沉默 所有人都盯住墨酒 你要救他 墨酒指了指门口大腿冒血的黄胖子 虽然他利用我 可的确帮我解为林青城眼神坚定 墨酒 若是堂堂正正 用师父教你的金融学击败商会 我心服口服 我不希望师父死了 还被人戳几两骨 说他的徒弟 除了暴力 没有别人的本事 好 那我们猜猜这瓶酒 是哪年的墨酒摇了摇杯子里的酒 谁猜都误差小 谁就赢 我赢了 他留下你赢了 他走墨酒拿起酒瓶 给林青城倒了一杯 师父没教咱们瓶酒吧 林青城面无巨色 拿起酒杯尝了口 稍加思索 开口道 76年的 他曾经是女总裁 经常出入高端场所 对品酒颇有心得 我感觉 是82年的墨酒一口喝光 将杯子放在桌上 此时 外面不断有人敲门 可门被反锁 黄胖子满身冷汗 心也悬了起来 服务员 看一下是哪年的林青城后退两步 朝旁边吓傻了的服务员招招手 好 服务员哆哆嗦嗦地走上前 拿起酒瓶 仔细看了看 颤抖着答道 74年的 我赢了 林青城输了口气 门口的胖子听见这句话 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 墨酒 我并不比你差 砰 林青城话未说完 墨酒一枪打在黄胖子眉心 扑通 黄胖子眼中的喜悦还未消散 鲜血已经喷涌而出 师父不喜欢养酒墨酒靠在沙发上 微笑开口 来的时候 他已经听说了 是这个黄胖子 找到林青城 在商会利会上 对邱若西发起攻击 墨酒 你言而无信 师父有没有教过你 做人要诚实 林青城红着眼 上前一把抓住墨酒的枪 你干脆把我打死 真的 墨酒手指轻轻搭在扳机上 林青城有些怕了 他早已猜不透 这个曾经弟弟的心思 看 墨酒扣动扳机 林青城一屁股贪躲在地上 惊恐地喊叫 喂 没子弹 一瞬间 他以为自己死了 当初我开车撞你的时候 你就该知道 自己是个懦弱的人 墨酒将弹夹推进枪里 摸了摸他的脸 你这么怂 怎么和我斗啊 墨酒 你变了 林青城紧摇嘴唇 泪如雨下 我没变 墨酒转过身 一把抓住他的脖子 时至今日 你都不肯面对自己的错误 我向你保证 你会后悔的 但 那是在地狱里 咔 墨酒单手上膛 另一只手抓起KTV的茶几 大步朝着门口走去 第82章 死亡真相 快 把门撞开 门外 娱乐城老板赵大山心急如焚 自己儿子在包厢内 里面还有枪声 他能不害怕 就在一群保安证疯狂撞门时 包厢的门被拉开 紧接着 重百斤的茶几 猛地砸下 哄 十几名保安被砸在地上 痛苦地惨叫 墨酒 你把我儿子怎么样了 赵大山瞪着眼睛 立声问道 杀了墨酒拎着枪 平静地回答 什么 赵大山向后一仰 险些晕过去 谁杀了墨酒 我给他一千万 他怒吼一声 颤抖着抬起手 不 两千万 重上之下 必有永夫 两千万 多少人一辈子都花不完 不少保安已经心动 你要是死了 这笔钱 他们问谁拿 墨酒举起枪 顶在赵大山脑袋上 哼哼 你杀了我 明天你就成名了 赵大山笑呵呵地回答 你说的对墨酒 拿出一张支票 摇了摇 五千万 谁替我开枪 我来 一名保安瞬间眼红 拿起枪 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碰 赵大山脑袋一歪 倒在地上死不瞑目 帮我传个话 墨酒将支票塞进这名保安胸前口袋 谁做会长 我花一个意买他脑袋 说完 他大步离开 走廊内 一阵死寂 我墨酒从不失业 墨酒被对着看热闹的人摆了摆手 跳上门口的路虎车 赵大山的死讯迅速传开 一夜间 原本嚷嚷着 要竞选会长的商人们 摸了摸自己脖子 集体沉默 路上 邱若熙给墨酒打了个电话 说了句 谢谢 清城 一间酒店内 林天花阴沉着脸 坐在客厅内 面前躺着的 是全身扎满针管 不断换血的林建峰 还有中了石垫炎锣 身体大面积溃烂的王翠花 墨酒 他一巴掌拍在茶几上 咔嚓 钢化玻璃瞬间粉碎 散落一地 天花 我没救了吗 王翠花脸色乌黑 满身死人般 虚弱不堪地问道 我真的 没救了吗 他身前缠满纱布 喉咙处 溃烂的死肉开始脱落 露出恐怖的白骨 声带也遭到牵连 说起话来 像金属摩擦的声音 石垫炎锣 解药难寻 林天花怒火冲心 咬着牙道 想不到 这个小崽子 连石垫炎锣都学会了 天花 我不想死啊 王翠花绝望地看着他 我不想死 求求你 我也在想办法 林天花心急如焚 但黑石散 怎么都找不到 他动用人脉 依旧没有效果 你 你说谁给你的东西 林天花抬起手指 指着眼前 林家五姐妹中的林青英 第八十二章 死亡真相 我不知道林青英得知真相后 内心非常抵触师母 怕 他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 我能把你们抓回来 你们就别想着跑了 若王翠花死了 你们得陪葬 林天花迅速拔出长剑 指着林青英 说 还是不说 是 是一个算命先生 林青英害怕了 冰冷的剑锋 碰出他皮肤 他感觉自己 就要死了 想不到 林正英死前留了一手 林天花有些绝望地指着王翠花 你真是 自作孽 林天花 你有没有良心 王翠花疯了一样吼道 当年师父把我嫁给他 我誓死不从 并且和你有了孩子 现在我要死了 你就眼睁睁看着 倘若没有这件事 我和老林的感情会很好 都是为了你 王翠花有气无力 说话都很费劲 师尊 有没有可能 师叔是假死 段起胜站在一旁 插了句 不可能 林天花摆了摆手 当初他死 是我下毒 什么 房间内的人 纷纷看向他 即便王翠花眼睛里 都带着不可思议 说了也无妨 林天花沉着脸道 是林建峰联系我 想要弄死老不死的 只有我师兄死了 他才能回林家 他在你的手机里 翻到了我的电话号码 也猜到了很多事 我苦心研究三十年的剧毒 也是通过他 送进师兄嘴里 不可能 林清英红着脸 争辩道 我师父精通医术 怎么可能没防备 所以 我让林建峰买了披霜 我师兄拖大 以为披霜没事 可他想不到的是 披霜只是掩盖 呵呵呵 林天花大笑道 还是我赢了 我要给师父报仇 林清英愤然起身 下一秒 剑卡在他脖子上 你们几个 真是废物中的废物 老林一代宗师 怎么就交出你们这几个废物 林天花眼中带着青面 我儿子即便没废 你们这种货色 在我眼里 也不过是他的玩物 断起胜 你守在这里 我去一趟黑金集团 取墨酒的命 说完 他提前出门 酒店内 几十名青木堂金锐席地而坐 美景天城小区 处理完赵家父子的墨酒 悄无声吸进了和青竹卧室 他有钥匙 避免吵醒正在熟睡的何建国夫妇 青竹 明天你们一家搬去别墨酒坐在床边 小声道 经过这阵子的事 我想 何叔应该能接受了 谢谢你熬穿着睡衣的何青竹点了点头 靠在墨酒肩上 九哥 我有点想你了 对了 你是怎么分辨出 那个墨酒是假的 墨酒搂着何青竹 好奇地询问 他有猜想 但不确定 西西 何青竹小手不老实地钻了进去 我问他借手机 他真给了我个手机 别这样 你爸妈还在隔壁的墨酒感觉自己有点渴 心跳也越来越快 那你走 何青竹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 不走了 墨酒一个翻身 将何青竹压在身下 半分钟后 他停住了 这是什么 卫生巾 何青竹忍不住笑出声 过分了 墨酒阴沉着脸 刷 何青竹灵活地将墨酒压在身下 自己则顺势钻了下去 十分钟后 墨酒整理下西装 站在楼外点了支烟 叮铃铃 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 九爷 集团总部遭到袭击 伤了三十多个兄弟 来人说自己叫林天花 查他地址墨酒说了口气 正好 我满身火气 没地方发呢 第八十三章 三千弟子 世尊 酒店走廊内 青木堂弟子见到林天花 纷纷鞠躬 可林天花好似看不见一样 静止走到关着林家姐妹的房间 轻轻推开门 世尊 事情顺利吗 段起胜赶忙迎过来 你守在这里 我带他们五个出去一趟林天花 环视一圈 指着林家姐妹 你们五个 动作快点 林家姐妹对视一眼 都有些害怕 可碍于林天花的淫威 他们只能手拉着手 跟了出去 五分钟后 一行人出现在酒店外 林天花 你究竟要干什么 林轻英战战兢兢地询问 王翠花生命垂危 她担心姐妹几个会横死街头 三姐 是我林天花一把扯下脸上的面具 露出真容 林妮妮 姐妹五人见到林妮妮 一个个张大嘴巴 脸上写满了惊讶 你会一容数 林家家赶忙上前 围着林妮妮转了一圈 我们之前怎么不知道 你们能知道什么 林妮妮叹了口气 你们知道 师弟命悬一线 知道师父留下的光盘 这话说完 姐妹五人全部沉默 即便他们嘴上不承认 可心里还是很后悔的 倘若其中一人去了趟师父书房 早点看到光盘 事情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境地 师弟付出那么多 你们都不知道我会议容数 你们要是知道 可真就见鬼了林妮妮微微皱眉 语气里带着无奈 林妮 这段时间你去哪了 林家人凑过来询问 林家出事后 林妮妮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消失的 我在你们之前 看了光盘师父在光盘里说了很多东西 我出去验证了一下林妮妮出声解释 你看过 林家姐妹感到非常震惊 你看过 为什么赶走墨酒的时候 你没有说话 林与琴走过来 埋怨道 不是这个误会 林家会有今天 对啊 林妮你在导什么 林情音也出声指责 你这样做的目的 是什么 我 林妮妮双手钻拳 我身体情况有点特殊 并不是我不想说 只是那段时间 我的精神 好了 先不说这些 你们快走 晚了就来不及了 她指着不远处的一台车 开车 立刻去省城 我提前给你们跑好了关系 到了省城 重新开始生活 林妮妮 你到底背着我们 有多少秘密 林情音瞪大眼睛 低声质问 你以为师父的光盘里 只是告诉你们 墨酒付出了多少 林妮妮叹息一声 光盘有一个小时 其中四十分钟 是给你们安排的后路 上车吧 师父不欠你们的 但你们欠师父 欠墨酒的 师尊 这时 段起盛的声音忽然传来 快走 林妮妮回过身 冷眼看着段起盛 林家姐妹来不及追问 慌忙上了车 大姐 林情音第一个上车 惊讶地发现 林青城居然在车里 我们去省城 师父提前给我们 安排好了一切 林青城神情低落 这次 我希望大家能振作起来 让师父在天之灵 感到慰解 几人沉默 街道上 段起盛见到林妮妮 大脑嗡的一声 上次 在包米地抓我的 是不是你 她指着林妮妮 咬牙问道 对 林妮妮点头承认 在青城公园外围 冒充我的人 是不是你 段起盛攥攥着拳头 满眼愤怒 对 林妮妮伸出手指 勾了勾 要打一架吗 我不杀女人 段起盛轻哼一声 滚吧 没有下次了 多谢 林妮妮抱了抱拳 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第83章 三千弟子 眼见对方消失 段起盛才长出口气 她手心早已浸满汗水 生怕林妮妮杀人灭口 好在 又是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 最近真会起 段起盛擦了擦汗 迅速回到酒店 经历林妮妮的事情 她内心愈发不安 即便 堂主也在这座城市 师尊 就在这时 酒店走廊再次传来 青木堂弟子的声音 妈的 没完没了了 段起盛抽出挂在墙上的剑 待会我出手 你们一起上 听见没 遵命 青木堂精锐点了点头 几秒后 酒店的门被推开 给死 段起盛纵身一跃 长剑劈下 啪 林天花双手一拍 直接锁住长剑 段起盛 你他妈搞什么 哄 他内力爆发 将段起盛震飞出去 真的 段起盛感觉自己 肋骨都要裂了 你疯了 林天花手腕一转 长剑飞射而出 插在墙上的剑鞘内 师尊 林家姐妹 有个会议荣术的段起盛 赶忙解释道 他冒充你 把那五个人救走了 什么 段起盛微皱眉 看着空荡荡的沙发 他冷声道 这几个人 无关紧要不过这小妮子 竟然精通易容 他顿时起了色心 若是把林妮妮抓回来 岂不是夜夜做新郎 林天花 就在他幻想的面带笑容时 一道声音 宛若乍雷 在街道上回荡 是墨九 林天花转身走到窗前 一拳砸碎窗户 墨九 你竟然没跑 他本以为自己在黑金集团 铺了个空 墨九会闻讯而逃 却未曾想到 自己这位师侄 竟然找上门 师父教我很多 但唯独没有逃跑这两个字 墨九一身西装 手持黑金宝剑 仰头望着酒店窗户 墨九 林正英有本书 应该在你手上 林天花手腕一抖 一张照片凌空射出 薄薄的相纸 宛若贴片般 插进历青路面 墨九低头一扫 内心一阵骇然 相纸上 是一本书 书的封面 正是自己手中那枚铜钱 不愧是青木唐林先生 空阔的街道上 忽然传来一阵鼓掌声 紧接着 青城商会几十名富商 缓缓走了出来 林先生 墨九一死 青城 宁可只手遮天 帮派的余孽们 领着上百名打手 同样出现在街道旁 今天可真是盛况啊 咱青城商剑 帮派有头有脸的人 全都来了 众人对视一眼 纷纷露出笑容 墨九 若你交出这本书 我可以给你个痛快 林天花站在楼上 轻轻打了个响指 刷刷刷 青木唐三千弟子 整齐穿着青衫 出现在各个路口 第八十四章 我这把剑杀过宗师 杀不杀得了你 墨九 你杀陈天霸的时候 就是这个阵掌 脸上挂着刀疤的帮派大佬怒吃道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你在青城太嚣张 老天都看不下去 商界的人 同样恨墨九入骨 三小时前 青木唐弟子 翘无声息地潜入他们家 震撼了青城商界和帮派的人 在长刀面前 他们没有勇气反抗 只能选择顺从 一夜之间 林天花用暴力手段 直接征服了商界和帮派 成为眼下青城最有权势的人 山里终究是山里 林天花已经开始谋划 自己延长寿命后的生活 青城只是第一站 只要有了延年益寿的手段 他就等于掌控生死 到时 金钱 权势 岂不是信守拈来 墨九 看看这是谁 青城商界一名男子 推散了邱若曦 邱若曦 你放着青城女王不当 非要去做墨九的狗 有人面带不懈 今天 就让你亲眼看看 墨九是怎么惨死的 贱货 众人眼中都带着青面 墨九死了 你待会就去陪葬 邱若曦一声不吭 但眼神中夹杂着绝望和恐惧 只要你骂墨九一句 我们就留你一命 怎么样 曾经被邱若曦和墨九压着的人 终于扬眉吐气 不时抬举 墨九一死 我们把他先后杀 有人在一旁提议 听见这些话 邱若曦浑浑身发抖 可仍旧不发一言 林先生 杀了他 为臣天罢报仇 帮派的人开始高呼 杀了他 杀杀杀 几百人齐声高呼 街道上 青木堂三千弟子 密密麻麻地围着墨九 三千习武之人 目光冷漠 压得人喘不过气 墨九 我还是那句话 林天花指着人群中央 西装账间的墨九 交出东西 我给你个痛快 否则 他们会一片片割下你的肉 你不怕死 可和青竹那里 我同样安排人 过去你也不想我的手下 做出什么过格的事情吧 林天花自知有损名声 可为了顺利拿到那本书 只能冒着被人唾弃的风险 拿墨九家人说是 何青竹多好个姑娘 你也不想他因为你 被人玷污惨死吧 林天花不断刺激墨九 杀墨九不是目的 他要拿到那本书 师叔亲自下场 携亲牧堂三千弟子倾巢而出 墨九被赶荣幸 第八十四章 我这把剑杀过宗师 杀不杀得了你 墨九仰起头 单手握剑 何青竹竟然跟了我 荣华富贵 还是朴实荒野 那都是他的命 你别后悔 林天花站在楼上 眼神阴冷 今夜 青木堂三千弟子杀你 你死得直了 远处 林家姐妹们停好车 登上高楼 每个人心里 都有说不出的苦涩 大姐 我后悔了林如烟 朝着墨九所在方向 缓缓跪下 弟弟 希望你下辈子 别遇见我们这样的姐姐 她趴在地上 失声痛哭 青木堂三千五者 还有林天花压阵 墨九必死无疑 走吧 这是她的命 林清成扫了眼黑压压的人群 转身下楼 余下的姐妹将林如烟扶起 一起离开 墨九死亡 他们在师父的安排下 在省城新生 或许 这就是命 墨九 这就是命 你对抗不了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交出那本书 林天花历声喝道 我不信命 墨九环是眼前三千青木堂弟子 手中黑金长剑 缓缓出鞘 林正英轻传弟子 墨九 今日 请师叔赴死 正 长剑出鞘 寒光闪闪 晃得人睁不开眼 墨九一步踏出 手中长剑宛若犹龙 无情刺穿青木堂弟子身体 街道上密密麻麻 宛若洪水的人群中 墨九好似一只蚂蚁 对抗命运的洪流 一人一剑 硬生生冲开一条路 不少青木堂弟子 还未反应过来 已经成了剑下亡魂 拦住他 有人大喊 可短短十几秒 墨九已经冲到酒店楼下 碰 他踩着青木堂弟子脑袋 脚踏长空 直奔林天花而去 师兄果真收了的好徒弟 林天花眼神阴冷 反手拔出自己的剑 再有十年 你未必不如我可惜 你没有这十年了 当 两把剑撞在一起 剑起刀刀火光 我苦修六十年 岂是你二十岁不到的孩童 能击败的 林天花大笑一声 双手奋力一按 他要将墨九按下去 按到那三千弟子之中 墨九双手握剑 不退反进 迎着林天花刺去 你他妈不要命了 林天花手中剑 距离墨九喉咙 不到十厘米 可墨九的剑 距离他心脏 也是同样的距离 林天花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墨九竟然以命换命 当 他后撤一步 挑开墨九的剑 第八十四章 我这把剑杀过宗师 杀不杀得了你 师叔 你老了 怕死了墨九一把扯下身上西装 提剑上前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林天花彻底被激怒了 他堂堂倾慕堂堂主 在清城众人注视下 被一个晚辈羞辱 老夫豁出去 那本书不要 也要杀了你谢犯 死 林天花一剑劈下 哼 酒店的墙壁被瞬间震塌 下一秒 他长剑如龙 带着空前强大的力量 朝着墨九砸去 墨九面无表情 轮剑猛冲 哼 一声闷响 酒店地面塌陷 周围的墙壁纷纷开裂 林天花的长剑撞开对方剑刃 直接贯穿墨九肩膀 鲜血喷涌而戳 可剑气 却好似被意志般 被生生抵消了 墨九 你竟然没死 林天花眼中带着惊讶 他宗师一剑 寻常人必定暴体而亡 可墨九竟然扛住了 林天花 我这把剑杀过宗师 杀不杀得了你 墨九体内气息轰然爆发 不可能 林天花眼神慌乱 奋力抽剑 他内心第一次感到畏惧 二十岁少年体内的气息 竟然隐约压过他 可剑身 却被墨九死死抓住 这一剑 墨九沉生道 替我师父证明 你这个疯子 林天花松开手 刚要后撤 刷 墨九手握黑金宝剑 用力挥出 常见宛若留心 一闪而过 林天花的脑袋旋转飞出 掉在青城街道中央 一时间 站了上千人的大街 宛若死一般沉寂 青木堂弟子 看着堂主人头 眼中竟是茫然和震惊 而那些商人和帮派的人 眼睛瞪得和同龄一样 林天花 死了 被墨九杀了 碰 碰 两声枪响 打破夜的沉寂 他妈的 功名利路马上去 何据果实三千里 白鸣端着微冲 从越野车天窗钻出来 红着眼吼道 给我赶死这群山里 钻出来的孙子 让他们知道知道 青城到底他妈的姓什么 在他身后 上千辆车打开天窗 油门踩到底 数不清的子弹 带着怒火 喷射在青城街道上 第八十五章 七个符号 功夫再高 也怕菜刀 青木堂两千余弟子 正处于掌门被杀的震惊中 子弹便无情地挥洒过来 数不清的弹药 和不要钱一样 无情地收割青木堂弟子生命 走持两把冲锋枪早已杀红了眼 上千辆越野车横冲直撞 将青木堂的人碾压在车轮下 两千多人如同地理的麦子 成片倒下 酒店楼上 墨九扯碎身上被血染红的白衬衫 坐在墙边 虚弱地用衬衫包扎肩膀伤口 楼内的青木堂弟子 早已下得不知所踪 只剩下浑身发抖的王翠花 和脸色苍白 躺在病床上的林建峰 师母 我说过为您守孝 就一定做到墨九拎着剑 缓缓站起身 刚才一站 耗尽了他全部力量 体内寒毒失去束缚 像是一根根冰针一样 折磨他五脏六腑 痛 死心裂肺的痛 墨九 求求你放过我们 王翠花眼含泪光 恐惧万分 他做梦也没想到 墨九竟然杀得了林天花 林天花一死 他失去了所有依靠 我放过你 苍天饶得过你吗 墨九拎着剑 缓缓走到林建峰床前 弟弟 饶我一命 醒过来的林建峰 像调狗一样哀求道 对不起 我错了 他害怕 从灵魂深处对墨九畏惧 曾几何时 林建峰根本没把这个 抱回来的孤儿放在眼里 可现在 他却要向这个孤儿 卑躬屈膝地求饶 还记得我走那天 对你说的话吗 墨九赤裸上身 用沾满血的双手 缓缓举起长剑 不不不 一旁的王翠花嘶吼道 别杀他 墨九 算我求求你 他浑身腐烂 根本动不了 就算能动 拦得住墨九吗 林田花都死了 他们母子 还有什么指望 他辱墨了师父的名声 只能死 还有 别叫我弟弟 你不配 扑辞 墨九双手一按 长剑直接洞穿林建峰身体 鲜血沿着剑尖 一滴滴落在地上 并床上的林建峰身体抽搐 挣扎两下便死了 风儿 王翠花牙字欲裂 身体抖成筛子 墨九 我就算做鬼 也不会放过你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气喘吁吁的咒骂 你不得好死 你没有好下场 你活着 都不能奈何我死了 又能如何 墨九缓缓拔出剑 冷眼看着王翠花 若世上真有鬼 我就再杀你一次 他转身提剑 缓缓朝着楼下走去 酒店门前的街道上 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 尸体堆积成山 墙壁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 青木堂两千多弟子 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净 黑金集团携带的五万多发子弹 全部清空 九爷 见墨九满身是血从酒店门口走出 黑金集团的人整齐鞠躬 不远处的角落里 清城商会的商人们 早已吓破了胆 有些人尿了裤子 有些人瘫坐在地上 刚才 你说我嚣张 墨九抓起酒店门前不锈钢垃圾桶 缓缓朝着商会的人走去 九爷 我们知道错了 商会的人跪成一排 一个个面无血色 今天开始 您就是清城的王 我们就是您的狗 连命都是您的 刚才嚣张的富商们 现在连头都不敢抬 做我的狗 你配吗 碰 墨九轮起垃圾桶 狠狠砸在一人脑袋上 第八十五章 七个符号 你再侮辱我 碰 碰 碰 一脸几十下 不锈钢垃圾桶砸得变形 鲜血绷得到处都是 被打的人 脑袋裂开 已经死透了 全部打死 一个不留墨九冷眼 看着跪在地上的商人 伸出手将吓傻了的丘若希拉出来 弟兄们 超家伙 白鸣将刀锋一转 用刀背狠狠砸在他们身上 不到半分钟 哀嚎声消失了 他们要杀你 你都不骂我 墨九虚弱的 看向邱若希 我不是赌赢了吗 心有余悸的邱若希反问一句 眼睛里满是后怕 叮铃铃 这时 电话响起 墨九拿出手机 按下接听键 去何家的青木唐罗罗 被我清理干净了墨九 你女人真猛 几十颗手雷扔下来 差点把我给炸了 秀才嘶哑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来 来趟黑金集团墨九说完 挂了电话 肩膀的伤口 令他每动一下 都感到钻心疼痛 要不要去医院 邱若希关切地问着 他眼中有心疼 有担忧 我都治不了的伤 去医院能有什么用 墨九摆摆手道 你回去 好好睡一觉 伤会不能垮 你替我管理吧 说完 他上了白鸣的车 在没人看见的车内 墨九双拳紧钻 鲜血沿着嘴角 一滴滴落在座椅上 咚 这时 车窗外 传来敲击声 弟弟 你没事吧 林林林钻钻进车内 心疼地问道 能扛住吗 五姐 我没事墨九愣了下 摇摇头道 你最近忙什么去了 车内 氛围非常尴尬 我觉得 咱们别这么虚伪了 林林林林无奈道 演得都挺累 那我直说了墨九折指她后背 我要看那个纹身 两人各有所需 还是直白点好 那个符号我已经打印出来了 但有个条件林林林钻盯着墨九 你要答应我两件事 说墨九靠在车门上 尝试压制体内的寒毒 但无济于事 杀林天花 耗尽了她的体力 第一 给我一个月治疗大姐失眠的药材 第二 我们姐妹去了省城 从今开始 我们两亲 林林林手腕一抖 夹着张纸 答应吗 成交 墨九一把夺过相纸 下一秒 林林林已经消失不见 她相信师父的安排没有问题 可却高估了自己那几个姐妹的能力 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 林家姐妹注定逃不过宿命 半小时后 黑金集团办公室内 墨九 秀才 还有那名吃傻老者 聚在一起 墨九 我真没想到 你能杀得了林天花秀才拿着苹果 巴基嘴道 你深不可测啊 十几年间 为了对抗寒毒 延续生命 我无时无刻 不再苦练墨九自嘲道 别人苦练 是为了成功而我 是为了活命啊 七个符号已经集起 我真有点好奇 这玩意能有什么效果 让林天花和美洲的人 赶来清城争夺 他将七个符号和那枚铜钱 推到吃傻老者面前 心中有一丝期待和激动 忽然 吃傻老者的嘴角 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第八十六章 局中人 笑容一闪而过 转瞬不见 吃傻老者像孩童一样 从办公桌上抽出一张纸 他将七个符号 按照北斗七星的位置 摆在纸上 咔 下一秒 老者忽然抱起 一拳轰在秀才胸前 破 毫无防备的秀才倒飞出去 重重砸在墙壁上 你伪装的 墨酒眯起眼 瞬间起身 小子 你寒毒入体 撑不过今晚老者 完全没了之前吃傻的模样 目光也恢复清澈 你连站起来都费劲 对我没有任何威胁 他转过身 看着吐血的秀才 冷笑道 三江秀才 你非要掺和进来说真的 我不想杀你 你不讲武德呀 玩偷袭 秀才擦了擦嘴角的血 一脸不现 万山盟乃是天下第一武宗 你真是给万山盟丢脸 之前他确认过 这个看似吃傻的老者 身上有万山盟的标志 老先生 你和我师父明明是朋友 墨酒有些不理解 为何现在 要出手伤人 朋友 老者愣了愣 随即大笑道 我明白了 你们肯定查过我 知道林正英安排人照顾我 所以认为 我们是朋友 我最开始猜测 你们两个可能是朋友 现在看 你装傻 可能是怕死秀才恍然大悟 不错 林正英一直在试探我 若我不装傻 必然死在他手上 老者恨恨到 十几年装疯卖傻呀 终于被我等到今天 现在林正英死了 这本宝典 就是我的 他兴奋地拿起铜钱 放在眼睛上 右手轻轻拨弄纸张 林正英千算万算 恐怕也算不到他死后 我居然能拿到他徒弟 亲手送来的宝典 七个排列成 北斗七星的符号 在纸上高速旋转 通过那枚铜钱前眼 符号千变万画 逐渐出现一幅幅画面 当年多少人争这个东西 他现在是我的 是我的了 老者极度亢奋 那些符号变换不停 信息一点点 被老者获取 活 活 忽然间 他丢掉铜钱 大吼道 活 救我 快救我 一边喊 他一边躺在地上不停打滚 双手不停地拍打衣衫 救我 我不想死 快去拿水 喊叫声不停在房间内回荡 老者痛苦地蜷缩 不停挣扎 好似被烈火灼烧 一分钟后 他双目圆瞪 一动不动 秀才凑过去 轻轻探出手指 在老者驳梗出轻案 死了 好端端的 怎么就死了 墨九听见秀才的话 内心同样感到疑惑 被幻觉吓死的秀才微微皱眉 这东西 真邪门 我明白了 墨九拿起铜钱 效仿死掉的老者 轻轻转动白纸 快放下 你疯了 秀才赶忙出声阻拦 老者尸体还没凉透 墨九叫冒险 不 师父猜到了 他全算到了 墨九盯着白纸上跳动的符号 开口解释道 师父没杀这个人 不是被他装疯卖傻骗到 而是留着他 来教我怎么用这个东西 他害怕火 怕死 可我不怕 我是 极阴之体 极寒之体 白纸上 一个个跳跃的符号 飞入墨九脑海 七个符号在白纸上 印出一幅幅画面 如同一本漫画 在讲解个故事 最开始 画面还算正常 甚至里面还有怎么治疗寒毒的办法 第八十六章 局中人 可随着时间推移 画面开始诡异 越看 墨九越心惊 等白纸停下 他已经满身大汗 看到什么了 秀才见墨九没事 这才长出口气 没 没什么 墨九闭上眼 脑海里便是画上的内容 他抱着脑袋 不敢去想 上面的内容 颠覆了他的认知 让墨九第一次 开始怀疑人生 开始怀疑自己 怀疑这个世界 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师父没有尝试窥探秘密 而是留下线索给自己 你究竟看到什么了 秀才察觉到不对劲 欲望 恐惧 墨九将铜钱攥在手里 用力一捏 松开手时 铜钱已经化作粉末 飘散在空气中 秀才 你知道那里有卖稀有药材的吗 墨九靠在座椅上 汗流加倍 那些画面不断闪烁 刺激着他的神经 说来奇怪 之前即将爆发的寒毒 竟隐约间被压制了 可这压制止暂时的 一旦寒毒再次发作 随时可能要了他的命 他必须找到一些稀有药材 用药物缓解和压制寒毒 珍贵药材 秀才摸了摸胸口 被偷袭打断的肋骨 省城有家华天药业 传了十几代的 老字号你可以去碰碰运气 或许能找到 但华天的老板脾气不太好 你不能太过桀骜不逊秀才出声叮嘱 我明天去趟省城 你帮我照看下家里墨九闭上眼睛 揉着太阳穴 师父 你这盘棋布得好大 想起那些令人恐惧的画面 墨九感觉近乎窒息 不知不觉 他已经成为局中人 墨九 王翠花 你打算怎么处置 秀才走到门口 神情复杂地问着 风光大葬墨九青土四字 破败不堪的酒店内 王翠花跪在儿子尸体前 眼神麻木 就在这时 房间内的电话响了 王翠花木讷回过头 视线落在亮屏手机上 下一秒 他疯了一样 扑到电话前 颤颤巍巍的接通电话 林天花 我是老黄大本书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听筒里 传来一道急促的声音 林天花死了 死在墨九的手里 王翠花崩溃的吼道 我儿子也死了 林天花死了 电话那端非常惊讶 墨九是谁 你是谁 墨九 墨九是林正英的徒弟 我是林天花的 青梅竹马你 是谁 王翠花麻木眼神 忽然起了波澜 你能为他报仇吗 林正英的弟子墨九 杀了林天花 沉默片刻 电话里传来愤怒的声音 明天 我会再给你打电话 好好好 你一定要杀墨九 王翠花躺在地上 抱着手机大笑出声 墨九 我说过 就算是死 也不会放过你 省城 华天集团人事部 林青城坐在椅子上 有些忐忑 他按照林林尼尼交代 来到这家省城要起龙头 递交了自己的简历 一来 可以拿到不菲的薪资 准备东山再起 二来 他可以通过华天药液 低价拿到治疗自己失眠的药 恭喜你 林小姐现在开始 你就是华天集团的总经理 几分钟后 一名秘书推门入 笑着伸出手道 欢迎加入华天集团 谢谢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林青城捂住嘴 激动得有些哽咽 第87章 狂忘的华天药液 第二天 华天医药集团门前 墨九穿着黑色西装 坐在车内 九爷 华天集团的资料 我们查了 白明拿着一堆资料 小生会报道 这家药企 非同寻常 而且老总的性格非常古怪 我们还是按秀才哥说的 和气一点 明治疗寒毒重要 这些药材除了华天集团 别的地方未必有 白明笑着说道 要起龙头 十几代传承墨九接过资料 点头道 换做我 也会很狂的 走吧 试一试他长舒口气 调整自己的心神 昨晚 墨九一夜失眠 那些跳动的画面 在他脑海反复出现 无时无刻不再折磨他的神经 你们两个 留在车里 白明对司机和保镖吩咐完 华天集团门前不少员工正在打卡 林总好 以后请您多多关照我们的工作 我们久仰林总大名 很荣幸能成为您的下属 许多员工见到意气风发的林清成 都走上前打招呼 那可是曾亲手创办 清成国际的商业女王啊 大家共勉 我们的目标一致 都是为了公司的前景更好 林清成微笑着 对围上来的员工点头 这时 她的目光落在门口 脸上笑容一瞬间凝固了 墨九 林清成穿过人群 大步走到墨九面前 情绪有些激动的吼道 你没完没了了 自己在清成 失去了房产 失去了尊严 失去了一手创办的公司 现在来到省城 也要被赶尽杀绝吗 墨九 这个世界很大 她指着自己胸口 我承认 在清成败给你了 可这里是省城 我不可能输给一个人两次 林清成很少这样不理智 可在清成 她遭受的打击太大了 一见到墨九 就有应激反应 这妖巧 墨九也很意外 她根本没想到 在这里还能遇见林清成 瞧 墨九 你现在太虚伪了 林清成咬着牙道 我前脚在省城入职 你后脚就追过来 这叫巧合 谁会信 省城这么大 自己刚来 墨九便出现了 她很难相信这是巧合 墨九 这里不是清成 你做不到一手遮填 林清成愤恨地说完 转身离开 周围不少同事见到这一幕 都议论纷纷 您好 我想拜访一下张总白明走到前台 递过一张名片 稍等 我看下张总有没有时间 前台拿起电话 打给董事长助理 远处 第87章 狂妄的华天药业 一名穿着西装的少年 小生对身边保镖吩咐道 去看看 怎么回事 几分钟后 保镖回来 低声解释道 林经理有个弟弟 一个月前被他们七姐妹赶出家门 于是心生报复 害得林经理无家可归 被逼来到省城刚那个 就是 他曾经的弟弟 墨九 在清成很有名 我当是谁少年搓了搓下巴 不屑道 清成的香巴佬 想来我华天国际找麻烦 这个墨九 好像是想拜访您父亲保镖摇摇头道 似乎 并不是来找林经理的 什么档次 也想见我父亲少年双手插兜 傲慢地吩咐道 让他去会客室 我见见他 被老板知道 会不会不高兴 毕竟他们是以集团合作名义来的保镖 有些担心 清成的集团 我爸看不上的少年拍了拍保镖胸口 去安排吧 昨天林清成刚入职 他便迷上了 谁能拒绝有能力 身材丰满 又漂亮的郁姐啊 收拾完墨九 树立个好印象 他准备立刻展开公式 十分钟后 前台微笑着对墨九说道 墨总 请您 随我去会客室 你们这华田集团的老总 见一面挺难啊 白名在一旁打去 华田集团是要起龙头 每天很多人来找我们董事长的前台接待 笑着解释完 带两人去了三楼会客室 两位 请 推开门 接待是一两人进去 空阔的会客室内 一名戴着黑色眼镜的少年 正用大屏幕打游戏 在他旁边还站着明凶神恶煞的壮汉 倾城来的 见两人进来 少年双腿放在桌子上 兴致勃勃地打电完 墨九转过身 看着屏幕上的原神微微皱眉 请问您是 白名走上前 咧嘴问道 我们来见张总 他在哪 你是谁 少年放下手柄 转过头扫了眼白名 我是黑金国际的总经理 白 不等白名说完 少年脸色一沉道 这里 有你说话的份吗 文言 白名一愣 没有再说话 毕竟他们此行 是有求于人的 你是墨九 少年扫了眼墨九 自我介绍道 我叫张龙 是张少天的儿子 也是集团的董事 人啊 就怕没有自知之明 旁边的壮汉接了句 在他妈小地方有点名 就容易认不清自己 说到底 就是群警底之蛙 也不撒抛尿 看看自己什么成色 是个什么东西 说着 他朝地上催了口 听见这些话 墨九眯起眼睛 从怀里拿出手机 用短信发了串数字 此时 白名在一旁也听明白了 这是张龙借着壮汉的嘴 骂自己呢 老四 你注意点张龙 轻蔑地扫了眼墨九和白名 解释道 我兄弟 杀人犯 在监狱 蹲了十几年 刚醒满出来 脾气有点暴 你们别介意 杀人犯啊 真没看出来白名冷笑一声 那我整死你试试 吴老四挽起袖子 露出手臂上的疤痕 我这条命 是张少花钱捞出来的他 让我杀谁 我就干谁 哎 都是客人 你收连点张龙摆摆手 看向墨九等人 我听说 你墨九在倾城 混得不错 省城治安 不像你们倾城 那么乱在这里打个人 警员三分钟就到 他话里有话 眼神充满了对两人的不屑 你在这可注意点 别吃了牢饭啊 听张总的意思 似乎并不愿意和我们合作墨九 坐在椅子上 淡淡问道 你他妈听懂了 还不滚 吴老四冷笑一声 他妈的 下面来的香妈佬 脸皮比我鞋底都厚 这话说完 白鸣登时站起身 第八十八章 我这样的 还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 从他追随墨九开始 就没受过这种憋屈 即便今天是求人办事 可对方的态度 未免过于狂妄了 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张龙的意思 只不过借吴老四的嘴说出来 坐下 墨九伸出手 拦住白鸣 怎么 想跟我干一下 吴老四嘲讽道 老子这命 本就是捡回来的 我现在就敢杀了你 你信不信 说话时 他特意解开衣服 露出胸前的刀疤 挨张龙端起茶杯 似笑非笑道 墨总 我兄弟杀过人 情绪比较暴躁 万一控制不住自己 我也未必能拦住他 我也说一句 我墨九想要的东西 没有拿不到的墨九 坐在椅子上 并没有要起身的意思 两位请回把张龙微微皱眉 如果我这位兄弟 控制不住情绪 我没办法保证两位的安全 哦 忘了提醒你 他指了指周围的摄像头 满屋子都是监控 要不两位试试 省城出警的速度 你他妈存心难为 我们是不是 白鸣怒了 送客 张龙沉着脸 冷声开口 等会墨九看了眼手表 再坐一分钟 文言 张龙大笑出声 他没想到自己这样羞辱 对方还能承受的了 为了达到目的 居然死皮赖脸的坐在这里 砰 就在这时 会客室的门被一把推开 一名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 走了进来 你他妈谁啊 吴老四指着来人 破口大骂 哪来的香巴佬 不懂敲门 草泥马 就你是杀人犯啊 穿着黑色西装的人 一把抓住吴老四的脑袋 狠狠砸在会议室桌上 砰 一声闷响 吴老四满脸是血 我他妈的专杀杀人犯 西装男将迷迷糊糊的吴老四提起 从腰间摸出一把匕首 对着他胸口 连插十几刀 扑哧 鲜血喷得到处都是 砰 他拔出刀 猛的一推 吴老四满身是血的尸体 砸在张龙身上 致死 你是谁 我警告你 这里有监控 张龙溅了一身血 两条腿抖成筛子 他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有人敢闯进这里 当众杀人 这一刻 张龙害怕极了 脸色瞬间惨白如指 张龙是吧 扑哧 西装男一刀插在他大腿上 啪 紧接着 他将燃血的匕首拍在桌上 缓缓解开自己衬衫 露出胸前几颗子弹留下的疤痕 给我跪下 他大喝一声 莫 莫酒 这里是省城 你找死 张龙痛得浑身发抖 双手死死捂着大腿 听不懂话是吗 西装男拿起刀 猛地插在张龙肚子上 啊 我跪 我跪 张龙捂着肚子 慌忙跪在地上 别 别杀我 我答应你们的要求 第八十八掌 我这样的 还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 吴老四已经死了 他丝毫不怀疑 自己会被送走 眼下 只要保住命 张龙有十足的把握 将莫酒等人送进监狱 啪 西装男抬起手 一巴掌打在张龙脸上 直接将他打翻在地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这次扎你肚子 下次就是脖子了 西装男拿出手机 当着张龙的面 打了报警电话 警局吗 我杀人了 在华天集团 现在我要自首 你 你疯了 张龙痛苦地蜷缩成一团 难以置信地开口 我告诉你 西装男踩在他脸上 我这样的 清城还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 杀你十足 都够了 记住我的话 下次再他妈装 刀子扎的 就是你脖子 哗啦 这时 文讯的宝儿们纷纷涌进来 见到面前惨状 没有一个人赶上前 墨九 你他妈够狠 张龙咬着牙 看向一言不发的墨九 我不认识他墨九文言一愣 看向白明 你认识吗 我也不认识白明摇摇头 阴阳怪气道 这省城治安 好像也不咋地 可他妈吓死我了 他事先落在吴老四身上 忍不住嘲讽道 张总 这个刑满释放的杀人犯 也不行啊 张龙一言不发 眼神阴冷到极点 五分钟后 警局的人迅速赶到 立刻控制了西装男 同时将白明和墨九 还有部分目击者 带走 张龙则被架上救护车 你等着把牢底坐穿吧 临走前 他恨恨地说着 安静的华天大厦 乱成一团 发生什么事了 办公室的林青城 也好奇打听 楼内人来人往 警车 救护车全来了 听说青城来的墨九 在会议室杀了人 还把张少给扎了几刀 有人赶忙解释 墨九 林青城先是一愣 随即冷笑一声 人狂自有天收 墨九 你不该来的 省城 警局审讯室门前 刚入职林青英 看着乱成一团的同事 好奇地问道 发生什么了 怎么领导都忙起来了 有人把华天集团的张龙 给刺伤了 还杀了个人 同事小声解释道 事情闹得很大 张总亲自过来了 华天集团是要起龙头 地位显赫 局里非常重视 就在这时 墨九和白明并排 从审讯室走出来 签个字 就可以回去了一名警员 拿着文件 递给两人 警官 为什么放他们走 华天药业请个律师 紧张问道 他们可参与了谋杀 我们做事 将证据警员微微皱眉道 犯人承认了 自己和吴老四有仇 情绪激动下 误伤了张龙 他们两个是去谈生意的 也是受害者 我们已经深入调查过 杀人者和他们俩 没有任何交集 再纠缠 我告你妨碍公务 说完 警员收起签好字的本子 帮我给张龙带个话 明天我继续找他 谈墨九笑着 看向律师 希望他 能一直这样桀骜不逊 说完 墨九领着白明 离开警局 正巧这时 林轻英从走廊经过 背影这么眼熟呢 他盯着两人背影 微微皱眉 林轻英 东岭界有情况 一名警员拿着资料 递给他 国际通缉犯出现了 你曾经抓过他 现在带队再抓他一次 第89章 看见到资料上的西方男子 林轻英一脸不屑道 我当是谁呢 一年前 我亲手抓过他 但当时证据不足 他被取保了 达文西可是赫赫有名的 国际通缉犯 心狠手辣 身上背着不少人 命警员神色凝重 提醒道 不能掉以轻心 在我面前 他连反抗的机会 都没有林轻英 胸有成竹地 拍了拍警员肩膀 等我好消息 一对 出五个人 和我立功去 他走到自己办公室门前 招呼医生 带着五名警员迅速出发 出来乍到 林轻英因为过往优秀的履历 成为一对队长 可他并不满足 俗话说 瞌睡了就有人递枕头 曾经被他抓过的 国际通缉犯达文西 出现在省城 正好给了林轻英 立功表现的机会 他急于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有能力 胜任这个队长 证明自己足够优秀 一行人刚走 警局副局长 从办公室走出 小李 林轻英带几个人过去的 他叫住了刚才 送资料的警员 林队长带着五个警员 执行任务小李 如实回答 达文西 可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汉匪 五个人 林轻英太草率了 副局摇了摇头 你通知一下王队长 让他带二十个人过去支援 可是林队长 曾经在清城 亲手抓过达文西 小李囊挠头 万一被他误会 以为曾元的兄弟 想抢功劳 怪不好的 警局的每个人 都能看出 林轻英 急切立功的心思 我看过他的履历 也和他交谈过 副局倒背着手 皱着眉道 凭我三十年的工作经验判断 他根本就没有抓达文西的 能力安全起见 派人吧 他能立功最好 万一失手 还能有个照应 若林轻英问起 让他来找我 说完 副局摘下眼镜 回到自己办公室 东岭街 一家小旅店内 穿着军绿色短袖的达文西 正坐在床上 拿着手机视频 达文西 只要你能帮我杀死墨九 我给你五千万 王站在屏幕里嘶哑地说着 行 晚些时候 你把照片发来达文西叼着烟 眯起眼睛 这五千万 是不是拿得太简单了 五千万 杀个普通人 和捡钱有什么区别 挂断电话后 我把墨九照片 发给你王站语气里 带着愤恨 悲伤地说道 尽快动手 我等你消息 视频被挂断 紧接着 一张照片发了过来 让稀有看看 什么人的命值五千万 他叼着烟 点开照片 八大 燃烧的香烟 吊在裤裆上 达文西甚至都没有察觉 他瞪大眼睛 用手搓了搓屏幕 呼吸越来越急促 照片上的男人 达文西太熟悉了 一年前 他执行任务的时候 路过青城 就因为点了碗面 说自己不吃牛肉 便被一个不知从奶冒出来的 年轻人暴打一顿 他堂堂国际通缉犯 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被打得趴在地上 动弹不得 十分钟后 警局来人 将他带走 幸好当时达文西在国内还没犯案 被组织一通运作后 取宝出狱 达那天起 达文西再也没吃过面 来国内执行任务时 也绕着青城走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时隔一年后 自己居然又见到了 那个梦碾样的少年 达文西倒吸一口凉气 赶忙将裤裆的火拍灭 这活 真接不了 第89章 人生处处是巧合 就在他准备玩具王战的请求时 门外 忽然传来脚步声 达文西敏锐地收起手机 摸出书包里炸弹 贴在门上 紧接着 他取出一把步枪 警惕地看向门口 此时 走廊外 林青英拿着枪 对身后的警员比了个手势 国际通缉犯 一年前 他不费吹灰之力 就抓走了达文西 现在不过是小事牛刀罢了 三秒后 两名警员直接撞门 哄 一声闷响 炸弹在门开瞬间 立刻爆炸 毫无防备的两名警员倒飞出去 生死不明 他妈的 赶来抓老子 达文西见到警员 毫不犹豫地抄起步枪 迅速扫射 扑呲 子弹穿过墙壁 将外面没反应过来的三名警员打伤 此时 林青英完全是猛的 这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 法克 爷爷 我想起来了 达文西拎着枪 走出房间 将枪口顶在不知所措的林青英脑袋上 一年前 就是你抓的我是吧 他眼中杀意乍现 落在你这种废物手里 真是我人生的耻辱 达文西 立刻举枪投降 林青英在震惊中 不知大脑搭错了哪根弦 竟然猛地站起身 试图反抗 上帝 谁给你的勇气 达文西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砰 就在这时 走廊外转来一声枪响 达文西侧身一闪 枪里的子弹 擦着林青英脑袋射出 打在墙壁上 达文西 你被包围了 警局刑警队长王天元 带人冲过来支援 算你们走运 达文西纵身一跃 迅速消失在街道上 林队长 你没事吧 王天元气喘吁吁地带人跑过来 关心地问道 快 救护车 救护车 其余警员赶忙抱起受伤的同事 我的耳朵 林青英摸了摸耳朵 发现手上全是血 不应该啊 达文西明明很弱 他不停地自言自语 达文西是国际排名前一百的通缉犯 他很弱 王队长无奈地摇摇头 打草惊蛇 损兵折将 你亲自和局长解释吧 一年前 我一个人 亲手抓到他 林青英站在原地 喃喃自语道 一年时间 他居然这么厉害了 东岭街道 达文西迅速换掉衣服 戴上鸭舌帽 他是职业杀手 非常清楚 自己该怎么跑路 一路上 达文西不慌不忙 他左顾右盼后 掏出一把刀 迅速拉开路旁一辆路虎车 钻进后排 不许报警 不许出声 按照我说的做否则 我现在就杀了你 达文西将刀子抵在司机腰间 下意识地 他侧过头 看了眼坐在后排的人 下一秒 当了 达文西手一抖 刀掉在手扶箱上 第九十章 我墨九脚踩过的地方 他就得信墨 许久不见 墨九笑着看向他 咔 这时 司机直接在前排按线通锁 锁住了后排车窗和车门 法克 我和你拼了 达文西双目通红 又想起自己在青城被支配的恐怖 下一次 他要掀下手围墙 咔嚓 不等达文西掏枪 墨九单手擒住他手臂 狠狠向下一拉 啊 达文西手臂瞬间脱脚 哥 我错了 哥 我自首 哥 我认栽了 他痛得浑身冒汗 再也不信上帝了 来之前 老子还给对着他倒了几分钟 达文西眼含泪花 一把鼻涕一把泪 帮我做两件事 我不为难你墨九手指轻轻敲击着车窗 面带笑意 哥 王湛让我杀你 但我绝对不敢 达文西举起手 我对上帝发誓 真的 王湛 墨九微微皱眉 似乎有点想起来了 对 他给我五千万 让我杀你达文西手臂脱臼 痛得脸色煞白 这事以后再说 先说接下来 你需要给我办的两件事 墨九朝他招了招手 待会 我记住了你放心 我专业达文西擦了擦汗 颇有种劫后余生的喜悦 万一被监控拍到我和您见过面 他有些顾虑 会连累你 这里没监控墨九抓住他胳膊 猛的一提 咔 脱臼的关节被送了回去 同时 前排司机也关掉通锁 哥 最后一个问题 达文西感觉自己半只脚踩在地狱边缘 战战兢兢地问道 您是专门等我 还是巧合 你说呢 墨九反问一句 我懂了 达文西推门下车 迅速消失在人群中 他心里再生不起一丝反抗的心思 这个少年 太可怕了 实际上 车停在这儿 只是白鸣打算下去买瓶水那么简单 这时 墨九的手机响了 墨九 电话里 传来到低沉的声音 我是华天药业的张绍天 你下车 往前走五百米 我在车里等你 说完 电话被挂断 九爷 老张给你打电话 买水回来的白鸣 好奇地询问 约我见面墨九推开车门 整理下身上的西装 他儿子伤成那样 心里指不定憋着多少气呢 要不 我替你过去 白鸣有些担忧 张绍天就这么一个儿子 现在他儿子在自家集团被刺伤的消息 已经人尽皆知 换谁 都咽不下这口气 我担心你有危险白鸣神色凝重 这个世上 有比我还危险的人吗 墨九笑着说完 大步朝前方走去 他体内含毒越来越严重 必须在短时间内拿到稀有药材 才可以缓解痛苦 可天书中提到的几位药材 获取难度并不比黑石散低多少 就算墨九亲自去采 也需要很长时间 眼下 从华天集团拿药 是最好的选择 三分钟后 墨九站在街上 却并未见到张绍天 第九十章 我墨九脚采过的地方 他就得姓墨 忽然间 远处一辆麦巴赫飞速驶来 直奔墨九 许多行人吓得纷纷避开 尖叫连连 路中央 墨九转过身 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 支 一声急刹车 麦巴赫停下 车头距离墨九的腿 不足十厘米 有胆识 麦巴赫的车窗 缓缓降下 张绍天阴沉着脸 冷冷道 果然 能在青城混出明烫的 不一般 过奖墨九走到车窗前 笑着问道 张总找我 是想继续谈合作的事情吗 合作 张绍天冷笑一声 你知道我是谁吗 华天药业的老总墨九 淡淡回应 我还是杰出企业家 省城商会的代表 药业协会荣誉主席 省内排名前十的纳税大户 张绍天阴沉着脸 我一年纳税几十亿 只要拿出一半悬赏你的命 你猜猜 你能活多久 在青城 你能一手遮天 可你别忘了 这里是省城 没人有资格和我张绍天堂合作 我要哪家企业破产 他就冲不过第二天 所以 张总还是不打算跟我合作 墨九仍旧面带笑意 想合作 可以张绍天笑呵呵道 当众跪在我儿子病床前 对着自己连插十刀 你能做到 我就同意跟你合作 看来 你儿子的经历 并没有让你搞清楚 自己现在的处境墨九双手插兜 笑道 我墨九想要的东西 没有拿不到的 我张绍天想要谁的命 也没有拿不到的 张绍天冷眼看着他 恨恨道 我会让你明白 张家在省城的能量有多大 记住了 天下再大 我也会打的 你没有容身之地 张绍天说完 缓缓升起车窗 那今天 我也告诉你一句话 墨九指着地面 面无表情道 我墨九脚踩过的地方 他就得信墨 说完 他转身离开 不知死活的狂徒 张绍天冷笑一声 根本没把墨九放在眼里 开车 去医院看看张龙 他对司机吩咐着 砰 就在这时 枪响传来 一颗子弹击碎车窗玻璃 打在司机头上 砰 砰 紧接着 数不清的子弹 打在车上 带着压舌帽的文西 单手持枪 对麦巴赫疯狂射击 清空弹夹后 他索性抽出背包里的威冲 对着车内就是一梭子 张总小县 两名保镖拼命护住张绍天 子弹打在他们身上 爆出一团团血污 我的腿 刚才还放狠话的张绍天 此时正痛苦地被保镖压在身下 他腿上 肩膀 多出重弹 痛得满身是汗 有人让我给你带个话 达文西拉开车门 盯着满脸是血的张绍天 恶狠狠道 别给脸不要脸 再有下次 送你们也俩上那河桥河趟 说完 他提枪迅速离开 消失在错综复杂的胡同里 张绍天迷迷糊糊间 正好看到马路对面的墨九 墨九的脸上挂着笑容 还朝他比了个开枪的手势 直到警笛声响起 张绍天才长出了口气 纵横省城几十年 他第一次感到恐惧 第一次 觉得离死亡这么近 此时 他的耳边只剩下那句话 我墨九脚踩过的地方 他就得信我 第九十一章 四十对四 优势在我 省城 中心医院 张绍天躺在医院病床上 脸色苍白 那双阴冷的眼睛 死死盯着天花板 打小 他就含着金钥匙出声 张家十几代人努力 创造了华天药液 而他站在仙背肩膀上 轻而一举 就将华天药液推上巅峰 说不清的荣誉 接踵而来 张家的权势地位 也随之水涨船高 这些年在省城 张绍天几乎说一不二 被人誉为张阎王 可今天 他这个阎王遭到枪击 差点死在车上 去见真阎王 这种挫败 张绍天没办法接受 他要报复 张总 警局的人走进病房 拉过一把椅子 坐在病床旁 您真的要感谢一下 墨九一名年轻警员 笑着开口 什么 听见这句话 张绍天愣住了 他拜墨九所赐 差点被枪杀 现在还要感谢对方 是墨九答的报警电话 我们才及时赶到 将您救了下来 警员耐心地解释道 张绍天闻声一愣 随即大笑道 真是讽刺啊 不等警员再开口 他怒斥道 你们干什么吃的 杀我的人 就是墨九 我一年那税几十亿 你们就是这样保护我的 可嗨嗨 由于情绪激动 张绍天捂着胸口 不住咳嗽 警员同志 张总刚手术完 我建议你们 不要打扰他张家管家 赶忙伸出手 示意两人离开 好吧 年轻警员一脸无奈 他站起身 解释道 我们知道 您怀疑墨九 可调查显示 袭击您的是一位 叫做达文西的国际通缉犯 和墨九没有任何关系 出去 张绍天颤抖地抬起手 指向门口 立刻 那张总您休息 警员强压心中火气 转身离开病房 有什么神气的 走廊内 警员不满地对同伴吐槽道 瞧他那嚣张样 有能耐别让咱们救啊 你等着 有天他要是犯事 我亲手抓他 算了 张家在省城全是很大 咱做好自己的事情 就行同伴拍了拍他肩膀 出声安慰 病房内 张绍天越想越不对劲 索性拿起手机 打给省城的局长 王菊 您好 我是张绍天 他声音低沉 语气中带着不悦 我听说 是墨九帮我报的警 老张我知道你不信 可事事的确是这样 王菊在电话里笑呵呵道 咱办事 讲证据要杀你的 是个国际通缉犯 我们下午抓捕他失败 我猜测 他可能是逃跑途中 随机作案 好 我知道了张绍天挂了电话 脸色更猛 他能肯定 那个杀手就是墨九安排的 可现在 自己却要向墨九道谢 真是笑话 老爷 现在怎么办 管家勾搂着腰 小声询问道 既然官方办不了 我们自己来 在省城 敢找人枪击我张绍天的人 他是第一个 张绍天攥着拳头 恨恨道 若他不死 我还有什么脸在省城混 滴滴滴 这时 张绍天的手机忽然响了 他拿起手机 看到上面熟悉的号码 忍不住眯起眼睛 下午 他刚给墨九打过电话 想不到现在 墨九居然打过来了 张绍天按下接听键 将手机放在耳边 张总 不用谢我墨九 在电话里笑着说道 文言 张绍天大笑一声 哈哈 我谢谢你 我会好好谢谢你 此时 他彻底动了杀意 那我怪不好意思的 也回赠您一份礼物吧 墨九低声道 记着 第九十一章 四十对四 优势在我 什么意思 张绍天心脏一沉 下意识地看向窗外 砰 一声枪响 管家脑袋喷出骨鲜血 只听挺砸在张绍天身上 打不垮你 我墨九跪着爬回京城 墨九说完 挂断电话 张绍天拿着手机 擦了擦脸上的血 呼吸越来越急促 来人 救命 看着前一分钟 还和自己说话的管家 现在瞪大眼睛 眉心喷血 躺在自己怀里 张绍天歇斯底里的吼道 快来人 来人啊 有人要杀我 他僵硬地扭动脖子 看着窗外 短短几个小时 他两次看着身边的人 死在自己眼前 紧绷的神经 就要断了 张总 门外 十几名保镖迅速涌进来 快 拉上窗帘 快快快 张绍天红着眼 像是受惊的兔子 满眼畏惧地看向窗外 找红刚 去找红刚 不管花多少钱 让他把墨酒 给我马上解决了 快去 他抓住保镖的手 沙哑着嗓子吼道 对面大楼 达文西扛着枪 叼着烟 听着好日子 消失在楼道内 省城 一家小餐馆内 墨酒和白鸣面对面 吃着牛肉面 酒爷 怎么不安排达文西 直接崩了张绍天 白鸣不解地问道 达文西是国际通缉犯 打死张绍天 别人也怀疑 不到墨酒身上 我们出来乍到 省城的人 就算听过黑鸣集团 也会和张绍天一个想法 墨酒吃了口面 解释道 清城太小 我们早晚要进军省城 可总不能 把这些心高气傲的老板 全办了吧 那倒是白鸣点点头 省城的企业规模 是清城百倍不止 有头有脸的商人 更是不计其数 既然张绍天往枪口撞 那就把他踩进泥里 踩得他永无翻身之日 墨酒拿起纸巾 擦了擦嘴 让省城的人瞧瞧 黑鸣集团是怎么办事的 黑鸣集团做事 最讲究性欲 说杀他全家 就杀他全家 墨酒话音刚落 门外忽然停下几辆面包车 哗啦 紧接着 面包车的车门被推开 几十号人 从这些车上跳下 每个人手里 都拎着家伙 墨酒侧过头 看了眼餐馆老板 老板目光闪躲 赶忙低下头 谁是墨酒 领头的一脚踹翻门口桌子 举着刀恶狠狠道 给我站出来 我是墨酒 你是哪位 墨酒坐在椅子上 笑着看向他 红刚 光着上半身的男子 拍了拍胸口 冷笑道 听说你在清城很牛啊 但这里是省城 是龙你得盘着 是虎你得握着 张绍天让你来的吧 墨酒双手叠在身前 淡淡道 他比你强吧 现在不也躺在医院吗 听见这话 红刚沉默了 这里有监控吗 墨酒站起身 扫了眼 红刚把心一横 咬着牙道 监控没有 但是有刀 等下墨酒伸出手 示意他别着急 缓缓走了过去 干什么 红刚一挥手 身后几十号小弟 全部围上来 墨酒没有说话 而是拿出自己钱包 塞进红刚裤兜口袋里 还挺上到 红刚轻哼一声 但没用 你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必须得断两条腿 他带了三四十人 对面只有四个 四十对四 优势在我 持刀抢劫 给他们留条命 就行墨酒转过身 面无表情地说着 第九十二章 好事明讲 什么玩意 红刚微微皱眉 没等他反应过来 餐馆内正在吃饭的 两名客人忽然起身 抄起板凳便砸了下去 碰 红刚满脑袋是血 迷迷糊糊地倒在地上 两人踩着他身体 朝那些一脸猛逼的小弟冲去 餐馆门前 惨叫声不绝于耳 不到五分钟 几十号小弟鼻青脸肿 躺在地上痛苦地惨叫 而红刚 也被出手的两人架起来 推到墨酒面前 知道吗 墨酒拖起红刚下巴 一团扫厕所都不配 墨酒 你他妈够狠 老子栽了 我认了 红刚满脸是血 有气无力地开口 回去给张少天带个话 墨酒拍了拍他的脸 他要是实在没办法 就跪在我面前 给我磕一百个头 用你这样货色 是对我羞辱 话音一落 白明按着红刚的手 一刀砍下 啊 红刚痛苦地看着自己 被齐齐斩断的五根手指 痛得直接晕了过去 几位爷 我也是生活所迫啊 见到这一幕 餐馆老板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面无血色地求饶道 红刚在这一片 出五十万悬上你的下落 我一时糊涂 求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饶了我爸 我上有老 下有小 他现在真的怕了 红刚可是这附近 最狠的无赖 都没抖过眼前这几个人 自己一个老百姓 拿什么抖啊 人都会犯错的 我不怪你墨酒站起身 拍了拍西装上的灰尘 下辈子 别再犯错了 说完 他朝着外面走去 谢谢 老板不住磕头 却忽然间意识到不对劲 下辈子 他喃喃自语 这时 白鸣握着红刚的手 用他手里刀 对着餐馆老板胸口 连插十几刀 扑通 餐馆老板倒在地上 瞪大眼睛 胸前血流如注 已经死透了 白鸣面无表情地起身 走出餐馆 十分钟后 警笛声再次响起 支队的王队长刚下车 便愣住了 几十个混混 痛苦地躺在地上 周围到处都是散落的铁棒和刀具 谁抱得紧 他抬起头问道 我磨酒单手插兜 举起一只手 笑吟吟道 吃口饭 就遇到抢劫的 省城的治安 似乎不太好我出来炸道 短短一天时间 经历三场恶性事件 他吸了口气 一阵后啪道 差点 我就死在这群劫匪的刀下了 先跟我回去王队长皱了皱眉 对下属吩咐道 保护现场 全部带走 一小时后 警局内 红刚手缠着绷带 愤怒地拍打桌子 我没有抢劫 没有杀人 我们在你身上 搜到了受害人的钱包 而且杀死餐馆老板的凶器上 只有你的指纹 碰 审讯的警官一拍桌子 红刚 你屡教不改 竟来多少次了 我告诉你 你入室抢劫 杀人 已经构成死罪 第九十二章 好市民讲 不 我没有 红刚激动地在椅子上挣扎 我真没有做 我要见律师 让我见律师 他明明只是去教训一下 外地来的人 怎么就成杀人犯 和抢劫犯了 审讯室外 几名警司聚在一起 红刚是个地痞无赖 这次疯了 干抢劫杀人的勾当 可证据在那摆着 我们分别问话了 墨九等四人 就算创供 也不能天衣无缝吧 在场没有监控 没有其他目击者 墨九的钱包 在红刚手里 而且我们查询通话记录 发现餐馆老板 曾经打给红刚 极有可能 是分赃不均 杀人灭口 墨九的钱包 我看了 里面有两千万的支票 很快 墨九和上次一样 在问询记录上签了字 被放出来 并且两名同伴 因为建议勇为 还被申请了好市名奖 墨九 从医院归来的林清英 刚回到警局 就见到一身西装 正谈笑丰盛的墨九 林警长 墨九指了指他耳朵 你这是一只耳 小时候 林清英最喜欢看黑猫警长 他最讨厌的 就是里面 被黑猫警长 打掉一只耳朵的老鼠 一只耳 副局 您不能放他离开 林清英拦住墨九 看向旁边的副局长 他刚来省城 一天发生三起恶性案件 此人在清城时 就无恶不作 我申请调查他 住口 副局阴沉着脸 怒斥道 抓捕达文西前 你怎么说的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的愚蠢指挥 轻敌大意 我们好几名同事躺在医院 还有两人在重症监护室 至今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如果达文西被抓 怎么可能有后面枪击张绍天的案子 你独职 林清英 你对得起肩上徽章 对得起自己 发过的誓言吗 副局 林清英脑袋嗡嗡作响 连火辣辣的烫 交通局那边缺人手 你先去马路上指挥几天交通吧 副局摆了摆手 满眼失望到 冷静下 摆正自己 认清自己 是 林清英低下头 眼泪不停地掉在地上 别哭了 墨九拿出口袋里的手帕 递给他 安慰道 好歹同门一场 实在不行 我给你拿点钱 你回家养猪吧 林清英一把抓住墨九的衬衫 红着眼睛 浑身发抖 林清英 你干什么 警局的人迅速围过来 将林清英控制住 这什么事的 墨九整理下衬衫 心有余悸道 警局都不安全了 对不起 我们会内部整肃的副局走过来 指着林清英 今晚就去给我指挥交通 冷静冷静 那我走了墨九 对着几人点点头 笑着离开警局 墨九 他刚走出门 便遇见迎面走来的林清城 我知道 你想和华天药业合作 林清城咬着嘴唇 张总现在松口了可以合作 但有条件 他非常不想 面对这个被自己亲手赶出去的弟弟 可张绍天找到他 林清城只能来警局门口等着 墨九没有理会他 继续朝自己的车走去 墨九 我知道你天上喊铁 很需要这个要 低个头怎么了 林清城大喊道 命重要 还是面子重要 你把这件事 和张绍天说了 墨九转过身 冷冷看着他 我只是和张总解释 你为什么要找华天 怕 他话未说完 脸上结结实实 被白鸣打了一巴掌 吃里扒外的东西 九爷或许不会杀你 但黑金集团一万兄弟 脾气可不好 白鸣愤怒地指着他 你他妈真是个贱人 各位七主 林小姐为了生存 我能理解墨九双手插兜 冷冷道 请转告张绍天药 我会拿他全家 我照杀 没人有资格和我墨九谈条件 让他准备好 迎接下一份礼物 说完墨九转身离开 只留下捂着脸 不知所措的林青城 中心医院 病房 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推着输液车 朝张龙的病房走去 第九十三章 张总 我做不到 爸 我咽不下这口气 张龙腹部缠着纱布 嘴里插着西洋管 痛苦地躺在病床上 他脸色特别差 每次呼吸的时候 腹部伤口都会传来剧痛 仗着家世显赫 这些年 张龙在省城 几乎要疯得疯 要雨得雨 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 你放心养伤 我绝对不会饶过他的 张绍天下意识回过头 发现窗帘被拉上好几层后 才放下心来 我在你病房外 安排了几十个保镖 并且重金包下这层楼 确保任何人都进不来 张绍天坐在轮椅上 抓着张龙的手 林青城已经告诉我了 墨酒命不久已现在 他急需我们保险箱里 装着的那些药材 爸 照你这么说 我们抓到了墨酒的软肋 张龙眼睛一亮 兴奋地攥起拳头 好好折磨他 他动作幅度过大 扯到伤口 痛得呲牙咧嘴 你放心 这件事我交给林青城 去扮张绍天心疼地 看着自己儿子 报复墨酒的念头 越来越强烈 林青城会全心全意帮我们吗 张龙有些担忧 咧着嘴道 他们曾经可是姐弟 姐弟 现在的林青城 眼睛里只有功力 张绍天轻哼一声 他在青城说得太惨 迫切想要 证明自己一条流浪狗 好不容易遇到个 收养他的主人 能不卖力看家吗 但我不会就这样 算了他看着自己的腿 墨酒倒是给我提了个醒吧身边 缺个厉害的高手 你好好养病 我去见一位高人张绍天推着轮椅 离开张龙病房 他刚走几分钟 推着输液车的医生 缓缓走到病房门前 做什么的 走廊内来回六大的保镖迅速围上来 对着输液车开始检查 病人伤口的纱布 需要更换 否则会导致发言医生举起手 平静地解释 大哥 搜过了 车上只有纱布和点符说话的胖子 为了彰显自己的中心 拿起点符喝了口 余下的人对着医生开始搜身 抱歉 非常是漆 得罪了保镖队长经验老道的 拿出金属探测仪 不停在医生身上扫来扫去 就连写字的钢笔都被拿走 好了医生 辛苦你保镖队长检查完 将一张卡色给医生 里面有两万块 是张总心意等小张总出院 我们还要表示 医生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推车走进病房 几名保镖跟进去 目不转睛地盯着 张少天管家被杀后 他对安保的要求 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 哪怕是给张龙更换纱布 并且确定 医生身上没有任何金属的情况下 保镖们一样不敢松懈 可能有些痛 你忍一下医生掀开张龙被子 准备为他更换纱布 张龙因为大腿和腹部受伤 所以光着身子 没有被子遮挡 身体完全暴露在众人面前 你们出去 他红着脸 感到非常尴尬 被一群男人直勾勾地看着 张龙特别不舒服 可是 少爷 滚 听不见吗 张龙阴沉着脸 怒骂道 别让我说第二次 我们守在门口 你有事就和我们保镖队长转过身 带人离开病房 人和车都检查过 他感觉应该没问题 若再不走 恐怕张龙真的会翻脸 病房内 张龙一脸不耐烦地问道 我刚换了纱布 没到一个小时 怎么又换纱布 医生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慢悠悠地 从胸前口袋里 拿出一张崭新的纸币 我问你话呢 张龙微微皱眉 下一秒 医生按住他的嘴 手中纸臂迅速在他喉咙划过 锋利的纸臂边缘 如同刀子一样 直接在脖梗上切开到口子 张龙瞪大眼睛 拼命挣扎 可医生的手 就像是钳子 让他无法动弹分毫 第九十三章 张总 我做不到 鲜血不停喷出 染红了雪白的床单和被子 张龙拼命蹬着腿 依旧无济于事 足足半分钟 医生感觉写出的差不多了 这才转身拉开窗帘 拔开窗户 徒手抓着外面裸露的水管 缓缓从五楼向下爬 病床上的张龙 连呼喊的力气都没有 只能拼尽最后一点力量 想要引起外面人的注意 另一间病房内 张绍天坐在轮椅上 正和所谓的高手交谈 段先生 可否露两手 他满眼期待 可以 中年男子侧身一闪 双手向前拍出 碰 张绍天的两名保镖 连反抗机会都没有 直挺挺倒在地上 精彩 张绍天眼前一亮 兴奋地拍了拍手 我张家有钱 段先生 若是愿意留在我身边 每年我给你五千万 不 一个亿 他现在迫切需要一个高手 保护自己的安全 我只是感觉和张总投缘 否则就算十个亿 我也不会答应的中年人 坐在椅子上 拿起笔 在纸上写下自己的账号 敢问 段先生是从何处 张绍天将纸 递给自己的秘书 吩咐道 立刻打钱 现在他知道 墨九命不久已 只要将自己和儿子保护好 让墨九没下手的机会 时间稍长 墨九肯定会着急来求他 张绍天已经能想象出 墨九归地求饶的样子了 我段起胜 是青木堂三千弟子之手 段起胜自信满满道 青木堂想杀人 阎王爷爷得给我爬起来加班 那今后 就有劳断大师保护了张绍天 感觉自己捡到了宝 张总 就在这时 医院的主任慌忙推开房门 我们有个医生被绑了 扒光衣服 丢在厕所里 您没事吧 哈哈 高主任 你多虑了张绍天淡然一笑道 我亲自安排的保卫工作 再加上有段大师坐镇 不会有事的 那就好 那就好高主任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地点头 这时 张绍天的手机忽然响了 看到上面号码 他忍不住笑出声 顺手按下接听见 墨九 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要 我有还是那句话 跪在我儿子病床前 让他扎你二十刀 我就把药给你 张总 我做不到墨九沉默片刻 在电话里回答 那好啊 那你就挺着 等死吧张绍天冷笑一声 不 我的意思是 你儿子死了墨九平静地解释道 死人 怎么扎我 你吓唬我 张绍天心脏一颤 忽然有种不安的感觉 主任 我们查了监控 那名假冒医生上了这层楼 门外 监控室的保安跑过来 气喘吁吁地对高主任喊道 PS 最近感冒了 只更新两张 我辜负了大家的喜爱 今天请假上不了班 凌晨三点发烧 三十九度睡不着 索性爬起来多写一张 秋天来了 希望大家注意保暖 祝福我可爱的读者们 身体都健健康康的 感冒真的好难受 下话线 第九十四章 这省城的天 究竟有多高地 到底有多厚 你说什么 张绍天死死捏着电话 眼睛看向保安 那个 假医生 上了这层楼保安上气不接下气的回答 张总 您放心秘书穿着蓝色西装 站在张绍天身后 笑着恭维道 您的安保措施一流 就算是指苍蝇 也飞不进去 嗯 张绍天点了点头 同意这个说法 可还是有些不安的 对段起胜说道 段大师 随我一起过去看看 没问题 段起站起身 一副先锋倒鼓的做派 秘书推着张绍天 朝张龙病房走去 高主任和保安跟在身后 张总 走廊里的保安 见到张绍天过来 连忙迎上去 小龙在里面 还好吧 张绍天指了指病房 心里总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病房的窗户是繁琐的 还拉着三层窗帘 门外 有几十名保镖巡逻 这样的安保措施堪称完美 按理说 不可能出事 可张绍天一想起 墨酒打来的电话 心里就犯嘀咕 少爷好得很 刚才医生过来给他换纱布 少爷说话还底气十足呢 保镖对长啸呵呵地回答 什么 文言 张绍天直接站了起来 哎呦 这一动 牵扯到腿上伤口 痛得他鼻尖满是汗珠 张龙少爷的纱布 要三个小时后才换啊 高主任在旁边也梦了 他是张龙的主治医生 对情况非常了解 不好 大步走上前猛地推开病房门 高主任 老爷 你们多留了保镖队长得意洋洋地解释道 我们检测过 那个医生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您瞧 保镖队长扫了眼病房里空荡荡的床 少爷都能下来走路了 滚开 张绍天眼皮狂跳 他自己推着轮椅 慌乱冲进病房 刚进门 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看着地上的血迹 张绍天整个人愣住了 快 快送抢救室 先一步进去的高主任 见到满身是血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张龙 腿不自觉地软了 按照他多年工作经验 这样大的出血量 人肯定就不回来了 可张绍天还在旁边 他就算是做样子 也得走一遍抢救流程 儿子 儿子 噗通 张绍天从轮椅上摔下 拖着两条伤腿 爬到张龙身前 他不顾粘稠的血液弄脏衣服 忍着剧痛跪在地上 用发抖的双手 拍着张龙的脸 儿子 醒醒 醒醒 张绍天眼睛一下子红了 他能感受到张龙的身体 已经没了温度 张总 我们抢救下 外面闻讯而来的医生 带着设备 气喘吁吁地跑进病房 救 张绍天双目呆滞 懒懒自语道 尸体都僵硬了 用什么救 周围的医生全部沉默 凌晨张绍天放下张龙 哆哆嗦嗦地站起身 老 老爷 我们真查了 那医生就带着纱布进来的 保镖队长下的面无血色 给我儿子陪葬吧 张绍天拿起医生 带进来的手术刀 对着保镖队长脖子猛戳 鲜血喷涌而出 第九十四章 这省城的天 究竟有多高地 到底有多厚 凌晨后退几步 倒在地上绝望地看向医生 救我 但周围的医生 没有一个赶上前 段先生 帮我杀个人 嫁给你看 我绝不还嫁 张绍天丢掉手术刀 望向段起胜 没问题 段起胜平静地开口道 普天之下 只要生死不上有他名字 我就能替判官划了他 青木堂覆灭后 他一路逃到省城 准备借着青木堂的名头 赚点钱 正好 华天药业到处寻找高手 段起胜便毛遂自荐 顺理成章地成为座上宾 王思 查一下墨酒现在在哪 张绍天老泪纵横 一时尽有些失声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一直视为接班人培养 可现在 张龙死了 张绍天多年努力 白费了 哒哒哒 这时 走廊外 传来一阵脚步声 谁 张绍天抬头对门口的保镖问道 回老爷的话 不等保镖开口 穿着黑色西装的墨酒伸出手 将他一把推开 张总 节哀 墨酒双手插兜 笑着 看向病房里的张绍天 在他身后 站着几十号 身穿黑色西装的黑金集团员工 段先生 帮我杀了他 张绍天脸色阴沉 呼吸越来越急促 一旁的段起胜见到墨酒 脑袋嗡嗡的 自己都逃到省城了 还没跳出五指山 他绝望了 张总 冷静 段起胜大脑飞速旋转 低下头小声道 他来 就是刺激你的 如果你没忍住出手 正好落入他的陷阱保不齐 警局的人就在门外 等着您上当呢 张绍天痛苦地捂着心脏 眼中带着不甘和愤怒 张总 我来的时候路过殡葬店 顺手买了个骨灰和墨酒 向前一扔 檀木骨灰和砸在地上 你想干什么 张绍天怒火冲天 呼吸越来越急促 张总墨酒平静地答道 我想试试 这省城的天究竟有多高地 到底有多厚 好 好 好 张绍天连说三个好字 牙齿咬得咔咔作响 我一定满足你 其实今天我来 主要想送明一样东西墨酒伸出手 接过小弟弟来的一个证件本 随手丢在地上 这是省城最好的目的 我花大价钱 给你张家十三口 买了十三块 这份 是给我自己的墨酒 从怀里拿出一个本子 轻轻打开 上面用硕大的黑体字 写着南湖墨地 106号 我墨酒墨药 或许会死但死之前 我肯定带你一起上路 说完 他带人转身离开 张绍天一言不发 盯着地上的证件本 他这时才意识到 自己遇到了一个疯子 不折不扣的疯子 段大师 晚上帮我杀了他张绍天拿出支票 在上面写下十个亿 递给段启胜 张总 段启胜眼前一亮 迅速接过支票 现在 墨酒已经是个死人了 别让他死得太痛快 张绍天红着眼 悲痛地吩咐道 小龙生前爱干净 给他找最好的殡葬师 让他干干净净地走 晚上 承受丧子之痛的张绍天 满脸沧桑坐在病房内 在他面前 站着几个人 老公 你要给儿子报仇啊 张绍天的老婆 李凯月跪在地上 哭得近乎晕厥 李峰 你带人去坐张绍天 抬起头 看向自己的小舅子 我让段大师陪着你记住 一定要杀了墨酒 姐夫 放心吧 他身旁的中年点了点头 万一被抓 我就说是 自己想给小龙报仇 绝对不会牵手到你 还有 洪刚可能嘴不老实 安排一下他的家人 让他管住嘴 别乱说张绍天抬起头 阴冷地说道 第95章 因为我是墨酒 深夜 李峰领着几名心腹小弟 坐在车里擦枪 他是张绍天的黑手套 这些年在暗地里 帮张绍天做了不少脏活 作为回报 李峰每年都能拿到上亿的收入 用来养活这个专业干脏活的团队 这次要杀的人 杀了我外甥李峰给弹夹装好子弹 眼神中带着恶毒 在确保能撤离的情况下 能杀多少 是多少 就把黑金集团的人当狗 明白吗 明白 余下四人一边检查枪支 一边点头 李哥 什么时候动手 有人出声询问 他们都是亡命徒 身上背着不少人命 做这种事 早已轻车熟路 不及李峰坐在车里 冷声道 墨酒不是一般人 我们不能硬干 段大师已经出手 等他消息 话音刚落 车门被打开 断起圣手里 拽着名身穿黑色西装的年轻人 钻进车里 墨酒的司机 出来买烟 被我抓到了 段起圣打了的哈欠 你们先行动 我上的厕所就过去 段大师果然不同凡响 李峰转过身 一把抓住司机的衣领 目光阴森道 给墨酒打电话 就说你被人打伤了 让他过来救你 张扫天的人吧 年轻小伙冷笑一声 你们张总没几天蹦大了 和九爷斗 你们都得死 嘴硬是吧 李峰拔出刀 对着年轻小伙肚子捅下去 小伙闷哼一声 咬着牙道 有本事 弄死我 我就不信 有人不怕死 李峰右手缓缓转动 用刀子在里面来回脚 张绍天 我操你马 小伙满身冷汗 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弄不死我 我杀你全家 狗东西 原本就愤怒的李峰 在听到这句话后 疯了一样开始出刀 打不打电话 他吼道 不打 我现在就杀了你 这时 路上又来了辆车 车上下来五个人 走到李峰旁边 打开车门 风哥 人到齐了 打不打 李峰一把捏住小伙的脖子 我手底下 全是亡命徒 墨九活不过今晚 懂吗 我 我打 小伙腹部喷血 有气无力地说着 别耍花样 李峰摸出小伙的手机 递给他 贸然去杀墨九 他没有太大的把握 但这里是废弃场区 周围没有居民 到处都是杂草 墨九若是赶来 李峰有把握 将人都留在这 他手下这七八号人 全是亡命天涯的汉匪 再加上周围不好的炸弹 废弃工厂 就是买墨九的目的 年轻小伙虚弱地按下号码 车内顿时安静 小松墨九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 买烟还没回来 九爷 给我报仇 小伙拼尽力气 大喊一声 夺刀直冲李峰刺去 碰 李峰抬手一枪 打在小伙脑袋上 墨九 你他妈小心点 从现在开始 你和你狗腿子的命 老子随时拿走 他将手机扔出车外 尸体也拽了下去 同行的人熟练拿出汽油 一把火将小伙尸体点着了 风哥 现在怎么办 同伴问道 打草惊蛇 不好弄了 这里 墨九是肯定不能来的收拾下 先撤回去 李峰擦了擦手上的血 等断大师的消息 两辆车一前一后 离开废弃工厂 朝着市区进发 李峰是老手 做事干净利落 计划失败 他马上就会做出新的调整 一路上 众人无话 就在车子快要进市区的时候 第95章 因为我是墨九 路中央有道火光 不停地闪烁 今天也不是初一十五 这条路也不是十字路口 烧奶门子的纸 李峰坐在副驾驶 皱着眉骂道 大半夜在路中央烧纸 不怕被车撞死 快进市区了 别惹出麻烦他对司机叮嘱一声 车子缓缓减速 准备从这里绕过去 可就在这时 烧纸的人突然站起身 手里拎着个黑漆漆的东西 借着车灯的光 李峰瞪大眼睛 紧张地喊道 妈的 是枪 砰 一声闷响 滑破寂静的夜 驾驶位的司机 还没等反应过来 便被现弹枪喷出的子弹打死 墨九 这时 李峰终于看清烧纸人的面容 拿枪 干死他 他兴奋地大叫 只要弄死墨九 自己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可还没等车上的人下车 砰 砰 砰 夜色中 肩上缠着黑布的黑金集团打手 从四面八方走出来 十几号人 端着现弹枪 对着两辆车疯狂喷射 后车的王命途还没等下车 便被集体打死在车内 白名一马当先 红转眼吼道 往死里打 全尸都他妈别想留 宝马车被打得千疮百孔 冒着白烟 里面五个人千疮百孔 已经没了人形 李峰躺在前车座椅上 颤抖着拿出手机 按下断起圣号码 他现在唯一能指望的 就是这位段大师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闻声 李峰一愣 砰 下一秒 墨九从外面一把拽开车门 将李峰从上面拖下来 墨九 我他妈今天栽了 但你也好不了 我在下面等着你 李峰满身是血 冷笑地喊道 小宋死了 那是他的命 墨九拎着枪 面无表情道 进了这行 早晚会有这一天 但 他不能白死墨九拿出手机 递给李峰 我黑金集团的一条命 你们得用一百条命还 手机屏幕上 一辆搅拌车呼啸着行驶 在红绿灯路口 直接撞在等红灯的宝马车上 宝马车瞬间变形 当场解体 十分钟前 我给你老婆打了电话 说你并未住院 墨九冷冷说着 墨九 我曹你马 李峰红着眼 疯了一样挣扎 他执行任务的时候 手机会关机 而视频上的宝马车 正是他老婆的车 你手上沾了我兄弟的血 就得用十倍的血来偿还 墨九将枪口塞进他嘴里 可你先杀了张龙 李峰瞪大眼睛 沙哑着喊道 凭什么 我们就不能动你的人 因为我是墨九 黑色的墨 杀你九族的酒 墨九面无表情地回答 砰 枪响 李峰脑袋炸开花 直挺挺倒在地上 墨九弯下身 从他身上摸出手机 用指纹解锁后 找到张绍天的电话 拨了过去 事情办得怎么样 几秒后 张绍天充满期待的声音 从里面传来 三天内 我杀你全家 墨九说完 将手机扔了出去 黑金集团几十号人 面向小宋死亡的方位 整齐鸣枪 第九十六章 山羽欲来 幽暗的病房内 张绍天手中电话脱落 眼神里充斥着慌乱不安 李峰给他干了十几年脏活 从未失手 整个团队的战斗力 张绍天非常清楚 那可是一群汉匪啊 再加上号称青木堂 三千弟子之手的 断起胜柱镇 竟然又失手了 老公 事情办得怎么样 李凯月抓着张绍天的手 紧张地询问 两人在一起几十年 经历那么多大风大浪 他都没在张绍天脸上 见过这样的愁容 张总 不好了 不等张绍天回答 病房的门忽然被推开 华天集团安保部长龙田 站在门口 心有余悸道 刚接到消息 李峰的老婆十分钟前 出了车祸 什么 张绍天脸色大变 他难以置信道 你再说一遍 李峰老婆出了交通事故 救护车到的时候 已经死了 龙田低着头 声音微微发颤 张龙刚死 李峰老婆就出事了 整个华天集团 人人自危 生怕出了门 就会遭受意外死亡 萧桂娟死了 李凯月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喃喃自语道 那李峰 是不是也出事了 你救救我弟弟 他趴在床边 吓得眼泪直流 别哭了 张绍天心烦意乱 大骂道 慌什么 你他妈是我张绍天的女人 天塌了 有我顶着 病房内 一阵死寂 只剩下若有若无的哭声 龙田 立刻帮我约一下 神龙集团的萧总同事 通知安保部门 取消假期 三倍工资 张绍天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我有钱 有人卖 在省城的地盘上 还能怕了一个外来户不成 马上安排人 我要出院 他目光阴沉 大脑飞速旋转 接二连三的失利 终于让张绍天意识到 自己的轻敌大意 不过 要在他手上 墨酒就永远处于被动 凌晨三点 华天集团总部大楼 上百名安保人员 聚集在大楼内 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 大楼门前 一辆全新的雷克萨斯570 缓缓停在门口 几名金蛋的保镖下车张望 确定周围安全后 车上才走下一名胖子 萧总 我们张总在会议室等您 龙田笑着伸出手 示意众人进楼 张绍天搞什么鬼 萧树龙打了个哈欠 一脸困意地夹着包 进了大楼 此时 华天集团会议室内 张绍天坐在轮椅上 将一个盒子 推到林青城面前 你和墨酒 曾经是姐弟 所以这件事 我希望你去办 他叹了口气道 我儿子不懂事 拿着他 求墨酒饶过我们 张总 不用这样的林青城 强烈坚持道 您无需看我的薄面 我是您的员工 听您一切吩咐 强如华天集团 都要低头 难道真没有 能让墨酒低头的人了吗 他心情非常复杂 不 你现在就联系墨酒 把东西送过去 张绍天摇摇头道 我老了 不想争斗了答应我 好不好 见到对方态度诚恳 林青城也不敢再拒绝 第九十六章 山雨欲来 于是接过盒子 点点头道 我现在联系一下他 林香草不能见光 见空气一旦打开 就必须迅速使用 张绍天叮嘱到 林青城 带我给墨酒道个歉 并叮嘱他 林香草的特性墨酒的地址 我的人会告诉你 你直接去就好了 张总 我替那个不争气的 师弟 给您道歉 林青城抱着盒子 起身身居一躬 他刚离开 打着哈欠的萧树龙 在龙田带领下 走了进来 老张 最近不太顺利呗 萧树龙拉出一把椅子 大大咧咧地坐在上面 听说 你儿子让人干死了 姐 文言 张绍天嘴角一阵抽动 现在他有求于人 不好发作 再加上萧树龙 一直是这个德行 张绍天索性不理会 直接开门见山道 萧总 有事求你 优贺 萧树龙有些惊讶道 堂堂中海药王 求我 老张 你他妈不是玩我吧 张家的华天药业 是中海省药业龙头 几乎垄断了省内的稀有药物 现在 张绍天开口求人 萧树龙有点摸不着头脑 萧总 我和你大哥交情不浅深更半夜 请你来 会消遣你 张绍天皱着眉道 华天集团3%的股份 帮我做几件事 老张 你确定没有耍我 萧树龙越听越不对劲 3%啊 一年就有十几个亿的分红 张家算是半个家族企业 内部持股高达80% 寻常人想要一点股份 都没有门路 现在张绍天一口气送出三点 东海分局的局长 和你关系匪浅帮个忙 让他亲自带队抓一次人 我出五百万给他 张绍天伸出一只手 神色凝重道 当然 还需要你们动用神龙集团影响力 帮我把墨酒弄死 萧树龙闻声沉默 三个点的利益 只要华天药业不倒 每年就是十几个亿的分红 太诱人了 至于那个所谓的墨酒 他也关注过 据说是清城出来各的一个混混 张总 这三个点的股份 不好拿吧 萧树龙眯起眼睛 舔了舔嘴唇 能让张绍天下如此大决心 看来这个墨酒的破坏力 远超众人想象 李峰死在他手上了张绍天沉声道 钱 肯定不好拿 可你我两家联手 这省城 还有动不了的人吗 萧家 在省城人脉广泛 东海区的分局长 就曾是萧老爷子门生 这些年 凭借庞大的关系网 萧家已然成为中海省的潜在霸主 张家虽然有钱 但在关系上 始终差一些 三个点 就要把我萧家拉下水 萧树龙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不停地思考 若你萧家害怕 我无非是费点是罢了张绍天轻碰到 那就请回吧 激我 萧树龙目光阴郁 成胶弹 我还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张绍天松了口气 有萧家入局 动用警局的关系 搞死墨酒更容易了 来的时候 我看你门外的小秘书不错 给我玩一玩上 萧树龙摸了摸下巴 色眯眯地问着 龙田 你来想办法搞定 小田张绍天对门口的安保部部长吩咐道 实在不行 迷晕了事成之后 给他钱 一个小秘书而已 在他眼里不过蝼蚁 那我谢谢张总了 萧树龙搓了搓手 有点迫不及待 门外 穿着蓝色西装的秘书 郑小生打电话 我要晚些回去 爸 你不用担心我们 张总人很好 经常对我关照呢 有人出来了 晚些说 他赶忙挂断电话 小田 吃块唐翁田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糖 笑着递给秘书 第九十七章 设计陷害 天蒙蒙亮 墨酒坐在酒店沙发上 盯着天花板发呆 不久前 他只想照顾好七个师姐 然后安静地等死 可仅仅几个月时间 发生了太多太多 惶恐 背叛 愤怒 还有不安 让他身心俱疲 尤其是通过那没铜钱看到的东西 时刻刺激着他的大脑 折磨得他筋疲力竭 酒爷 酒店的门被推开 憔悴的邱若曦 踢着行李箱走了进来 坐墨酒敲着二郎腿 指向对面沙发 和清竹一家 已经搬进林家别树秀 才带着人 守在周围 邱若曦一进门 便开始汇报工作 王翠花还在那间酒店 苟延残喘 估计再有几天 我的人回来说 林建峰的尸体已经发臭 黑金集团的人 我留了四成余下的 再有半个小时 就会奔赴省城 不谈这些墨酒罕见的态度温和了些 随便聊聊 酒爷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邱若曦试探性地问着 他刚进房间 就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 墨酒没了以往的冷漠 脸上竟是沧桑孤寂 有时候 你是不是会觉着 我冷血 无情 墨酒笑着看向他 有什么说什么 我们随便聊聊 邱若曦深吸口气 点了点头 他永远忘不了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 墨酒满身是血 让他脱光衣服 将他尊严按在地上 狠狠践踏 还杀了他最中心的保镖 不只是你 很多人都这么多想 墨酒望向窗外 平静地回答 我知道 你有你的做事风格可 有时候是不是过于残暴了 邱若曦鼓起勇气 咬着嘴唇道 来的时候 我听白鸣说 你杀了那个叫 李峰的一家 所以呢 墨酒反问一句 或不及家人邱若曦 说出了一句 憋在心里很久的话 从陈天霸开始 到现在的李峰 他一直想开口劝墨酒 你也有喝清竹 不是吗 若有一天 说到这里 他敢继续说 青木堂三千弟子杀我那天 伤会的人把你抓起来 想一起杀了 墨酒抬头望向他 你做了什么 邱若曦沉默 你还只是 和我几乎不相干的女人 你觉着 我若是死了 你能活吗 和青竹能活吗 墨酒再问 邱若曦不发一言 别太天真了 墨酒靠在沙发上 缓缓开口道 杀一个是杀 杀一百个也是杀 有区别吗 你认为李峰的老婆无辜 可李峰老婆享受的生活 是李峰用别人性命换来的 出来混 你不够狠 就会被别人踩在脚下 邱若曦 规矩是强者定的 是用来约束弱者的 强者做什么 什么就是规矩 我的司机小颂 跟我一年只开过车 没参与过任何沾写的事情 墨酒想起小颂 目光再度望向窗外 他不无辜吗 他把命交给我 我没能护住他 那我这个做大哥的 就让华天药业 拿一百条命偿还 皇帝死了 还有被挖坟绝木的我 区区一介不一 只管生前世 或许 你听说了我体质特殊 随时可能离开这个世界 斩草不除根 就等于给和青竹的未来 留下一个巨大隐患 这 就是我的生存法则 本就是生死的游戏 有什么仁慈可言 现在 我给你个离开的机会 墨酒侧过身 看向邱若曦 仅此一次 对不起 邱若曦红着眼 我不走 他第一次发觉 眼前这个男人 似乎也没有自己想得 那么风光无限 第97章 设计陷害 这时 墨酒的电话响了 九爷 林青城抱着个盒子 来找您另外 东海警局 有异动局长陈树峰 亲自带队 看起来有大动作 找个机会 看看盒子里是什么非常时期 一切都要弄得清清楚楚 墨酒吩咐完 挂断手机 这些年 为了给林青城打探消息 和买药材安插的眼睛 终于再次派上用场 酒店楼下 林青城跳下车 抱着盒子 大不留心 哎呦 就在这时 两名喝得醉醺醺的男人 和他撞在一起 手里的红酒 洒了林青城一身 林青城毫无防备 手中木盒掉在地上 其中一人迅速弯下身 飞速打开盒子 看到里面东西的那一刻 他愣住了 但仅仅是一瞬间 醉汉迅速将里面的东西 替换成一盒巧克力 盖好盒子 你们瞎吗 林青城皱着眉 用手擦了擦身上酒水 意识到手里东西掉在地上后 他连忙转身 看到盒子没有打开 这才输了口气 对不起小姐 我们陪前两名醉汉愧疚的解释着 喝多了 算了算了 林青城没理会两人 看了眼手机上收到的消息 直奔404房间走去 他刚走 两名醉汉看了眼 换出来的那包东西 忍不住皱起眉头 404房 林青城站在门外 吸了口气 平复下情绪 敲了敲门 很快 门被打开 见到开门的邱若曦瞬间 林青城心情差到极点 一直以来 他都认为自己 失败的原因 在于闺蜜背叛 除了墨酒 他最恨的 就是邱若曦 很甜蜜啊 林青城冷笑一声 嘲讽道 想不到 曾经心高气傲的青城女王 这么喜欢做小三 如果没事 就请离开墨酒坐在沙发上 有些不耐烦的开口 是 我只是你 曾经的大姐邱若曦 可是你的枕边人 我比不了 林青城抱着盒子 坐在墨酒对面 可现在 你曾经的大姐 给你带来了救命的药 啪 他将盒子放在茶几上 冷着脸道 墨酒 我承认自己 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的确为这个家付出很多 可你扪心自问 你自己就一点错没有吗 如果你再离开当天 把事情说清楚 我们会闹到现在这不田地吗 林总又用总裁的口气 教训我了墨酒 笑眯眯地看着他 你们七个私下商量完 命令我离开家 我还要哀求你们吗 你们的一切 都是我给的瞧瞧你 现在又成了别人的走狗 墨酒 林青城脸色铁青 我说了 是来给你送救命要的 你他妈是来要我命的 墨酒罕见的暴怒 一巴掌抽在林青城脸上 啪 林青城嘴角见血 大脑一片空白 没等他回过神 墨酒抓着他头发 一下下砸在茶几上 怒吼道 你要死 别拉着我 碰 碰 碰 林青城惨叫几声 拼命挣扎 都别动 就在这时 房门被推开 东海分局的局长 陈树峰 带十几名警员冲进来 都别动 有人举报你们 进行地品交易 全部蹲下 双手抱头 与此同时 青城通往中海省的高速公路上 一千多辆车打着双闪 呼啸着驶来 第九十八章 终于悔悟的林青城 呼 满脸是血的林青城 坐在沙发上 耳边嗡嗡作响 他没想到 自己拿着药材来救墨酒 墨酒反而将他打了一顿 可现在 警察来做什么 把盒子打开 陈树峰使了个眼神 一名警员迅速走到两人中间 准备打开墨盒 不 你们不能打开 林青城一把按住盒子 瞪着眼睛道 这里面是林香草 一旦打开 就会失去药效 哗啦 周围十几名警员涌上来 举起枪 对准林青城 双手抱头 蹲下 陈树峰再次出声呵斥 他手里的枪 已经打开保险 只要墨酒有异动 他直接开枪 奈何整个过程 墨酒异常的冷静 但没关系 只要坐视两人交易地品 就能走流程 判死刑 早死晚死的事情 警官 我只是来给他送药的 你是不是搞错了 林青城被吓到了 迷迷糊糊的脑子 现在也迅速清醒 林总 林青城墨酒坐在沙发上 淡淡道 你那么聪明 难道还看不明白 你什么意思 林青城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不是傻子 可他不愿意相信 这个猜测是真的 张少天让你拿这个盒子来 还叮嘱你 不要打开 就是打算嫁祸我 墨酒倾笑一声 眼中满是讽刺 你被人利用了 被人耍了 你就是个气子 是条没用的狗 曾经的我 把你当个人看 他平静地盯着茶几 不 警官您听我说 这个盒子是 林青城起身就要解释 住口 陈树峰冷声道 人证物证俱在 你还想狡辩 打开盒子 得到命令 距离最近的警员戴着手套 轻轻打开幕盒 对不起 林青城泄了气一样低下头 绝望地对墨酒说着 怎么会这样 盒子打开瞬间 屋子里的人全都猛了 陈树峰脸上戴着不可思议 他亲自走过来 撕开里面的巧克力 闻了闻 又尝了口 的确是巧克力 检查盒子 给我仔仔细细地查 啪 他沮丧地将巧克力摔在地上 陈菊都查了盒子里 只有这么一块巧克力警员 摇了摇头 满脸无奈 不可能 陈树峰咬着牙 眼神阴冷 是不是你们把东西藏起来了 来的时候 萧树龙再三强调 盒子里就是地品 而且够判几次死刑那种 结果 现在里面是块巧克力 搞什么鬼 怎么 陈菊很失望 墨九侧过头 望向他 莫非 你钓鱼执法 搜 给我仔细地搜 陈树峰眼睛里带着愤怒和不甘 自己大半夜从情人被窝爬起来 领着兄弟们出来干活 结果还办杂了 陈菊 林青城刚进门 我们就进来了一名警员贴在他耳边 小声道 看来 问题不是出在房间里 陈树峰闻声沉默 第九十八章 终于悔悟的林青城 陈菊 到底查不查 墨九贪手道 如果这件事了 那就处理下我打人的事吧 他指着面前的林青城 我把他打得满脸是血 是不是能拘我几天 不 不关他的事 林青城看着盒子里的巧克力 就算再傻 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肯定是墨九提前得到消息 掉包了 整个过程 唯一盒子离手的时候 就是在楼下那会 劫后余生的林青城 心里满是悔恨和自责 墨九刚才的话的确难听 可仔细想想 真话还真是刺耳啊 邱若曦背叛他 商城的黄胖子利用他 来到中海省 他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公司 一心帮着张绍天对付墨九 可到头来 真正救了他命的 还是墨九 回首往昔 不论是师母 还是林建峰 亦或是他在生意场上的朋友 都是在利用他 唯有曾经那个弟弟 默默付出 为他们遮风挡雨 墨九 我错了 林青城弯下身 跪在地上 哭着哽咽道 对不起 撤 撤 陈树峰咬着牙 大吼道 都回去 他现在就想给肖树荣打个电话 好好问问是怎么回事 可就在这时 啪 墨九一巴掌打在林青城脸上 如果对不起有用 还要法律做什么 我现在打死你 和你说声对不起 有用吗 他举起桌上的红酒瓶 猛地砸下 碰 酒瓶炸裂 红酒洒得到处都是 我都要把他打死了 你们要做事不理吗 墨九看向门口的陈树峰 你他妈找居 我就成全你 陈树峰正一肚子火没出撒 带回去 不 你们别抓他 林青城不顾流血的伤口 想要替墨九求情 可陈树峰的人根本不管 直接将墨九带走 临到门口时 墨九转过身 笑着说了句 被墨汁染黑了的宣纸 是洗不白的永远 都洗不白 你们放了他 我不追究 这是我们的家事 林青城摇摇晃晃站起身 想要追上去 回来 秋若熙一把将他拉住 你干什么 他是你的男人 你就看着他被带走 林青城疯了一样怒吼 悔恨和愧疚 让他心脏剧痛 呼吸困难 林青城 我逼你要在乎墨九 秋若熙抓着他肩膀 拼命地摇晃 你清醒点 别拖累他了 好吗 如果没有墨九 你现在已经死了 这些话如同醍醐灌顶 让林青城安静下来 中海 要地震了秋若熙青生道 你不想死 就安静和我待在一起 为什么 就为了治病的药吗 林青城摇头道 可以谈的 可以找张绍天谈的 谈什么 墨九的司机小送死了 他要的不是要 他要华天药业一百条命 秋若熙冲着他大喊 就因为一个司机 林青城感到不可思议 他是个重感情的人 秋若熙叹了口气 这样的人 都能被你们抛弃 林青城 你自己想想吧 文言 林青城雨色 东海分局 陈树峰叼着烟 坐在办公室里 情绪激动地喊道 萧总 我大半夜爬起来 领着一群兄弟 最后就找到何巧克力 你说说 这叫什么事 别激动 我已经问张绍天要说法了 不过你刚才说 墨酒被拘留了 萧树龙躺在床上 轻声问道 对 好消息是 墨酒被拘七天 已经顶格了 我提醒你 他是绝对不能死在看守所的 这是底线 明白吗 陈树峰郁闷地将烟头碾灭 那就安排人 教训他七天这件事 交给你扮萧树龙笑呵呵道 狠狠地修理他 第99章 龙入中海 中海省 高速收费站出口一百米外 黑金国际五千多人 密密麻麻地 站在宽阔的空地上 白明一身灰色西装 站在最前面 九爷进去了 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干了 他指着面前的一众人 九爷临进去前 已经放出话 三天灭了张绍天满门 我们吃九爷的 喝九爷的 就是命丢了 也不能让九爷丢了面子 明不明白 黑金集团办事 就一句话 绝不伤及无辜 但谁他妈跟张绍天沾点血缘 老子就扒他一层皮 出发 白明将烟头扔在地上 狠狠碾灭 转身跳上车 东海分局拘留所内 墨九换了身衣服 端着日用品 被送进一间牢房 房间内共有十二个人 在他被送进来的瞬间 余下十一人 眼神阴冷地抬起头 墨九 你的编号 是九千五百二十七 在这里 别惹事 看守说完 对里面的光头 使了个眼神 转身离开 饭啥是进来的 墨九走到自己床位 光头便开口了 周围的人 也围了上来 半小时前 这些人收到管教的暗示 让他们狠狠修理这个新进来的人 只要不出人命 随便折腾 管教临走的时候 还给美人一包烟 加了餐 眼见墨九像是没听到一样 光头沉着脸站起身 冷冷问道 笼子吗 墨九依旧没有回答 他妈的 这新来的是真不懂规矩 光头咧嘴一笑 伸手就要朝墨九肩膀抓去 余下的人也纷纷拿起板凳 脸盆 准备动手群殴 这里是什么规矩 这时 墨九忽然转过身 开口询问 规矩吗 光头冷冷一笑道 新来的 先刷几天厕所 再给我们洗袜子 现在 规矩变了 墨九平静地看着他 今天开始 这里按照我的规矩来 你他妈算老几 砰 一名犯人刚开口 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一圈 他连退几步 鼻孔窜血 人险些晕了 打眼一看 鼻鼓大概率是碎了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下意识地后撤 你要给我立规矩 墨九一把抓住光头脖子 像是拎着死狗一样 将他直接拖到没有监控的厕所 反了你 砰 不等光头说完 墨九按着他的脑袋 狠狠砸在墙壁上 一下 两下 三下 光头满脸是血 人当时就猛了 剩下的十个人吞了口唾沫 纷纷后退 他们眼睛里只剩下恐惧 生不起丝毫反抗的心思 一连十几下 墨九双手抓着光头 平静地问道 能不能按我的规矩办 草 你给我等着 光头迷迷糊糊地放着狠话 看来还没清醒 墨九将他脑袋按进厕所里 目光冰冷 一脚踩在他脖子上 第九十九章 笼入中海 呜呜 光头的脸浸泡在厕所的水里 拼命挣扎 可墨九的脚 如同大山一样 死死压住他脖子 哥 会死人的 一名犯人战战兢兢地上前提醒道 我就是要杀他墨九面无表情抬起头 冷漠的眼神顿时吓得那些犯人一哆嗦 而光头听见这句话 挣扎得更猛烈 他以为对方只是吓唬下自己 墨九抬起脚 转身离开 啊 光头挣扎着爬起 大口地喘着气 浑身不停发抖 你怎么伤的 墨九坐在床上 淡淡开口 我自己 上侧所摔的 光头现在恨不得离开牢房 他在外面也是无恶不作 可当遇见比自己更恶的人时 立刻怂了 我要在这里待七天这七天时间 我不希望被打扰 墨九缓缓闭上眼睛 开始打坐 明白 明白 光头点了点头 心有余悸地拿起毛巾 擦了擦脑袋上的血 余下十个人 飞速钻进被子里 牢房内 安静得像是没有人一样 与此同时 砰 中海省内一声枪响 打破凌晨的寂静 白鸣端着现弹枪 喷出第一发复仇的子弹 清晨 一夜未睡的张绍天 坐在办公室内 正拿着电话解释道 东西我真放进去了 是不是陈树峰去的晚了 不可能啊 半斤东西 怎么能说没就没呢 张绍天 这时 衣衫不准的秘书推开门 双眼通红的盯着张绍天 既然失败了 咱们换个路子 他不是进去了吗 那咱们先把他的爪牙都拔了 等他出来 还不是砧板上的肉 我还有点事 你先伴着 张绍天挂端电话 看向门口的秘书 怎么了 张绍天 你这个出场 秘书冲到他面前 崩溃的吼道 是不是你把我迷晕了 送上别人的床 他早上醒来 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 躺在公司休息室内 身上满是瘀青 还有被人糟蹋过的痕迹 会不会是你自愿的 张绍天拉开抽屉 从里面拿出张一百万的支票 但你是在公司出的事 这一百万你先拿着公司 给你带薪休假半年 我不要钱 我要告你 告你QJ我 秘书泪水夺况而出 如果是你女儿 你舍得 把她送上别人床吗 小田 你别不识抬举张绍天脸色一沉 你和谁睡不识睡 睡你一次 给你一百万 比你出去卖墙多了 你给我等着 秘书绝望地朝门口走去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告 你现在就去告 在中海省 和我斗 张绍天将支票撕碎 你可以试试 看看先倒霉的是谁 秘书摇了摇头 无力地走出办公室 他刚离开 张绍天拿起手机 打给龙田 盯着点小田 他要是不听话 就上点手段 非常时期 他得防着点小田闹出事 张总 今天公司门口停了好几辆车 好像是墨酒的人这些车 把咱们公司的车 都拦在外面了龙田 在电话里会报到 我沟通过交警队 可拖走一批 还会来下一批 直接砸 砸完陪他 来一辆 砸一辆 我张绍天别的没有 就是有钱 张绍天挂断电话 冷笑道 墨酒啊 你一进去 你的人就这点能耐啊 都什么下三滥的招数 叮 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 张绍天 你做了什么呢 早上你辜负出门 门上被喷得血债血肠 他心脏病直接下饭了 正在医院抢救 张绍天看着微信 愣了愣 我的车上被人喷死了 小强被枪击了 生死不明 你是不是得罪人了 一条条消息提醒 犹如井喷般 不断响起 第100章 他是孤儿 墨酒 你找死 张绍天面沉如水 死死盯着手机屏幕 嗡 这时 他的电话响了 张绍天看了眼来电人 赶忙接起 哥 你非要招惹那个墨酒啊 张绍云在电话里哭着喊道 我就一个儿子 难道你儿子死了 就得拉我的儿子陪葬吗 小强怎么样了 张绍天低声问着 他左手钻成拳头 手背青筋抱起 已经是植物人了 咱张家家大业大 有那么多钱 你和一个混混着什么气 投鼠忌气啊 华天药业这么大 张家这么多人 你非要我们给你儿子陪葬吗 妹妹 那我儿子就白死了吗 张绍天闷吼一声 我找人打听了 墨酒 去你们张家谈合作 张龙恶语相加 他自食恶果 住口 听见张龙的名字 张绍天喘着粗气 咆哮道 你们享受张家带来的财富 就得承受这份财富带来的风险 要么 你们来华天药夜呆几天药吗 自求多福 他挂断电话 感觉心脏有些痛 龙田 龙田 张绍天趴在桌子上 双手锤打桌面 接连的精神刺激和家族压力 让他状态非常不好 张总门外的龙田迅速进来 询问道 你有什么指示 去 去把墨酒的家人 都给我杀了 他不是搞我的亲人吗 只要和他墨酒沾边的 一个不留 杀 张绍天阴冷一笑 老子中海药王 斗不过你一个小混混 张总龙田微微皱眉 脸色有些难看 去办 张绍天抬起手 指着他 给我杀干净 我要让墨酒出来时 只剩他孤家寡人 龙田依旧没动 愣着干什么 听不懂话 张绍天瞪大眼睛 用力拍打桌面 张总 墨酒是个官 龙田有些无奈道 他自小 就和师父一家 还有七个师姐生活在一起 几个月前 他被七个姐姐赶出家门 双方早已视同水火 林青城的公司都破产了 昨天险些被墨酒打死 您也是知道的 他解释完 站在原地 等待新的任务 姑儿 张绍天嘴角狂颤 自己想要报复 都找不到人 张家几十口 墨酒孤身一人 这怎么玩 完全不对等 他师父呢 张绍天哆哆嗦嗦地指着龙田 杀他师父 他师父死了 龙田声音很小 死了 死了 就给我挖坟掘墓 把他师父鼓灰 给我养了 张绍天眼睛血红 大吼道 错骨扬灰 张总龙田有些为难地解释道 不久前 墨酒亲手绝了师父的坟位这事 他还打了前来阻拦的三姐林青英 那他师父没有儿子吗 张绍天难以置信道 就算他师父的儿子和他有矛盾 但老子现在就是泄粉 杀 他师父的儿子 在三天之前 被墨酒亲手杀了 龙田咧着嘴 感觉头皮有些发麻 当初调查墨酒的时候 他便已经深深地感到畏惧 墨酒的师母 被他亲手下毒 折磨得浑身腐烂 估计也快死了 龙田主动介绍王翠花的情况 张绍天忽然大笑起来 墨酒啊墨酒 你真是个畜生 他绝望了 连师父的坟都能绝 师母都能杀的人 自己和他比很忙 第100章 他是孤儿 比不过 张绍天此时已经有些后悔了 可3%的股份送出去 开宫已经没有回头见 为永绝后患 他必须除掉墨酒 但墨酒有个喜欢的女人 叫何清竹龙田忽然开口 一把花一口气说完 行不行 张绍天听到这个消息 非常惊喜 但昨天开始 这个女人消失不见了龙田面露南色 我们查了 何清竹是真消失了墨酒那边的人 压着消息 也在找 那就给我去找 去找 立刻 张绍天将桌上东西全部推到地下 疯了一样吼道 立刻找到那个何清竹 带到我面前来 明白 龙田转身离开 走到门口时 才敢抬起手 擦了擦了脑袋上的汗 对了 张绍天在他身后忽然开口 小龙的骨灰 是不是要运回来了 作为父亲 连儿子的骨灰都不能亲手迎回来 他感到痛苦 感到愤怒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正是墨酒 少爷的尸体送得很隐蔽 龙田解释道 为了不被察觉 我安排了几名高手 亲自护送夫人 保证万无一失 那就好 张绍天靠在椅子上 感到深深的无力 抓住何清竹 带回来 好 龙田带上门 立刻组织人手 开始办事 中海省 南江路 一辆VP正缓慢行驶 车内 李凯月抱着张龙的骨灰盒 眼泪不停 儿子 妈妈会给你报仇的 他抚摸骨灰盒上张龙的一项 情绪有些崩溃 夫人 节哀华天药业的保镖小声劝慰 你生在富贵人家 却连个葬礼都不能半等 你爸杀了墨酒 妈给你半个盛大的葬礼 李凯月眼中带着恶毒 墨酒 我要一刀刀割下你的肉 来祭奠我的孩子 碰 碰 就在这时 街道上传来两声枪响 商务车前轮轮胎被精准打爆 失控撞在路边的花坛上 轰隆 车内 众人东倒西歪 乱作一团 夫人 你在车里等着 我们下去几名保镖迅速拿起手枪 小心翼翼地跳下车 李凯月则紧紧抱着骨灰盒 惶恐地看向车窗外 老三 听出来是什么枪声了吗 马子连保镖蹲在车后 低声询问 好像是 AK 司机微微皱眉 听着像 AK 马子连微微一愣 那玩意不是非洲人才用的吗 咱国内 谁用那玩意 我特么 也纳闷可听起来 就是AK的声音 司机稍显犹豫 开口道 火力掩护 老规矩 冲出去 干掉对方 他看了眼手表 速战速决 不然我们车坏在这里 万一被警局的人发现 会有麻烦 三 二 一 走 六个人端着手枪 同时翻滚而出 可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 马路上根本没有车子和人 只有公交站旁 一个背着书包 正在等车的女学生 第101章 比歌坛还乱的中海 妈的 见鬼了 六名保镖环视一圈 连个鬼影都没看到 这里是开发区 还在建设中 特别空旷 四周也没有 能藏身的地方 可枪手呢 或者说 枪手的车呢 小姑娘 刚才你听见枪声没有 司机下意识地收起枪 开口问道 看没看见有人 或者车经过 现在最合理的解释 就是有人开枪后 迅速离开 但保镖们反应迅速 立刻下车 都没有看到人影 就显得这件事 更加奇怪了 什么样的枪声啊 等车的女生 有些疑惑 就是砰砰的声音 很清脆 司机有些问候悔了 一个小姑娘 能懂什么 算了 先保护夫人 你们几个放风 我去换轮胎司机 把枪插在后腰 转身就要上车 喂 几位叔叔小姑娘 忽然喊道 是不是这个声音啊 闻声 几人骑刷刷地转身 下一刻 他们瞳孔猛缩 张大嘴巴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背着书包的小姑娘 司机声都变了 他是专业的 找掩铁 见到何清竹枪 托顶在肩膀的 标准射击姿势 几人头皮发麻 碰 碰 碰 何清竹根本没给 几人反击的机会 手中两把AK交替射击 他在短短7秒内 直接清空两发弹夹 全程 何清竹面无表情 但眼神之中 隐约有些兴奋 商务车旁 六名保镖直听停 倒在地上 全部死了 最倒霉的一个 身上挨了五发子弹 他担心地朝着被打成蜂窝的商务车走去 此时 车内的李凯月浑身发抖 掏出手机 正给张少天打电话 呦 防弹的 何清竹扎着双马尾的脑袋 从车门探进来 他用手敲了敲车内护板 有些惊讶道 不少钱吧 别杀我 要多少钱都行 李凯月带着哭腔 我有钱 我可以给你钱 他害怕急了 别傻了 大嫂和清竹笑嘻嘻倒 我不杀女人 谢谢你 咱们无冤无仇 感谢你高抬贵手李凯月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电话打通了吧 何清竹指了指他手里的骨灰盒 还有上面摆着的手机 李凯月一时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张少天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和清竹外 没人能欺负我的九哥你不行 你张家祖宗十八代家一起 也不行 何清竹说完 面无表情地转过身 扯掉两颗手雷拉环 反手扔进商务车内 他不紧不慢地走着 并从口袋里掏出蓝牙耳机 塞进耳朵 同时 用手机放了放了手 毅然一爆炸 哄 商务车一声巨响 爆炸掀起的气浪 将何清竹双马尾吹到身前 吹得他白色短裙 紧紧贴着身体 他不紧不慢地撩了撩头发 背着书包 消失在街道上 一百米外 路边停着的揽胜车上 五个人不发一言 集体沉默 第101章 比歌坛还乱的中海 过了好一会 白鸣吞了口口水 压低声音道 今天的事情 都他妈给我拦在肚子里 明白吗 一名打手浑身发抖 激动地喊道 这他妈用我们保护 兄弟几个蹲垃圾桶边上 蹲了半个月 你说让我们保护大嫂 那些日子 他们蹲在美景天城楼下 昼夜不停地巡逻 现在想想 小丑竟是他们自己 我哪知道 白鸣红着脸道 大嫂 大嫂当时 说她想去河里炸鱼吃 我能不给 她再次强调 记住 这是烂在肚子里 都给我下车 处理现场 哥 你说九爷知道大嫂这情况吗 一名打手好奇地问着 我估计 也不知道吧 白鸣挠了挠头 眼中还有尚未消散的震撼 他自言自语道 这他妈中海 比歌坛还乱 哥 我记着咱没有AK啊 打手不依不饶地追问 我他妈哪知道 要不你去问大嫂 白鸣瞪着眼珠子 怒骂道 干活 好嘞 白鸣几名打手 迅速去处理现场 靠 望着他们的背影 白鸣点了一支烟 自言自语道 枪没来的呢 距他们一公里外 和青竹跳上一辆车 将书包一扔 有些亢奋道 好久没练 单手 换诞家都慢了 把这些处理干净 送我回青城 他闭上眼睛 恢复经历 东海分局 张绍天 萧树龙QJ我 我要告他们 抓他们 田秘书在父母的陪同下 来到警局报案 这位女士 请您安抚下自己的情绪 判到侵犯但犯罪嫌疑人 不是张绍天和萧树龙 是你们公司的一名保安 这是鉴定结果 陈树峰将报告 递到三人面前 您看看 你包庇他 田秘书一把撕碎报告 红着眼吼道 你和萧家有关系 你包庇他们 我连你一起告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就告你们 说完 他趴在父亲怀里嚎啕大哭 干什么 藐视律法吗 陈树峰冷着脸道 你去告 我等着你 等三人离开 他回到自己办公室 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萧总 你下次能不能搞点安全措施 你知不知道 我冒着多大风险 才把报告换了 找得替罪羊 陈树峰沉声道 你自己安排点人 让那一家三口 把嘴闭上好了 就这样 啪 他将手机一扔 非常爱惜地摸了摸桌上的 弥勒佛金像 保佑 保佑我顺利升值 陈树峰双手合十 转着佛珠 马路上 女儿 相信正义 田秘书的父亲 田正元含着泪 抓住女儿的手 父亲陪你争到底 走在满是落叶的街上 一家三口沉默无声 就在这时 一群混混冲过来 告状是吧 啪 领头的一巴掌 扇在田秘书脸上 给我打 他一声令吓 十几个混混 对一家三口全打脚踢 记住了 我划昌路流明 再不老师 杀你全家 领头的混混 吐了口唾沫 看着满脸是血的三个人 带小弟转身离开 趴在地上的田正元 死死盯着流明离开的背影 眼中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 老师人一旦爆发 无疑是致命的 当晚 下班高峰期时 田秘书穿着一身红衣 从华天药夜顶楼 一跃而下